讲,这样出来的。 如果叫你副讲,你在讲台下面听经,可以听到五成、六成。 没有叫你副讲,你顶多只能听个一成、二成,出去忘得干干净净。 明天上午要叫你讲,你不能不注意,你全部精神贯注在那里听, 你还得写笔记,你明天要重新讲出来。 这样学出来的,确实我也是这样学出来的。 李老师那个时候会下,他教讲经就是用这个方法,用副讲。 古老的方法,跟现在学校用的方法完全不一样。 但是古老这个方法很有效果,成就得还特别快。 学校用的这些新的科学方法论,我看收的效果不大。 所以我们还是老观念,老方法。 虽是老观念,老方法,当然也修正了不少, 因为古时候的古老方法,像从前香港海人老和尚传, 冷言经,经文跟注解都要背,那才是道道地的的老方法。 我们现在不要你背经文,也不要你背注解, 只是叫你要记,博文强记,你要有这个能力, 你听了之后真能记得住,你赴讲才讲得出来。 听了之后记不住,那就没法子。 这也是的有天赋,学不来的。 我在台湾早期做学生的时候,参加磁光讲座, 磁光讲座都是大学生。 李老师为他们编了一套教材,叫《佛学概要》,有十四讲。 十四讲,因为那个时候学习的期限两个星期, 一天讲一次,两个星期这个课程就讲完了。 十四讲,十四个小时,学生们听完之后, 我们把它集合起来,让每一个同学赴讲。 老师编的讲稿是表姐,李老师讲一个小时, 这些学生里面讲得最好的,可以讲十分钟。 六十分钟变成十分钟,能讲十分钟的不多, 一半都不到,大多数人是五。 六分钟就讲完了。 这才晓得不简单,不容易。 要什么样的人才能学经? 学讲经不是每个人都能学的,最低限度, 譬如你在我这里,听我讲这个经两个小时, 我同样的教材给你,你要是不能讲一个小时,就不能学经, 要有这个能力你才能学,这是打个对折,你十分钟, 十五分钟就讲掉,这个不行,这个没有办法学。 学经一定是有它的天赋能力,这才行, 其次还得要有法源,你讲经有那么多人来听,这是法源。 源从哪里来的? 要跟大家结缘,那不结缘, 源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讲经的人跟一般出家人的用心不一样, 讲经的人,对于结缘非常重视。 像我们学讲经的,这都是老师教的, 我们到人家的道场,佛堂, 当然一定先要拜佛,拜佛要拜三拜,三拜要怎么拜法? 拜都是一样拜,用心不一样, 口里念念有词,念得不一样。 第一拜要与道场的主人结缘, 像这个地方居是灵,主人是灵场, 寺庙主人是住持,要跟他有缘, 我第一拜跟他结缘。 第二拜要跟道场结缘, 第三拜要与道场的信徒结缘。 有缘了,将来就有机会到这个地方来讲经, 这个道场的主人来邀请你, 道场欢迎你, 这些信徒们都喜欢来听经, 这是有缘。 没有缘怎么行? 礼佛三拜,心愿不一样。 我们要想讲经的时候听众很多, 那别人讲经我们要不要去听? 一定要去听。 人家讲经你不听, 你讲经别人也不听, 这没人听。 所以真正发心讲经的人, 就是非常欢喜听经的, 哪个地方有讲经的时候, 绝对一次不空过的, 不管他讲得好, 讲不好, 决定要听到底。 什么样的音, 有什么样的果报, 你热心听别人讲经, 将来你讲经人家也热心来听你的。 精神, 心愿不一样。 即使是初学讲经的人, 我这一天没有讲经, 有时间我都一定会去听。 解法缘, 跟讲经的法师结缘, 跟道场结缘, 跟听众结缘, 这样才会有法缘。 当然结缘要尽心尽力, 你们大家对我的公养, 几乎天天都有, 这个公养跟大家在解法缘, 我们印了很多经书, 做了录音带, 录像带, 做了CD, 到处跟人结缘, 法缘才会殊胜, 不结缘不行。 这是有愿要发心学讲经的, 这是基本的条件, 必须要具足的。 一切为佛法, 一切为众生。 我们的佛法这样殊胜的利益, 好处, 我们希望把这份好处与一切众生共享, 这个才行。 这是交给我们从读经下手, 从读经是最重要, 最重要的。 学讲经从听讲, 从副讲, 从这个地方入门。 这个方法用了几千年, 古大德都是这个方法出来的。 先完全根据老师, 根据古大德的著书, 自己不要加意见。 讲经如果有过失, 那个过失多半都是自己家意见里面所产生的。 如果规规矩举守住这个老方法, 纵然讲得不好, 没有过失, 没有过失就是好。 找不出你的毛病, 听听是不怎么样, 有没有毛病。 找不出毛病, 这个就好。 所以出学的时候老师教给我们, 要好好的记住的, 不求有功, 但求无过。 听众里头有行家来听, 我讲的是不好, 出学怎么会讲好。 但是没有毛病, 你挑我的毛病挑不出来, 这就好了, 这就高明。 十, 舍法, 是舍其这有之病。 舍非法, 是舍其这空之病。 病除, 择记而常照, 照而常记, 便是佛境界。 此之谓, 皆令入无于涅槃而灭肚之。 舍法, 是舍其这有之病。 舍非法, 是舍其这空之病。 凡夫, 二圣之病, 不外乎这两大类。 这两大类里面所包含的真的是无量无边。 诸位不要认为那个有是无量无边, 空难道还无量无边吗? 空也不简单, 空也无量无边, 因为空跟有是相对的, 有有多少, 空就有多少。 所以那个树木字是相等的, 都是无量无边, 一样一样统统要把它舍掉。 舍执着, 不是不要法, 不是把法都舍掉。 舍执着, 不执着空, 也不执着有, 空有两边都不执着。 并出, 则济而常照, 照而常济, 便是佛境界, 济是定, 照是智慧。 济是体, 照是用, 照也是体, 济也是用, 济照可以互为体用。 但是在我们初学, 多数人事先的定, 后开会。 我们根性不是大力之人, 还是循着个次第去修, 应戒的定, 应定开会。 戒就是守规矩, 遵守老方法, 老规矩。 诸位要知道, 老方法, 老规矩, 过去古圣先贤, 祖师大德们都是走这条路成功的。 这个路怎么会有错误? 千万不要认为, 那个旧了, 老了, 我们有新的方法, 那就坏了。 你这个新方法没经过试验, 能不能成就是个位之术? 人家老方法, 老路子, 多少人从那里走过来都成就了。 这是我们要认真反省, 认真去深思的。 我们要相信佛菩萨的教会, 要相信古圣先贤的经验, 寄取教训, 遵循这个道路, 我们的成功是非常有希望的。 先求祭, 正如前面所说的, 到一念不深的时候, 性光就发现了。 性光发现就是照, 一念不深就是记。 记而长照, 记是清静心, 清静心起作用, 当然是长照, 这个功夫相当高。 观照, 照住, 照见, 记而长照, 这个照是照见。 照而长记, 虽然长照, 他的心永远清静, 决定不会被外面境界动摇, 不会被外面境界污染。 长照, 长记, 这个境界就是佛境界。 什么人证得这个境界? 在大乘佛法里面, 原教初驻菩萨就证得。 华言, 上所说的四十一位法身大士都证得了, 四十一位里面, 地位最低的是初驻菩萨, 最高的是等觉菩萨, 这是入佛法界。 这是宗门里常讲的, 明心见性, 见性成佛, 因为他是佛的境界。 此之位, 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 无余涅槃是怎么回事? 无余涅槃是什么样的境界? 这个地方为我们说出来了。 无余涅槃就是既照同时, 既而常照, 照而常记, 如来果地上的境界。 由此可知, 世尊为我们释现了各榜样, 教给我们要发大心, 要发大愿, 要修大行, 正大果。 什么是大心, 大愿? 要度一切众生, 要令一切众生皆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 这个心才叫大心, 大愿。 到这个地方总算是很具体的告诉我们, 要把众生度成佛, 这才行。 所以此地无余涅槃而灭度之, 是如来果地上的大涅槃。 如果我们讲分正的涅槃, 原教初驻以上的菩萨都正的, 但是不圆满。 一定要帮助众生正的圆满, 那才算数。 没有正的圆满, 我度众生的这个愿望, 就不圆满, 我的心愿就不圆满。 这才是符合世尊在《金刚经》上所说的, 发大心的人, 发最上诚心的人, 这是《金刚经》的当机者。 我们学了之后, 最要紧就是真发心。 要发真实的心, 功德利益就现前, 就得真实受用。 十一, 无论修合法门, 如能领会此中经义而行, 成就必速且高。 这是真的。 《金刚经》, 里面所说的这些原理原则, 是整个佛法的要领, 不仅是班若部, 也就是说是尊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法, 总纲领就是《金刚经》。 因此, 这个道理方法, 无论应用在哪一个宗派, 哪一个法门, 都能达到最高的效率。 由此可知, 《金刚经》, 在中国佛门当中, 无论学哪一宗, 哪一派, 哪一个法门, 没有说是没有念过《金刚经》的, 很少听到。 所以一问, 《金刚经》, 都很熟, 都念过, 至少一声当中也念过一遍两遍。 这就是说明, 这个《金》里头所讲的是总纲领。 可是你读是一回事情, 如果对《金意》不能透彻明了, 不能应用在你的行门当中, 那也没有用处, 读了也是白读。 所以一定要把这些道理搞得很清楚, 很明白, 很透彻, 应用在行门当中。 这个行门, 此的讲的修和法门, 那是你依照佛法某一个法门修学。 课时而论, 在这几天, 同修门听了之后, 你也有相当的了解。 行门是什么? 行门是生活, 在日常生活当中, 绝对不是我们修行的法门跟我们的生活脱节, 没这个话, 脱节了不是修行。 从早到晚, 我们起心动念, 言语造作, 所有一切行持, 都包括在我们那个法门之中。 修念佛法门的, 穿衣吃饭都念佛, 与念佛都相应, 没有离开念佛。 参禅的人, 穿衣吃饭也没有离开参究。 诸位从这个例子就能够晓得, 无论修学哪个法门, 八万四千法门, 统统都融合在日常生活当中, 这是佛法。 所有一切法门, 它的总纲领, 总原则, 没有超过金刚经, 都是金刚经上所说的。 所以你要领会, 金刚经, 里面的经意, 经是精华, 义是道理。 你要能够体会到般若的真正的义趣, 它的理论, 方法, 境界, 你去做, 把它用在你自己的法门当中。 譬如说我们念佛, 我们就把金刚般若用在念佛法门当中, 参禅的, 就把金刚般若用在参禅的法门当中, 持咒的, 持戒的, 亦附如是, 都把这个原理原则用上了。 它的成就不仅是快速, 一定高明。 快速我们能想象到, 当然快速。 为什么? 它交给我们从根本下手, 破三障, 断烦恼, 开智慧, 都是从根本下手, 所以成就既快又高。 三二, 问世正成举如来果得问。 须菩提, 余意云合, 如来的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耶。 如来有所说法耶。 耶, 是问话。 这是测验须菩提, 实在讲就是对我们的考验。 我们听了前面, 看看程度怎么样。 世尊来个小考, 考一下, 看看你能不能及格, 你是不是真懂的了。 金刚经, 全经这种方法很多, 往往是遵说一段, 后面来个小考。 这是我们看到, 佛陀教学方法的善巧。 叫着须菩提问他, 余意云合, 你的意思怎么样? 你以为怎么样? 你认为怎么样? 如来是不是真的有法可得? 是不是真的有法可说? 佛提出这两个问题来考虚菩提尊者。 一, 此节经文是说明如何是两边不取, 以及为何须两边不取。 举果正因, 名须因果一致。 此节经文是说明如何是两边不取, 你对于两边不取的道理是不是真的透彻, 两边不取的方法是不是真的明了。 因为要透彻的明了, 一定就应用在生活当中, 这才能够的受用。 以及为何须两边不取, 这个疑问必须要破除。 佛教给我们两边不取, 为什么? 如果有疑惑, 你自然就不能相信。 不能相信, 你当然就不会去做。 听了也许点点头, 不错, 不可能去做的, 那就是理根这些事实真相没搞清楚。 真的搞清楚了, 不要佛劝, 你一定照做。 你还没能做到, 换句话说, 你还没懂, 没搞清楚。 佛法之中, 确实知难行义。 从前孙中山先生的学说提出的, 知难行义。 佛法确实是知难行义。 所以是尊要为众生说法四十九年, 知难。 念佛往生, 临终时念, 一念都能成功, 容易。 行真的是容易, 之可不容易, 真正知了一定会做到。 这就是说明, 这个经为什么要常讲, 为什么要深讲, 要透彻地讲, 道理在此地。 举果正因, 明须因果一致, 佛这个地方所问的, 不是问阿罗汉, 不是问辟之佛, 是问如来究竟的果地。 我们知道, 一般经上常讲的, 如来的什么法, 的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就是如来所得之法。 它是不是真的有所得? 佛给我们说法, 是不是真的有法? 如来有所说法, 是不是它真的有法跟我们说? 二, 于意云合, 四字, 浅说是试探听者明了程度。 深说是指示我等读经莫错会佛意, 要深深体会, 方实正知正见。 于意云合四字, 浅说是试探听者明了程度, 你的意思怎么样? 你认为怎么样? 深说是指示我等读经莫错会佛意, 这个意思最要紧了, 所以这一句话提醒我们, 不能错会佛的意思。 正是开经济上所说的, 愿解如来真实意, 不能把佛的意思错会了。 要深深体会, 方实正知正见, 正知正见就是佛之佛见。 我们在三规一里面, 规一法, 法就是正知正见。 三, 如来是法身, 是信德。 岂有所得, 岂有所说。 这部经里面有的时候说如来, 有的时候说佛, 说如来是从本性上说的, 说佛是从相上说的。 从相上讲, 可以说有的, 可以说有说, 从性上讲, 没有。 谈经, 里面, 六祖说得很好, 本来无一物, 怎么会有一个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怎么还会有法可说? 那就不是本来无一物。 如来果的的境界, 大涅槃的境界, 是既照双蓉, 既照不二, 既而常照, 照而常己。 既里面还有东西, 有一丝毫东西在里面, 那就不是既。 所以, 它用如来, 真如自信之中有没有法可得? 有没有法可说? 这个意思实在讲, 确实为我们暗示了, 为什么两边不取, 如何两边不取, 意思都是暗含在其中。 我们看看虚菩提所说的。 三三, 以法不可知是明无定法。 虚菩提言, 如我解佛所说意, 无有定法明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亦无有定法如来可说。 我们看世尊跟尊者的问答, 可以体会到他们的言语充满了高度的智慧, 究竟圆满的智慧, 实在说这就叫金刚般若智慧。 一, 此答看似所答非所问, 实则极圆, 极妙。 应当学。 我们应当要学习, 他答得圆满极了, 答得妙极了。 二, 亦为佛问如来有所得, 有所说。 而我经上未成佛, 那理之道。 故经依佛向来所说之一略解之, 当不治大错。 亦为佛问如来有所得, 有所说。 而我经上未成佛, 那理之道。 佛所问的如来, 如来是原教佛果的境界。 须菩提在世尊大会之中, 他的身份只是阿罗汉。 本经里面是尊赞叹他第一离遇阿罗汉, 这是我们在这里能看出他的身份, 他怎么知道如来果的的境界。 所以这个答复就很妙了。 故经依佛向来所说之一略解之, 当不治大错, 自己没入这个境界, 但是常常听佛讲经说法, 佛这么说的, 我能够体会一些, 能够接受一些, 照着佛的意思来说, 大概不会有大的错误。 这就是我刚才跟诸位所说的, 李老师教我们初学讲经, 就采取这一个原理原则, 我们完全依据, 因为自己没有明星见性, 没有正果, 佛的意思我们怎么会晓得。 你不知道佛的意思, 那佛的这些文章你不全部都讲错了。 用你自己的意思来解释, 那怎么行? 完全不一样。 可是在这个时代, 众生很苦, 佛法衰微, 没有人传播弘扬。 我们是佛弟子, 归依三宝了, 是三宝弟子, 有责任弘扬佛法。 在这种情形之下怎么办? 心有余而力不足, 不得已而求其次, 讲注解, 这个过失就减少了, 把它减少到零。 像我们这一次用的, 金刚精, 采取的注解, 将为农居士的。 它的注解非常丰富, 要把它注解全部拿来讲, 时间太长, 那个注解要一个字不漏详细讲一遍, 至少要讲一年, 时间太长, 我们没那么多长的时间, 把里头重要的摘录出来, 所以称之为解药。 虽然没有权讲, 重要的意思都讨论到了, 都讲到了。 这就是讲注, 我们今天只有这个本事。 讲经, 要开悟才能讲经, 没开悟不能讲经。 今天我们的本事只限于讲注而已, 这个自己要知道的, 才不至于有大的过失, 跟这一段的意思完全相同。 三, 无上菩提是自信本具之时相般若, 自信中义本无此名号。 众生因障而不显, 障无一定, 则除障之法, 那有一定。 除障之法无定, 则佛说法当然义, 无有定法, 可说了。 无上菩提是自信本具之时相般若, 时相就是真相, 决定不是假的。 这个经上告诉我们,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时相般若是真的, 不是虚妄的。 自信中义本无此名号, 自信里有这个东西没错, 但是没有名号, 没有名字。 名字是人给他起的, 所以名字像是假的, 不是真的, 名字里面所讲的那个是相, 这是真的。 相许许多多的名字相, 名字像是假的, 名字里头含的那个意思也是假的。 譬如, 我, 一般指的身体是我, 我这个名字是假的, 我这个个体也是假的, 都不是真的, 这个地方都要把它辨别清楚。 时相般若的名是假的, 时相般若的体是真的, 那个东西不假, 没有这个名号。 众生因障而不显, 时相般若既然是自信里头本来具足的, 哪一个没有? 一切众生个个都有。 虽然有, 没透出来, 也就是虽然有, 不起作用。 我们今天一天到晚身烦恼不生智慧, 般若智慧不能现钱, 什么原因? 因为你有账。 账无一定, 账实在讲太多太多了, 无量无边。 我们讲二账, 三账, 归类, 归纳法它合并起来说, 为了说法方便起见, 用归纳的方法, 其实是无量无边, 所以账没有一定的, 因此, 除障之法也没有一定的。 佛法里头为什么会有八万四千法门, 为什么会有无量法门? 这些话都是真的, 不是假的。 八万四千, 确确实是八万四千条。 诸位查, 佛学大词典, 教成法术, 里头都有, 这不是随便说的。 实在讲, 是因为烦恼有八万四千, 障有无量无边, 佛的法没有别的, 对治烦恼, 帮助我们破障的, 障有无量无边, 法门就无量无边, 是从这儿来的。 由此可知, 我们的烦恼没有了, 障没有了, 那佛法也没有了。 所以佛法也是从原生的, 因为众生有障, 所以才有佛法, 众生要是没有障碍, 佛法就没有了。 因此前面经上才说, 法上应舍, 何况非法, 道理在此地。 为什么佛法也要舍, 道理在这里。 小成人过了何才舍, 好像治病, 病治好了就舍, 才舍, 这个意思好懂。 本经所讲的意思深, 正用的时候就舍, 舍执着, 并不是舍法。 法我要用他, 用他而不执着他, 这比小成就高明了。 小成在用他的时候执着他, 必须自己病好了之后, 舍他也不执着他了。 这个跟大成不一样, 大成是用的时候就不执着, 小成是用的时候他还执着, 所以有法执。 这是金刚般若, 跟一般经上讲的义去不相同的所在。 除障之法无定, 则佛说法当然义无有定法可说了, 所以如来没有定法可说。 三四, 适应双飞。 何以故? 如来所说法, 皆不可取, 不可说, 非法非非法。 一, 双飞者, 即, 非法, 非非法。 即双离, 亦即双遮, 未皆非也。 长老此数言, 原妙之极。 双离是两边都离, 两边都不执着。 遮是指的意思, 也是离开的意思。 怎么个离开? 就是不执着, 不分别。 无论是你所修的佛法, 你日常生活的世间法, 金刚般若的大原则就是叫你在一切法里面, 不要用分别心, 不要用执着心。 法要用, 离开一切分别, 执着, 里面就生智慧, 就不会生烦恼了。 长老此数言, 原妙之极, 须菩提尊者解释得好, 解释得非常的圆融, 解释得非常之妙, 他那个圆融之妙, 在底下我们一条一条会看得出来。 二, 佛经文句, 应做面面观, 佛自言, 我说法穷洁不尽。 何况我等凡夫, 可不从多方面去领会耶。 这一点也说明了佛法之难, 难在哪里。 我们平常讲, 字字句句含无量意, 这是它的难处。 经典式佛法的教科书, 跟世间教科书不一样。 像现在学校的教科书, 小学的教科书, 中学生不要了, 用不着, 永远都不要了。 中学教科书, 大学生不要了。 换句话说, 教科书期限很短, 是有限制的。 佛法不一样, 佛法这一部, 金刚经, 你今天学佛初学, 你就拿到这个课本, 一直到你修三大阿森只结成佛, 还是这个本子, 还是这部经, 没有换第二个教科书, 这个教科书就不可思议了。 不换本子成吗? 成, 你的程度高, 他的理论也高, 说的也深, 你的程度浅, 他意思也浅, 他里头的意思可浅可深。 浅, 很适合初学, 初入门的人, 深, 其身无底, 要到如来果的才能够究竟圆满, 等觉菩萨还没有达到圆满。 金刚经, 如是, 一切经无不如是。 这是佛法难的地方。 如果从另一方面来看, 也是佛法容易的地方。 所有一切大成经, 初学的人都可以选修。 选的要领必须符合自己修学的条件, 这样你修学起来就格外容易了。 譬如说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 精神, 生活压力都很重, 时间分秒必争, 每天空闲的时间很少, 如果大步的经典, 对我们来讲就有困难。 不要说, 大般若经, 了, 连, 华言, 法华, 能言, 我们都感觉的受不了。 所以在这个时代, 最便利我们修学的经典, 分量要少, 含的意思要圆满, 这就是很中我们的义了。 金刚经, 分量不多, 五千多字, 不到六千字, 很适合。 无量寿经, 虽然长一点, 还行。 还能够读诵寿池。 大步的对我们就相当困难。 所以选择经论, 要适合我们自己生活环境的条件。 同样一个道理, 弘扬也必须要顾及这些条件。 譬如我们讲的学奖经, 学奖经你要了解现代是什么样的社会, 现代人需要的是些什么, 现代的人不需要的是什么, 都要搞清楚。 太深, 太长, 太啰嗦的, 他不需要。 他要很简单的, 很短的, 很浅的, 很容易明白的, 马上有受用的, 这最欢迎的了。 你说到一个地方去讲经, 讲一个月, 说实在的话, 新加坡例外, 其他地方不欢迎。 到美国去, 人家马上就拒绝你, 我们没有时间听。 在美国讲经, 他就很坦白的告诉你, 开门见山的说, 我们的长假只有五天, 这就告诉你了, 你不能超过五天, 五天他有的时候还安排一两天, 他私人还办事。 实在讲最理想的是三天。 你要认识环境, 能够说是连续讲一个月, 不简单。 现在这个机缘稀有, 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 你学讲经, 你跟哪些人讲? 现在是交通便捷, 方便, 资讯发达, 不像从前一生的活动范围就在这小小的地区, 现在我们的活动范围是全球。 你就要了解, 在这个世界上哪些国家, 哪些地区, 他们需要的, 不需要的, 统统要搞清楚。 所以东西要精简, 要短, 这才得到大众的欢迎。 跟过去弘扬佛法那个时代不相同了, 用从前那种方法讲经说法, 在今天行不通, 这是必须要知道的。 现在人病在什么地方, 我们选择的正是要选择特效药, 很短的时间, 他马上就见效, 那你是高明的大夫, 这是讲经的好法师。 必须很短的时间, 能够有效果, 能够帮助他的利益。 这就是要体会到佛说法他的精神, 他的义趣, 要从多方面去领会, 从某一方面去发挥。 所以佛法他是活的, 他不是死的, 活活泼泼的。 三, 如来所说之法, 即无上觉, 即究竟觉, 究竟觉即无念。 经云, 离为细念, 照见心性, 明究竟觉。 可见究竟觉即无念。 无念如何可取, 能取所取, 皆要不得, 故云, 皆不可取。 如来所说之法, 即无上觉, 即究竟觉。 究竟觉即无念。 经云, 离为细念, 照见心性, 明究竟觉。 这是说明佛所说之法, 深, 广都不可思议, 无论是哪一部经, 为什么? 都是从究竟觉里面流露出来的。 将居士引经来解释, 什么叫究竟觉? 无念是究竟觉。 无念是什么? 清净心, 平等心。 有念就不平等, 有念就不清净。 我们讲清净心, 大家容易体会。 究竟圆满的清净心, 这个心广大没有边际, 所以佛讲的那个意思, 所说的法, 那个法的意思没有边际, 其身无底。 可见究竟觉即无念。 无念如何可取, 当然不能取, 这就是教你法不能取, 佛法也不能取, 非法也不能取, 把这个道理说出来了。 能取所取, 皆要不得, 故云皆不可取, 取就是执着, 执着就是错误, 错在哪里? 因为心性里面没有这个东西, 心性里头要是有, 那你可以取, 心性里头没有, 所以你取就错了。 心性里没有, 那我不取行不行。 不取也错了, 错在哪里? 心性里面虽然没有这些法香, 它能献法香, 所以心性不是无, 心性是空, 空不是无, 空中能生有, 能生幻香, 香虽然不真, 它能生。 因为它能够生香, 生这个幻香, 所以你也不能取空, 你取空就错了。 这个就是说明为什么两边都不能取。 取法香不能见性, 取非法香也不能见性, 都错了, 这是把一切法都不可取的道理说出来了。 我们明白了, 懂得了, 在日常生活当中你要会用的话, 你的生活就是过佛菩萨的生活。 法与非法两边都不取, 你的大自在, 你真正的智慧现前, 你烦恼没有了。 这个生活方式是什么? 我们讲习当中常说的, 随缘而不攀缘, 随缘怎么样? 不取非法香, 一切都随缘, 我不落空。 心里面干干净净, 与一切法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不住法香, 没有法香。 法与非法两边都不取。 这就是古代德所谓的, 随缘消就业, 这话说得真好。 如果你亦有执着, 亦有能取所取, 你就又造新秧了, 古德讲, 莫更造新秧, 你又造新秧了, 那就坏了。 所以说搞清楚, 搞明白了的时候, 才知道佛讲的是对的, 佛所教的是一点都没有错。 法与非法都不能够取, 都不能够执着, 我们才能过得快乐, 才能过得幸福, 才能过得像诸佛菩萨一样美满的生活。 这个念头转过来了, 那就恭喜诸位了。 喜从何来? 你现在是成愿再来了, 你的业障消掉了, 没有了。 业障怎么消的? 因为业障就是分别执着, 我一切分别执着都没有了, 业障就没有了。 智慧现前了, 从今而后。 你所修的是无量功德, 连你穿衣吃饭都是无量功德, 真实智慧, 广度众生, 做的是这个, 念头一转就是。 真的是转凡成圣, 转凡恼成菩提, 转业报位成愿再来。 这一桩事情, 在礼上, 在世上, 金刚经, 讲得透彻, 真是简要详明, 不啰嗦, 直截了当的为我们说出来了。 要紧的就是要在生活上提得起关照的功夫, 就像世尊在本经开头显示的穿衣吃饭, 就把这个道理, 显现得十分的清楚。 每天穿衣穿得整整齐齐, 穿得干干净净, 不着空, 不取非法相。 虽然穿衣, 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不取法相。 这就讲我们随缘而不攀缘, 不固执一定要穿什么颜色, 一定要穿什么款式, 那就执着了, 那取了法相。 一切都随缘, 随缘就自在。 穿衣上, 法相跟非法相都不取, 穿衣里头显示出金刚般若。 转从哪里转? 就从这里转。 过去天天穿衣, 现在天天还穿衣, 从前穿衣跟现在穿衣不一样了, 境界不相同了, 以前这像是凡夫, 现在两边都离, 佛菩萨。 怎么会一样? 从前穿衣吃饭是搞六道轮回, 现在穿衣吃饭, 无上菩提。 怎么会一样? 学金刚般若要在这里学, 学了之后, 马上在生活上兑现, 你是真的学到了, 你真的的受用。 如果不能把学到的这些理论, 方法, 变成实际的生活行为, 那你叫白学了。 金刚经, 听了, 念了, 依旧搞生死轮回, 那就错了, 那不是佛对我们的愿望。 所以要紧的, 佛法要行, 不要住, 也就是说佛法要做, 不再口说。 世尊显示出来的世身教, 完全做出来了。 释迦牟尼佛果地上所正的 无上菩提, 就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 统统显露无疑, 没有一丝毫隐藏, 统统都露出来了。 虽然它都显示出, 我们眼睛里头有意, 有意就是眼睛害了病, 长了白内障, 严重的狠, 看不见, 瞎了眼看不见, 不是佛没有露出来, 佛菩萨统统显露出来了, 可惜我们看不见。 过在我们自己, 佛菩萨没有过失。 所以是尊身教, 严教, 深险露出来是圆满的, 严所说出来的是有限的。 我想诸位同修冷静去想想, 应该能够体会得到。 佛讲这么多经, 所讲的还是很有限, 但是它在生活上所表现出来的是圆满的, 大圆满。 那就是穷洁不尽的都在生活上表现出来了, 这个味道很深, 很长, 很浓。 华言经, 上比喻, 戒子那须迷, 戒子是很小, 又说一围城里转大法轮, 围城更小了, 比戒子还要小, 一毫端容大千世界, 豪端是我们汗毛, 汗毛尖端上, 这真的不假。 这就是说点点滴滴圆满显露, 丝毫的隐藏都没有。 在哪里? 在一围城之中, 在毛端上。 何况穿衣吃饭, 那还用得着说吗? 向这个地方去念面观, 向这个地方去体会, 才真正知道佛法不可思议, 我们的心性不可思议, 而后才知道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不可思议。 好, 今天就讲到此地。 金刚班若研习报告, 第二十一卷, 新加坡佛教居士林荡明, 九年二月三年二月一。 请先开经本第五十页。 世尊在前面问须菩提尊者, 如来有没有无上菩提法可以证的? 有没有法可说? 这里面含藏的意义, 前面已经报告过了。 四, 我们若只为真有无上菩提可证, 是错了, 故云, 非法。 若只为没有无上菩提, 那也错了, 故云, 非非法。 如来所说的法字, 是指一切法。 法与非法, 皆不可取。 佛在本经将这一桩事情多次的重负, 为我们开导, 这就显示这个问题, 是佛法理念重要的问题, 是我们修行正果枢纽之所在, 所以不断重负为我们讲解。 经上说如来, 如来是从性体上说的。 从性体上, 无有一法可立, 哪里有无上菩提。 所以不能执着真有。 假如我们要执着它没有, 真的没有, 诸位想想, 真的没有怎么也错了。 真如本性里头也没有, 没有这个东西。 所以你要有个没有。 你本性里又执着一个没有, 那也是错。 你体会这个意思。 你执着有, 是错了, 你执着没有, 也是错了, 清静心那就不清静了。 因此, 有跟没有都不能执着。 我们要问, 到底有没有? 执着是不可以, 到底有没有? 从事上讲, 有, 从理上讲, 没有。 正如同本经, 有时候称如来, 有时候称佛, 这个意思完全相通。 称佛, 是从事上说的, 从相上讲的, 称如来, 是从性上讲的, 是从理上讲的。 我们一定要把它辨别清楚。 是, 为什么会有? 因为事项有十法界。 十法界里面, 我们今天是人法界, 我们修行要成佛, 要是没有佛, 那就没有佛法界了。 十法界里头有菩萨法界, 有佛法界, 是当然有。 既然是相上有了, 法有没有? 法也当然有, 也确确实实有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以法, 真有这个法, 但是不能执着, 一执着就错了。 由此可知, 金刚般若自始至终, 迫执着而已, 这是我们要晓得的。 法, 我们要用它, 法有用, 要用它, 决定不能执着。 这就是前面佛所讲的, 法上映舍, 何况非法, 又引法欲来做比喻, 说明这个事实。 我们要从这个地方细心去体会。 如来所说法, 这个, 法, 字, 包括的范围非常广泛, 实法界都包括在其中, 不仅是实法界, 连一切非法也包含在其中, 法与非法, 都包含在其中。 法上映舍, 法与非法统统要舍。 舍, 不是不要, 是不可以分别执着, 是这个意思。 舍是舍分别, 舍执着。 五, 一切众生及诸菩萨等, 就信上说, 皆是一真法界。 故佛之说法, 自真如本性中, 自在流出。 我们要正自信, 须先离心缘香, 如何可取? 又要离言说香, 如何可说? 一切众生及诸菩萨等, 就信上说, 皆是一真法界, 这是事实。 虽然是事实, 我们凡夫迷了, 不知道这个事实, 这个亏吃大了。 不单单是迷失了自信。 无量劫来, 我们的迷失愈来愈严重, 严重的迷失就变现出六道轮回, 变现出三恶道, 于是越陷越深, 苦不堪言。 这是我们现前的事实真相。 那我们要问, 一真法界有没有失掉? 没有。 实在说, 一真法界就在现前, 不但人, 天没离开它, 就是三恶道也没有离开一真法界。 一真法界是真实之体, 六道是虚幻之香, 幻象是一体变现出来的, 离了体, 假香也不可能产生。 假象是一体变现出来的, 这是法相家所说, 依它其性。 所以实法界, 是依一真法界而变现出来的幻象, 从来没有离开一真法界。 悟了, 法界就一真。 迷了, 法界就变成无量, 一变成无量, 觉悟了, 无量又归一了。 这是事实真相。 怎样悟? 金刚经, 上就是教我们觉悟的方法, 只要与一切法不分别, 不执着, 你就觉悟了, 有一丝毫执着, 那还是在迷, 没觉悟。 不可以误会, 我都觉悟了, 还只有这么一点点, 大概没有什么关系。 不行。 一点点也不行。 一悟, 一切悟。 有一丝毫还没有觉悟, 就完全没悟。 你要明白这个道理, 你才晓得佛在经上, 为什么教我们一切放下, 到最后连, 放下, 这个念头也要放下, 那才是真正觉悟, 自信才能现前, 所谓是明星见性。 说见性, 说自信现前, 跟此的讲一真法界, 是同一个意思, 同一个境界。 一真法界, 就是信得现前。 故佛之说法, 自真如本性中, 自在流出, 这一点我们也必须要认识清楚。 佛所说的一切法, 是从他自己境界里面流露出来的, 也就是说从一真法界, 从真如本性里面流出来的。 真如本性是真, 那不是假的。 真如本性流出来的言语是真言, 文字称为经典, 不是虚假的。 所以经典里面所讲的道理, 方法, 境界, 却确确实实超越了时间与空间, 无论在什么时候, 无论在什么地区, 它都是正确的, 都是适当的, 这就是超越时间, 空间, 这就是显示出它它的真实性。 我们要解佛所说的意思, 当然就难了。 难在哪里? 我们没有见性。 佛经是从自性流出来的, 我们没见性, 怎么能够懂得经典里面的道理。 因此戴经大论上就说了, 像, 华严经, 大制度论, 就说得很明白, 佛法无人说, 虽至莫能解。 佛的经教, 一定要有人跟我们解说, 如果没有人解说, 世间一等聪明智慧的人都无法理解, 原因在哪里? 世间人用分别心, 用执着心, 有分别执着, 这是凡夫。 用分别执着来解佛的意思, 无有是处, 所以需要人说。 什么人说? 修行正果之人。 所以在古代, 讲经说法, 给经论做注解, 都是修行正果之人, 翻经那就更不必说了。 所谓是再来人, 他行, 他不会搞错, 虽然他们见性还不圆满, 人家真见到了。 佛是圆满的心性, 就像夜晚十五的月亮, 圆圆的满月, 菩萨虽然不是满月, 也是十一, 十二的月亮, 接近圆满了。 纵然位次更低一点, 初四, 初五, 那个月牙也是真的月亮, 不是假的, 那个月光是真的, 它有能力为我们解说。 这就是说明, 这就是说明, 这些人用的是真心。 把旺心转变成真心, 转旺成真, 转时成智, 转八时为四智, 这样的人才行。 在古时后, 这样的人真有, 不但有, 还不是少数。 我们在, 大藏经, 史传部里面看到很多, 每一个宗派里面的祖师大德都是在来人。 近代也有不少的大法师, 身份没透露。 少数的, 他们的身份暴露出来了, 我们知道映光法师是西方极乐世界大士智菩萨的化身。 地贤老法师, 虚云老和尚, 到底是什么身份? 没有暴露, 我们不知道, 不是普通人。 这样的人来为我们说, 决定不错了。 那现前没人给我们说, 怎么办? 我们找不到善知识, 遇不到善知识, 我们想求解经义, 怎么办? 有一个方法, 致成恭敬的去读诵, 求感应。 读诵读久了, 就得定, 心就清静, 心就定了, 定到一个相当的程度, 就开智慧。 所以应戒申定, 应定开会。 智慧一开, 这些经论字自然然就通达。 这些是近代也有例子, 诸位看谈虚法师的, 影城回忆录, 这一本书是谈虚法师的自传, 他自己讲他一生修学的经过, 由他的学生大光法师记录。 自传里面有一篇, 记载着当年在浙江, 他们道场里面有一位香灯师傅, 香灯师傅专门管大殿上烧香, 点蜡烛, 天油灯, 这个香灯师傅很老实, 很忠厚。 寺庙里头人多, 程度并不齐, 有些人看他老实, 捉弄他, 就跟他讲, 香灯师, 你那些蜡烛放在那里放久了, 长没了, 他说, 那怎么办? 拿出去晒, 他也真听话, 把蜡烛都搬到外面去晒, 一晒都融化掉了。 晚上上店, 那个时候不像现在, 尤其寺院都建筑在山上, 晚上上完店点蜡烛的时候, 到哪里去买蜡烛? 只有把那个晒过还剩的蜡烛心, 蜡烛油都晒掉了, 插着点, 结果人家都笑了。 住持老和尚一看到这个样子, 就摇头, 香灯师, 明天你不要做香灯了, 把他的植物撤掉了。 老和尚很了不起, 有眼光, 老实人能成功, 看到他这么老实, 就叫他, 你到玉王寺, 阿玉王寺也在浙江, 距离他们那个庙不太远, 阿玉王寺里头供养着释迦牟尼佛的舍利, 就叫他去拜舍利, 一天拜三千拜。 他就是老实, 师父教他一天拜三千拜, 他就规规矩矩每天拜三千拜, 拜释迦牟尼佛的舍利, 拜了三年, 他开悟了, 老实人。 他本来不认识字, 经也看不懂, 误了以后, 他能作诗, 能作记, 以后讲经。 这就是说明, 证明一桩事情, 真诚到极处, 就得定, 就开智慧, 必定得三宝加持。 可见得, 佛法的修学跟释法确实不一样, 真诚能够感应通达。 我们要正自信, 学佛唯一的一个目标, 就在此地。 正自信, 通常讲正道, 正果, 就是这一桩事情, 就是正的自信, 缠加讲明心见性, 那就是正果, 我们净土宗里面讲一心不乱, 的一心不乱就是正自信。 如果要想达到这一个目标, 需先离心缘香, 如何可取? 缘, 是攀缘, 是希求, 希望, 心里面有攀缘, 也就是心里面有分别, 有执着, 分别执着就是缘。 一定要先离心缘香, 心要清静, 决定不可以分别执着, 如何可取? 法香不可取, 法香是有, 不能执着,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法, 果香也不可取, 果香是成佛, 三十二相, 八十众好, 我们认为那是佛香, 也不可以分别执着, 分别执着就错了。 这是讲要离心缘香, 又要离言说香, 如何可说, 一真法界, 真如本性里面, 没有言说。 佛说法度众生, 对我们有言说, 某一类高级的众生, 不要言说。 在我们娑婆世界, 大家都晓得有三界六道, 三界里面有色界天, 无色界天。 我想这些, 同修们都很熟悉。 色界四禅, 初禅是梵天, 二禅是光阴天, 三禅是敬天, 四禅是福天, 福报最大。 二禅天人, 为什么叫光阴? 光是放光, 阴是阴身。 给你说清楚, 说明白了, 光阴天以上, 佛说法不用言语, 言语说法受很大的限制, 表达的意思相当有限, 没有放光来的圆满。 光阴天以上, 佛讲经说法, 都是放光, 佛一放光, 大家一看, 统统清楚明白了。 那多审视, 不要以为我们这个地方天天讲经说法, 忙得一塌糊涂, 以为别的世界也是这个样子, 那你就错了, 你把人家估计得太低了。 光, 说法, 其实我们也能相信, 我们走到外面十字路口, 那就是放光, 红的光一放, 你就不走了, 你就站在那个地方。 他要是给你讲话, 不能走, 停止。 你看多啰嗦, 说多少遍你还未必能听清楚。 你看这个多简单, 绿光一放, 你就可以通行了。 你才晓得这种方法, 诸佛菩萨到处都在使用。 他的这个光, 在某一个部位放出来, 表的意思不相同。 光的大小, 强弱, 色彩, 那个色彩也是无量无边。 我们看到佛讲经, 佛在讲经之前, 许多经典上佛都放光线锐, 你要懂得这个意思。 佛一放光, 这一部经讲完了。 够程度的人, 他都明白了。 然后再讲, 我们这些人, 放光怎么放我们也不懂, 没有法子, 佛只好在用言说。 他一放光, 我们就懂了, 何必还说? 这, 不必说了。 离言说香, 既离言说香, 哪有法可说? 无有法可说。 六, 离言说香, 正是言语道断。 离心原香, 正是心形触灭。 无人在因地修行, 一先应离一切分别执着。 离言说香, 正是言语道断, 这个道当作方法讲, 用言语来表达, 的确是非常有限, 它有范围的, 有界限的, 而且这个范围界限是很有限, 有许许多多的意思, 确实言语表达不出来的, 无法表达出来。 我相信痛修当中都有这个体验, 可能就在自己本身上, 说不出来。 譬如我们接触外面境界, 看到风景, 看到很美的东西, 没有办法形容得出来, 没有办法表达得出来, 这就说明你这个言语能力是有限的, 文字能力也有限的, 比不赏光。 连光线在摄影机, 电视机一照, 都照得清清楚楚, 那都表达出来了, 我们怎么讲, 怎么形容都形容不出来, 他那里一照都出来了, 这事光比言说要强多了。 所以, 言语道断。 何况如来所振的究竟圆满的境界, 怎么能说得出来? 离心圆香, 正是心形触灭, 行是动, 心在那里动。 灭了, 那就不动, 心就定了, 清静寂灭。 前面一句说明, 何以佛无有法可说, 后面心形触灭, 说明佛哪有法可以正的。 如果你心里面还有其心动念, 那就有说也有正, 到心形触灭的时候, 不但是无法可说, 也无法可正。 这事把这桩事情交代清楚, 说明白了。 我们看底下这一段经文, 是尊在以一切贤胜来给我们做一个证明。 三五, 隐一切无畏正。 所以者和? 一切贤胜, 皆以无畏法而有差别。 一, 所以者和, 即指出为何两边皆要非之所以然。 一切贤胜皆用此双非之法。 非之就是离开, 空有两边都要离开。 法与非法都不可以执着, 法就是有, 非法就是空。 这是用正果的人, 来为我们作证。 一切贤胜皆用此双非之法。 一切贤胜是从小臣出果, 他证了果, 这就不是凡人, 一直到大臣原教等觉菩萨, 这是我们经上常讲的贤胜。 别教讲, 十住, 十行, 十回向, 这三十个位次教三贤, 从初得到等觉称为实胜。 十的菩萨十个位次, 加上等觉, 一共十一个位次, 我们称为实体。 有些经论里面, 说的详细一点, 叫十一体。 诸位要记住, 十一的跟十体是一个意思, 十的里面包括等觉菩萨, 那个十一零头省掉了。 中国人喜欢说整数, 零头就不算了, 其实包括在里头。 就像我们在佛经里面常常看到, 释迦牟尼佛的常随众, 经上记载一千二百五十人, 这是个整数, 实际上还有五个, 要细说的话, 应该是一千二百五十五人。 所以翻经的法师, 零头他都省略掉了, 实际上, 里头包含了。 这个必须要明了的。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层次? 皆以无畏法而有差别。 也就是说两边都舍了, 他们统统都是两边都舍, 两边都不执着, 但是不执着的程度有浅深差别不同, 所以才有五十一个阶级。 如果没有差别的话, 这五十一个阶级从哪来的? 有些两边离得, 离得浅, 有些两边离得, 离得很深, 真的没有了。 像这个初学的, 为什么三贤十圣里头不包括实性位的菩萨? 实性位菩萨也舍掉了, 可是有的时候他又现行了, 或有或无, 有时候他真的放下, 可是有的时候他又执着了, 他又起来了。 我们想想, 我们岂不易是如此吗? 实性菩萨或有或无, 不像登了初驻, 登到初驻位的时候, 他就位不退, 不但是位不退, 三不退了, 位不退, 行不退, 念不退。 从这个地方, 他有进有退, 我们就想到, 他两边舍, 舍得还不够究竟, 这样才有差别。 二, 无畏, 者, 只自信清静心, 原来具足, 无造作相。 经云无修无振, 即指此而言。 这是解释无畏法。 无畏法是指真如, 无本性, 这是无畏的。 畏就是造作, 就是有生有灭。 有生有灭, 就叫做有畏。 我们现在的心, 心里头有念头, 前面念头灭了, 后头念头又生了, 所以我们现在用的心, 是生灭心。 生灭心是什么法? 有畏法, 有畏法都不是真的。 金刚经, 后头记子说, 一切有畏法, 如梦幻泡影。 有畏法是假的, 不是真的, 无畏是真的。 无畏是什么? 不生不灭, 永远保持那个样子, 不会改变的, 那叫做无畏法。 法乡宗用这个标准来解释, 就是用生灭这个标准来解释。 他给我们分析, 八时是有畏法, 前五时, 第六时, 第七时跟第八阿赖耶时, 都是念头的生灭, 有些念头很粗, 很明显, 我们容易觉察, 有些念头很细,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 香宗有个比喻说, 好像这个水, 我们从水面上看, 它很平静, 底下流动得很快速, 那就形容说, 维系的念头我们看不出来。 佛告诉我们, 一般人能够观察得到的是前五时, 第六时, 第七时, 我念头生了, 念头灭了, 可是阿赖耶里面维系的念头 就没有办法, 不但我们没有办法, 佛说过了, 阿罗汉, 全教菩萨都没有办法。 阿赖耶里面的细念, 世尊在经上举个比喻说, 弹指。 弹指, 不像我们弹得这么慢, 它是说古时候的武士, 体力非常强壮的, 那个弹指有力量也弹得快。 一弹指有六十刹那, 一刹那的时间有多长? 一弹指的六十分之一那叫一刹那, 一刹那里面有九百生灭。 我们怎么能够发现? 怎么会知道? 以我们的能力弹指, 一秒钟大概可以弹四次, 四剩六十, 再乘九百, 就这么算法, 这是最保守的算法, 一秒钟有两个十万八千生灭。 这样维系的生灭念头, 全教菩萨, 阿罗汉, 辟知佛都不知道, 也就是说他们的心很清净, 那个清净还不够发现维系的念头。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八的菩萨, 八地是不动的, 那个心清净几乎跟佛很接近, 差不多了, 这个时候发现了, 发现原来还有这么多维系念头, 粗的念头断掉了, 还有这样细的念头才发现。 发现了, 再舍, 再把它离开。 所以八的以上, 九地, 十地, 等绝, 断极为系的念头。 所以两边都要离, 离这些东西。 相综用这个标准, 告诉我们心法是有味的, 心所有法是有味的, 心所有法要用现代的话, 来说, 就是心理作用, 称之为心所有法。 与心法相对的, 就是物质, 物质称为色法。 色法有生有灭。 动物, 人是动物的一种, 有生, 老, 病, 死, 植物有生, 住, 易, 灭, 矿物, 乃至于星球, 有成, 住, 坏, 空。 换句话说, 统统是属于生灭法。 还有一类法, 不属于这两类的, 既不属于心, 也不属于色, 色法就是物质, 但是它有这些东西, 有这些事, 我们也不能不承认它, 但是这些事也是假的, 也是生灭法, 叫不相应形法, 一共有二十四类。 不相应形法, 用现代的话来说, 就是抽象的观念。 譬如我们讲时间, 我们讲空间东南西北, 上下四围, 这不属于心, 也不属于色, 是我们一个抽象的概念, 不是真的有, 但是它也是个生灭法。 我们有念, 它就有生, 我没有这个念, 它就不存在, 这也是有畏法。 合起来总共是九十四个, 九十四类, 这叫有畏。 觉察不出生灭的, 那就归纳到无畏法里面去了, 不生不灭的。 虚空好像没有生灭, 释迦牟尼佛三千年前 虚空是这个样子, 三千年后虚空还是这个样子, 虚空没有改变, 所以虚空属于无畏。 定中的境界, 是无畏法。 这些无畏法, 都还不是真实的, 相似的, 因为它没有生灭的相, 有畏里头不能包括它, 我们可以说它是相似无畏, 不是真的。 真正的无畏法, 只有一个, 就是真如。 摆法到最后一条, 真如无畏, 那一条才真的是无畏法, 真的不生不灭。 死的讲的无畏, 就是讲真如无畏。 自性清静心, 就是真如, 就是本性, 原来具足, 它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无造作乡, 生灭这种现象它没有, 所以它是不生不灭, 没有生灭, 永远是这个样子。 冷言经, 上讲, 常住真心。 常住两个字, 意思好, 与常住反面就是无常, 无常就是生灭, 念念不住。 它没有造作乡, 没有造作乡, 当然就谈不上修正, 修是造作, 正也是造作, 修, 正都是造作, 这个我们要知道。 修正虽然都是造作, 我们现在要不要造作, 要造。 我们要不造修行正果, 我们就造三恶道, 更不得了。 天天都在造, 念念都在造。 所以现在造的时候, 我们要选择方向, 要选择目标。 佛教给我们, 不但恶业不能造, 善业也不要, 要敬业。 善, 恶两边我都不要。 你造恶业, 果报再三恶道, 你造善业, 果报再三善道, 出不了轮回。 造敬业, 敬业怎么造? 金刚经, 上讲的, 应摩锁住, 而生其心, 那就是敬业。 敬业是两边不住, 空有两边不住, 那就清静了。 前面将居士跟我们讲过, 念佛是敬业, 念佛就是两边不住。 你心里面, 念念有佛号, 念念有阿弥陀佛, 你不落空, 除阿弥陀佛之外, 身心世界一切放下, 你不着有, 空有两边都不执着。 念佛这个法子, 与, 金刚经, 上讲的理论, 方法完全相应。 金刚般若是高度的智慧, 念佛跟它完全相应, 那念佛这个法子, 岂不也是属于高度的智慧吗? 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 不可以小看念佛。 我们是用念阿弥陀佛的方法来修金刚般若, 其成就不可思议, 绝不是其他的修金刚般若能够相比的, 成就不可思议。 精云无修无振, 即指此而言, 无修无振, 是指自信清静心说的。 我们自信清静心没有现前, 要修。 修的是什么? 把自信清静心那一些障碍, 除掉而已。 振什么? 自信清静心又恢复了, 那就叫振。 其实这个阵, 不是新得来的, 是旧有的。 所以能言会上, 佛说, 圆满菩提, 归无所得, 因为你所得到的, 是你自己本来有的, 并不是本来没有, 而你现在得到了, 不是这个意思。 本来有的, 所以叫无修无振。 三, 必须生灭心灭, 自信清静心极现前。 至于修行下手功夫, 即是非法非非法, 两边不取。 必须生灭心灭, 自信清静心极现前, 自信清静心现前, 就是禅宗讲的明心见性, 见性成佛。 怎样才能见性? 要把生灭心断掉。 生灭心, 我们从很粗的地方去看, 去观察, 就是念头, 我们心里生灭的念头, 把这个念头断掉, 真如本性才能够显现出来。 念头不好断。 果然你这个生灭的念头没有了, 你真的断掉了, 他又生一个东西出来, 生个什么东西? 生个没有念头, 这个麻烦不麻烦。 那个比这个更难断。 世尊在冷言会上跟我们讲解六节三空, 修行有六个关口。 这个地方讲生灭心, 这是洞, 第一关。 洞离掉了, 静就现前, 那个静还不行, 静还要离掉。 一层一层到第六个关口, 叫灭, 灭也要离开, 心性才大放光明。 可见得修行到 见性这一个目标, 真不是容易事情。 至于修行下手工夫, 即是非法非非法, 两边不取, 非法是空, 非非法是有, 空有两边都要离。 世尊在本经上讲的事尊在本经上讲的法相非法相, 意思都相同。 凡夫修行, 为什么不能够放下? 原因是没有了解事实的真相, 也就是我们常讲没有看破, 放下当然就难了。 要想真正放下, 先得看破。 世尊为我们讲经说法, 目的帮助我们明了事实真相。 事实真相明白了, 就看破了, 放下就不难。 没有看破, 叫你放下, 你感觉得非常非常困难。 为什么要我放下? 我放下有什么好处? 我不放下有什么不好? 问题一大堆, 这才麻烦释迦牟尼佛, 这样详细为我们说明。 四, 世尊所说法, 无浅非深, 无深非浅。 故教大新初学者, 即从不应取法, 不应取非法上用功。 道感果实, 功后即深, 亦是此法。 世尊所说法, 无浅非深, 无深非浅, 佛所说的法, 都是从真如本性里面流露出来的。 真如本性, 有没有浅身? 如果有浅身, 它就是生灭法, 它就是有畏法。 它要有浅身, 有大小, 那不就是变成有畏法了? 没有。 真如本性, 没有大小, 没有浅身, 也没有真望, 也没有善恶, 也没有是非, 什么都没有。 乃至于也没有自他, 我的真如本性, 你的真如本性, 也没有。 真如本性里头, 没有你的, 我的, 没有凡夫的, 佛的, 没有。 三是一切佛, 共同一法身, 真如本性是一个。 这一种现象我们也非常难以理解, 所以佛在经上用比喻来说, 把真如本性比作大海, 把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我们的自信, 比喻大海里头的水泡一样。 大海里起个水泡, 这水泡起来的时候, 好像每一个水泡都不一样, 我有我的真如本性, 你有你的真如本性, 你有分别, 有执着, 有界限, 那个是什么? 你执着, 你有分别执着的时候, 分别执着都无了, 那个水泡破了, 破了怎么样? 整个大海, 你还哪里有界限? 所以才晓得, 自他不耳。 这里面显示出一个道理。 我们凡夫起心动念, 为什么真正有功夫的人他知道? 我们在, 无量寿经, 上读到的, 西方极乐世界每一个人都知道, 你起心动念, 他们都知道。 什么道理? 通一个自信。 所以, 只要见了性的人, 你虽然没有见性, 你起心动念, 他见性了, 他都见到了, 他都晓得了。 我们一般俗人不明白这个, 某人有神通, 他有他心通, 别人心里想什么, 他都知道, 他心通。 通是通达无碍, 没有障碍了, 十方世界所有一切众生起心动念统统知道, 原因就是性体是一个, 一是真。 从一个里面, 变现出许许多多, 就像大海里面, 大海变出许许多多的水泡。 如果从大海本体来观察, 所有水泡情形他怎么不知道? 如果说你是当中一个水泡, 坚固执着你那个水泡是你, 那你就不了解外面的状况。 你执着以外的这些事实真相, 你是一无所知。 所以放下你的执着, 就统统都知道, 都明白了, 就这么个道理。 因此佛所说的一切法, 无浅非深, 无深非浅, 这两句话合起来讲, 没有浅深, 这个与自信才相应。 所以佛经, 浅人看得很浅, 程度深的人看得很深, 道理就是真如本性本来如是, 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 你知道之后, 你在研究经教, 你就会产生信心, 不会认为佛法好深, 我的程度太低, 恐怕我不行。 你还没有接触, 先就生起自卑感, 先就不敢当, 那有什么法子? 佛法跟世间学术决定不一样, 它是自信,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真如自信, 都有清静心, 哪有不能接受的道理? 故叫大心初学者, 大心, 前面也讲得很详细, 都必须要好好的记住。 当然更重要的, 我们自己要发大心, 发大心帮助一切众生破弥开悟, 原成佛道。 今天要讲圆满成佛, 实在说包括我们自己在内, 除了求生净土之外, 没有第二个路子你在一生当中能够成佛。 所以破弥开悟, 老实念佛求生净土, 这样真的是自度度他, 这是真正发的大心。 我们的大心没发出来, 大心发出来之后, 相不一样了, 就是你所表现的不相同了, 那叫真大, 没有自己了。 起心动念都为一切众生着想, 不会再为自己着想了, 所作所为也为一切众生着想, 不会为自己做, 都为一切众生, 他这个气象完全不相同, 这是大心真正发出来了。 发大心必定的诸佛护念, 必定的一切善神拥护, 这是一定道理。 尤其是在我们这一个时代, 这个时代迷的人多, 觉悟的人少, 发大心的人更少。 所以一下发了大心, 诸佛菩萨感觉到稀有, 就把你当宝贝看待了。 在中国随堂时候, 发大心的人太多了, 不稀奇, 祖师大德, 善知识出现的太多了, 到处都是。 现在没有, 走遍全世界看不到, 你要是发了, 那还得了, 你变成所有一切诸佛如来的独生子。 那, 不得了。 那个就是不一样。 所以得到诸佛护念, 这些菩萨, 善神的加持非常显著。 我们在这个时代, 知道事实状况, 更要认真努力发大心。 不要以为我的根性很烈, 业障很重, 这都是小事情。 大心一发, 再重的业障消掉了, 鱼吃会变成聪明。 你为什么会愚痴? 业障重, 你才愚痴, 业障消掉了, 你自己本性里头的般若智慧光明, 它就往外放光, 自然就聪明了。 只要如理如法的修学, 没有难事。 如理, 一定要依照经典上所讲的道理, 不可以违背这个道理。 依照经典上讲的方法, 你去做, 那个效果很快就能收到。 这是交发大心。 金刚经, 上讲的好, 即从不应取法, 不应取非法上用功, 法与非法, 其实就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前面我们举过很多的例子, 穿衣吃饭, 起心动念, 处事待人接物, 法相, 非法相两边都离。 金刚经, 的教训, 到哪里去修? 生活上去修。 每天穿衣吃饭, 不着非法相, 不取非法相, 非法相是空, 我天天穿衣吃饭, 我没有着空, 虽然穿衣吃饭, 心里面干干净净, 对于穿衣吃饭没有一点分别执着, 不着法相。 你们看到经上, 不着法相, 不着非法相, 法相, 非法相在哪里? 在哪里没找到, 那你的功夫在哪里用? 就在生活上。 你今天去做工, 你很认真, 努力的去做工, 不着非法相, 虽然认真努力在做工, 自己心地很清净, 确实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不着法相。 不着法相, 你的工作再烦, 你会应付得很圆满, 你没有感觉到烦, 再多也没有感觉得多, 别人做得很累, 你做得很轻松, 为什么? 你不着法相。 这个学会了, 要马上就用上才行。 用在起心动念上, 念头生灭也是法, 法尘。 六尘里头, 色, 身, 香, 味, 触, 法, 眼见是色, 耳听的是身, 心里的念头是法尘。 所以你就是坐在那里不动, 用什么功夫? 要用这个功。 我们看到有许多学禅的人, 每天在打坐, 身体是坐在那里, 不错。 像个泥塑木雕的佛像一样, 里面还胡思乱想。 以前黄念祖老居士说, 他那个禅像个绳子一样缠住, 他说是那个禅, 他说得很有趣味。 他做的是那个禅, 坐下去不晓得多少烦恼在那里缠住他, 妄想在缠住他, 不会用功。 会用功的人怎么样? 静坐是在法尘上用功, 法尘也有香, 打个妄想他都有香, 要在这个地方, 把香与飞香都离开, 所以他打坐也是用功。 我刚才先给你讲的是, 穿衣吃饭上用功, 工作上用功, 处事待人接物上用功, 那个静坐上也是用功, 哪有差别? 你们想想看, 是不是一定要去打坐? 不一定。 只要是用功, 什么叫用功? 两边不住就叫用功。 住到一边, 那都不是功夫, 那是错用了功。 这你才明了, 真正会用功的人, 行住坐卧, 一切处, 一切时, 一切静缘当中都是, 哪有差别? 起心动念, 言语造作, 要在这上用功。 金刚经, 就是交给我们这个方法, 交给我们两边不住。 两边都不分别, 不执着, 这样你的心永远保持清静, 你的身却确实实做利益一切众生的事业, 这才是世尊教给我们发大心大愿, 令一切众生皆入无于涅槃而灭肚之, 就在我们日常生活行住坐卧当中, 就做到了, 都做到了, 远远满满地做到了, 不必说一句话。 佛做给我们看, 我们懂了没有? 菩萨做给我们看, 我们懂了没有, 会了没有? 禅宗的善知识常讲, 会魔, 你会吗? 会了, 你就入了, 你旧的门路, 你就入了。 换句话说, 会了, 你在日常生活当中统统都会了。 从今而后, 你过的生活是金刚般若波罗蜜。 在想想从前不会的时候, 你过的是三徒六道的生活, 这一会儿了之后, 马上过的就是佛菩萨的生活。 转凡成圣, 就在这一念之间。 你要会转, 要快转。 今天听了, 是有一点道理, 现在还不行, 我过几年再转。 过几年, 你能保证还能活几年吗? 须知人命在呼吸之间, 所以要快。 以前不知道, 没法子, 无可奈何, 迷。 今天觉悟了, 明白了, 马上就干, 立刻就转过来。 给诸位说, 一转过来你就的大自在, 这是真的, 你的大快乐。 你身心许许多多的烦恼, 乃至于痛苦, 病痛都没有了, 一下就转掉了。 为什么不转? 这方法教给我们, 我们要知道。 到感果时, 恭候即身, 义是此法, 感果, 果是果位。 实性菩萨果位, 实住菩萨果位, 到时的菩萨果位, 你正果了。 正果不能停, 还是这个方法, 没有改变。 实在说, 这个方法你要用不上, 金刚经, 讲得真是很透彻。 将为农居士四十年功夫, 没有白费。 确确实实, 我们看看自古以来, 金刚经, 这个注解, 没有他讲得这么透彻。 我们听他讲的时候, 一下就明白了, 而且马上在生活上统统做到, 可以能做得到的。 古人这个注解谭玄说庙, 看完之后不晓得从哪儿下手, 得不到利益, 他这个讲法, 我们真得利益。 正了果, 还是老办法。 正果, 不执着正果的香, 继续努力用功, 不执着非法香, 还是法香, 非法香两边不着, 一直到究竟圆满成佛。 这在班若里头称为金刚班若。 没有别的, 就是两边不着, 两边不着那个态度是积极的, 不是消极的, 消极的这在空, 取了非法香。 所以他非常积极, 他不取非法香, 他不取法香, 他心清静, 一尘不染, 而工作的的时候, 认真努力在那里做。 那也许问, 他既然心清静, 一尘不染, 何必还要认真努力去工作? 认真努力去工作, 是要令一切众生入无于涅槃而灭度之, 他这个功德才圆满。 所以自度跟度他是一桩事情, 指自度不度他, 落到空, 小成人。 指令他不自度, 是凡夫, 凡夫里头的善人, 出不了六道轮回。 必须自度度他, 这才是佛菩萨的做法, 我们要向佛菩萨学习。 恭候吉身, 这个恭候吉身, 当然是讲地上菩萨, 八地, 九地, 十地, 等觉, 到吉身了, 还是这个方法, 继续不断地去用, 才能够圆满菩提, 正道如来就尽的果位。 五, 如来依此法成如来。 一切贤圣皆依此法而成。 则知我等非如此深尽信心, 以此为实不可也。 如来依此法成如来, 如来是达到究竟圆满的果位了。 如来, 怎么成如来的? 就是佛是怎么成佛的? 用这个方法。 一切贤圣皆依此法而成, 贤圣里面有大小成, 小成四果四象, 用这个方法成就的, 辟知佛, 全教菩萨, 也用这个方法成就的, 法身大事还是用这个方法成就的, 这叫一切贤圣。 我们看到佛, 看到大小圣, 都没有离开这个方法, 没有离开这个原理, 原则。 则知我等非如此深尽信心, 以此为实不可也, 我们要想成就, 诸佛如来, 身闻, 原觉, 菩萨走的这个道路, 我们看清楚了, 看明白了。 我们要想成就, 认定他这一条道路, 在这个道路要深信心。 古圣先贤都是走这一条路成功的, 我们不走这一条路, 以为还有别的路可走, 那就错了。 这个地方给我们讲的是原理, 原则, 是讲的根本法。 无论你修学哪一个法门, 这一个原理, 原则决定不能变, 你守着这个原理, 原则就不错了。 你在方法上, 念佛也好, 参禅也好, 持咒也好, 读经也好, 无论你用什么方法, 你要懂得, 两边不取, 你就高明。 前面说过了, 不但你的成就快, 而且你的成就高。 懂得两边不取, 用最现实的话来说, 你的生活会过得非常快乐, 幸福, 美满, 最现实的。 你, 不晓得这个道理, 不知道这样做法, 你的日子过得很辛苦, 没有快乐。 世间人所谓的快乐, 那是麻醉, 他哪里懂得快乐? 五欲六成的刺激, 那跟麻醉一样, 有什么两样? 真正快乐从清净心里投身的, 法喜充满, 喜悦是从自信里面, 像泉水一样往外涌, 那叫真快乐。 这一种快乐, 心不得清净是决定没有的, 你没有办法想象得到。 所以我们对于这个法, 就是对于, 金刚经, 对于, 金刚经, 要深净信心。 信心上加一个净, 决定没有怀疑, 完全肯定的相信它, 这个性叫净性。 净性里面还有一个很深的意思, 非照这个方法做不可, 这才叫真的性。 性是性了, 我还不想做, 这个性不是真性。 性了之后马上就照做, 这个两边不住就是观照。 所以工作为什么要认真努力, 做到尽善尽美。 前面一再跟诸位说明过了, 佛菩萨就是一切众生的模范。 我们样样做得好, 样样做得尽善尽美, 是给大家做一个好样子, 那叫佛菩萨, 你不认真努力做, 那怎么行? 这一个好的榜样, 好样子, 就是令入无余涅槃而灭肚之。 念念为众生, 不是为自己, 为自己可以不要做。 实在讲, 如果说为自己要正的圆满的菩提涅槃, 那还非做不可, 你要不做的话, 没有办法正的圆满的自信。 由此可知, 不管是为自为人, 都非照这个方法做不可。 以此为实, 要以这个为实实在在的, 这是真实之理。 真实的方法。 六, 此节经文, 亦是大臣修行之总纲领。 这个意思, 诸位听了这两个小时所讲的, 我相信多少能够领略到一些。 大臣法无量无边, 像四红寺院里头所说的法门无量寺院学。 无量的法门都是这一个原则, 无量的法门都是这一个原则, 两边不取, 两边不住, 离开这个原则, 任何一个法门都不能成就。 无量法门当中, 净土法门古代的称为门鱼大道。 门是法门, 八万四千法门以外的一个特别法门, 叫门鱼, 法门剩下来的这一条路, 门鱼大道。 也不能够离开这个原则, 也是要两边都舍。 心里头念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 不取非法相, 放下身心世界, 不取法相, 与金刚经, 得道理相应。 你对于这个世间还有留恋, 还有牵挂, 还有丝毫放不下, 你这了法相, 你这了法相, 念佛不能往生。 可见得念佛法门都不能够例外, 其他法门更不必说了。 由此可知, 念佛的人很多, 往生的人不多, 什么道理? 这相, 执着, 分别, 执着没能放下。 他的佛也没有白念, 跟阿弥陀佛结了一个缘而已, 这一生当中不能往生。 这种情形实在说, 就像我们过去生中, 我们过去生中也念佛, 不晓得念了多少生, 不知道修了多少事, 都没能去得成, 什么原因? 对这个世间总有一点点牵挂, 还没放下, 就是这个障碍。 丝毫的牵挂都不能往生, 这是诸位同修不可以不知道的。 你要想在这一生当中往生, 往生就是成佛, 那个功德利益之殊胜, 诸佛菩萨都说不尽。 往生就是成佛, 往生就是大圆满, 但是丝毫牵挂, 丝毫忧虑, 都成了大障碍。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地。 金刚班若研习报告, 第二十二卷, 新加坡佛教居士林荡明, 九年二月三年二月二。 请看, 金刚经讲义节要, 卷二, 经本第五十二页。 三六, 孝圣布施福多举世摄问。 须菩提, 余异云合, 若人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 以用布施, 是人所得福德, 您未多不。 这一段经文, 这是比较才布施与法布施的书胜。 一, 孝是比较, 圣是书胜。 本经就福德与智慧, 孝圣多次, 每次必加圣, 越孝越圣。 乃就修持功行越圣, 福德越多也。 孝是比较, 古时候这个字是通用的, 圣是书胜。 本经就福德与智慧, 法布施是智慧, 孝圣多次, 这是我们在这个经上看到的, 是有很多次的比较, 前后有六, 七次之多, 越到后面是越书胜。 每次必加圣, 增加书胜之处, 越孝越胜。 乃就修持功行越胜, 福德越多也, 从本经效量福德里面, 我们得到很大的一个启示。 金刚经, 为什么后面在比较福德的时候, 会比前面来得多, 为什么不是一样的? 实在讲, 佛说这个经, 当时法会的听众, 人家比我们会听。 会听, 从哪里看? 古人常讲, 随文入观。 佛说到什么地方, 他的境界就转变到什么地方。 本经正宗分的经文, 四个大段落性, 解, 行, 正。 当然越往后面, 就越书胜。 你对这个经相信, 能生实性, 这个功德就很大了。 这个地方比较的时候, 能生实性, 往后去, 从信心当中你逐渐逐渐了解, 像尊者所说生解义去, 当然那个时候, 你修的福德比现在更殊胜了。 然后到实行, 不但能解, 你统统做到了。 最后能够契入境界, 就是正果。 所以你自己的功夫, 修持的功行, 不断在提升, 你的福报也就逐渐增长。 是这么个意思。 这给我们很大而且是真实的启示, 从这个地方我们就晓得, 修福, 修会要认真, 这个地方要讲真功夫。 一般同修们常常问我, 超度有没有效果? 超度最高能超到什么地方? 是不是能够超度到往生极乐世界? 如果要是能超度到往生极乐世界, 我们可以不要修行了, 可以不要念佛了, 等着超度就好了。 实在说, 诸佛菩萨真的是大慈大悲, 无尽的慈悲, 如果说超度都能够到西方极乐世界, 这一些佛菩萨不把我们超度到西方极乐世界, 他算什么慈悲? 诸位想想, 对不对? 所以, 不行。 超度的力量是有限度的。 我们从梁黄颤里面去看, 主持梁黄颤法会的人是保智公, 在那个时代, 保智公是老和尚, 保智公是观世音菩萨化身来的, 这还有什么话说? 观音菩萨亲自来主持超度, 超度梁五帝的妃子, 只能超度到刀利天。 所以这一点诸位要晓得, 超度的力量最高就是到刀利天。 一般超度的时候, 免除恶道, 超度你的人身, 超度你身天四王天, 刀利天。 往上面去单靠超度不行了。 为什么? 超度是福报, 我有福报, 可以分给你享受, 你能够得到。 我有智慧, 你得不到。 我的智慧没办法给你, 我的福报可以给你。 所以超度是福报, 福德, 不是智慧, 诸位一定要明白这个事情。 刀利天以上, 夜摩天, 兜律天, 往生到那些地方需要定功。 你没有修定, 佛菩萨有定。 佛菩萨定功不能给你, 你没办法得到, 佛菩萨的智慧没办法给你, 那是要靠定功。 这个定没成就, 也就是我们讲不及格的定功, 如果定功及格, 他就到色戒天, 无色戒天, 不会再欲戒。 欲戒这个定, 他曾经修过定, 他有定功, 教位道定, 他这个定功达不到出禅, 所以就在欲戒的四层天。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就晓得修行要靠自己用功, 靠别人超度, 太难了。 千万不要存这个念头。 我们看到许多颤一上, 都说要超度他到西方极乐世界, 那是我们的愿望, 我们希望他能去, 实际上他去不了, 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 一定要自己认真努力。 超度最重要的, 是主持超度这个人, 他要真正有修行, 真正有功夫, 那才有效果。 如果他修行没有功夫, 这个超度, 只念念经文没用处的, 那个没有效果的, 要自己的功力。 这个事情, 我们在影城回忆录里面看到, 谭虚法师没有出家之前, 他就学佛, 就做居士。 他有一个好朋友姓刘的, 刘居士, 他们在一起读, 冷言经。 回忆录当中有一段, 八载寒窗读冷言。 冷言经, 能不能体会, 能不能有误处, 那令当别论, 八年读一部经, 纵然没有误处, 定力是有了, 心定了, 就凭这一点功夫, 就能帮助这些鬼神。 有一天, 他们那个时候开个中药铺, 中午没有什么生意的时候, 他在柜台上打瞌睡。 打瞌睡的时候, 这个事情就很清楚, 像做梦, 似梦非梦, 境界非常清楚。 看到两个人到他店里来找他, 他一看, 这两个是冤家。 这个东西就很麻烦了, 怕他来找麻烦, 知道这两个人已经死了, 这两个鬼魂来找他。 什么冤家? 在过去打官司, 大概是为了债务纠纷打官司。 他赢了, 那两个人输了, 输了以后, 他们两个就上吊自杀了, 但是他是非常后悔, 好像因为这点纠纷, 让这两个人自杀了, 心里也感觉到很难过。 以后学了佛, 对这因果事情就更清楚, 更明白了。 看到这两个人来, 不像有恶意, 所以他的心比较平静一点。 他们走到他面前, 跪在他面前。 他就奇怪了, 他说, 你们两个来找我, 为什么? 有什么事情? 他们说, 求超度。 这个心就放下了, 不是来找麻烦的, 来求超度的。 他说, 你们要我怎么超度, 他们说, 只要你答应就行了, 他说, 好。 我答应你们。 就看到这两个鬼魂踩着他的膝盖, 踩着他的肩膀升天了, 什么仪式都没有。 这两个人走了以后, 后面又来两个, 一个是他以前的太太, 一个是他以前的小孩, 都过世了, 走到他面前, 也跪在面前求超度。 他点点头, 答应超度他们, 也看到他们踩着膝盖, 踩着肩膀升天了。 什么仪式都没有, 那是真的, 不是假的。 由此可知, 超度要有功夫, 没功夫不行。 不是说我念几遍咒, 念几步精就行了, 那个力量太薄弱了。 我们自己修行没功夫, 要超度自己的祖先, 要超度自己的冤亲债主, 用什么方法? 读经, 念佛, 数量要多。 我给你念一卷经, 那个力量太小, 没什么用处。 要发愿, 我给你念一百步经, 这一百经是为他念的, 我给你念一千步经, 这一千步经是为你念的。 那个有功德, 那个力量就很大了。 念一步经, 念几身佛号, 不管用。 那要有功夫, 像刘居士一样, 八载寒窗独冷言, 有那个定功, 行。 他念一卷经, 念几身阿弥陀佛, 行。 他有这个力量。 我们没有这个力量, 只有念一百步, 二百步, 一千步, 这个可以, 专门为他念的。 就像, 地藏经, 上所说的, 七分功得他的一分, 我们自己念的人, 自己得六分, 为他念他的一分。 但是这一种为超度而诵经念佛, 一定要有期限的。 我这一千步经, 我一百天要念完, 一天念十步, 要这样才行。 不能说我给你念一千步, 遥遥无期, 想到就念, 没想到就不念了, 那个没有用处。 一定要有期限的, 在这期限之内, 我要把这个经咒念完, 那才管用。 这里面的道理, 都在, 地藏经, 里。 你要问到底是什么理由, 为什么会有这种力量, 你去读, 地藏经, 就明白了。 这是说明功夫越来越深, 果报越来越舒胜。 二, 须知符会应双修, 即是要人悲至巨族。 至即会, 悲即福。 本经所说, 福德, 皆由大悲心而发, 并非令人求人天福报也。 这是必须要知道的, 不能把意思错毁了。 以为我们修金刚般若, 目的何在? 求人天福报, 那就完全错了。 福德是自自然然的, 你不需要求, 自然就献钱。 所以, 修行要福会双修。 成佛, 我们归一佛的时候, 我们所念的祭子, 归一佛, 二足尊, 二就是福会这两种, 足是满足, 就是圆满的意思, 智慧圆满, 福德圆满。 仁天当中最尊最贵的是佛, 所以要福会双修。 本经自始至终交给我们的, 都是修福修会。 譬如经上讲的原则, 应摩锁住, 这是修会, 行于不失, 这是修福。 应身摩锁住心, 这是修会, 令一切众生入无于涅槃而灭肚之, 是修福。 再说得明白一点, 自行是修会, 化它是修福, 一定要福会双修。 由此可知, 释迦牟尼佛叫我们无助, 它必定是一念不生, 心地清净寂灭, 这是它老人家真实智慧。 是现在世间为我们讲经说法四十九年, 它修福。 讲经说法是修福, 清净心是修会。 所以一定是福会双修。 一定要把佛的教会, 应用在生活上, 就连穿衣吃饭, 世尊都为我们显示的这样清楚, 这样明白。 心里面不着香, 就是会, 是相上做得很如法, 很圆满, 那就是福。 所以说穿衣吃饭, 点点滴滴都是福会双修。 真的会了, 实在讲, 不要说是我一天没有空过, 我们一分一秒都没有空过。 当我们没有工作, 没有事情时候, 我们在法城上用功, 在念头上用功。 心清净真诚, 是会, 念念都是念阿弥陀佛, 那是福。 心地清净, 不着有, 念念是阿弥陀佛, 不着空, 两边都不执着, 福会双修, 这个要紧。 这些教会, 都是要人悲至俱足。 福德是从大悲心里面, 自自然然流露出来的。 至就是会, 悲就是福。 本经说福德, 说得很多。 几乎每一段笑量, 世尊都给我们说福德不住空。 班若经最忌讳的, 是怕人跺到空里面去了。 以为万法皆空, 一切皆空, 那个麻烦就大了。 所以福德就说得多, 这是由大悲心而发, 是真实的福德。 不可以求人天福报, 这一句话非常重要。 学佛的人, 如果目的定在人天福报, 你这一生没有成就。 为什么? 人天福报在六道轮回, 没有出轮回。 没有出轮回, 问题就非常严重。 我们深深适适修行就是因为没出轮回, 想想现前的状况就知道了, 才晓得这个非常恐怖。 三, 福德顾要, 而智慧有要。 顾满三千大千世界之不失, 即是救度众生。 顾止可不住香, 不可不行不失。 否则即不是大悲心。 福德顾要, 特别是对一般人来说的, 哪一个人不要福德? 当然要福德。 而智慧有要, 福德跟智慧两个比较一下, 智慧就更重要。 福德解决不了的问题, 智慧能解决。 顾满三千大千世界之不失, 这是举比喻来说, 三千大千世界是一尊佛的教化区, 这个范围非常广大。 在从前, 我们以为三千大千世界, 像现代科学家所讲的银河系, 我们这个银河, 这大的心系, 这个范围就相当可观了。 银河系的这一端到那一端, 那个距离科学家用光年做单位。 光的速度, 一秒钟18万英里, 即30万公里。 这个光的速度, 走一年那么长的距离, 用这个做亮天尺。 天上亮距离用这个来亮, 用这个数字来亮, 叫光年, 光走一年的距离。 银河系从这一端到那一端二十个光年, 你就想到这个范围多大, 太大, 太大了。 真的是不可思议。 原先我们以为, 这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 如果根据黄念祖老居士的看法, 他说不止。 他说这一个银河系, 实际上就是佛经上所讲的一个单位世界, 那个范围就太大了。 如果把银河系当作一个单位世界, 三千大千世界有多少个银河系? 十亿个。 我们现在科学工具, 无线电的望远镜都没有办法达到十亿个银河系。 今天的科技, 没有办法突破它的范围, 还是在三千大千世界里面都圈子, 还都小圈子。 你就想到这个比喻, 真的是不可思议。 用这么多去不失, 即是救度众生。 我们拿这些财物, 经上常讲的金银七宝, 像三千大千世界这么多, 不失给一切众生, 这个福报大不大。 我们今天不失一点点, 不失几百个人, 几千人, 几万人, 都觉得很了不起, 我修了好大的福报。 你跟经上这一比, 那是小屋见大屋, 差太远了, 简直不成比例。 固执可不住相, 不可不行不失, 否则即不适大悲心, 菩萨行里面, 我们在这个经上都看到, 从初发心一直到成佛, 修什么? 修不失。 不失里头最重要的是不着相, 决定不能这相。 不能不行不失, 不行不失怎么样? 没福了, 没有福报。 你说我修会, 我修会, 不修福。 这个佛门里头有个故事, 说, 修会不修福, 罗汉脱空波。 他证了阿罗汉果, 是圣人, 阿罗汉也是每天要出去托波, 他没有福报, 没有人供养他, 天天挨饿, 托不到波的, 没有福报, 可见得福报很重要。 假如你修福, 不修会, 不修会就是这相, 这一点诸位要晓得, 什么叫会? 不着相是会, 这相就没有智慧了。 这相修福, 来生叫, 大象挂阴落。 他没有会, 来生堕落到畜生到, 他的福报很大, 是国王的宠物, 金银七宝满身挂着, 漂亮。 不管怎么打扮还是一个畜生, 他有福报。 这就说明福会一定要双方。 不修, 不可以偏重在一边。 不能没有福, 就是不可不行不施。 不修不施, 就没有大悲心, 菩提心就不圆满。 菩提心里面包括执心, 身心, 大悲心。 你缺少大悲心, 哪里叫菩提心? 也不是菩提心了。 所以发菩提心的人没有不行不施的。 三七, 答是所以。 下面这段经文, 这是解释。 为什么不施得福多? 这世世尊前面问虚菩提, 你的意思怎么样? 假如有人用三千大千世界七宝来不施, 这个人的得福得多不多? 虚菩提很聪明, 很有智慧。 虚菩提言, 甚多, 世尊。 何以故? 是福得, 即非福得性, 是故如来说福得多。 一, 答义深长, 何以故, 下, 即自己是明达曰, 甚多, 之所以然。 他答, 甚多, 为什么说甚多? 把这个理说出来了。 从相上讲, 他得福当然多, 这是实实在在的。 世间人哪一个不求福? 尤其是财富。 财富绝对不是说, 你想求就得到的, 没这回事。 佛在经论当中, 把事出世间那些阴阴果果, 都给我们说得很详细。 问题是我们读经, 我们听经, 读了, 听了, 明不明白。 果然真的明白了, 你肯不肯去做。 你肯去做, 你就如愿以偿, 你就得到。 财富从哪里来的? 财不失的果报。 你这一生发财了, 你这一生发财了, 是你前身修财不失。 你修得多, 你这一生得的财富就多, 你修得少, 你的的就少。 你所得的跟你所修的, 一定是成正比例。 不可能说我不失的多, 不可能说我不失的多, 我的的福少, 我不失的少, 我的的多, 没有这个道理, 一定成正比例。 这一桩事情, 诸位同修要好好的去念念, 了凡四讯, 你就知道了。 这是我们讲的财富。 今天我们看到社会上很多发财的人, 很多有财富的人, 我们很清楚, 他前世修得应好。 但是我们也曾经看到, 那个发财的人, 有的人很享福, 有的人发财, 财是发了, 日子过得好可怜, 他那个生活没有我们快乐, 没有我们过得自在。 这里面的阴阴果果很复杂, 修得应不一样。 同样是舍财, 有人舍财很欢喜, 很高兴, 我拿出钱财来不失, 来帮助别人, 很快乐。 他将来的财富的果报就很自在, 一点不要操心, 不要烦心, 财源滚滚而来, 他送出去是这样送出去的, 他的因。 有些人失财, 失得很勉强, 看到别人不失了, 自己不不失不好意思, 不失一点, 心里好难过, 回去后悔多少天, 比割肉还苦。 财是失了, 他将来也得财, 得财得得很不容易, 赚得好辛苦, 就这么回事情。 什么因, 什么果, 因缘果报丝毫都不爽。 所以你要明理。 明理, 你觉得我这个诗丢不掉的, 令理有才, 丢不掉的, 你这一生舍不完。 你这个地方舍了, 过几天就又来了, 你舍得越多, 来得就越多, 就这么个道理。 法不失的聪明智慧, 无谓不失的健康长寿。 持戒, 就是无谓不失。 你持不杀身戒, 不偷盗戒, 你修忍辱, 这都是属于无谓不失。 没有害人之心, 这个属于无谓不失, 的健康长寿。 修什么的什么, 真是所谓, 佛事门中, 有求必应。 求不是说求佛菩萨给你, 那就错了。 佛菩萨教给你道理, 教给你方法, 你自己去做, 你就会得到, 你自己不肯去做, 佛菩萨帮不上忙, 这个一定要知道。 二, 本经, 是名, 即非, 知句很多。 此乃初见, 特举出, 性, 字, 使人了解以后凡说即非, 皆指本性言。 凡说是名, 皆指是相言。 本经是名, 即非之句很多, 这个地方是第一次见到, 以后在句子里有这样的字样, 我们会常常看到, 特举出, 性, 字, 使人了解以后凡说即非, 皆指本性言。 凡说是名, 皆指是相言。 金刚经, 上, 即非, 是名, 这样的字样很多, 这个地方特别为我们指示出来, 即非, 说的是什么? 是名, 说的是什么? 让我们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三, 就自信上言, 一切不可说。 说福得多, 是就是相言。 就自信上言, 从真如本性上说, 一切不可说, 不但一切不能说, 连想都想不到, 所谓是言语道断, 心形触灭。 这是真心自信, 真心自信时实在在不可思议。 六祖在, 谈经, 里面, 虽然只讲了五句, 那只是显示信德的一滴而已, 信德好像是大海, 大海里一滴水而已。 他说, 和其自信, 本来清净, 由此可知, 清净心是本来具足的, 不清净是我们自己搞坏的, 心本来是清净的。 和其自信, 本来具足, 具足就是没有一丝毫欠缺, 自信里头含藏一切圆满法, 没有一样不圆满。 因此, 诸佛菩萨正的自信之后, 他自信里面的福德自然流露, 那个受用是真的殊胜了。 诸位都念佛, 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不一样, 深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享受并不相同。 为什么? 净土就有四类凡胜同居土, 方便有鱼土, 石暴庄严土, 长寂光净土, 都不一样。 同一个净土里又有三倍九平, 哪里会一样? 为什么不同? 到那个地方见性的程度不同? 若以《华严经》来做例子, 《华严经》上讲四十一位法身大士, 这四十一位都是菩萨, 都是明星见性的菩萨, 每一个人见的性不一样。 有人见的小, 有人见的大, 到佛才圆满。 见了性之后, 净土就现钱了, 不生西方极乐世界, 净土也现钱了。 只要见性, 净土就现钱, 为什么? 性得就往外流。 你见一分, 它就流出来一分, 小, 见十分, 它就显十分, 就比较大。 所以, 一切诸佛的净土不相同。 这是我们在许多大成经上, 释迦牟尼佛都曾经为我们说过, 我们知道他道理在此地。 但是西方极乐世界, 跟其他的世界不一样。 西方世界我们讲四土三倍九品, 这是从每一个往生的人, 他自己的功夫上说的。 但是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不一样了, 为什么? 到西方极乐世界都得到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加持, 所以他那个享受的净土, 就变成平等的, 就没有差别了。 可是诸位要晓得, 自己功夫上是有差别, 那个是阿弥陀佛送给你享受的, 那个没有差别, 那是想阿弥陀佛的福, 不是自己的, 自己没那么大的福报, 想阿弥陀佛的福报。 四十八愿里面所说的, 西方世界是平等世界。 这个平等, 佛力加持的, 不是自己功夫, 自己每一个人往生, 功夫不一样, 那怎么可能平等, 这是一个特别的环境。 世尊说这么多经, 说了许许多多诸佛世界, 都没有这个事情。 一切诸佛差土, 菩萨都住在自己净土里头。 自己净土就有很大的差别, 菩萨与菩萨不一样。 唯独西方世界没有差别, 西方世界人的享受, 跟阿弥陀佛一样, 这是不可思议。 所以说, 你不往生则已, 往生等于成佛, 事实上你没有成佛, 但是你的受用跟佛一样, 也就是想阿弥陀佛的福, 西方世界就是阿弥陀佛的家, 到阿弥陀佛家里去了, 想他老人家的福报, 是这么回事情。 所以从信上讲, 那是没法子说的。 说福德多, 事就事相言, 从事相上说, 有形相, 有作用, 可以说多, 可以说少。 四, 信是礼, 像是表。 信是本, 像是末。 信是能生, 像是所生。 意味有如来之信, 方有福德可说。 若无信, 则有何福德可言。 信是礼, 像是表。 信, 相, 实在讲是一桩事情, 一个是里面, 一个是外表。 信是本, 像是末, 我们也常讲本末。 讲根本, 是讲的真性, 讲之末, 是讲的现象, 讲它的启用。 信是能生, 像是所生, 这一些说法, 实在讲都是不得已的方便说。 心性本来不能说, 是尊友善巧方便, 不能说的, 它也为我们说出来了。 你想想看, 不能说的, 为我们说出来了, 我们要懂得它不能说里面的意思, 这个很难, 这不容易。 因此, 佛法决定不可以忘文生意, 那你就会错解如来真实意, 要细心去体会。 它的真实意, 真相, 在言语文字之外。 我们要依言语, 文字去体会, 万万不可以执着言语文字, 执着就错了。 这个地方讲一个能生, 讲一个所生, 能生跟所生是两桩事情, 在我们观念上, 但是在佛法, 它是一桩事情, 这就难了。 表里是一, 本末是一, 能所也是一, 这是最难懂的地方。 这个地方如果真的你体会了, 真的明白了, 那就是禅宗讲的, 你开悟了。 悟的境界在哪里? 都说出来了, 就在眼前。 意味有如来之性, 方有福德可说。 若无性, 则有何福德可言? 细细去体会, 须菩提尊者所答的这一句话。 它这一句话里面的含义很深, 答的言词很妙, 让我们在这里面体会。 因为有真性, 真如本性起作用就现相, 使法界依正庄严, 都是依心性所现的现象。 性是真的, 像是假的。 这一个真与假, 是佛的方便说, 为了使我们初学的人容易懂的, 所以他这么说法。 真假有个标准, 什么是真? 永远不变就是真。 那这个没错, 真如本性永远不变, 不生不灭, 不来不去, 不够不进, 这都是真如本性的样子, 就是我们自己的真心。 凡是会变的, 那就是假的, 相会变。 动物, 有生老病死, 变化很大, 植物, 有生住易灭, 矿物, 像地球有沉住坏空, 无常。 它不是永远不变的。 不是永远不变的, 我们就叫它作假。 真跟假的标准在此地。 所以, 金刚经, 上讲,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因为凡所有相, 它都是有变化的, 都是有生灭的, 所以这个是虚妄的。 可是诸位要晓得, 这个虚妄的相, 的确它是暂时的存在。 相是性的作用, 性不生不灭, 相又何尝有生灭? 你们能不能体会得到? 相也不生不灭。 诸位能不能懂这个意思? 我这个说法你要听懂了, 虽然没大物, 也得小物了, 你没听懂, 那你完全没有觉悟。 相不灭。 我只是讲相不灭, 没有讲哪一个相。 如果我讲人相, 不行。 人相会有生灭。 我讲相, 相不会灭, 它会转变。 它会变, 没有灭, 这一个变成那一个, 那一个再变成那一个。 它没有灭, 它只是在变。 所以相不灭, 是讲一切相, 不是指定一个相, 指定一个相, 那决定是有生灭的。 譬如说人的相, 人死了之后, 将来投胎生天了, 天的相跟这个相不一样, 它那个相转变了。 转变, 没有灭。 我们不要说今生来世, 就讲这一生。 这一生, 我们这一生当中, 有童年的时候, 有壮年的时候, 有老年的时候, 拿照片看看不一样。 相有没有灭。 再转变, 所以相也不灭。 你要看到佛经上讲的相不灭, 忽然惊奇, 奇怪了。 那就是讲的相, 没有指定某一个相。 所以相它会变, 真如本性它起作用。 所以相是决定不会灭的, 会转, 会转变, 这都是事实真相, 我们要了解, 要明了。 转变之权, 佛说了, 在我们的手上, 这个全部操纵在别人手上。 不但上帝不能做主, 鬼神也不能做主, 佛菩萨也不能做主, 自己做主。 因此使法界的相, 作用, 那个差别就太悬殊了。 我们眼前能够观察得到的, 我们人的享受跟畜生的享受, 就有很大的差别, 就不同。 何况人跟天, 跟佛菩萨, 那个差距太大了。 但是人可以做佛, 可以做菩萨, 可以升天, 换句话说, 也可以剁三恶道。 使法界我们怎么变, 我们想变成什么样子, 都由自己做主。 这是相会转变, 不变得是性, 会变得是相。 性是体, 像是作用, 启用。 佛告诉我们, 实在讲跟我们讲了很多很多。 任何一个现象, 都不是偶然发生的。 华言经, 上讲无量因缘。 因缘, 我们现在人讲条件。 无量的条件, 才会现这个现象, 不是偶然的。 无量条件里面, 哪一个条件是最重要, 最主要的条件, 我们想先知道。 佛很慈悲, 这个条件也为我们说出来了。 使法界里头最重要的一个条件, 那就讲用心, 因为使法界是心变的。 华言经, 上说得很好, 应观法界信, 一切未为心造。 大臣经上佛常说, 一切法从心降生。 换句话说, 你存什么心, 就会变什么像。 佛的心是平等心, 平等心是圆满的真心。 我们心不平等, 无论是对人, 对事, 对物都不平等。 即使我们的心平等了, 那就成佛了。 六度心是菩萨心, 以真诚, 恭敬, 慈悲修不施, 这是菩萨。 我们也修不施, 不是菩萨, 为什么? 我们不是菩萨心, 菩萨心真诚, 恭敬, 慈悲。 圆绝的心是十二因缘。 阿罗汉的心是四地苦, 即灭, 道。 六道里面的凡夫, 天道是十善心, 修上品的十善业道, 这升天, 人道是五界, 这个心里头真的不杀生, 不偷盗, 不邪淫, 不妄语, 不饮酒, 心里头真有, 常存慈心, 这的人生。 今天有个童修, 刚才来问我, 他说他有个朋友, 家里房子有白蚂蚁, 怎么办? 这个请人来杀生了。 你要是不杀生, 你就违背国家的法律。 我不知道新加坡的法律如何, 在美国是不可以的, 如果有白蚂蚁的话, 一定要请专门处理的公司来处理。 那我们学佛了, 受了戒, 怎么办? 这问题来了, 你们说怎么办? 要找这些白蚂蚁跟他谈判, 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你在找那个公司人来杀白蚂蚁的前一个星期, 你送经念佛给他们回向, 告诉他, 哪一天什么时候, 有人来杀你们, 请你们赶快搬家, 他真的懂, 这不是假话, 是真的。 印光法师, 他老人家走到哪个地方, 这些蚊虫、 蚂蚁、 跳蚤彤彤搬家, 那是德行的感动。 我们对他们用诚心, 诚心感动, 成泽灵。 我以真诚的心奉告你, 请你搬家, 免得到那个时候杀害。 你要是不搬, 那你被杀了, 你不能怪我, 我老早通知你了。 你, 不通知他就杀, 那有罪过。 那你有罪过, 你为什么不通知我? 他找你麻烦的。 预先通知, 没事了。 我预先通知, 你不走, 那你活该, 那有什么办法。 所以要懂的, 这是一定要知道的。 佛在戒经里面都告诉我们, 从前出家人住在山上, 山上要搭个小茅棚, 那自己盖, 到哪里去找工人。 搭茅棚要砍树, 戒经上告诉我们, 凡是树木有一个人, 高的都有树神。 如果你看中这个材料, 要砍它来盖茅棚, 戒经说, 三天前去祭祀, 香花水果供养, 在那里送经念咒告诉他, 请他搬家, 三天以后来砍这个树。 这是佛在经上教给我们。 你懂的这一个道理, 你就晓得对付那些蚊虫, 蚂蚁应该怎么做法。 这是如理, 如法的做法, 要懂的。 平常家里面环境要保持整洁卫生, 那些蚊虫, 蚂蚁也就不会进去了, 保持干净。 如果外面有些小动物, 可以在院子里面修布湿, 东西给它吃。 如果在公寓房子, 那就没有法子了。 自己家里面, 如果是有院子的, 可以, 有院子的时候, 我们吃剩的, 像饼干, 糖果这些东西, 放在院子远处, 蚂蚁都走到那边去, 不会到你家里来。 你要常常照顾它, 它也很爱护你, 彼此相安无事。 所以把冤家要变成朋友, 那才是解决之道, 不能冤仇越结越深, 那不是解决的方法, 一定要把它化解, 一定要懂的方法。 这些都是福慧双修, 所以福慧, 金刚经, 上所讲的, 真的都用在我们自己生活上。 五, 是福德, 即非福德性。 表面说是福德, 实则只是我们不可这相。 是故如来说福德多, 就是说, 有是性, 方有是相。 教我们会相归性。 是福德, 即非福德性, 这个, 是, 就是讲是名。 表面说是福德, 实则只是我们不可这相, 话里含的重要意思在这个地方, 开导我们, 警惕我们不能这相。 是故如来说福德多, 这一句话, 从这个地方开始, 到后面四次笑量, 世尊都说福德多。 这个意思就是说, 有是性, 方有是相, 教我们会相归性, 这是大乘佛法里面, 最究竟, 最圆满的修法。 也许诸位听过一个名词, 叫, 称性启修, 全修再性, 全性启修, 这些话跟这个意思完全是相同的。 从哪里下手? 其实不难, 不着相就是。 这相那就没有法子了, 就不是了, 不着相就是。 性是什么? 性是清静心。 不着相, 心就清静, 稍有分别执着, 心就不清静。 我们要从这个地方来着眼, 金刚精, 的意思你就会懂的了。 所有一切相里面都不执着, 不但不执着, 连分别的念头都没有, 这个心多清静。 所有一切相, 相不爱信, 相不爱清静心, 清静心也不爱一切现相, 理事无碍, 事事无碍, 这是菩萨的生活, 菩萨的境界。 这事先举了一个大前提, 说这个比较, 拿什么比较。 后面就说出来了。 三八, 信经书胜。 若富有人, 于此经中, 受持乃至四句记等, 为他人说, 其福甚比。 前面讲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不失, 那么大的福, 那么大的福, 说实在话我们没法自修, 我们哪有那么大的福报。 别说是大千世界的金银七宝, 金银七宝摆满这张桌子的人就不多, 没有那么大的财富, 哪能做到那么大的福。 可是你要学了佛就有办法, 学了佛修福超过他们。 佛说的话, 一句假话都没有。 后面佛为我们说了, 如来是真语者, 实语者, 如语者, 不虚语者, 不狂语者, 佛讲的话句句真实, 你要信得过。 所以前面虚菩提尊者心里头忧心冲冲, 你们听了能不能真的相信, 能生实信佛。 你是不是真的相信? 佛也答得好。 就是末法时期, 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有持戒修福的人, 他真相信, 他会把佛的话当真。 若父有人, 看看我们自己是不是这个人。 这最重要了, 别的人与我们不相干, 我们自己是不是这个人。 于此经中, 此经就是专指, 金刚经。 受持, 这两个字最重要。 受持, 那你的福报就大了。 如果再能够以, 四句记等, 为他人说, 受持是自行, 为他人说是化他。 你依, 金刚经, 的道理, 方法修行, 又能把, 金刚经, 的道理讲解给别人听, 你的福报就超过前面所说的那个人, 以大千世界七宝不失, 他那个福报比不上你, 所以我们修大福报, 机会来了。 一, 看此节经文, 若以为独诵, 金刚经, 其福德即胜过大犯天王, 那就是很大的误会。 实则应注意, 受持, 二字, 是人能受持此经, 又能不失, 福德方能胜过于比。 因为经上所讲的, 大千世界七宝不失, 只有大犯天王才能做得到, 除他之外, 我们是尖人, 没那么大的福报。 天有二十八层天, 普通一般的天王, 也没有那么大的福报。 我们刚才讲了, 四王天, 刀利天, 那跟大犯天比, 差太远了。 大犯天王好像一个国家的国王一样, 四王天, 刀利天好像里长, 乡长之流的, 那不能比。 所以只有大犯天王能修这么大的福报。 我们要是以为念念, 金刚经, 每天, 金刚经, 念几遍, 我就受持, 金刚经, 了, 那你误会了。 你将来的不到那么大的福报, 你不能怪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你在经上说的, 我得这么大的福, 为什么没得到。 你错解了佛的意思。 佛是讲受持, 这个要知道。 实则应注意, 受持, 二字, 你要注意这两个字。 是人能受持此经, 又能不失, 福德方能胜过于比, 你那个福德才能够超过大犯天王。 由此可知, 如果真正能够受持, 金刚经, 依照, 金刚经, 的理论方法去修行, 又能够为人眼说, 如果不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你想来生去做大犯天王, 你有资格, 不成问题, 这个不是假的。 但是诸位要晓得, 大犯天王没出六道轮回, 你福报响尽了, 还是要堕落, 所以他不就近。 这就是前面一再给你提示, 不可以求人天福报, 大犯天王是天上的福报, 不可以求。 受持这两个字必须要清楚, 要明了。 二, 受, 是领那, 是指真能领会经义, 而得受用者, 比解字更近一层。 持, 即全权福音, 一刻不放松之意, 比受字又近一层。 受是接受, 受是领那, 领那就是接受的意思。 是指真能领会经义, 而得受用者, 比解字更近一层, 你解, 你未必受。 受, 当然理解了, 受就是你照做了。 怎么做? 开经以来讲的很多, 一切相不执着, 一切相认真努力去做, 而不执着, 不分别, 不执着, 你要真做。 在日常生活当中, 穿衣吃饭, 处事待人接物, 点点滴滴都要认真, 把这些事做到尽善尽美, 心里头干干净净, 一尘不染, 这就是照, 金刚经, 去修了。 心地清净, 适应身魔所助心, 这心清净了, 而行不失, 我样样都做, 本分的事情一定认真负责, 做到尽善尽美。 就在你自己现前的生活方式上, 你的工作岗位上, 你的身份本分的义务上, 你把它做好就对了。 要做, 要不折相。 不着相, 是应魔所助, 要做, 就是而生其心, 这才叫寿池。 所以他比解当然更高一层了。 池, 即全全福音, 一刻不放松之意, 比寿自幼近一层, 池是紧紧地抓住, 一时一刻都不放松。 我前面跟诸位说过, 不仅说我这一天没空过, 一分一秒都不空过, 那叫池。 所以你来生才有资格当大犯天王, 大犯天王不是简单当的。 也就是佛法里面讲的勇猛精进, 要这样去做才行。 三, 为他人说, 事利他。 七, 自, 即只受持未说之, 福, 超过前说只做不失之人。 且只才施, 是福得相。 此人既能受持修会, 又能法师修福, 福会双修, 卑至俱足, 乃是福得性, 故能, 甚比。 为他人说, 事利他。 其字, 即只受持未说之福, 超过前说只做不失之人。 前面那个人, 实在讲就是指的大犯天王, 他以大千世界七宝不失, 他是财师, 是财不失。 财不失, 既人一时之急, 帮助人眼前的困难, 不能帮助人圆满的解决问题。 这是财师不如法师。 我们在六道里面众生, 最困难的问题就是生死大事, 我们没有办法了生死, 没有办法超越六道轮回, 这是一桩大事情, 这个财不能解决。 无量无边大千世界七宝, 也不能解决。 会能解决, 金刚般若能解决。 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才, 比不上, 金刚经, 上的四句记, 道理就在此地。 此的讲的四句记, 是说, 金刚经, 上任何四句, 这个诸位要知道。 不一定是专职后头, 一切有位法, 不一定, 任何四句。 在古印度四句就叫一首记, 所以无论哪四句都行, 都可以用它来做观照的功夫, 都能够得真实的受用。 所以它为什么会超过, 我们把这个理事都搞清楚了。 依照, 金刚经, 修行的人, 就是受持之人。 受持, 金刚经, 没有步行步失的, 金刚经, 上交给我们, 应身魔所助心而行步失, 那当然肯步失, 当然行, 哪有步步失的。 它修的这个步失, 说实在的话, 我们在乡上看, 好像比步上大范天王的大千世界七宝不失, 好像是比步上, 行相上不如, 而实际上给诸位说, 已经超过大千世界七宝不失。 为什么? 它那个才师是福德乡, 受持, 金刚经, 的人不失是福德性, 那怎么会一样? 福德乡怎么会变成福德性? 因为他不执着, 他不着相, 不着相就跟性相应。 性德尽虚空, 变法界, 哪里是三千大千世界能比得了的? 这一个道理, 这个事实, 知道的人就很少了。 你才晓得受持, 金刚经, 的人了不起, 真正不可思议。 诸佛菩萨见到, 没有不赞叹的。 此人既能受持修会, 这是讲受持, 金刚经, 的这个人。 又能法师修福, 他所师的才也变成法了, 怎么说才都变成法。 称性。 他不失一块钱, 那一块钱的福超过大饭天王三千大千世界七宝不失。 什么原因? 大饭天王者乡, 者乡的福就有限, 多大他有限度的。 不着乡, 没有限度, 无相是没有限度的, 无相, 称性。 这一个事实, 我们在本经一开端, 是尊所示现表演的, 就非常明显。 释迦牟尼佛这一, 这一是不是不失? 持播, 持播是不是不失? 统统是。 一些人真的是心太粗了, 也迷惑, 世尊表演的那么清楚, 明白, 没看见。 说实在话, 我们看不见, 当然不能怪, 烦恼太重了。 连释迦牟尼佛天天跟着的那些学生, 也没看出来, 须菩提看出来了, 总有聪明人看出来, 心很细, 被他看出来了。 所以说诸佛菩萨穿衣吃饭, 真的是一言一笑, 一举一动都是不失, 他哪里空过? 没空过。 确实一分一秒都没空过。 我们在这些地方, 极为细的地方, 能够体会到了, 才晓得怎样用功, 实在讲怎样用功, 就是怎样过日子, 怎样生活。 这个生活才是真实, 究竟, 美满, 因为这个生活是福慧双修, 福慧双的, 都得到。 大家要是稍稍能体会到这一点意思, 我想, 金刚精, 不管讲多久, 你一天都不会缺席, 真有味道。 这个世间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了, 再也找不到了。 所以你真正能体会, 真正能明了, 真得受用, 法系充满, 前途展现出一片光明。 所以知道这个法师, 点点滴滴都是法师。 不过一般众生, 特别是在末法时期, 正如同是尊所简别的, 必须持戒修服, 他接触到, 才能得到这个利益, 若不是持戒修服, 纵然听到, 金刚精, 遇到, 金刚精, 也是空过了。 原因在哪里? 金遇到了, 听到了, 没有听懂, 没有看懂, 换句话说, 还是迷惑颠倒, 这一生当中依旧是最深梦死, 还是搞六道轮回, 这就真可惜了。 你能够听懂, 看清楚了, 那就是佛所说的, 你是持戒修服之人。 我们对于那些业障习气重的人, 还是要帮助他, 要是不帮助他, 就放了, 算了, 舍弃掉了, 我们的大悲心又缺了一块, 不圆满了。 怎么帮助? 现在比从前方便, 从前科技不发达, 帮助大众争困难, 现在方便多了。 我们在这里讲经, 你们大家看到了, 有录像, 有录音。 新加坡这个地区的人有福报, 诸位走遍全世界, 哪个地方福报超过新加坡的, 没有。 福报从哪里来的? 肯修, 大家都热心在修福。 我到这边来, 听说你们把这些录音带做成CD片, 这就是修大福报。 使一些善根福德堡的人, 善根福德堡不能到这个地方来听, 他将来从录像带, 录音带里听的时候, 那个福报比我们差一等。 我们第一等, 他第二等。 CD片好, 音质, 画面都不会变, 能够保持很久。 不像录音带, 录音带的寿命不长, 他在瓷头上有磨损, 还受气候变化的影响。 像上一次李牧原居士告诉我, 他们有一个团到大陆去潮山, 在五台山上看到录音带, 保存的时间很短。 因为五台山冬天很冷, 夏天又热, 所以他这个带子会变形, 音会变质, 保存的时间很短。 CD片就能保持很久, 他对气候变化没有影响。 所以能够大量在这里制作, 你们就是修大福报, 这, 金刚经, 说的, 修的福报超过大梵天王, 有这么多人肯修福, 这个地区就有大福报。 福报是靠自己修来的, 非常非常的难得, 我们用这个方法, 用录像, 用录音, 用这个方法来帮助他们。 现在把经文写成讲义, 写成讲义的效果就不大了, 现在很多人不看书, 有什么办法? 这个没有法子。 能看书的人少了, 尤其写讲义写一大堆, 看到厚厚的一本书, 他还愿意看, 那很难得, 很不容易。 所以现在人喜欢听得多, 录影, 录像对现在人帮助很大很大。 我们用这个来修法布施, 这样自行化它, 符会双修, 我们自己所得到的卑质巨足。 乃是福德性, 我们修的是福德性, 他们修的是福德项。 福德相再多都有限, 福德性再少, 都不可思议, 没有边际。 所以诸位, 你是要修无量无边, 不可思议的大福德, 还是修那一点小小福德。 在从前不知道这个道理, 不晓得这个方法, 情有可原, 不能怪你。 今天你知道了, 理论你搞清楚了, 方法你也明白了, 换句话说, 现在问题在你自己了, 你可不能怪佛菩萨, 还有这么好的方法,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 不告诉我, 你对不起我。 佛菩萨都告诉你了, 都讲清楚了, 那问题在自己了, 肯不肯认真去做? 认真要做, 说实在话, 这个讲堂听这一遍不够。 我想你们自己都知道, 在这里听的时候聚精会神, 点点头, 好像是懂得了, 出了门, 就没有了, 就不见了。 这是什么原因? 讯息的时间太短了, 所以这个习气, 老毛病, 没有办法一下改过来。 用什么方法? 多听, 现在多听方便, 有录音带, 录音带带回去多听, 听个几十遍, 听个两, 三百遍, 印象深刻, 自自然然, 没有一丝想改, 他自自然然就改很多了, 这才行。 不听不可以。 听这一遍了, 我离开新加坡, 明年再来, 明年再见, 忘得干干净净。 一日报之, 十日含之, 一点用处都没有。 你们所修的福报, 是福德香, 不是福德性。 福德香, 那个福报就小, 福德性, 那才真正不可思议。 故能胜比, 这个结论下的非常的肯定, 决定是超过大千世界七宝不失, 决定超过大犯天王的福报。 六道里面福报最大的, 就是大犯天王, 没有一个超过大犯天王的, 是遵用他来做比喻。 说实在话, 这在经论上讲得很清楚的。 天上这些天王, 都是在佛门里修行的人, 如果不是在佛门当中修福, 没有那么大的福报, 不但是天上, 人间也不例外, 人间大富长者, 大富大贵的人, 前世都是在佛门修福的。 唯有佛门当中, 这个福报才真实不可思议, 因为它是福德性。 纵然不能正的圆满的福德性, 正的一分, 二分都不可思议。 甚至于说, 一分, 二分我们也没有正的, 但是靠近了, 沾到一点边。 像大泛天王去到天上做天王, 想天福了, 它不是福德性。 福德性超过三界, 超越六道, 它还在六道里面, 那就是相似为, 沾到这么一点气氛而已。 这一点气氛我们多多少少也沾到一点, 这个福报都很不可思议。 三九, 是沉经宫。 何以故? 虚菩提, 一切诸佛, 即诸佛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法, 皆从此经出。 这个话说的是真的, 十柱, 十柱, 三柱, 四柱到十柱, 再往上去十行, 十回向, 十地, 等觉四十一个位次, 诸佛就是指这四十一个位次。 四十一个位次, 都称之为, 诸佛, 一切诸佛是指这个。 每一个位次里面, 正的这个位次的, 不知道有多少, 太多太多了。 这些诸佛怎么成佛的? 都是依照, 金刚经, 的原理, 原则修成的。 那也许说, 那个是参禅的, 那个是念佛的, 那个是学密持咒的, 都成就了。 不管修哪一个法门, 决定是依照, 金刚经, 的原理原则。 金刚经, 的原理是什么? 无助身心, 决定是这个道理, 应摩锁住, 行于不失, 决定是这个道理。 千经万论, 不管佛说的是怎么多, 绝对不会违背这个原理。 所以, 金刚经, 所讲的, 是大乘佛法修行的总纲领, 总原则, 这个要知道。 我们念佛法门也不能违背它, 还是遵守这个道理。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法, 这是修行正果的方法, 这个方法, 也是本经所说的原理原则。 前面一切诸佛, 是讲他正的果位, 果位跟他所修的方法, 都在, 金刚经。 金刚经, 好就在此的, 文字少, 不到六千字, 里面所讲的, 是佛法修正的总纲领, 总原则。 这么少的文字, 含无量的佛法, 无量的经义, 这是最难得之处。 中国人确实是有智慧, 能在一切经里面, 大藏经, 那么多, 把这个顶端选出来, 这就显示出高度的智慧。 把这一部经选择出来, 作为我们修行主要的课程, 主要的依据。 一, 佛说一切法, 般若敬舍。 本经由是般若中之最要。 可见读此经, 无一读, 大般若经。 且无一读, 三藏十二部经。 此经所说, 即无上正等之法。 故云一切诸佛, 即诸佛无上正等正觉法, 皆从此经出。 佛说一切法, 般若敬舍, 舍就是包括的意思, 是加穆尼佛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法, 般若统统把它包括尽了。 不仅是世尊所说, 大臣经上常说, 佛佛道同。 我们明了佛佛道同, 就可以知道, 十方三是所有一切诸佛所说之法, 跟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一样。 换句话说, 都不能出, 金刚经, 的范围, 金刚经, 里面所讲的原理原则, 是一切诸佛所说的精华之所在。 本经由是般若中之最要。 大藏经, 里面, 般若部最大的是, 大般若经, 六百卷。 金刚经, 是六百卷般若里面的一卷, 般若经总共十六会, 金刚经, 在第九会, 是, 大般若经, 里最重要的, 所以古人比作大般若的纲要。 可见读此经, 无意读, 大般若经, 六百卷的纲要, 读了这一卷等于读六百卷般若。 般若是一切经的纲要, 那就是, 无意读, 三藏十二部经, 你读这一卷经, 等于说整个, 大藏经, 你都读尽了, 真的, 还是假的? 真的。 可是你要懂的意思, 才是真的, 不懂意思, 那是假的。 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的, 无非教你, 离一切相, 行于不失, 千经万论, 归根结底就这么一句话。 果然一切都不执着, 果然真的在行于不失, 那是迦牟尼佛所说的, 你全都做到了, 不读也等于都读了, 这是真的, 不是假的。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地。 金刚般若研习报告, 第二十三卷, 新加坡佛教居士林荡明, 九年二月三年二月三, 请看, 金刚经讲义节要, 卷二, 经本第五十四页, 一, 佛说一切法, 般若敬舍, 本经由是般若中之最要, 可见读此经, 无一读, 大般若经, 且无一读, 三藏十二部经, 此经所说, 即无上正等之法, 故云一切诸佛, 即诸佛无上正等正觉法, 皆从此经出, 诸佛同修听了这些话, 不能够发生误会, 认为我读, 金刚经, 就等于把, 大藏经, 都读完了, 其实不是那么回事情。 正如同一篇文章, 文章当然有个题目, 我们读了题目, 是不是就把全部文章都读尽了? 可以这么说, 因为全篇的文章, 无非是发挥题的意思。 但是也不能这么说法, 为什么? 未必你在题里面, 了解甚深的意趣。 实实在在的说, 必须变读大乘佛经, 你对于, 金刚经, 才有真正的体会, 领略。 读, 金刚经, 可以能够把整个大乘佛法修学的刚领掌握住了。 佛法的修学, 诸位都知道, 法门很多, 无量无边, 我们修学, 就像在学校读书一样, 这么多法门里面, 你选哪一个法门, 就好像学校许多科系, 你是想念哪一个科系, 你有主修的课程, 有选修的课程, 还有许多你不想修的课程, 这个诸位容易明了, 佛法也是这样的。 佛法经论之多, 佛不是教我们全部都学, 也是让我们自己在一切经论里面去选择, 也选择一个主修的, 当然选择经论就跟学校选课一样, 选我们所需要的, 合乎我们兴趣的。 我们有能力修学的, 总得要符合这些条件, 我们选了之后, 修学不会有困难, 而且一定能够有成就的, 佛法的选修一复如是。 在我们现前这一个时代, 我们的生活环境, 我们的修养能力, 在许许多多法门当中, 实实在在净土来的方便。 因为这个法门, 是一切诸佛菩萨为大众所选择的。 我们想象, 我们适不适合修学这个法门。 选定之后, 就一门深入, 这是我们主修的课程, 另外在一切经里面, 也可以选几步座位选修。 选修的目的何在? 帮助我们主修的这个法门, 使我们这个法门, 在修学过程当中, 排除一切障碍, 能够顺利的成就, 目的在此地。 除了这个目的之外, 我们就不能再多选了。 为什么? 再多选, 我们的时间有限, 精力有限, 怕的是对修学产生了障碍, 那就不好了。 我们希望能够顺利成就, 能够快速成就, 不希望有障碍, 不希望我们修行成就的时间延长。 这是选择法门一定要认识的, 首先要认识的。 我们选择金刚般若, 来做为静宗的助修, 这是非常恰当。 本经实在讲, 在过去有不少人, 以它作为主修, 特别是中国的禅宗, 五族以后都用, 金刚经, 来印证。 所以, 金刚经, 在中国流通非常普遍, 对于整个佛法的影响很深。 这些事情, 我们在前面也曾经报告过。 现代, 我们为什么不能选择这个经典座位主修? 这一部经虽然还没讲完, 只讲了四分之一大一多少能够体会到一些。 诸位想想看, 我们用这个座位主修, 行不行? 你能不能做到一切都不执着? 果然真的能够做到, 空有两边都不执着了, 行。 用这个做主修, 没有问题。 真的不执着, 又能够行于不失, 那可以。 做不到。 做不到怎么办? 老师念佛, 这是有救的。 所以这个经读了之后, 自己好好的反省, 好好简点一下, 我们做不到, 当然也要做, 做到一分, 二分, 决定有好处, 对于念佛有很大的帮助。 静宗的经典, 我们讲净土三经, 或者是说净土五经, 跟金刚经, 性质相同, 都是可以包括一切佛法, 也是一切佛法里面最重要, 最精华的部分。 我们在过去讲, 观无量寿佛经, 讲, 无量寿经, 都跟大家详细报告过。 如果说读这一部经, 等于读六百卷, 大班若经, 等于读了全部的, 大藏经, 到什么时候才可以说这个话? 这一部经通了就可以说了。 通, 就是正得了。 在经上讲的性, 解, 行, 正, 从, 金刚经, 上正得了, 正的什么? 正的真如本性。 禅宗里面所讲的, 明心见性, 见性成佛。 那时候, 行了。 这就是佛门里常讲的, 一精通, 一切精通。 华言, 上所说的, 一及一切, 一切及一。 可以。 凡是大成经, 任何一部经, 依照他的理论, 方法修行都可以见性。 所以我们常讲一精通, 要到什么程度才通? 见性就通了, 没有见性的时候, 没通。 因为他的四个阶段性, 解, 行, 正, 到正的时候才通, 没有到正, 没通。 四个关口性, 解, 行, 后头还有一关没通。 所以那衣冠要是通过, 正果了, 行。 由此可知, 这个话讲的没错, 在我们自己现前的程度。 不行。 不够。 此经所说, 即无上正等之法。 故云一切诸佛, 即诸佛无上正等正觉法, 皆从此经出。 这是不错的, 是非常正确的, 本经虽然文字不多, 只有五千八百多字。 他却确实实所讲的, 就是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法。 这是诸佛如来所正之法, 在这个经理, 如果正的这个法, 他就成佛了。 这一句话讲的一点都不过分。 二, 本经处处叫人不住香, 就是要人正性。 可见此经所说, 皆是自性。 本经处处叫人不住香, 为什么不住香? 就是要人正性, 真如本性, 要你自己去正。 可见此经所说, 皆是自性, 这就是前面作为功德的比较。 为什么受持四巨计, 为人眼说, 那个福德超过大梵天王, 超过三千大千世界七宝不施。 因为他能够正性, 道理在此地。 三千大千七宝不施, 如果不能正性, 依旧出不了三界, 他是凡夫, 不是圣人, 怎么能跟明星见性的人相比。 见了性之后, 那个福德之大, 不是修来的, 是自性里面本来具足的, 自然流露。 因此他那个福德是真实不可思议, 无有限量, 这是我们要晓得。 三, 皆从此经出, 实无意说, 此经从性体而出, 故叫人不可住香, 连性自义不可执着。 经上讲, 皆从此经出, 诸佛从此经出, 诸佛所得知法也从此经出。 实无意说, 此经从性体而出, 这一句话可以说, 讲得很透彻, 无意是没有两样, 等于是说, 这一部经是从真如本性里面流露出来的。 我们晓得, 所有一切大成经, 都是从真如本性流露出来的, 何必偏赞, 金刚般若。 我们要知道, 诸金虽然从自性当中流露, 有的是自性的一部分, 有的是自性的圆满, 这一部经是自性当中圆满的流露, 所以跟其他大臣来比较, 他特别超胜, 道理在此地。 从什么地方看? 直结了当, 没有委曲婉转, 没有拐弯抹角, 这就是他在诸金里面之所以被赞叹的。 自性就是清净心, 心性之中以法不利。 父教人不可助相, 连性自义不可执着, 所有一切的名词术语, 是世尊讲经说法方便的建立。 自性之中, 清净心中, 没有这些名词, 没有这些术语。 因此名字相也不能执着。 给你说清净心, 你要执着有个清净心, 你的心不清净了。 为什么? 清净心里头, 还有一个清净心在里头, 你说糟糕不糟糕, 那就不清净了。 跟你讲真如本性, 而你执着了, 你的真如本性里头还有一个真如本性, 这就叫做头上安头, 错了。 所以这是读佛经的一个难处, 我们要用明相, 不能离开明相, 要从明相当中体会它的真实, 它的实相, 这就对了, 明相决定不能够执着。 并且读佛, 又从主经出, 是指点学佛, 要请主经入门。 刚才说的, 我们既然不能把它作为主修, 一定也要把它作为重要的选修, 因为它能够帮助我们入门。 入什么门? 入成佛之门, 你凭这个可以成佛。 念佛往生, 升到西方净土就成佛了, 往生就成佛, 这是一点都不假的。 这一步经, 确实能够帮助我们往生。 为什么? 尽宗是绝顶的智慧, 也可以说是最高度的班若波罗蜜, 没有智慧怎么能生净土? 文书菩萨, 普贤菩萨是大智慧之人, 他知道这个法门好, 知道这个法门成就快, 他选择这个法门。 也许你会问, 我看到许多人没有智慧, 他也选择这个法门, 你怎么说他有智慧? 实在讲, 你所讲的智慧, 跟佛法里面讲的智慧, 标准不一样。 你认为世间人很聪明, 反应很快, 想东西很敏捷, 那个就叫智慧。 佛不承认, 佛说那个叫是智变聪, 那个不是智慧, 是聪明。 聪明跟佛法里面的智慧, 完全是两桩事情。 智慧是判断, 非常正确的判断, 一点都没有错误。 他听说这个念佛法门, 可以往生见阿弥陀佛, 可以得无量寿, 他立刻就采取, 这是智慧的判断。 世间人, 聪明人听了这些话, 这是神话。 他不相信, 他哪里有智慧。 他没有智慧。 所以这是智慧的判断, 智慧的选择, 跟世间聪明完全是两回事。 真实智慧从哪里来的? 从戒定当中来的。 世尊在这个经前面讲过, 佛灭度后, 后五百年有持戒修复者, 都是, 金刚经, 的当机者。 持戒是守规矩, 守法。 修复, 相信因果, 断恶修善。 这种人都是无量结在佛门里面种的善根, 在这个时候他的善根发现。 修复, 还有更深的意思。 我们讲浅的意思诸位好懂, 断恶修善, 大家好懂。 深的意思是什么? 清净心, 清净心是真正的福德, 不是讲福报, 是福德。 福德包括福报, 福报不包括福德。 心地清净, 不但智慧增长, 身心健康, 没有疾病, 不会衰老, 这个福报拿钱都买不到的。 有钱没有用处, 有钱不能买年轻, 有钱不能买健康, 你才晓得, 戒定会这个定里头是真实的福德。 所以是应戒申定, 应定开会, 三学都在日常生活当中。 前面要记住, 连穿衣吃饭, 都是戒定会三学。 所以你真正会了, 道理懂得了, 清楚了, 方法知道了, 我们在一天当中, 行住坐卧, 一切时, 一切处, 无论做什么工作, 都是圆满的戒定会。 你要是不会, 这个光阴真教空过, 会了决定不空过, 你懂得般若波罗蜜。 四十, 结归离乡。 虚菩提, 所谓佛法者, 即非佛法。 世尊这个说法就是会相归性。 每说一桩事情, 后头都会归到自信, 所以这个精才是圆满无上大法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法。 一, 前言, 一切诸佛, 即诸佛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法, 是明向上说佛语法, 即非就信上说佛语法。 前言, 一切诸佛, 即诸佛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法, 是明向上说佛语法, 从相上讲的有诸佛。 我们说圆教, 从初诸菩萨到等觉菩萨, 这是金刚经, 上所讲的诸佛, 以及这四十一位法生大士他们所证得的正等证觉, 这是无上菩提之法, 是从明向上说的。 明, 是明词, 有这个明词, 像是有这个相状。 明跟相都不是性体, 都是从自性变现出来的。 像是依他起性, 明是遍迹所执性, 法相宗说的, 真如本性是原诚实性, 这三种性质,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遍迹所执性, 依他起性, 不是原诚实。 即非就信上说佛语法, 信上没有佛, 也没有法, 相上有, 相上有佛, 有法, 因为有佛, 有法, 当然也就有名字, 有佛的名字, 有法的名字。 这是这一大段里面, 最后的一段经文。 我们可以在此的, 将它做一个总结。 正宗分一开端, 将为农居士依据前清, 金刚经新演书, 达天法师著的, 新演书, 依照这个注解, 这个注解的特色, 是把, 金刚经, 正宗分里面, 分为四大段性, 解, 行, 正, 他非常赞赏。 金刚经, 自古至今, 注解有几百家之多, 没有这个分法, 多半都是分为三分的, 唯独, 新演书, 却确实实构的上称为新演, 新是新旧的新, 眼睛的眼, 新的眼睛, 新看出来的。 如果我们仔细把全经看一看, 确实经文一丝里头, 真的是有性, 解, 行, 正四分, 他分得没错, 跟清梁大师判, 华严经, 那个价是一样。 经文讲到这个地方, 这是四分的第一分, 第一分是讲性。 二, 上来的是无助以身性一科。 开口便令广度众生成佛, 是开是无人应无助我人等相。 又说是无众生的灭度者, 是应无助法相也。 又说于一切法无助而行不失等法, 是应无助生法相也。 应以不助于相似字总结之。 得是无助以身性, 却确实实只是出本经的修行宗旨, 是无助, 应摩锁住而生其心, 教我们一切都不能够执着, 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建立信心。 这是这一大段经文所说的。 这一大段我们这个前面标的有数目字, 这一段是第四十, 结归离乡, 完全是依据江卫农居士, 金刚经讲义, 里面的分科, 这样子我们看起来非常方便。 第二卷是从第九节经文到第四十节, 总共三十亿小节经文, 这是这么一大段。 这一大段里面, 又分为三个中段。 第一个中段, 从第九节经文到二十三节, 世尊明白为我们指示出来, 也就是明白的答复须菩提尊者两个问题。 尊者所问, 发菩提心的人, 应云合住, 云合降伏其心。 世尊在这里为我们答复, 他的答复先答复降伏。 佛告诉我们, 应该要发离相之心, 你要发这个心, 离一切相。 离相, 不是把相不要了, 不是把相消灭掉, 也不是把相远远的, 你这个搞法就完全错了。 心里头不要执着, 相没有妨碍, 心里头不能执着。 换句话说, 我们在一切时, 一切处, 保持自己心地的清静, 一尘不染, 就像禅宗六祖所说的,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做到这个, 就行了。 所以五祖跟六祖讲, 金刚经, 讲到应魔所住, 他就恍然大悟, 为什么? 他那个心本来干净, 本来无一物, 跟, 金刚经, 讲得完全相同, 只说了几句, 正中下怀, 那底下就不要说了, 道理在此地。 我们今天心里面就像垃圾桶一样, 拉砸东西太多, 妄想分别执着, 忧虑, 牵挂, 无量无边, 这个事情就很麻烦了。 佛教给我们离, 是离这个东西。 把心里面那些妄想执着, 忧虑, 牵挂, 把他离掉。 我们道理明白了, 晓得应该要这样做。 从哪里下手? 佛在经上交给我们, 行于不失。 不失就是舍, 这个东西跟治病一样, 我们身上有很多病, 不止一种病, 一种病是好治, 好多病就难治了。 难治不治不行, 不治要命。 那应该怎么治法? 这种尝试大家都晓得, 先治最严重的, 哪一种病对我们生命有威胁, 有危险的, 先治它, 其他小病慢慢在治。 我们学佛断烦恼一复如是。 我们的烦恼归纳起来, 不外乎贪甜吃慢疑, 疑是对圣交的怀疑, 不外乎这几大类。 这几种病, 我们统统都有, 哪一种重? 如果我们贪心重, 就先断贪, 甜慧心重, 先断甜慧, 挑选重的先治。 贪里头, 贪财, 贪名, 贪色, 甚至于贪佛法, 贪的东西很多。 哪一个毛病最严重, 先对治它。 把财看得太重了, 所有一切法理看的第一重要, 你就从这里下手, 你就舍财, 用这种方法来对治。 行于不失, 主要是教给我们对治烦恼的方法, 恢复自信清静心的方法, 这就是降服。 佛说了降服, 实际上把那个住, 也就包含在其中了。 因为降服跟住, 两桩事实际上是一桩事情, 你降服了, 自然你就懂得什么叫住, 住是无住。 不住于乡, 那就叫正住。 诸位想想看, 你不住于乡, 你住到哪里去了? 不住于乡就是信, 真是明星见信的一条巧妙的道路。 信不要去找, 离了乡就是信, 去掉望就是真。 这是经上说得很详细, 也很透彻, 也讲得很有味道。 在古大得住解当中, 将为农居士将他整理归纳, 分类, 我们得到许多的启示, 得到许多的利益。 第二个中段讲深信, 这个经文也非常的清楚。 虚菩提尊者听到佛的教会, 离向, 不失, 空有两边不住, 这就是正住, 这就是降福。 他明白了, 唯恐我们大众听了佛的说法, 不能接受, 不能相信, 所以就提出问题, 请教世尊, 有没有人听到佛所说的, 能生实信? 他那个信重要的是真信, 佛的答复很好, 教他不可以这样说, 不可以这么说, 换句话说, 你不能这样想法。 也就是说, 你不能瞧不起大众。 大众当中, 世尊讲如来灭后, 后五百年, 就是第五个五百年, 换句话讲, 就是指我们现在这个末法时期, 佛讲有持戒修复者, 他对于佛所讲的, 能生实信。 在这个时代去佛二千五百年之后, 还有人能够真正相信, 何况当时在座的那些大众。 世尊并不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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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 这就是对我们讲的。 我们听到这个话,信心升起来了。 我有资格,我很老实,我很守规矩, 我也肯修缮,也肯断恶, 那就是世尊所讲的标准。 确实如此,尤其在现代这个时代, 我们看看这个世界上, 许许多多国家地区,守法越来越少了。 大家都不愿意守法,都不愿意守规矩, 认为守规矩那种老实人,是没用的人, 真正是精明能干的人, 他不守规矩,那个叫聪明人, 还老老实实,愚痴人。 他们看我们是愚痴人。 还相信因果报应,因果报应落伍了, 现在是什么时代,都太空时代了, 你还去讲断恶修缮, 他们听都不要听。 我们听了还生欢喜心, 听了还很高兴, 还认真去做, 佛说的,这就是, 金刚经,的当机者。 世尊不但这么给我们说, 而且说出这个福得不可思议, 这是在第二段落里面。 这个说法我们听了之后, 这经上讲的, 种诛善根, 无量福得。 凡夫没有正果, 没有开悟, 最重视的就是福得。 如果我们依照这个经修行, 得不到福得, 那个修行的兴趣就没有了, 所以世尊多说一些福得, 使我们对这个经典能够发生欢喜心, 这个经典确实增加了设受人心的功能, 依照这个方法修行的无量的福得。 不想开悟的人, 不想正果的人, 不想了生死的人, 听说有福得可得, 他也来了, 他来了, 真的会得到, 得到的超过他想象之外。 而且得的是真实的福得, 然后把他结归到中道, 这就讲极非是名。 这是我们在这个地方, 第一次看到的。 后面这样的句子就很多了, 结归中道。 佛与须菩提尊者, 一问一答当中, 问的话, 答的话, 都含无量意, 字字句句我们都要细心去体会, 才能够发明, 法事发现, 明事明白。 精益无限的声广, 从我们今天出发心意直到成佛, 那个意思不尽。 所以大家读诵受持, 读诵要以真诚心, 清净心, 恭敬心去读, 读一遍有一遍的悟处, 读两遍有两遍的悟处, 那就慢慢有得悟了。 悟不尽的, 悟不完的, 才知道这个经的妙处, 都是真话。 江卫农居士在金刚经, 上用了四十年的时间, 他所悟出来的也是大海之一滴而已, 这一滴真的给一般人来讲, 一生受用无尽。 最后我们这一段就是这两天所讲的, 较量功德的书胜。 从经文的第三十六节到四十节, 这是较量功德的书胜。 佛首先为我们举一个例子。 如果有人, 其实这个人就是大犯天王, 以三千大千世界七宝不失, 三千大千世界, 他还讲满, 不是部分, 是圆满的三千大千世界七宝不失, 从乡上来讲, 那个福报真正不可思议。 但是比不上另外一个人, 受持瓷经, 乃至于四巨记, 没有说是受持全经的, 金刚经, 里头四巨记, 为人演说, 这个人的福德, 超过前面那个大千世界七宝不失的, 这种话说出来, 我们能相信吗? 如果不详细说明, 叫人相信真的是很困难, 说明白了, 大家听懂了, 就相信了。 为什么? 大千世界七宝不失, 那是福德相。 香不是真实的, 不但不是真实的, 香还是有限量的, 有范围的, 经上讲大千世界就是六道轮回, 六道就是三界, 三界就是一个大千世界。 换句话说, 没有能够超越六道轮回。 福报再大, 不过在天上想天福而已, 天福想尽, 依旧会堕落。 所以它不是究竟的。 一个人能够受持, 金刚经, 四巨记, 为人解说, 他所修的是福德性, 这里头关键的两个字在受持。 你真正懂得什么叫受持, 你自然就相信了。 我们今天读了这个经文, 很难接受, 很难相信, 就是不懂得什么叫做受持。 通常一般以为, 我每天受持, 金刚经, 怎么受持? 每天早晨念一步, 晚上念一步, 这叫受持, 金刚经, 了, 把读诵当作受持, 这完全搞错了。 前面讲过, 受笔结的意思声, 受是完全接受过来照做。 佛在经上教给我怎么做, 我就怎么做, 那才教授, 你没有做到, 那个不教授。 持是保持而不失, 我天天做, 年年做, 没有中断地做, 这叫持。 持是持续, 不是做个一天, 二天就不做了, 不是这个意思, 持续不断地做, 依照, 金刚经, 的方法去做, 这才叫受持。 大梵天王不能跟他比。 受持是自立, 为人眼说是立他, 自立立他, 这就是菩萨行, 这是真正的菩萨, 所以大梵天王不能跟他相比。 这是佛在末后这一段为我们开示的。 到第四十这一小节总结了, 归到理想。 这是我们把前面这个大意, 略略地交代一下, 因为这个地方, 上来的是无助以身性, 这是刚才我们所报告的, 简简单单地说明了一下, 就是这一大段的经文。 开口便令广度众生成佛, 世尊在这个经文, 一开端就是这样交给我们的, 我们回想一下。 佛说所有一切众生之类, 从这一句我们看到, 佛所说的新量, 所有一切众生之类, 后面讲胎, 卵, 诗, 话, 那我们就不必提了。 这个范围实在是尽虚空, 变法界, 不是讲一个地区, 不是讲一个国家, 一个地球, 一个大千世界, 不是。 你看那个心量多大。 这是我们学佛首先必须具备的条件, 心量小不能成佛, 佛跟众生的差别在哪里, 就是他心量大, 我们成不了佛, 就是心量小。 他是心包太虚, 量周杀戒, 所以他成得了佛。 我们今天这个心量, 是点点滴滴都要计较, 要分别, 要执着, 那怎么行? 所以一开端世尊就叫给我们, 把心量放大, 我们要为一切众生之类。 众生的类别, 无量无边。 一切众生, 不仅是讲有情众生, 他上头没有说一切有情众生, 他没有这么说, 没有加上有情, 则一切众生有情, 无情都包括在其中, 这个要知道。 我们今天讲有情是动物, 无情的有植物, 矿物, 统统包括在其中。 换句话说, 这是我们生活的范围。 我们在这个范围当中, 怎样过生活, 学佛无非就是学这个, 这很现实的, 学不消极。 学佛就是学在这个大环境当中, 我们怎样过日子, 怎样过生活, 过得幸福, 快乐, 美满, 这是佛法, 大乘佛法。 这就要你发心了, 皆令入无于涅槃而涅度之, 这一句就是开口便令广度众生成佛。 是开示无人应无助我人等乡。 在大乘经论里面, 我们读到许许多多的教会, 必须我乡破了, 我直断了, 才能振小成果, 离开三界六道, 算是有了成就。 更进一步, 法相也离了, 法职也破了, 这才能够明心见性, 正大果, 大果就是大臣的果位, 也就是本经前面所讲的诸佛, 正诸佛之果。 所以要知道, 应无助我人等乡, 这个等就是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这四相包括了一切相, 所有一切相归纳起来不外乎这四相, 这个四大类, 一切相都不住, 不住就是都不执着, 我们的心才干净, 才清净。 为什么要不住? 我们本心里头本来没有, 道理在此地。 本来没有的, 你要把他拉进来, 这是错误的。 心本来是清净的。 所以你住就错了, 执着就错了, 不但执着错了, 分别都错了。 为什么不必分别?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它不是真的, 你分别它干什么? 佛为我们讲经说法, 佛在经典上, 佛也分别, 不但佛有分别, 佛也有执着。 一开头, 我令一切众生入无于涅槃, 佛不是有, 我, 执着了吗? 佛也有我相, 也有众生相。 诸位要晓得, 这是佛的视线, 佛的分别, 执着, 是随着众生的分别而分别, 随众生的执着而执着, 佛确实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佛如果有分别, 有执着, 跟我们凡夫有什么两样? 那就是凡人了。 如果说他住在自己的境界里头, 一切都不分别, 不执着, 我们拿这个东西问佛, 这什么? 佛一句话也不说, 那不就变成木头人? 你拿这个给他看, 佛说这是毛巾, 就是你们大家说毛巾, 我也随你们说毛巾, 是你说的, 不是我说的, 是这个意思, 一定要懂的。 我们要是把这个本事学会了, 平常我们也有执着, 分别, 是随你的执着, 我才不执着, 随你的分别, 我才不分别, 那就对了。 那你就是真正受持, 金刚般若波罗蜜精, 这叫受持。 你在接触大众当中, 还真的执着有我, 真的执着有他, 那你没有受持, 金刚经, 读诵没有用处, 真要学佛菩萨这一套才行, 那才叫受持, 所以福得才那么大。 只要你还有分别, 执着, 你的福报比大梵天王小得太多太多了, 那真是太可怜了。 你真的一切不执着, 那大梵天王的福报, 比你也小得太多了, 他不能跟你比。 关键就在这个地方, 就看你会不会转, 能不能转得过来, 能不能真的相信, 以此为时, 这一句话真的是重要。 佛哪里会骗人? 所以佛的分别随众生, 随众生心, 应所知量。 不但是释迦牟尼佛没有分别, 金刚经, 讲得诸佛, 地位最低的原教出驻菩萨, 破一品无名, 正义分法身, 就跟佛一样没有分别了。 再也没有执着, 也没有分别了, 心完全是清静的, 众生来问, 随你的分别而分别, 随你的执着而执着, 这样说话你才会懂, 才能够帮助你破弥开悟。 这就是经中所说的大慈大悲。 又说时无众生的灭度者, 适应无助法相也, 说了要度一切众生入无于涅槃, 又说时无众生的灭度者, 这个话句句都真实。 说度众生, 是从相上讲, 说众生没度, 是从性上讲。 我们修行为的是要正性, 为的是要见性, 见性就不能折相, 是应无助法相, 不可以住在相上。 住相是凡夫, 住相就是造业。 你度众生, 这个相是善的, 你造的是善业, 善业的果报在三善道, 不能出轮回。 所以行一切善不住相, 这个本事就高明了。 又说于一切法无助而行不失等法, 适应无助非法相也, 非法相是空, 我们保持着清净心, 什么事情也不做了, 行不行? 不行。 为什么不行? 有体无用。 体是清净心, 体一定会起作用。 有体无用, 实在讲那个体也不清净。 为什么不清净? 因为它住空。 清净心当中没有, 空, 也没有, 有, 空有两边都没有。 你这有是错, 这空还是错, 两边都不能执着。 行于不失, 不着空。 行于不失的范围太广太广了。 释迦牟尼佛在本经义开端, 表演的这一持播, 这一持播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讲, 穿衣吃饭。 穿衣吃饭都是金刚般若波罗蜜, 穿衣吃饭都是究竟圆满的大乘佛法。 所有一切法, 表现在哪里? 表现在吃饭上, 表现在穿衣上, 表现什么? 空有两边不着。 穿衣吃饭, 不着空, 虽然穿衣吃饭, 心地干干净净, 绝没有分别穿衣吃饭, 绝没有执着穿衣吃饭, 不着有。 这个方法都传出来了。 无论做什么事情, 点点滴滴都是这样修, 这跟佛, 大菩萨, 法身大事所修的没有两样。 我们今天跟人家一比较, 差别在哪里? 我们执着。 吃饭, 执着吃饭, 穿衣, 执着穿衣, 折了香。 吃饭, 折了吃饭的香, 穿衣, 折了穿衣的香。 工作, 折了工作的香, 无论干什么都折香。 没事坐在那里打妄想, 折打妄想的香, 麻烦在此的。 佛菩萨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 他不着香, 空有两边都不着, 这就是他的本事, 这就是他高明之处。 我们要学佛, 学什么? 就学这个。 这就是一切诸佛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法。 在哪里? 金刚经, 从头看到尾, 没有发现哪个是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法, 两边不着就是。 所有一切法统统是两边不着, 那个心多自在。 所以讲福德, 很粗闲的我们也能体验得出来, 真正有福报的人, 是什么人。 心里头没有妄想, 没有烦恼, 没有忧虑, 没有牵挂, 你说他多快乐, 那叫真正有福报。 不是说你有钱, 有地位, 那个不是福报。 不要说佛菩萨, 我的眼睛里面看, 我还是个凡夫, 我看到有钱有地位的人, 很苦。 我决定不干, 太操心了。 有地位, 做总统, 不要说竞选, 请我去做我都不干, 你要问为什么不干。 每天见客人, 拉手, 那个事情我就不干了。 见到的客人, 不喜欢的也要拉拉手, 喜欢也是, 一天到晚硬臭, 累死人。 那怎么能干? 有钱的人, 钱多了, 患得患失, 又怕币值贬值, 又有什么了, 操心的事情太多了, 反正我没有, 我也想不出来。 你就知道, 这个世间的富贵, 付出的代价太大太大了, 实在讲一点好处都没有。 美国银行送了信用卡金卡给我, 送了之后, 说是用了之后每个月还要到银行去付钱, 我这卡就退回去, 不要了, 麻烦。 这多麻烦。 这多麻烦。 我就不要了, 不要多轻松, 多快乐。 所以你就晓得, 世间这些事情, 哪一桩事情你想的一点好处, 你要付出十倍, 二十倍, 甚至于千百倍的代价, 我意想滑不来, 这事情不要, 统统不要, 这就很自在了, 就很快乐了。 所以法相跟非法相都住不得, 空有两边都住不得。 因以不住于相似字总结之, 这一段经文就是结归离相, 这个意思很深很深。 三, 所以应无住者, 降伏其望心也。 望心非他, 分别执着智慧而。 望除一分, 真变现一分, 何须别秘真耶。 所以真不要求。 经上一再跟我们讲, 我们修行的目的是要正信, 没错。 正信这个念头决定没有, 不必去求他。 望去掉就是真, 再要加上一个真的念头, 这个真你永远的不道了, 因为夹杂望念在其中, 上有个虚望, 望就是障碍。 念佛求一心不乱, 有一些同修, 念佛就是求一心不乱的, 念了好几年, 遇到我就问我, 法师, 我念了这么多年, 一心不乱还是得不到, 我就老实告诉他, 你这一生没指望, 他说, 为什么, 你那个心念阿弥陀佛, 还有一个求一心不乱的 妄念夹杂在其中, 你怎么可能的一心不乱, 你真想的一心, 这一个妄念拿掉, 不能求。 所以佛法里头教我们发愿, 愿要有不能求。 我们发愿要念到一心不乱, 绝不求一心不乱, 自自然然就到一心不乱, 只要念到功夫到家, 水到渠成, 自然就成就了。 所以不能有一个妄念夹杂在里头。 古德为我们说了, 念佛最忌讳的就是夹杂, 有一个求一心不乱的这个念头, 就夹杂了。 所以这个不可以, 要记住, 除妄就行了。 金刚经, 最大的好处, 它不教我们在枝枝叶叶上除, 它教我们在根本上除。 根本上除了, 所有一切枝叶问题, 全都解决了。 根本在哪里? 空, 有两边不着, 这是根本。 断恶, 断恶是事, 是相, 修善, 那个善也是事, 也是相。 断恶修善, 不着空, 虽然天天断恶修善, 不分别断恶修善, 不执着断恶修善, 心地干干净净, 不着有。 它教给我们从这个根本下手, 这是其他法门里没有的, 所以它的成就那么快, 那么高, 道理就在此地。 佛事线, 就是举例给我们看, 天天要穿衣, 天天要吃饭, 从穿衣吃饭上, 就两边不着, 就修金刚斑若。 你以为金刚斑若在哪里修? 而行不失, 穿衣吃饭就是不失, 穿衣吃饭, 就是令一切众生入无于涅槃而灭肚之。 你们听到这个话, 莫名其妙。 怎么穿衣吃饭, 就是令一切众生入无于涅槃而灭肚之。 因为穿衣吃饭是两边不着, 两边不着, 那就是令一切众生入无于涅槃而灭肚之, 道理在此地。 这是金刚斑的深意, 金刚斑的精意, 精华。 如果是顿根, 是初学, 它也有潜意, 潜意是什么? 给大家做一个榜样。 世尊出来, 衣着穿得整整齐齐, 很有礼貌, 很有威仪, 做各样子, 给大家做个好榜样, 吃饭, 规规矩矩地吃, 吃饭的好榜样。 换句话说, 教给我们怎样做人, 怎样与社会大众相处, 这是浅的意思, 很浅很浅。 浅处有深, 深处有浅, 这个浅面都说过了。 所以这个金, 程度浅的看得浅, 也得利益, 程度深的它也得利益。 等觉菩萨读这个金, 它还是得利益, 能够帮助它破最后一品无名, 正的圆满菩提。 四, 若能不住法非法相, 便见真性。 此所以但严降不严住, 而降伏即使正住也。 若能不住法非法相, 法相跟非法相, 都不住。 便见真性。 金刚经, 都是讲要正性, 见性, 就见了。 就像前面这个例子, 从穿衣上见性, 从吃饭上见性。 处事, 待人, 接物, 点点滴滴, 无不见性, 见性就成佛。 所以这个经上讲的没错, 一切诸佛与一切诸佛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法, 皆从此经出。 我们这个经还没讲完, 后面还有四分之三, 在前面四分之一的一段, 已经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都显示出来了, 这样我们就相信了。 授持四巨记为人眼说, 旧的无量的福德, 这相信了。 任何四巨记都行。 此所以但严降不严住, 而降伏即使正住也。 尊者问了两个问题, 佛只答一桩事情。 这一桩事情两个问题都答了, 降伏即使正住。 五, 此中独减持戒修福未能生性。 斑若此云正智慧, 而慧从定身, 定由戒成。 欲开正智, 必应持戒。 持戒则少欲知足, 修福必生性因果。 能生性心, 性未入道之门也。 此中, 就是这一大段经文当中, 生性的这一科当中。 独减持戒修福未能生性。 斑若此云正智慧, 而慧从定身, 定由戒成。 欲开正智, 必应持戒。 持戒则少欲知足, 修福必生性因果。 能生性心, 性未入道之门也。 在总结里面, 把大义都为我们说出来了。 这个地方我们读的时候, 印象更为深刻。 佛独减, 就是单单减别持戒修福的人, 对于世尊在金刚班若会上所讲的, 他能够相信。 这个道理与事实, 前面都说得很清楚, 很透彻。 在这个时代真正能够守法, 心地善良, 我们一般人讲天性, 在佛法里面讲的善根。 佛说过了, 这个人的善根非常深厚, 过去身中已经在无量诸佛如来处, 种诸善根。 在这个乱世当中, 这样强烈的诱惑, 他不被诱惑, 他还是老实, 还是善良, 善根太深厚了。 对于佛的这个法门, 他一听就欢喜, 就相信, 听到欢喜, 相信, 也是过去身中的善根。 过去身中听过, 读过, 为什么今天还要落到这个样子? 我们诸位都是深厚的善根, 为什么今天还搞成这个样子? 一句话, 没有发愿求生净土, 想靠自己的本事来修, 怎么修都出不了轮回, 所以麻烦就出在这里, 一定要觉悟。 我们过去身中, 曾经清净无量诸佛如来, 这样的善根, 如果要是回星球净土, 早就做佛, 做菩萨了, 哪里落到这种地步, 这是我们要觉悟的, 这是我跟大家讲的事实真相。 对于静宗法门能够生信心, 是不容易的。 我们在, 无量寿经, 看到, 阿蛇王子那一个小团体有五百多个人, 佛说他们这个小团体的同修们, 过去身中曾经供养四百亿佛, 听到佛讲, 无量寿经, 生欢喜心, 心里起了一个念头, 希望我将来成佛, 也像阿弥陀佛一样。 但是怎么样? 还没有发心求往生, 还不愿意往生? 过去身中供养四百亿佛, 求往生的念头都生不起来, 然后你才知道, 今天听到净土法门生欢喜心, 就想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你的善根必定超过阿蛇王子。 也就是说, 你过去身中, 清净供养诸佛如来, 不止四百亿, 你这个念头才生得起来。 所以你们一些同修, 想把净土法门介绍给别人, 别人不相信, 你就愁眉苦脸, 你不晓得这个道理。 你劝, 他不相信, 佛来劝他, 他也不相信, 为什么不相信? 他善根不够。 所以一个发愿往生的人, 那是什么人? 马上就要做佛的人, 你仔细看看他, 像不像做佛的样子, 那个福报多大。 在《无量寿经》跟《金刚经》上都是这么说, 过去身中, 曾经清净供养无量诸佛, 不是四百亿。 我们知道这个道理, 晓得这个事实, 想想自己听到这个法门, 真的生欢喜心, 自己很庆幸, 我过去的善根福德, 不敢讲无量无边, 至少也超过四百亿, 不超过四百亿, 你怎么会动这个念头? 你怎么会起个念头, 要求生极乐世界? 选择这个, 这是有道理的, 佛不是随便选择的。 班若使正智慧, 正, 简别里面没有邪智慧, 纯正无邪。 会从定身, 持戒修复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老实人, 老实人心比一般人要定, 这一定的道理。 为什么? 欲望少, 没有希求, 生活能过得去, 他就很快乐了, 再多给他一点, 他不要, 他嫌麻烦。 那个就自在。 所以说定由戒身, 戒就是守法, 守规局, 一个人守法, 守规局, 心里头就有定。 欲开正智, 我们要想开班若智慧, 要从持戒下手。 佛的戒律要遵守, 最低限度是五戒十善, 一定要遵守, 三福, 六和一定要遵守, 这都叫根本大戒。 所以诸位不要以为, 根本大戒提起来, 就晓得是五戒, 不知道三福, 六和是根本大戒, 一定要知道。 世尊在, 观经, 上跟我们讲的三福, 末后的结论, 说得很清楚, 这三条是, 三是诸佛, 敬业正因, 这两句话就是明白宣示出, 是三是一切诸佛的, 根本界。 三是诸过去, 现在, 未来, 这就是一切诸佛敬业的正因。 佛所以成佛, 这是他的正因, 你说多么重要。 一切诸佛修行成佛的方法不一样, 所谓是八万四千法门, 无量法门, 无量法门都建立在这一个共同的基础上, 这个基础就是敬业三福。 我们要想往生不退成佛, 离开三福不行, 要知道那是根本界。 六合, 你要说六合不是根本界, 我们受三规的时候, 一定要念规一僧, 众中尊, 这一句也就是为我们显示出, 六合竟是根本界。 僧团能在一切团体当中成为最尊贵的, 就是六合竟。 这个众, 佛法里面讲众,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团体。 僧的团体是世间所有一切团体里面, 最尊贵的, 最值得人尊敬的。 什么原因? 他守六合竟, 守这六条解。 所以我们今天讲持戒, 守法, 这四条都是属于根本界, 一定要做, 五戒, 十善, 三福, 六合, 这四种根本界, 你要是不能受持, 定会都不可能有。 持戒则少欲知足, 修福必生性因果, 这是一定道理。 能生性心, 性未入道之门, 这个入道, 就是明心见性, 见性成佛之门。 他真的相信, 以此为实, 他就真干, 真修, 就跟诸佛菩萨的生活完全一致。 真正用功, 就是一切时, 一切处, 一切事相当中, 却两边不住, 这就是真的他受持金刚般若波罗蜜。 六, 佛所说法, 本来皆不可取, 皆不可说。 故取法说法, 取非法说非法, 皆非也。 明得此真实义, 便未实性。 一念相应的无量福, 以一念相应是敬念相继之根也。 佛所说法, 本来皆不可取, 皆不可说, 这一段事告诉我们佛法也不能执着。 有很多人, 很难得学了佛, 世间五欲六成淡薄了, 但执着佛法。 在佛法里头争取功德, 上各香, 都要争到我要上同一柱香, 你说糟糕不糟糕, 四香俱足, 总要走在别人前面, 好像走在别人前面, 佛菩萨就特别喜欢他, 都搞错了, 你折了香, 你起了分别, 执着。 你不过是把释法不执着了, 换成佛法, 执着没有舍掉, 换对象而已, 换对象, 不行。 没有用处, 佛是教我们离分别, 离执着的, 不是教我们换对象的。 所以千万不要以为换换对象, 那就是有修行, 有功夫了, 错了。 佛法, 不错是善法, 舍了是奸法, 执着佛法, 来生的果报是人天福报, 所以还是不能成就。 佛在这里特别为我们说出, 唯恐我们犯这个错误。 佛所说法, 本来皆不可取, 皆不可说。 真如自信当中, 没有法可说。 法都没得说了, 哪里还能够取? 还能够执着? 当然没有。 顾取法说法, 取非法说非法, 皆非也。 非, 是错误, 都是错误。 你执着有佛法是错误, 你执着没有佛法也是错误。 这个大乘佛法, 诸位要是真正明白了, 许许多多的疑惑都断除了。 譬如说在中国, 在其他国家民族, 有很多神话的传说, 这些是事实, 还是虚构。 一般不学佛的人, 很多认为那是神话, 所谓神话就是假话, 你懂的吗? 神所说的, 都是假话, 都不是真的, 都不可以相信的。 我们学了佛的人, 相信。 所以他跟我说的, 我都相信。 你说龙有没有? 有。 我为什么知道他有? 佛法讲的原理, 是出世间一切法, 从哪来的? 从心想身, 你心想什么, 就现什么, 那怎么会是假的? 所以从相上讲, 都讲得通, 一切法从心想身。 华言经, 上也说道, 应观法界性, 一切为心造。 心造就是心想, 它就现象。 一切法从心想身, 你要是懂得这个道理, 懂得这个原理, 所有一切疑惑的问题全都解除了。 西方极乐世界有没有? 当然有。 为什么有? 从心想身, 阿弥陀佛想极乐世界, 十方无量无边横杀国土的众生, 念阿弥陀佛, 也想极乐世界, 那极乐世界怎么会没有? 如果没有极乐世界, 华言经, 上, 应观法界性, 一切为心造, 这两句话要删掉。 大臣经上所讲, 一切法从心想身, 那也要删掉。 这两句话, 无论是哪一宗, 无论是学哪一个法门的这些大德们, 都承认这是真理。 所以说静随心转, 静视环境, 环境随心转, 身体也是境界, 身体也随心转。 所以诸位同修要想青春常住, 健康长寿, 心清静就得到了。 清静心, 你生理的组织是自然的, 是正常的, 你有烦恼, 有妄想, 破坏了细胞自然的组织, 就生病了, 病是这么来的。 所有一切疾病, 连生死轮回都是从妄想, 烦恼里头来的。 你有妄想, 有烦恼, 你怎么会不生病, 怎么会不老? 这种原理, 佛法上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 问题是你能不能生实性, 能不能真相性。 明得此真实意, 便未实性。 你要把这个真正的事实真相, 道理统统搞清楚, 你真相性了, 你照这样去做。 我看到的很多, 依照这个方法修行的, 本来很多毛病的, 并没有了, 本来像貌不好看的, 现在变得圆圆满满的, 变了。 我一看到那个香, 就晓得它功夫得力了, 我看到十多个, 这哪里是假的。 治疗疾病, 这叫从根本上治疗。 一切医药靠不住, 现在这个世间假药太多, 不吃药没事, 一吃药就问题大了, 本来没病, 这就吃出病来了, 本来有病就要送命了。 好, 今天时间到了。 金刚班若研习报告, 第24卷, 新加坡佛教居士林荡明, 9年2月3年2月4。 请看, 金刚经讲义节要, 卷2, 经本第56页。 6, 佛所说法, 本来皆不可取, 皆不可说。 故取法说法, 取非法说非法, 皆非也。 明得此真实义, 便未实性。 一念相应的无量福, 以一念相应是静念相继之根也。 我们昨天讲到这个地方, 必须要补充一句的, 就是, 金刚经, 上讲的实性, 这一条是一个标准。 这个标准也是说明了, 诸佛菩萨为一切众生说法的事实真相, 我们明白, 了解, 这才算是实性。 这一条实在说相当不容易, 它的水准相当之高。 一般人只知道世尊当年在世, 讲经三百余会, 说法四十九年, 这是大家很容易理解的。 什么叫, 无说而说, 说而无说? 这就很难懂了。 这一段的意思, 我们知道是尊说法, 无说而说, 说而无说, 因此法与非法都不可取, 都不可执着。 但是佛所说的一切法, 对我们来讲, 有大用处, 有大利益, 可是这个利益如果有丝毫执着, 那就变致了, 这是佛法之难处。 佛法自始至终, 迫执着而已, 诸位一定要记住这一句话。 执着有, 错误, 执着空, 就是执着没有, 也错了。 有, 没有都不可以执着, 那个才叫对了, 那是佛之佛见。 一念相应的无量福, 一念与什么相应? 在此的讲, 就是与法跟非法, 不取法相, 也不取非法相, 与这个相应, 你的的福就无量无边了。 为什么? 一切诸佛如来, 他们在生活上, 在事业上, 在处世待人皆悟上, 就是这么做的, 这个做法与自信相应, 信得无量无边, 无有穷尽, 因此得福就无量, 道理是在这个地方。 以一念相应是净念相继之根, 净念相继不一定是指净土宗念佛。 大士智菩萨在, 原通章, 里面, 教给我们念佛的方法, 他说, 都设六根, 净念相继, 这是念佛的方法。 我们看到这四个字, 不能执着这一定是念佛法门的, 这是净土宗的, 你要是这个执着就错了。 其实净念相继这一句, 通所有的大小成佛法, 无论是哪一宗, 无论修哪一个法门, 如果不能净念相继就不能成就, 这是一定的道理。 所以这一句是通达一切法。 七, 佛虽成佛, 终不自以为有少法可得。 无少法可得者, 不自以为成佛也。 故曰, 所谓佛法者, 即非佛法。 佛虽成佛, 终不自以为有少法可得, 佛成佛了, 佛正得了什么? 佛正得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无上正等正觉, 这个话不假。 佛有没有自己以为我正的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没有这个念头。 如果佛有这个念头, 哪个正得的? 我正得的, 我相有了, 有我相, 与我对面的就有人相, 就有众生相, 就有受者相, 四相具足, 他是凡夫, 他不是佛。 说有法可得, 是我们凡夫看到的, 而佛心清静, 却确实实没动一个念头, 说我有什么法可得。 换句话说, 佛是从来不把这些事放在心上, 虽然做了, 虽然正得了, 心里还若无其事, 这是他高明之处, 心里面丝毫的分别执着都没有, 这才是真正的无上正等正觉。 到底下一大段, 要详细说明这个道理。 无少法可得者, 不自以为成佛也。 故约所谓佛法者, 即非佛法。 佛于所得之法不执着, 于所正的地位也不执着。 正的地位, 我们说他成佛了, 佛在实法界, 至高无上, 他没有觉得他至高, 他没有觉得他无上, 没觉得。 这是我们要晓得的, 我们要学习的。 我们的一点点就自以为是, 自以为了不起, 自以为很高, 甚至于现在我们常常听到的值得骄傲, 值得骄傲, 你想想看这个话是什么味道。 他值得骄傲。 佛正了无上正等正觉, 他没有觉得有什么好骄傲的, 没觉得。 佛成佛了, 也没有觉得值得骄傲的, 没有。 所以佛能够与九法界众生打成一片, 我们学佛, 要从这些地方学。 八, 彻始彻终, 亦以贯之约, 无助而已。 应该果海, 果彻因缘, 如是, 如是。 彻始彻终, 亦以贯之约, 无助而已。 在这一大段里面, 第一大段, 我们所看到的, 这一段就是, 得是无助以身性, 这里面一句话, 可以把整个意思都包括了, 就是, 无助, 无助就是不执着。 佛就是教给我们不执着, 执着就错了。 应该果海, 果彻因缘, 如是, 如是, 因果是事出世间的定律, 善因决定有善果, 恶因决定有恶报, 因果报应丝毫不爽, 做佛, 做菩萨之因, 就是无助。 能够空有两边不住, 就能成菩萨, 成佛, 这是从因到果。 成了佛, 成了菩萨之后, 还是两边不住, 果彻因缘。 从这个地方, 我们又明白一桩事情, 那就是佛法当中所说, 佛法是不二法。 诸位从这里能看到, 因果是一, 不是二。 因里有果, 果里有因, 因果是一法, 不是二法。 把因果看作二法, 你就看错了, 所以佛法是不二法。 这就是应该果海, 果彻因缘, 这八个字说明因果是一法。 第一大段, 深信, 我们就报告到此地。 再看底下第二大段。 第二大段课题, 推产无助以开解, 推式推广, 产式说明。 我们把这个展开来详细的说明, 帮助大家开悟。 信是真正相信, 以此为实, 以这个为实在, 真正相信, 信了以后要理解。 由此可知, 佛法里面讲的信, 跟其他宗教讲的信不一样。 一般宗教教你决定相信神, 不明白的也不能问, 神说的那还有什么话说? 佛法不一样, 佛法可以打破砂锅问到底, 佛不会怪你, 佛法是准许你问的, 一定要叫你把这些道理事实真相, 全都搞明白了, 那才行, 有丝毫的疑惑就变成你修正上的障碍, 所以解太重要了。 我们要清楚, 世尊当年在试讲经说法四十九年, 要是在信解行政这四个字里面, 这四十九年讲经说法, 是在哪一个字? 全都在解, 这才知道解的重要。 信了以后, 要了解, 要明白, 所以佛教的信不是迷信。 我们佛法讲正信, 什么叫正信? 道理明白了, 真相明白了, 可见得这个信是有条件的, 不是没有条件的, 你讲的很有道理, 确实是事实真相, 我相信的过, 这是有条件的。 正信还不是真信, 想想有道理, 但是这个道理, 你证得了, 我没有证得。 事实真相, 你受用到了, 我还没有受用到。 必须自己亲自证得, 亲自的受用那个时候, 那个信才叫做真的相信。 可见得佛法讲信, 分很多等级。 前面一大颗讲实信, 实信的标准是要依教奉行。 这一段唯恐你还不能真正发心去做, 这才不厌其烦, 再加详细说明。 目的希望你真的相信, 真的能去照做。 经文一开端, 是尊举小成人, 小成四果, 来做一个样子, 做一个例子。 金刚经讲一节要, 卷三。 四一, 推产无助以开解约果广明犯论四果明出果离乡。 虚菩提, 一意愈合。 虚陀还能做事念, 我得虚陀还果不。 这个意思是说明, 叫着虚菩提问他, 你的意思如何? 你以为如何? 虚陀还会不会有这么一个念头, 我得虚陀还果, 我正虚陀还果了, 他会不会有这个念头? 你们大家如果不看这个经文的话, 你们想想有没有? 如果你真的虚陀还果, 我真的虚陀还果了, 我们在很多地方, 在外国, 在台湾, 我也听到, 没人这个说法, 都说虚陀还果太低了, 有很多人说, 他是什么菩萨再来的, 他已经成佛了, 佛再来的, 这只能够骗骗无知的人。 假如, 金刚经, 你要是念熟了, 他就骗不了你, 他说他是菩萨再来, 他者了菩萨香, 他说什么佛再来, 他者了佛香, 折了香就是凡夫, 佛菩萨怎么会折香? 不但佛菩萨不着香, 连小城出果虚陀还都不着香, 我们看尊者的答复, 他已经入圣者之流, 是这么个意思。 所以正的虚陀还果, 就是圣人, 就不是凡夫。 一, 出果断境三戒八十八史, 以见真空之理, 而知无我亦无我所矣, 出果, 虚陀还事小城出果, 断境三戒八十八史, 史是烦恼, 烦恼的代名词, 古时候讲史, 就是衙门里面当差的, 像现代的刑警队, 刑警队跟在你后面, 绝对不是好事, 你一定犯法, 他要来抓你的。 这八十八个烦恼, 天天跟着你, 你就不自在了, 你就不得不搞生死轮回, 原因在此的, 这是烦恼。 我们通常把烦恼分为两类, 一个是见解上的错误, 一个是思想上的错误。 这是属于见或见解上的。 三戒就是欲戒, 色戒, 无色戒, 总共有八十八种, 所以称为八十八时, 出果断境了。 八十八种要是把它归纳, 归纳为五大类。 第一个是, 身见, 一切众生都把这个身当作我, 这是错误的见解, 这个见解叫身见。 从这里我们就了解, 出果之人, 绝对不会把这个身当作我, 如果你还把这个身当作我, 保证你没有正到出果。 如果你正到出果, 你不会再把这个身当作我, 你要自己想一想, 我有没有正果, 不就知道了。 还把这个身当作我的话, 没正果。 第二个是, 边界, 所谓边界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相对, 相对就是两边。 譬如经文前面所讲的, 空有是相对, 邪正是相对, 真假是相对。 而我们确实是生活在相对的世间, 爱因斯坦讲的, 相对论, 那个相对在我们佛法讲边界。 这是错误的见解。 第三种是, 戒曲见, 第四种是, 见曲见, 这两种合起来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成见。 某人成见很深, 成见就是非常固执他的看法, 这也是很严重的烦恼。 为什么分成两个? 一个是因, 一个是果。 因上的成见, 叫做戒曲见。 持戒是修行之因, 所以说是因地上的。 佛在经上举比喻说, 这世世尊当年在世, 印度那个时候的确是宗教之国, 佛教以外, 经典上记载, 印度宗教可以算是有名的, 信徒都相当多的有96种外道, 那是宗教。 其中有些宗教持牛戒, 持牛戒是什么? 学牛, 牛吃草, 他也就吃草, 牛给人家耕田, 他也帮人家去耕田, 为什么他要学牛? 这些人都是有修行的人, 都修定, 确实有定功, 他在定中看到牛死了以后升天, 人死了以后堕三恶道。 他一想的时候, 牛能够升天, 这很值得他去羡慕, 去效法, 他也想升天, 于是他就学牛。 你要告诉他, 牛不是这样升天的, 他不相信, 他在定中亲眼看到的。 所以这个成剑就很深了, 这一类的就叫做戒取剑, 它是错误的。 实际上牛能够升天, 是他前世善根成熟, 不是这一生的, 这一生当中, 做牛可以说受果报而不造业, 牛的性情很温顺, 又吃草, 他也不是吃肉的, 替人耕田服劳役, 他是在消业障, 没有造业。 能升天是前世的善因, 前世必定修食善业道, 这一生他的寿命完了之后, 过去生中的善业现前, 这样升天的, 绝对不是吃草, 跟田而升天的, 没有这个道理。 这是举出这一个例子, 把这个因看错了, 不是这个因, 以为是这种因。 世间法里头, 与这个相类似的很多, 我们一一要细心去观察, 去辨别。 剑取剑, 这个剑是剑解的剑, 这是从果上说的。 佛在经上也有比喻, 譬如升天, 有许多人认为 升到天上就究竟了, 旧的永生, 这个见解是错误的。 天人的福报确实比我们人间大得多, 寿命也长。 譬如刀立天, 古时候印度人祭天, 多半都是祭刀立天主, 中国人也不例外, 中国人也祭天, 我们中国人叫玉皇大帝, 玉皇大帝就是刀立天主, 玉界第二层天, 并不很高。 佛告诉我们刀立天人的寿命一千岁, 我们人间一百年, 是刀立天的一天, 刀立天人看我们人间, 人活得很可怜, 寿命只有一天, 一百岁才一天, 如果说五十岁就走的话, 那就是半天。 所以你说人有什么值得骄傲的, 天人看起来真可怜, 时间实在是太短太短了。 刀立天人, 一天是我们人间一百年, 一年也是三百六十五天, 他的寿命一千岁, 我们算起来是天文数字, 寿命是真长, 其实他的寿命并不很长, 天有二十八层, 这才是第二层, 上面还有二十六层, 越往上面去寿命越长。 譬如大家所熟悉的弥勒菩萨, 弥勒现在是菩萨, 现在没成佛, 将来要到我们这个世间来视现成佛, 像释迦牟尼佛一样, 视现八相成到成佛。 什么时候来? 他现在在兜绿天, 兜绿天的寿命尽了, 他下身, 兜绿天在上面, 他到我们人间来视下身。 兜绿天的寿命四千岁, 他是辈辈增长的, 刀立天寿命是一千岁, 刀立天上面是夜摩天, 夜摩天的寿命二千岁, 是刀立天的一辈, 再往上去兜绿天, 兜绿天又是夜摩天的一辈, 四千岁。 时间的时差也不一样, 我们人间四百年, 兜绿天一天, 弥勒菩萨那个地方, 一天是我们人间四百年, 人纵然活上一百岁, 假如兜绿天也是以二十四小时计算, 一百岁的寿命, 在他看起来六个终点, 五十岁三个终点就完了, 这些跟大家讲的都是事实真相。 你想兜绿天一天, 是我们人间四百年, 一年也算是三百六十五天, 四千岁, 他要什么时候到我们世间来成佛? 弥勒夏生经, 里面讲, 五十六亿七千万年, 这个年岁就是这样算出来的。 菩萨从兜绿天下降, 到这个世间来成佛, 是我们娑婆世界贤结第五尊佛, 释迦牟尼佛是第四尊佛, 这个要知道。 现在有很多人说, 释迦佛已经退位, 弥勒佛掌天盘了, 这个说法你能够相信吗? 没根据。 我们说东西要以佛的经典做根据, 佛经典上没这个说法。 实实在在讲, 以刀立天的人来看, 释迦佛在我们这个世间灭度, 到现在时间不长, 以刀立天来算, 玉皇大帝那里算, 他们一天我们人间一百年, 释迦牟尼佛灭度, 外国人的算法是二千五百年, 刀立天才二十五天, 哪有这么快弥勒菩萨就下来了, 没这个话, 这是讲不通的。 必须要明理, 就不会被人家这些说法动摇了。 经典上所说的, 都是真实的。 这是属于错误的见解, 叫做见取见。 非果即果, 不是真正的结果, 把它当作结果, 这是错误的。 真正不生不灭, 真正永生, 只有在佛法, 佛法里面讲的菩提涅槃, 那才是真正的果报, 那就没有错了。 第五个是, 邪见, 邪知邪见, 除了上免这四种之外, 所有一切错误的见解, 包括在这一类。 八十八时可以分为五大类, 出果这五大类统统断掉了, 换句话说, 他知见证, 已见真空之理, 而知无我亦无我所, 他明白这个, 他了解无我, 我尚且没有, 我所有的当然更不执着了。 这是出果须佗环的条件, 这是佛门小学一年级。 诸位要知道, 我们过去生中, 生生世世无量节来, 曾经供养无量无边诸佛如来, 我们在佛教学校里念哪个班? 统统念的幼稚园小班, 中班, 大班, 没有到一年级, 小学一年级从来没有去过, 如果到了小学一年级, 就是正式的学生, 不退转。 出果须佗环就不退转, 未不退。 我们还在三界六道里打滚, 说起来很惭愧, 无量节来念幼稚园, 生生世世都流急, 都不能够往上升, 我们是这么一个样子。 这一生搞清楚, 搞明白了, 要发愤, 要努力, 要脱离幼稚园的班, 要往上面去进取, 这就对了。 二, 虚佗环, 此云, 入流。 跟臣相对, 名为六入, 所以相入者, 时未分别故。 经约, 不入, 名其能空情时矣。 虽名入流, 而时, 魔所入。 可见得入流, 只是一个名词而已。 入的意思, 我们要把它搞清楚。 跟臣相对, 譬如我们眼根队的 叫色尘, 眼根队的试色, 眼所见的统统叫作色, 用这一个字来做代表。 而所听的都叫作声, 都用一个字来做代表。 怎么个入法, 我们看到这个花, 花是不是真的入进去? 没有。 明明花在外面, 没跑到我们里面去, 怎么会入进去? 时未分别, 这个时是第六意识, 第六意识起分别的作用, 这是人, 那是物, 这是花, 那是叶, 分别的是第六意识, 执着是第七时。 第六时只管分别, 他不执着, 第七时执着, 莫那执着。 分别那个病很轻, 执着就严重了。 世尊教须菩提, 实在讲就是教给我们大家, 云和降伏其心。 不执着。 我们的妄心, 就不会有很大的起伏了。 一切法都不执着, 那就对了。 经约不入, 明其能空情时。 虽明入流, 而时魔所入。 明是明了, 明了他把情识离开了, 不执着了, 情识就是第六意识, 第七时。 换句话说, 他能在境界当中不分别, 不执着, 这就叫做入流。 实际上哪有所入? 能入, 所入都没有。 叫他做入流, 因为诸佛菩萨, 身文, 原觉, 对于一切法都不执着, 他也不执着了, 是圣人之流, 这么个意思。 如果我们也不执着了, 说老实话, 我们念佛求生净土, 比虚陀还功夫高多了, 弥陀弟子, 那不一样。 三, 顾曰, 是明虚陀还。 明者, 假明也, 明相也。 下是明句, 皆此一也。 底下, 是明, 很多, 凡是讲到是明, 都是这个意思, 这是一个名称而已。 明是假明, 明是明相。 明相跟事实, 的确是有距离的。 我们要从明相体会它的事实, 体会到事实之后, 不执着明相, 明相只是一个工具而已。 这是说出果, 出果不着香了。 再看看二果。 四二, 明二果离香。 须菩提, 余意云合。 司陀还能做事念, 我得司陀还果不。 须菩提言, 不也, 是尊。 何以故? 司陀还名义往来, 而十五往来, 是明司陀还。 一, 出果禁断玉戒私货上上乃至中下, 共六品。 正二果, 上余下三品货。 三戒八十八品见货断境正出果, 它还有三戒八十一品的私货, 见货容易断, 私货难断。 私货就是错误的思想, 它把私货上上品, 上中品, 上下品, 中上品, 中中品, 中下品, 这六品断掉了, 它就正二果。 上余下三品, 还有下上品, 下中品, 下下品, 这三品没断, 它还要天上人间一次往来。 二, 二果需一往天上, 亦来人间断之, 故称, 亦往来。 然其心中, 十五往来之相。 它却识天上人间一次往返。 它在天上不着天人之相, 它到人间不着人间之相。 这相才有往来, 不着相哪有往来。 由此可知, 往来是从分别, 执着上所现的这个境界, 离开一切分别执着, 密往来了不可得。 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念佛的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如果两边都离开了, 都不执着, 都不分别了, 那就是古人所讲的, 身则决定身, 去则食不去, 就是这个意思, 这是相当高的境界, 一般人的确很难体会。 我在讲经的时候, 有的时候引用现代科学来做证明。 现代科学家知道, 空间是多为次的, 不是一个单纯的。 像我们人居住这个空间, 属于三度空间。 爱因斯坦发现的, 还有四度空间, 五度空间, 现代科学家证实有十一度空间。 实在说空间是无限度数的, 不止十一度, 十一度就很难想象了。 所谓身则决定身, 去为什么时不去。 空间的转变 空间转变的样子, 实在讲就像我们看电视, 频道的转变, 看还是这个荧幕。 我们这个频道看新加坡, 按一个钮, 那一个频道看美国, 美国就现前了, 美国有没有来? 没有来, 都在这一个画面上, 很像这个意思。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换频道而已, 所以叫时不去。 真的西方极乐世界现前了, 娑婆世界不见了。 二果圣人天上人间一往来, 实在讲就是这样的境界。 四三, 明三果离乡, 虚菩提, 余异云和。 阿纳涵能做事念, 我得阿纳涵果不。 虚菩提言, 不也, 是尊。 何以故? 阿纳涵名为不来, 而时无来, 是故名阿纳涵。 一, 阿纳涵, 此云, 不来。 二果禁断玉界下三品或禁。 寄居色界似禅天, 不来人间, 故称不来。 然其心中, 时无所谓来。 二, 因其来亦已无, 故能不来。 是亦假名不来而。 阿纳涵是泛语, 翻成中国意思是, 不来。 二果再进一步, 把玉界底下三品或断尽, 他就不到玉界来了, 这里我们晓得了, 到玉界来要有玉界的因, 没有这个因, 他怎么会来? 三果圣人就是阿纳涵, 他把玉界九品或都断尽了, 玉界的因没有了, 所以他不到玉界来了。 不到玉界到哪里? 到色界, 他住在色界四禅天。 寄居色界四禅, 不来人间, 故称不来。 然其心中, 时无所谓来。 他的心很清净, 从来没有分别我来不来, 没这个念头, 他在四禅天, 在那个地方修行。 我们在佛经上, 仔细去观察世尊为我们说的, 三界六道凡圣同居土, 非常明显的有三处。 第一个是四禅, 四禅一共有九天, 其中有五天都是这些声闻他们修行的道场, 所以四禅是凡圣同居土。 凡夫天有四天, 圣人有五天, 总共是有九层天。 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兜律, 兜律天是凡圣同居土。 有内院, 有外院, 外院是凡夫, 内院是弥勒菩萨, 所以兜律天是凡圣同居土。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世间, 我们这个地球也是凡圣同居土, 确实有菩萨, 有罗汉, 有圆觉, 在我们这个世间住, 也住在这个地球上。 这一些圣者我们见不到他, 他也不愿意见我们, 虽然住在一起, 彼此不相识, 有缘的人, 特别有因缘的人, 偶尔会遇到, 像诸位常常拜颤, 你们拜, 慈悲三昧水颤, 那个里面有个故事, 加诺加尊者是个阿罗汉, 他的道场在四川, 悟达国师害了人面疮, 他是皇帝的老师, 国家有名的这些大夫都看遍了, 没有人能把他治好。 以后想起来, 他在早年遇到一个人, 曾经告诉他, 你有疾难的时候, 将来你来找我, 告诉他, 他在四川某个地方, 在一个山上, 山上有两棵树, 你到那个树旁边去叫他的名字, 你就会找到他了。 他果然找到这么个地方, 真的有两棵树, 加诺加尊者到场现出来了。 尊者是阿罗汉, 用慈悲三昧水给他洗窗, 冤结解除, 他好了。 离开的时候, 没走多远回头一看, 没有了, 一片荒山, 这证明真的我们这个世间, 有阿罗汉居住, 我们看不到, 他有他的宫殿, 他有他的道场, 这是《慈悲三昧水颤》里面记载的, 决定不是假的。 悟达国师不会打妄语, 不会骗我们的。 另外一个, 我们净土宗第四代的祖师法照大师, 法照大师早年在恒山南岳, 河南的南岳, 他出家修行, 心地非常之好。 有一天早斋, 早晨吃粥, 那个时候过堂吃饭, 出家人都用拨, 拨里面剩的是稀饭, 粥。 他们正在念公养咒, 公养咒念完准备吃饭, 眼睛一看那个拨, 拨里面献得有香, 就像电视一样, 献了画面, 他仔细一看, 看得很清楚, 看到里面有金碧灰黄大的寺庙, 那个山, 路都看得很清楚, 很明白, 看了很久, 以后没有了, 这个香没有了。 他吃完饭之后, 就把这个事情给一些同餐道友, 几个比较要好的人告诉他, 他看到这个香, 结果有人就跟他讲, 他说你所讲的这个好像是舞台山, 于是他就发心去朝舞台, 舞台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 他一到舞台山, 很熟。 果然跟他看得是一模一样的, 那个路他都很熟, 他就寻这个路去找, 找到了大圣竹林寺, 就是他在坡里头看到的。 他就进去了, 文殊菩萨, 普贤菩萨在那里讲经说法, 有两万多人围绕着在那里听经, 他这个作息大概都是这样的, 前面一排人都不愿意做, 后头都做梦了, 他后来的没有地方做, 就到前面来做了, 所以距离文书菩萨就很近了。 菩萨讲经完了之后, 他上前请教, 末法时期众生业障很重, 修哪一种法门容易成就, 文殊菩萨就叫给他, 修念佛法门。 念哪一尊佛? 念阿弥陀佛。 文殊菩萨自己念了几身, 教给他念, 他就学会了。 以后离开大圣竹灵寺, 沿途想做做记号, 下一次来不要忘记, 结果回头一看, 荒山一片, 道场没有了, 这才知道, 文殊菩萨真的在五台山, 无缘的人见不到, 他的宫殿是七宝宫殿, 菩萨的宝杀。 法照本来是参禅的, 以后专修念佛法门, 他在文殊菩萨那个地方学的念佛的腔调, 于是乎就提倡, 叫武会念佛, 所以人家称他叫武会法师, 就是称法照, 是我们净土宗四祖。 诸位要晓得, 现在我们也听到录音带有武会念佛, 这一个谱字是民国初年, 民国二十几年, 也是一位法师, 我记不清楚了, 是一位法师写的, 这一位法师懂得音乐, 写了一个谱, 取这个武会的意思。 这个乐谱, 我是1977年在香港讲经, 在谈虚老法师的中华佛教图书馆里面看到的, 看到有几本, 已经很旧了, 几十年前的东西了, 我看到也很欢喜, 我对音乐不太懂, 但是看到很欢喜, 因为我知道法照禅师这个故事, 看到这武会念佛, 我就把它带一本回台湾, 在台湾就翻印, 翻印也印得很多。 以后我们台湾有一位法师法展法师, 跟我同届, 年龄比我大一点, 他懂音乐, 没出家之前, 喜欢唱歌懂音乐, 以后他在中立元光佛学院教书, 就拿这个谱字去教他们唱。 所以他们唱一段时期之后, 就录了一个带子来流通。 这个带子我听了一听, 我感觉的不是法照禅师所传的, 为什么? 这个佛号念的, 最要紧念的心要定, 要把自己的清净心念出来, 这是正确的。 他那个武会念佛的声调很好听, 像唱歌一样, 不能教我们定心, 换句话说, 那就对修行没有帮助。 我们要修清净心, 我们要修一心不乱, 那个声调没有办法达到一心不乱。 但是有好处, 当做音乐表演, 可以接引出击, 很好。 接引出击很好, 那就很有功德了。 真正修行, 不行。 那个声调不行。 所以真正修行, 诸位一定要细心去体会, 这个声调能叫我心定下来, 能把我那些妄念统统念调, 那才有用处。 种种念佛的音调, 我们仔细去观察, 哪一种适合于自己。 像现在我们做了不少念佛机, 念佛机里面的声调, 大概是台中联社的, 李炳南老居士那个地方的念佛声调。 这个声调很单纯, 四个字阿弥陀佛, 听久了确实心会定下来。 这是说明凡圣同居土, 我们这个世间真的有菩萨, 有阿罗汉, 住在我们这个世间, 我们凡夫不认识, 凡夫也见不到。 而这些圣者常常会化身在世间, 与佛菩萨有缘的, 可能你就遇到了, 虽然遇到, 你也不知道他是菩萨, 他也不会告诉你, 我是什么菩萨, 他不会讲的, 这个事情有。 我有一个老师的太太, 在抗战期间, 我念中学的时候, 我们校长的夫人, 周邦到周老师的夫人, 胜利以后他住在南京, 在南京遇到的藏菩萨。 那个时候他还不信佛, 的藏菩萨到他家, 跟他话相由, 也不多, 好像只化五金香油, 他没有给他, 以后很后悔, 他没给他。 得藏菩萨就走了, 走了之后, 他突然想起来, 那个时候他住的院子很大, 庭院很大, 院子外面有大门, 当中还有二门, 到里面住家是第三个门, 门都是关着的, 所以突然想起来, 这个和尚说他是九化山来的, 走了以后才想起来, 他怎么来的? 门没有开, 他突然走了, 也没有人替他开门, 没有看到他开门走。 所以这个疑问始终他就不解, 就是身平遇到这么一桩怪事情, 他说真的他不是在做梦, 是白天, 一个出家人从九化山来的, 跟他化香油。 以后到台中, 他学佛了, 把这个事情问李老师, 李老师就告诉他, 地藏王菩萨, 他才晓得地藏王菩萨化身来的。 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可能就会遇到佛菩萨, 只是不知道, 不晓得。 佛菩萨非常慈悲, 常常照顾我们, 我们不认识。 这是这一个世间凡胜同居土。 四四, 明四果离香。 须菩提, 余异云和。 阿罗汉能做事念, 我得阿罗汉道不。 须菩提言, 不也, 世尊。 何以故? 十五有法, 明阿罗汉。 世尊, 若阿罗汉做事念, 我得阿罗汉道, 即为这我人众生受者。 这是四香巨族, 四香巨族是凡夫, 哪里是阿罗汉? 一, 阿罗汉, 此云无身。 三果于四禅天, 静断上二戒七十二品丝或静, 辨证无身法忍, 不受后有。 生死从此了义, 故称无身。 然其心中, 十病法亦无知。 因其无法, 则生灭心习, 故曰无身。 是亦假名无身而。 阿罗汉, 此云无身。 三果于四禅天, 静断上二戒七十二品丝或静。 静是静步, 再往前推进, 向上推进。 上二戒, 就是色戒跟无色戒。 色戒四禅, 无色戒四天, 总共八层。 每一层里面有九品烦恼, 私货, 九八是七十二, 这七十二品或断尽了, 色戒的因没有了, 无色戒的因也没有了, 出了三戒, 这样超越了三戒。 便正无身法人, 这是真的不身了, 不会再到六道里面来轮回, 六道里面的生死没有了。 所以他真的正了魔身, 正无身法人。 不受后友, 后友就是死了以后还要投胎, 那就有了, 阿罗汉没有了。 我们很麻烦, 死了还要投胎。 第藏经, 上讲的, 顶多七七是四十九天, 又投胎去了。 你要是明白这个真相, 你就要晓得千万不能死, 死了就不得了, 那个麻烦才真大。 这是真的, 实实在在的。 我们学佛, 说实在话目的何在? 不死。 能做得到吗? 能。 念佛往生, 往生不是死。 有很多人误会, 以为念佛人都是求死, 这大错特错, 这个误会太严重了。 所以有很多人不敢念, 弥陀经, 念, 弥陀经, 是送死的, 这是很大的错误。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诸位要知道, 活着去的, 没有说是死了去的。 活着去的, 没死。 你是活的, 你没有断气, 你的头脑很清楚, 眼睛也看得见, 耳朵也听得见, 嘴巴也会说话, 哪里叫死人? 临终的时候看到阿弥陀佛来接引。 福报大的, 福报大就是临走的时候身体很健康, 告诉旁边家清卷属, 佛来了, 来接引我, 我跟他走了, 你看是活着走的, 哪里是死的走的。 福报差异等的临终生病, 但是他头脑清楚, 大家给他念佛, 给他助念, 他也跟着念佛, 临走的时候, 别人以为他嘴巴在动, 他念佛走的, 其实最后那个嘴巴在动不是念佛, 他是告诉大家佛来接引他, 他要走了, 嘴巴在动, 没有声音, 没有气力, 说不出来, 是这样的情形, 何况我们在这些年当中, 我们见到的, 听到的, 站着走的, 坐着走的, 欲知实质, 没有病苦, 很多, 我们在台湾, 台湾这四十年当中, 念佛真正往生, 最保守的估计也在五百人以上, 这是真正难得, 这么一个小的地方, 这么短的时间, 这么多人往生, 其中站着走的, 台南将军乡的一个老太太, 这是民国五十七年的事情, 我是五十八年在佛光山, 跟星云法师在一起, 我帮助她, 那是头一年的事情, 就是五十七年, 佛光山那个时候刚刚开山, 那一块空地只有一栋建筑物, 就是她那个佛学院, 最早的就是一栋建筑物, 佛光山的工程一年到头都没有中断, 所以有长工, 包给他们做的, 其中就有一个是将军乡的工人, 我有一天晚上, 带着大概有二十几个学生, 夜光很好, 我们在树下赏月, 在讨论课程, 这个工人走到我们的圈子来了, 我们也欢迎他, 你来听听佛法也不错, 他坐下来之后, 他给我们讲佛法, 我们洗耳恭听, 听他讲他的邻居, 老太太往生的瑞香, 这个老太太一年前往生的, 这个老太太不认识字, 心地很好, 非常慈悲, 也不懂什么叫佛法, 佛也拜, 神也拜, 土地公也拜, 到处都拜, 三年前他儿子娶了个媳妇, 媳妇懂得一点佛法, 就劝他不要去乱拜, 在家里面专拜阿弥陀佛, 专念阿弥陀佛, 求生净土, 这个老太太很难得, 她听她媳妇的话, 果然就在家里老实念佛, 念了三年, 欲知实质, 不过她没有跟家人说, 在事后我们想一想, 可能跟家人说家人会阻扰她, 所以她不讲, 那一天晚上吃晚饭, 她就交代家里人, 她说她要洗澡, 你们先吃饭不要等我, 家里的人饭开了, 还是等她, 等她等了很久没出来, 到里面去看看, 确实洗了澡, 叫她没有声音, 她家有个小佛堂, 老太太洗完澡换了衣服, 穿了海青, 在小佛堂里面, 手上拿着念珠, 面对着佛像, 站在那里, 叫也不答应, 仔细一看, 死了, 往生了, 站着走的, 才晓得这个老太太欲知实质, 不告诉家人, 没有人干扰她, 自自在在往生了, 那个工人给我们讲了一个多钟点, 劝我们要念佛, 念佛往生是真的, 我亲眼看到的, 实在是事实, 不是假的, 念佛往生净土。 十年前, 在美国旧金山, 这个事情是干老居士告诉我的, 是他亲戚的朋友, 也是很熟的人, 一个老太太。 在美国老人很寂寞, 美国地方大, 出门没有车, 是决定不行的, 老人在家里不会开车, 就做家事, 照顾家庭。 这个老太太也不例外, 照顾自己的儿子, 媳妇, 照顾孙子, 在家里烧饭, 洗衣服, 做这些家事。 每天早晨, 早饭都是他烧的, 这一天, 他儿子, 媳妇起来的时候, 老太太没烧饭, 就感觉的很奇怪, 怎么今天老太太这么晚还没起来, 就去敲她的门, 门一打开, 老太太盘腿坐在那个地方, 叫她也不答应, 再一看, 往生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往生, 坐着往生的。 这个老太太很有趣, 她床上旁边摆了有好几套的衣服, 校服, 儿子的, 媳妇的, 孙子的, 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坐的, 统统坐好了, 都摆在旁边, 还有一株老枣写好了, 摆在旁边, 欲知实质。 这都没有人看见, 大概是家人上班, 小孩上学了, 她在家做这些校服, 连后事她都自己准备好了, 都是念佛往生的。 所以这种情形, 至少三个月之前就晓得哪一天走, 她才有这么多的时间去做衣服, 不可思议。 类似这些事情, 实在讲我们看到很多。 谭虚老法师在念佛论后面说过, 站着走的, 坐着走的, 欲知实质, 不生病的, 她一生当中见到二十多个人。 听别人讲的那就很多了, 那这个不论, 亲眼看到的二十多个人。 向台北李济华居士往生, 那也很不可思议。 李老居士八十多岁, 他大概是二个月以前就知道, 知道自己哪一天走。 所以星期假日出去看看朋友, 见最后一次面, 他也不告诉人。 走的那一天, 他们念佛团聚会, 大家在一块念佛, 念一支箱跟打佛七一样, 当中讲开示, 请他老人家讲开示, 通常开示讲半个小时, 他那一天高兴了, 讲了一个半小时, 恳切地劝大家念佛。 讲完之后, 向大家告辞, 我要回家去了。 人家认为他八十多岁, 讲一个半终点讲累了, 他要回家去了。 他下了讲台, 讲堂隔壁就是客厅, 他在客厅沙发上一座往生了, 你看看, 往生之前讲一个半终点, 音声洪亮, 没有一点改变, 下台说走就走了, 这是我们亲眼看到的, 哪里是假的? 不信, 那真的叫梅伏。 这个法门是善根伏的因缘, 你不相信是梅伏。 世间是假的, 一场空, 唯有念佛求生净土, 这是真的。 真的不相信, 信假的, 鱼吃到了极处。 这说明, 不受后有, 真正能往生就不受后有, 以后六道生死轮回再也没有了, 永远把这问题解决掉了, 这才叫大丈夫, 这才叫英雄好汉。 生死从此了已, 故称无生。 然其心中, 实并法亦无知。 因其无法, 则生灭心习, 故称无生。 事亦假名无生儿。 事相上讲, 他真的不会到三界来投胎, 不会舍身受身, 六道轮回的生死永远断掉了。 阿罗汉不但没有这个执着, 就连断上二界七十二品的烦恼念头都没有, 并不以为我断七十二品私货, 他没有这个念头, 连修学的法都不执着, 所得的果更不会执着。 由此可知, 世尊建立这些明相, 实在是为解说方便起见而建立的。 相是假相, 明是假明, 因此明与相都不可以执着。 举这么多例子, 这是从正果的人来说, 人家因为不执着才能够正的, 稍稍有一点执着就不能正果。 二, 阿罗汉一云杀贼, 杀烦恼贼之意。 又云硬弓, 以一切漏尽, 当受人天供养之意。 阿罗汉, 有三个意思, 杀贼, 硬弓, 不生, 涌入涅槃不再受生死果报。 杀贼是杀烦恼贼。 有一些人, 看到佛经的这些名词术语, 感到很奇怪, 佛家不杀身是第一条大戒, 怎么阿罗汉还杀贼? 贼是比喻, 贼偷窃我们的东西, 我们的财物受了损失。 烦恼能够障碍我们的智慧, 障碍我们的德能, 好像烦恼把我们的智慧德能给偷走了, 把他比喻做贼, 贼灭掉了之后, 我们的财物就不会受损失。 取这个意思, 不是真的贼, 是烦恼, 贪, 甜, 吃, 慢, 是讲这个。 又云应供, 应供的意思, 应是应该, 供是供养, 应该接受天人的供养, 为什么? 他是福田。 我们供养阿罗汉, 真的种福, 他是福田。 所以供养他, 让一切众生得福。 我们读了, 金刚经, 就晓得, 阿罗汉的福田不大, 金刚经, 上所给我们讲的无上福田, 的无量福德, 那是超过阿罗汉太多了, 我们应当要认真的来学习。 这事是尊引用小臣四果, 说明不分别, 不执着, 所得的成就。 底下这一段, 尊者为我们献身说法。 他自己出来做见证, 这就更亲切, 更容易去体会, 去了解, 却确实实是要离一切相, 不应该这项。 我们看尊者所说的。 四五, 师资正成约当机无的阵影佛说。 世尊, 佛说我得无正三昧, 人中最为第一, 是第一离遇阿罗汉。 世尊, 这是对佛尊敬的称呼。 佛说我得无正三昧, 没有说如来说, 佛说, 这个地方就有差别, 佛是指释迦牟尼佛, 是从相上讲, 不从性上讲。 释迦牟尼佛常常称赞他, 他的无正三昧。 人中最为第一, 是第一离遇阿罗汉, 这是释迦牟尼佛在大众当中, 夸奖须菩提尊者, 他有特长。 什么叫, 无正三昧? 要知道, 实在说我们要学习。 今天的社会是个竞争的社会, 什么都要争, 如果你不争, 你就得无正三昧, 世间人不赞叹你, 佛菩萨赞叹你, 这个要知道。 一步与物净, 一切平等。 由不自视, 故能无正。 不与物净, 竟是竞争。 这个地方没有说不与人竞争, 说个物, 物的意思比人范围要大得多。 不但我们不与人真, 我们不与鬼神真, 我们不与天真, 我们也不与大梵天王真, 这个物就都包括了, 如果用, 人, 不能包括, 物的范围大。 不与物净, 我们不与一切众生竞争。 一切平等。 由不自视, 故能无正, 凡事有真值, 一定是执着自己的成见, 自以为是。 两个人都自以为是, 这才真值, 你以为是, 我不自以为是, 这就没事了。 你争我让就争不起来。 打架, 两个队打才打得起来, 一个打, 一个让, 打不起来。 吵嘴也是如此, 两个人对骂才很热闹, 一个人骂, 一个人不吭气, 他就不会骂了。 由此可知, 打架的人, 吵架的人, 两个人程度一般高, 一个高, 一个低吵不起来, 程度高的会让, 吵不起来, 这个要学, 学会了你一生都很幸福。 你要是跟人家吵架, 自己要生惭愧心, 我跟他一样的, 不一样怎么吵得起来。 我们小时候念书, 现在学校跟从前教育不一样, 现在民主自由, 老师对学生很客气。 我那个时候念书, 老师很尊严, 学生犯过失, 体罚, 打手心, 罚贵, 两个同学吵架, 两个人统统罚贵。 我们做学生的, 心很不服气, 明明知道这个同学有理, 那个同学没有理, 为什么两个人一起罚贵。 到以后学佛才明白, 两个一样的, 罚得对, 一点没错, 如果一个真的好, 好的会让, 不会闹事, 吵不起来, 一定是一样的, 两个都罚绝对正确, 才晓得老师没做错, 我们想错了, 我们有偏见, 老师做的是对的。 由不自是, 这一句话很有道理, 不要自己以为是, 不要自己以为很能干, 不要自己以为很聪明, 都是招惹是非, 都是招惹麻烦。 现在社会所讲, 你保持一个低姿势, 好。 不要跟人相争, 尤其是学佛, 从哪里学起, 与人无真, 于事无求。 无真无求, 一切就放下了, 一切就不执着了, 念佛往生没有障碍。 念佛不能往生, 就是因为你还有真, 你还有求, 有真有求吃亏的是自己, 亏吃大了。 不能往生, 还继续不断地搞六道轮回, 你说这个麻烦大不大, 这个亏吃大了, 所以先要学无真。 须菩提尊者于一切人事物都不争, 是尊赞叹他, 标榜他, 就是教我们学他, 用意在此地。 二, 无真, 则不恼他, 意在守护他心, 令不生恼。 修辞三昧, 岂非大辞。 这是大辞大悲, 就是不要让别人生烦恼。 假如那个人见到我就讨厌, 怎么办? 我们看到他来了, 赶快躲开。 这是修什么? 修大慈悲, 不是怕他, 是不让他生烦恼, 这是菩萨行, 真正学佛就要从这些地方学起, 从这个地方下手。 三, 三昧, 此云正寿, 意约正定。 不受诸寿, 苦, 乐, 忧, 喜, 舍, 明正寿。 一切不寿, 则不为一切所动, 是为正定。 三昧, 此云正寿, 三昧是泛语音译过来的, 翻成中国的意思叫正寿, 寿是享受, 正寿是正常的享受。 意约正定, 也翻作正定, 三昧也可以当作定奖。 不受诸寿, 我们凡夫有寿, 寿就是有享受, 你享受的是些什么? 你所有一切享受归纳起来, 不外乎这五种, 苦, 乐, 忧, 忧, 舍, 深知享受是苦乐, 心的享受是忧喜, 我们讲精神的享受, 物质的享受。 物质享受里有苦乐, 精神享受里有忧喜, 苦乐忧喜都没有的时候, 叫舍受, 这是统统都没有, 很平淡的, 这叫舍受。 舍受好, 时间很短, 不长。 舍受要是长了, 那就是定, 就叫三昧。 它不长久, 它是短暂的, 一会儿烦恼又起来了。 不受这五种受, 这才叫正受。 一切不受, 则不为一切所动, 是为镇定, 因为不受, 当然不会被外面境界动摇, 换句话说, 不会被外境干扰。 心就是定的, 心是清静的, 这叫做镇定。 四, 然此三昧之所以成者, 则由于人, 我, 是, 非之相皆空而。 它为什么能得到无正三昧? 是相断了, 所以能够忍世间人不能忍的, 世间人没法自忍的, 它能忍。 世间人何以无法忍? 因为有我, 有人, 有众生, 有受者, 你就没法子。 佛菩萨, 阿罗汉为什么能忍? 无我, 无人, 无众生, 无受者, 你骂他, 他绝对不会答复你。 为什么? 他, 无我, 你骂谁, 你骂了半天, 他, 无我, 他没接受, 我们被人家一骂, 我们马上就生气了, 为什么? 他这一骂, 我马上就受过来, 就接受了, 很快就接受过来, 这一接受过来, 他就有反应。 阿罗汉无我乡, 他这一骂都落空, 没人受他的。 细细想这个道理, 如果从今之后, 再有人骂你, 你马上就生气了, 你去想想, 怎么我就接受了? 接受应当受好的, 不好的不要接受, 要明了。 真有功夫的人, 好的赞叹, 恭维也不接受, 心在境界里保持清静如如不动, 才较高端的功夫, 这是应当要学的。 真正的事实的真相, 人家四乡都空了, 四乡都不执着了。 五, 虽得无证三昧, 而不存有所得心。 是自忘其在定义, 此为离三昧障。 乃真得无证, 真得三昧。 故称, 第一离遇阿罗汉。 这里面有两句话很重要, 自忘其在定, 这个定是很深的禅定, 像是尊在, 冷言经, 上讲的九次地定, 阿罗汉所振的九次地定。 忘其在定, 他不像四禅天他们所得的禅定, 四空天所得的禅定, 因为他执着我得出禅了, 他就生出禅天, 我得二禅了, 他就生二禅天, 尊者已经的第九定了, 他没有说他的定, 他还在人间, 跟我们大家混在一起, 他真的得定了, 并没有执着在定上。 由此可知, 世间禅定四禅八定, 四相没破, 我得定了, 有我相, 我相的对面是人相, 人相的对面是众生相, 众生相相续不断是受者相, 受者相是讲时间, 相续不断。 四相具足, 所以他出不了三界, 不能的胜果, 就是因为他执着有四相, 虽然的第八定, 还比不上一个虚陀环, 道理在此的, 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 我们所修的法门, 认真修学, 心理干净, 不以为然, 不以为我修得怎么样了, 不可以有这个念头, 有这个念头是者相了。 即使正果, 也要像这些圣人摆的这个例子, 他自己并没有说他正果。 我们说他正果, 他自己绝对没有这个念头, 我正果了, 我得什么法了, 没这个念头, 亦有这个念头四相具足, 这叫, 离三昧杖。 由此可知, 世间的四禅八定都有杖, 他住在这个定里头, 那就叫杖。 他把这个法也空掉了, 果也空掉了, 杖没有了, 这叫, 真得无正三昧。 世尊赞叹他, 称为, 第一离遇阿罗汉。 六, 不但于一切人中最为第一, 即以阿罗汉之离遇言, 亦称第一也。 人中离遇第一, 就是, 与人无真, 于事无求, 他第一, 就在阿罗汉同学当中, 他的功夫也比别人高, 也算是第一。 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 金刚班若研习报告 第25卷新加坡佛教居士 林荡明, 9年2月3年2月5。 请看, 金刚经讲一节要, 卷三, 经本第六十页。 四六, 陈离香。 我不做事念, 我是离遇阿罗汉。 虚菩提尊者也是一个正果之人。 前面说过, 小陈四果虽正胜果, 心中也是若无其事, 当然虚菩提也不例外。 不过, 虚菩提常常被世尊赞叹, 他是第一离遇阿罗汉。 他在此地说, 他从来也没有这个念头, 他是第一离遇阿罗汉。 四七, 是所以返显。 世尊, 我若做事念, 我得阿罗汉道, 世尊则不说虚菩提是乐阿兰纳行者。 这是从反面说, 如果虚菩提有这个念头, 我证阿罗汉果了, 我是四果阿罗汉。 世尊常常又赞叹他是离遇阿罗汉, 要有这个念头, 世尊就不会对他赞叹, 不会说他是一个喜欢阿兰纳行者。 这里面这些名像术语, 我们在注解里面看。 一, 阿罗汉道, 即未离遇。 阿兰纳, 此云寂静, 亦云无事, 心无事相。 相近于外, 心习于内, 内外聚集, 无时不敬也, 即无正三昧之别名。 阿罗汉道, 即未离遇, 这个遇就是世间的七情五遇, 也就是见思烦恼, 三界见思烦恼断尽了, 这才震阿罗汉。 阿兰纳, 此云寂静, 就是非常安静。 阿, 当作无的意思, 如果照字面上来翻译, 这都是泛语音译的, 阿翻作无, 兰纳, 翻作热闹的场所, 无, 是不热闹, 没有热闹, 就是很安静的地方, 意思是这样子。 它是寂静, 所以也叫, 无是。 心无是乡, 这是从更深的意思去说, 字面上, 表面上的意思, 就是没有这些嘈杂的, 环境非常幽静, 我们现在说听不到杂音, 这地方就叫做阿兰纳。 佛法以这些名向往深处去积会。 心无是乡, 这是从大臣上说, 如果小臣, 完全在是乡上讲。 大臣, 阿兰纳就不一定是是乡上, 很繁华, 很热闹的场所, 大臣人心清静, 不为境界所动, 不为境界所染, 那是住真正的阿兰纳。 大小臣的说法不一样, 这个意思完全取大臣境界。 相近于外, 外面六臣境界相, 不但不执着了, 连分别的心都没有, 这才叫静, 静是分别, 执着的心没有了, 完全没有了。 心习于内, 心是定的。 这两句话就是, 金刚经, 的, 不取于相, 如如不动。 相近于外, 不取于相, 心习于内, 如如不动。 内外聚集, 无论是什么样的热闹场面, 它都是清静。 别人看到很繁华, 很热闹, 而一个修定的人, 他在这个境界里是清静的。 我们在华言经, 看到这些法身大士们, 他们修禅定, 都是在闹事修行。 我们凡夫看不出, 看到这些人, 在热闹场合当中, 他也来玩玩, 不知道他在那里修定。 那种境界他不起心, 不动念, 他是修定。 无时不敬也, 即无正三昧之别名, 这是须菩提尊者所得的。 二, 乐阿兰娜行, 为心之语行, 契合无见, 即正德之义。 乐, 这个字念破音字, 不念, 乐是当快乐奖, 念, 念去生, 乐是爱好, 喜欢的意思。 这就是他非常喜欢安静, 非常喜欢寂静。 为心之语行, 契合无见, 即正德之义, 这一句在这个地方意思取正果, 他契入这个境界, 入了寂静的境界。 凡夫跟他们比较, 就显示出很大的不同, 这些地方我们要知道, 更要学习, 学习才是真正的修行。 三, 凡夫所以其念无他, 未能忘情于能得, 所得而。 能得是我乡, 所得是人相, 能所不一是众生相, 直持不断是受者相。 作一的念, 则四相具足。 凡夫所以其念无他, 未能忘情于能得, 所得, 这是凡夫跟他们不一样的, 不但是四果能得, 所得没有了, 出果须陀还就没有这个念头, 何况四果罗汉。 凡夫得失心很重, 坚固的执着。 得一定有能得, 有所得, 有能所。 能得是我乡, 以为我得到了, 他坚固执着有个我, 我得到了。 所得的也用一个字做代表, 叫, 人相, 也就是我的对面, 我所得到的, 这个人相不一定是人。 我们得到钱, 得到物, 得到什么, 都用这个字来做代表, 代表你所得到的, 这是, 人相。 能得, 所得不一样, 能得的心不一样, 种种心, 诸位要细细去体会, 你能够发现, 所得的物当然更不一样, 更不相同, 这就叫做, 众生相。 直迟不断是受者相, 这个能得所得的念头, 它不会断, 坚固的执着, 相续不断, 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时间。 这里头有时间, 时间就是说之为, 受者相。 金刚经, 这四相, 倒很像现代科学家所讲的四度空间。 四度空间里有时间, 时间加在里面就变成四度空间, 很有这个味道。 做一的念, 则四相具足, 有得的这个念头, 再轻微的念头, 四相就具足。 四相若具足, 不但不是菩萨, 小成四果也不是, 诸位一定要知道。 从前我们读, 金刚经, 若菩萨有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即非菩萨。 他不是菩萨, 那是不是阿罗汉, 是不是虚陀还。 现在我们明白了, 连虚陀还也不是, 何况是菩萨。 你才晓得凡圣差别在哪里, 凡夫者相, 圣人不着相, 四相都没有了。 这是凡夫比不上他们的地方。 要是论福报, 不要说虚陀还, 连似果罗汉, 我们在乡上看, 而不从性上看, 性上看是另当别论, 从法乡上看, 天王, 刀利天王, 大犯天王, 那个福报之大, 好像他们没法子能比。 如果论福德性, 当然他是圣人, 他四相都离, 他的福德实在讲是无量福德, 不是大犯天王能够跟他相比的, 大犯天王所得到的是福德相, 不是福德性。 这些圣者他们所证得的是福德性, 所以福德实际上讲不可思量, 这是真实的。 四, 不失者若存有所失, 罪亦至得亦满。 故发大心, 行大行者, 万不可住相也。 不失者若存有所失, 罪亦至得亦满。 这世世间人许多都有这个心态, 不失做得很多了, 功德做得很多了, 那个身体都轻了, 轻飘飘的, 这世得亦忘形, 自以为修了很多福, 自以为做了很多好事, 实际上他是修了福, 是做了好事, 完全折了相。 我们知道他的福报并不很大, 他所得的福是很有限的, 与他所修的是成正比例。 佛在这不经就是教给我们行于不失应当不执着, 不执着, 你所得的福就大了。 为什么? 不执着, 你所修的变成福的信, 信是无量无边, 包含虚空法界, 所以那个福报非常非常的大, 真正不可思议。 故发大心, 行大行者, 这些意思都要记住, 什么叫做发大心? 不可以忘掉。 前面所说的, 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要度一切众生, 令一切众生皆入无于涅槃而灭度之, 这叫大行。 什么叫行大行? 空有两边不着, 行于不失, 这叫大行。 菩萨从初发心一直到成佛, 都是修这个行门, 所以这个行门称之为大行。 前面已经说的很多, 一定要很清楚, 很明白, 在日常生活当中两边不住, 就是大行。 万不可住相, 一住相就不是佛法, 这个诸位要知道。 一住相, 你所修的是世间的有漏福报, 不是佛法。 四八, 证明。 以虚菩提实魔所行, 而明虚菩提是勒阿兰纳行。 这一段的意思很深, 不能够轻易看过, 要细心去体会, 解释虽然不多, 但是很重要。 一, 必得而无其所得, 乃未真得。 若有所得, 便未非得。 必得而无其所得, 必是必须, 非常肯定的语气, 亦丝毫犹豫, 怀疑都没有, 必定要这样, 要得而无所得, 乃未真得。 若有所得, 便未非得, 你有所得, 你一样也没得到, 这话大家听了懂不懂。 没有的才叫得到, 得到了, 还没有得到, 这是什么话。 这话叫我们听起来迷迷糊糊, 简直颠倒。 如果前面你要都听懂, 你就会点头, 你就认为这话说的是正确的, 是对的。 为什么说有所得了, 你就什么都得不到。 实在讲, 这些道理都在, 金刚经, 的后面, 我们现在还没念到。 能得的是一个观念, 能得的是心, 心里有这个念头, 我能得, 我们就说它是心, 金刚经, 后面讲,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你拿什么能得。 所得的是香, 凡所有香, 皆是虚妄, 你所得的也不可得, 能所皆空, 你到哪里去的。 佛给你讲真话, 你反而不明了, 说假话骗你, 你还挺相信的, 你不是迷惑颠倒吗? 为什么说, 得而无奇的, 那就是真的。 真的是性, 真如本性, 本性里面本来具足万法。 真如本性本来能生万法, 你要是见了性, 你真的就得到, 你一样都不缺乏。 我们读, 普门品, 看观世音菩萨, 观音菩萨在虚空法界, 无量无边诸佛差土, 哪个地方有众生心理想求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立刻就献身去帮助他。 应以什么身的度, 菩萨就献什么身, 应当给他说什么法门, 菩萨就给他宣说什么法门。 我们听到了, 这叫神通广大, 这个广大的神通, 就是他所得的。 他怎么得的, 得无所得而得的。 我们今天样样执着, 以为有能得, 以为有所得, 这个能力是一样也没有。 我们的并就在此的, 就是坚固执着有一个能所。 这一条从果上讲的, 你真正明白, 才会把得的念头放下, 这才能够入圣人之流。 底下一条讲音。 二, 必行而无其所行, 乃为正行。 若有所行, 便为非行。 行是行菩萨道。 如果你所行的, 你执着有所行, 就不是菩萨道, 不是菩萨行。 班若经, 上讲的菩萨行门六条纲领, 不施、持戒、忍辱、 精进、禅定、 班若、 菩萨所行总不外这六条。 如果你自己觉得我修不施, 我持戒、 我修忍辱, 你就是有所行, 这不是菩萨行。 不是菩萨行是什么行? 善行, 是法里面的善行。 不施、 持戒、 忍辱、 禅定、 般若都是世间善行。 世间善行, 将来的三善道的果报, 那不是菩萨。 所以必须要行魔所行。 要不要行? 要行, 六度都要行。 前面跟诸位说了, 认真努力去修六度, 不着空, 虽行, 若无其事, 心里头无其所行, 若无其事。 不但没有执着, 连分别的念头都没有, 这叫做菩萨行。 我们必须要辨别清楚, 菩萨行跟我们一般善行, 到底差别在哪里? 如果论是相上来讲, 可以说毫无差别, 差别在用心。 菩萨的心是清净的, 凡夫的心不清净, 有妄想, 有分别, 有执着。 我们想到这个地方, 真的好难。 我们修一点点小布施念念不忘, 唯恐忘记, 还要把名字刻上。 道场里面, 建道场, 建一根柱子, 他出了多少钱, 上头都要刻他一个名字, 唯恐忘掉了。 这香, 这得多深。 印一本书, 后头也要把名字印上, 某某人印的, 我送的, 这功德很大。 果然有这个心, 有这个念头, 那就错了, 你所做的是人天的小善。 如果没有这个心, 没有这个念头, 可不可以再上养刻几个名字, 提个名字。 也可以。 只要不着想就行。 不着想为什么还要有个名字? 接引众生, 这好事情, 希望别人看到这个好事, 他能够跟着一起来做, 这是菩萨的大悲心。 如果他自己真的, 那个名字是唯恐自己这个功德会丢掉了, 将来没有人承认, 那就坏了, 那就错了, 那你就完全是这项。 这个诸位要知道。 所以你想想看, 我凡夫印一本经, 后头有一个名字, 菩萨也可以印一个名字, 但他不着想, 我们这项。 我们的用意, 我们的用意, 唯恐人家不知道我们做了好事, 菩萨是希望别人跟进, 他是这个意思, 用心完全不相同。 他的心是清净的, 我们的心是染污的, 理事都要搞清楚, 然后知道我们应当如何来学习, 换句话说, 如何去过佛菩萨的生活。 我们学这个经的目的, 无非在此。 希望我们改变凡夫的生活方式, 去过佛菩萨的日子, 这才叫没有白学, 学了才真正的受用。 三, 云和无其所得, 无其所行, 不做事念也。 不取不住, 无住使有入处。 云和无其所得, 无其所行, 现在我们晓得了, 无其所得, 无其所行, 才是菩萨行。 要怎样才能做到? 不做念事也。 不取不住, 无住使有入处。 无住就是真心, 就是本性, 就是佛与大菩萨的行持。 这交给我们, 怎样才能做到无其所得, 无其所行, 只要我们不做念, 没有这个念头, 说得明白一点, 没有这个分别, 没有这个执着, 不取相不住向就行, 这样佛在, 金刚经, 上交给我们, 无住的宗旨我们才能够得到, 入处就是得到。 得要得无其所得, 就是你真正得到。 须菩提尊者在这一段为我们现身说法, 前面说四果是泛指, 并没有指定哪一个人, 这是一般小乘四果。 这一段是说他自己, 他自己挺身出来, 为我们做证明, 却确实实是不住相, 不取相。 我们看底下一段经文, 世尊很慈悲, 佛也来为我们做证。 四九, 约往阴无的证。 佛告须菩提, 于亦云和。 如来习在燃灯佛所, 于法有所得不。 释迦牟尼佛听了须菩提尊者, 在大会上为我们作证, 离遇阿罗汉, 他也不执着他的离遇阿罗汉。 世尊在此地问他, 问如来在因地上的修行, 修菩萨行, 也不着想。 过去佛在燃灯佛所。 我们看小柱可以看出来。 他的答复是, 世尊, 如来在燃灯佛所, 于法时无所得。 这事实实在在, 确实是无所得。 菩萨从初性位, 一直到等觉位五十一个位次, 位位都是时无所得。 他要真的有所得, 诸位想想四乡巨族, 已经调到凡夫这来了, 哪里是圣人? 这就说明, 时无所得这个境界有浅身不同, 时性位, 时柱位浅, 时地, 等觉身, 无论浅身, 皆无所得。 这个理事平等的, 是世尊在行菩萨道的时候, 遇到燃灯佛, 那时候他刚刚正得八的菩萨位。 八的菩萨地位很高, 但是跟佛一比, 佛是果位, 他还是因为, 他还没有到究竟圆满的佛果, 他还是在因为。 望初学人则为果的, 八的以前的人看他, 他是果位, 他所得的果报很高。 二, 八的正无身法忍, 无身法, 即是真如实相, 忍是通达无碍不退之意, 即理智相名, 忍可应持也。 这地方给诸位介绍一个名词, 这个名词在佛法里会常常见到的, 无身法忍。 静宗回相纪里也有, 也常念到, 什么叫做无身法忍? 仁王经, 上告诉我们, 正无身法忍, 在菩萨位上三个阶段, 七的, 八的, 九的, 这三个位赐菩萨所证的教育, 无身法忍。 七的是下品, 八的是中品, 九的是上品, 取其中, 八的菩萨正无身法忍。 法, 是一切法, 不但是出世间法, 也包括所有的世间法, 使法界一正庄严, 都在这个意思当中。 无身, 是不身, 所有一切法都不身。 法既然不身, 当然救不灭, 一切法都是不身不灭, 你能够把它证明, 证实, 你救的无身法忍。 我们看一切法有身灭, 人有身老病死, 植物有身住易灭, 矿物有沉住坏空, 都是有身有灭。 你哪一天能够看到, 所有一切法都不身不灭, 那就恭喜你, 你正得八的菩萨, 实在是七的就正得, 七的菩萨就正得。 如果还看一切法有身灭, 纵然是菩萨, 也没有到七的, 也不是大菩萨, 是小菩萨, 这是狭义的说法。 如果广义的说, 也就是说把标准放宽一点, 不要限制的那么严, 七, 八, 九的很严格。 如果放宽来讲, 原教初驻菩萨就正得。 原初驻菩萨, 我们讲破一品无名, 正义分法身, 他也见到一切法不身不灭, 但是没有八的菩萨见得那么清楚, 究竟? 这是不如八的, 他真的是见到一切法不身不灭。 这是广义说, 范围放宽一点, 原初驻救正得。 这一个境界就是实相。 实相是事实真相, 华言, 法华, 人言, 都讲这个事实。 诸位要在这些代经大论, 不仅是要有相当的基础, 依据代经大论有相当修持的功夫, 你对这桩事情, 纵然没有正的, 在理论上你会同意, 却确确实实是讲得通。 一切法从来就没有生, 这是真如实相。 忍, 这个字有同意的意思。 佛说一切法不身不灭, 我点点头同意。 为什么同意? 你见到了, 确实是不身不灭, 佛没讲假话, 所以他有认可的意思, 有同意的意思。 是通达无碍不退之意, 他对这个事情通达明了。 退是退失你承认的这个念头, 也就是我现在是同意, 在过一个时候, 想想不对, 我就不能同意, 那就叫退心, 这个不退。 不退的原因, 他真的搞清楚, 真的搞明白, 他能够不退转。 即理智相明, 理是所正, 智是能正。 理是实相之理, 智是实相之志。 明就是合一, 理智是一不是二, 这就是正。 到这个时候才真正彻底觉悟, 佛法是不二法, 不二法就是义法。 华言经, 说, 一即是多, 多即是一, 多就是万法, 无量无边之法是义法。 实在说, 华言经, 上讲的一即是多, 多即是一, 这八个字很不容易体会, 但是要入无身法忍就懂得了, 那就真的明白。 忍可应持, 忍可是同意, 应是应证, 证明, 持是保持, 不退的意思。 对于佛这个说法, 永远地承认, 不会有所改变。 三, 于法之法, 偶义大师曰无身法忍说, 即是, 于法之法, 这段经文末后佛问的, 佛在然登佛所, 八的菩萨的时候, 于法有所得否? 他正道八的的果位, 八的的什么? 的无身法忍。 是不是真有一个无身法忍, 菩萨得到了? 偶义大师曰无身法忍说, 即是, 偶义大师有, 金刚经, 的注解, 他注解里面说, 于法这个法就是指无身法忍。 这个讲法很有道理, 为什么? 八的菩萨正无身法忍。 世尊在然登佛所时, 他是八的菩萨, 他所得的法是无身法忍, 这个说的是很有道理。 四, 闻法住相, 则心中生灭为习, 何能辨正无身? 若有一所得之无身法在, 仍然是生灭心。 尚能为正无身法忍。 故知虽得无身, 而于此法, 实无其所得也。 文法住相, 则心中生灭为习, 何能辨正无身? 文法这两个字的范围非常广大, 我们不能把它局限在听经, 我们今天范围很小, 文法大概就是听经。 实际上, 六根接触六成境界都用这个文字代表, 像, 冷言经, 上, 观世音菩萨耳根源通章, 反文文字性, 性成无上道, 用这个字来做代表。 六根接触六成境界都叫文, 它的含义非常深广。 文法住相, 六根接触六成境界, 你就这相了, 你就分别, 你就执着, 分别, 执着是生灭法, 是生灭心, 你的心中, 生灭为习, 你用的是生灭心。 八的菩萨正的是无身, 生灭心怎么能正无身? 这不可能正的。 无身要用什么心? 无身灭的心, 你就正到无身灭的法。 我们今天因为用生灭心, 我们也正了, 正的是生灭法, 所有一切法都生灭。 你们想想看, 佛给我们讲的根本原理, 相随心转, 心有生灭, 像就有生灭, 心没有生灭, 像就没有生灭。 有生灭是假的, 没有生灭是真的, 有生灭是无常, 无生灭是真常。 诸佛菩萨, 祖师大德苦口婆心, 千言万语, 教我们什么? 教我们用不生灭心, 不生灭是真心, 生灭是妄心, 假心。 你用真心, 你就见诸法实相, 你用妄心,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就这么回事情, 这是讲到根本处。 生灭心要怎样把它降伏? 金刚经, 不就讲这个事情。 云和降伏其心, 那个心就是生灭心。 印云和住, 我们怎样住到不生灭心? 这一部经就是说这两个根本的大问题。 这个问题解决了, 修行就很容易, 不是难事, 任何一个法门都不难。 所以这个经上讲的是根本的问题。 若有一所得之无生法在, 仍然是生灭心。 尚能为正无生法呼。 我们把无生法忍这个意思, 从经典上, 从古大德的注解上, 我们真搞清楚, 真搞明白, 无生法忍我懂了, 懂了也没有用, 为什么? 你还是用的生灭心。 换句话说, 无生法忍的境界与你还是毫不相干, 必须要时无所得才行。 故知虽得无生, 而于此法, 时无其所得也, 八的菩萨正的无生法忍, 他心地清净, 决定不会有个念头, 我今天正无生法忍, 不会有这个念头, 不会有这样的分别执着, 他是真的得了。 这个精益, 精华的意思, 精彩的意思, 还在精的后面, 都会读到, 都会讲到。 五, 菩萨住香, 便不能成佛。 发心修大成者, 若其住香, 岂能成菩萨, 又岂是菩萨行。 这是很肯定的为我们说出来了, 不能这香, 这香就错了, 这香就不是菩萨。 这香之行, 决定不是菩萨行。 我们同修当中有一些受了菩萨戒, 受了菩萨戒就当菩萨, 他的日常生活就是菩萨行, 菩萨要念念, 金刚经, 金刚经, 是菩萨的镜子, 照一照像不像菩萨。 自己去照, 自己去对一对像不像菩萨。 我们起心动念, 一切行为这不着香。 不着香, 有人就轮于消极, 什么都不愿意做, 那也不是菩萨。 菩萨大慈大悲, 比任何一个人行为都来得积极, 行于不失, 一天做到晚, 从来没有休息过。 真正向前面所讲静念相继, 他从来没有中断, 所以菩萨不是消极的。 罗汉有消极的, 菩萨没有消极的。 积极又要不着香, 不分别, 不执着, 那才是菩萨。 六, 云和心能不生, 必当无助于相。 故无助, 正是无身之唯一入手方法。 云和心能不生, 这个心是指念头, 怎样叫我们念头不生。 必当无助于相。 无助于相这一句话, 实在说就是我们把一切相放下, 你的心就会定了。 念佛堂指导大众的法师, 常常念着警侧大众, 放下身心世界, 老实念佛。 身心世界统统放下, 这就是不住于相。 世界是我们的环境, 衣抱, 身体是我们的正抱。 身跟世界放下, 色沉放下了, 还有一个心, 心里面妄想, 分别, 执着也要放下, 身心世界统统放下。 外面境界是色相, 色沉, 心里面的思想, 想象是法沉。 色, 身, 香, 味, 处, 法全都放下, 我们的心定了, 心清静了, 再不会有念头生, 不会有念头灭, 所以说, 必当无助于相, 这个很重要。 心里还念着一个, 那你还是有一个像。 顾无助, 正是无身之唯一入手方法, 唯一是没有第二个, 只有这个方法。 八万四千法门, 无论是哪一个行门, 都是要统统放下, 才能够正的无身法人。 这些话说起来容易, 真正去做太难太难。 我很想放下, 那个很想就是妄念, 你想想看, 这个妄念能不能断妄念? 断不了妄念。 很想也不行, 也无可奈何。 我们实在是很幸运, 幸亏遇到阿弥陀佛, 念头一转, 专念阿弥陀佛就行了, 念到西方极乐世界, 古德常讲的, 但得见弥陀, 何愁不开悟, 开悟就是悟无身法人。 见到阿弥陀佛, 正无身法人, 一切放下就不难了, 没有见到阿弥陀佛之前, 很难很难。 这就说明为什么自古至今许多修班若的人, 到最后都念佛求生净土。 我们在前面小柱上能看到, 包括马鸣菩萨, 龙树菩萨, 在中国像智者, 永明, 都是修班若, 最后都念佛求生净土, 这些大菩萨真了不起, 通宗通教。 你说禅, 他大彻大悟, 教, 他大开圆解, 密, 他三密相应, 为什么还要念佛求生净土? 我们细细去想想, 念佛求生净土是一个究竟法, 是一个大圆满法, 他要是舍弃这个法门, 纵然他的无身法人, 再要修到佛的果位, 要费很长的时间, 要经历许许多多的难关。 到西方极乐世界, 他所需求的立刻就得到。 这是说明西方世界的殊胜之处。 五十, 约因详险约因心阵险先明言吐不住。 须菩提, 于亦云和, 菩萨庄严佛吐步。 步也, 世尊。 何以故? 庄严佛吐者, 则非庄严, 世民庄严。 我们每天念回相继,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佛在此地问须菩提, 菩萨是不是庄严佛净土? 当然庄严。 究竟怎么庄严? 这个地方要详细告诉我们。 我们明白, 懂得了, 依照这个方法修学, 我们也真正庄严佛净土, 这是非常难得的。 一, 菩萨修应时, 六度万行, 一一功行, 回向净土。 所谓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事也。 前面一再告诉我们要离乡, 回向是一个离乡的善巧方便, 也就是说, 是一个很好的巧妙方法。 因为我们兜着香, 我们修的功德兜着香, 佛叫我们回向, 所修的功德我都不要, 统统送给大家, 离向, 不着香, 回向是这个意思。 戴经上佛说过, 交给我们回向三处。 第一是, 回向菩提, 也就是我们学佛什么都不求, 只求智慧。 般若就是智慧, 唯有智慧才能解决一切问题。 智慧是究竟圆满, 不但我们现前生活上的问题, 它能解决, 生死轮回的问题, 它能解决, 正无身法忍, 它能解决, 成圆满佛果, 它也能解决。 佛叫给我们求这个, 不可以求别的。 因此, 世尊说法四十九年, 说般若智慧几乎用了一半的时间, 二十二年。 三种回向里面, 交给我们回向菩提, 有道理。 第二是, 回向众生。 因为你修得里面有福有智慧, 会是自己要求的, 福给众生去想, 这个好。 福不要自己想, 人一想福就会想得迷惑颠倒, 福报就像酒一样, 一想是如醉如痴, 麻烦就大了。 佛菩萨, 阿罗汉, 经上讲的, 他们有无量福的, 他为什么不想? 为什么释迦牟尼佛三一一波, 天天到外面脱波, 他为什么不想福? 佛的福报天上人间没有能跟他相比的, 他天天还脱波。 这是把回向众生做给我们看, 他说的话不是假话, 没有骗我们。 佛是确实把这个福报给我们一切众生共享, 分给我们想。 这当中最深的意思, 示范给我们看。 物质的享受, 决定不是一个好事情。 物欲, 这里头能叫你产生欲望, 能够把你的贪甜吃勾引出来, 这个物质欲望在外面诱惑, 把你里面的贪甜吃勾出来, 那个事情就麻烦了, 决定叫你堕落, 这是很可怕的一桩事情。 释迦牟尼佛在世, 从来没有见一个道场。 我们看看大藏经, 看看原始的佛教, 世尊的生活方式, 日中一时, 树下依素。 这不经是在指数给孤独员讲的, 这个道场不是佛的, 是给孤独长者的。 佛到这个地方来, 供养佛, 请佛住在这个地方讲经说法, 给佛, 佛的弟子们使用, 产权是给孤独长者的, 给孤独长者没有把这个地方送给释迦牟尼佛, 没有。 你们诸位想想为什么? 释迦牟尼佛出家了, 如果再送他一个家, 他不又回家了吗? 大错特错了, 他就回家去了, 他又有了一个家, 哪有这种道理? 这个我们要晓得。 佛教传到中国来, 我们国家建了不少道场, 你看到有很多古寺院, 匾额上提赤建, 就是国家建的。 也有少数是地方上长者他们建的, 他们在地方上有声望, 有财富, 有地位, 感佛之恩, 建的道场, 礼请法师到这边来住持红币。 等于说好像他们建学校, 他们是董事会管理这个地方, 请法师就是聘请教员, 聘请一个校长到这个地方来办学, 产权是他们的。 从前出家人很好, 对寺庙的一些杂物事情不管的, 所有权的人你们来管, 哪个地方破损了, 你们去修理, 出家人不操这个心。 一直到晚静, 佛教变质了, 出家人有道场, 有家了, 是出了一个小家, 入了一个大家。 说实在话, 最近大概有四个人找我想出家, 我都拒绝了。 为什么? 我不害你, 你在家修行好修行, 因为你那个家小, 你出家这个大家不好修行, 人众太多相处很困难, 烦恼很多, 意见很多, 这个要知道。 你仔细观察, 我们这个时代, 在家人修行成就比出家人高, 在家修行的人, 成就的人数比出家人多。 黄念祖居士过去讲经说了一个笑话, 实际上是真的, 是加穆尼佛当年在世, 大众在一起聚会, 排班, 排这个座位, 出家比丘排第一, 比丘尼排第二, 在家的幽婆赛排第三, 幽婆仪排第四, 在家女众是最后, 排第四。 现在这个时代颠倒了, 在家女众排第一, 你看看到场在家女众最多, 在家男众排第二, 出家女众排第三, 出家男众排最后, 默法整个颠倒了, 他说这个实在讲不是笑话, 这真的是事实。 论发心, 论修行, 论成就, 也是这四个顺序。 这个事实我们不可以不知道, 如果大家真的明白, 真的搞清楚, 你就不会想出家, 你就老老实实在家念佛修行, 一定有成就。 出家相当不容易, 出家要吃人不能吃的苦头, 要忍人不能忍的那些境界, 不是很容易事情。 如果论红法立身, 在家不输给出家, 我们这个道场居士林, 这在家的。 居士林我看看他们懂事会里面懂事, 没有出家人, 都是在家人, 从他们临常到理事, 都是在家人。 在家人做佛教事业弘法立身, 成就相当辉煌, 我们在许许多多地区, 国家都曾经看到。 在台湾, 像过去在台中里禀南老居士, 现在的加拿大逢宫下老居士, 在泰国, 都有很了不起的在家的大德, 在家的菩萨主持佛法。 所以不要误会, 认为修行一定要出家, 出家才能成就, 这个观念是错误。 也有人问, 你既然这样说法, 你为什么要出家? 我就跟他讲, 我没有出家, 我没有家, 没有家出什么家? 我没有家, 在台湾我一个人, 没有家。 我很喜欢这个衣服, 穿起来很舒服, 很自在。 这是讲到回向, 回向众生, 这个道理非常之深, 非常之广。 第三是, 回向实际, 实际就是真如本性, 我们要正的。 所修的一切功德回向这三处。 回向实际就是明星见性, 其他我都不要, 我们所求的, 明星见性而已, 那就对了。 这样子, 你身心世界自然就放下了。 二, 须知庄严佛净土, 净自最要紧。 土云和净, 由心净而。 既须心净, 所以庄严不能这相。 若心取香, 便不清净矣。 这句话说得非常好, 我们天天在念庄严佛净土, 有没有一次庄严过? 可能念了一身, 从来没有一次相应过, 真的很冤枉。 为什么不相应? 根本没有把这个意思搞清楚, 还以为真的天天在做庄严佛净土的事情, 哪里知道从来没有做过一次。 今天我们晓得了, 要用清净心, 心净则土净, 心里还这香, 你什么庄严。 嘴皮上的庄严, 实际上与庄严根本不相干。 这才晓得清净心是如何的重要, 清净心是真心。 一切时, 一切处, 一切静缘之中, 静是物质环境, 原是人事环境, 在这里面去修, 修什么? 修清净心。 怎样修清净心? 修不着香, 不着香心就清净, 不着香才真正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几个字不要念, 真的庄严了。 我们天天念也没庄严过, 人家不念就庄严了, 我们天天念, 没法子庄严, 与庄严都不相干。 三, 庄严佛土, 应不取者, 不断灭。 则非, 明其不取者像。 是明, 明其非断灭像。 庄严佛土, 应不取者, 不断灭, 因为两边要离, 空有不着, 所以经文上有, 则非, 有, 是明。 则非, 明其不取者像, 行而无其所行, 得而无其所得, 这是不取者像。 是明, 明其非断灭像, 他是真的在行, 真的在做, 不失, 持戒, 忍辱, 精进, 禅定, 般若, 真修, 真感。 时时刻刻没有间断的在做。 这六大纲领, 六个原则, 无论在任何一桩事情, 每一桩事情都具足这六个纲领。 就像是尊前面所示现的穿衣, 穿衣里面, 这六个纲领具足。 吃饭, 吃饭的时候, 这六个纲领也具足。 所以人家穿衣是修六波罗蜜, 吃饭也是修六波罗蜜。 迎宾送客, 家里有客人来接待, 客人了走送客, 统统都是六波罗蜜。 我们不能不知道, 那个生活叫菩萨行, 菩萨的生活。 我们在生活中, 分别, 执着, 起心动念, 就是六道凡夫的生活, 虽然身身世事修复, 依旧不能出离六道轮回, 原因在此地。 今天我们把原因找到了, 明白了, 只要把这个原因消除, 我们就出离三界, 永托轮回。 所以不住香, 也不能断灭香, 不断灭香就是做, 认真去做, 虽然做, 心中若无其事, 干干净净, 一尘不染, 这样做与, 金刚经, 的修学宗旨就相应, 也就是无助身心。 四, 性必献香, 性香从来不离。 香从性生, 人应会归于性也。 为什么不可以断灭香? 性必献香, 性是体, 体一定起作用, 起作用就现象。 性香从来不离, 我们凡夫见不到, 见不到就是因为我们迷了, 我们执着了, 如果不分别, 不执着, 你就觉悟, 悟了你就见到真相。 性就是香, 香就是性, 性香不二, 性香已如。 金刚经, 最后讲道如, 如来者, 诸法如矣。 一切经意开端, 如是我闻, 如, 就是亦如的意思, 万法亦如, 性香亦如, 确实是亦不适而。 我们见不到, 是因为迷, 是因为执着, 亏吃在这个上面。 香从性生, 人应会归于性, 因为它本来就是性, 我们硬要把它看作香, 把它从性上拉出来, 这是错误的。 五, 则非, 是明两句, 即开念佛法要也。 则非, 明自性清净, 本无有念。 是明, 明妄念繁星, 必须指持明号以除妄念。 则非, 是明两句, 金刚经, 上这个句子用的很多。 即开念佛法要也, 将为农居士一生四十多年的时间, 用在, 金刚经, 上, 可以说它是, 金刚经, 的专家, 是, 金刚经, 的权威, 但是它在行门上所取的, 是念佛求生净土。 这个说法是它的发明, 古人没有这个讲法, 它说的很有道理。 则非, 明自性清净, 本无有念。 金刚经, 上这两个字, 是从性上讲的。 凡是讲, 则非, 都是从性上讲的, 凡是讲, 是明, 都是从相上讲的。 明白这个意思, 看, 金刚经, 就能看出味道了。 清净性中没有念, 哪里会有念。 念叫妄念, 本无妄念, 本来无念。 是明, 这从相上讲, 明妄念繁星, 婆世繁多, 繁杂, 兴世起来。 无量无边的杂念起来了, 这是妄念。 必须执持明号以除妄念, 须菩提尊者问的, 云和降伏其心, 这个意思是怎样降伏这些妄念。 净土宗的方法, 实在讲比, 金刚经, 简单, 金刚经, 讲了这么多, 我们还是抓不到要领, 还是没有法子下手。 净宗, 云和降伏其心。 难无阿弥陀佛, 就解决了。 应云和住。 难无阿弥陀佛, 心注在阿弥陀佛上就行了。 一句阿弥陀佛, 把, 金刚经, 就解答完了, 问题就解决了, 你才晓得静宗不可思议。 般若要是离开净土, 决定得不到究竟, 就跟, 华言, 一样, 华言, 到最后, 要不是普贤菩萨时大愿王倒归极乐, 华言, 不能圆满。 所以, 净宗是真正的大圆满, 真正是就近的境界, 就近的国位。 必须, 这两个字非常肯定, 一定要用直持名号, 用这个方法把妄想念掉。 宗门里头有说, 禅宗里面讲, 不怕念起, 只怕绝持, 禅宗用的方法是观照, 用这个方法, 观照视觉。 禅宗用念佛的方法, 不怕念起, 念头起来不怕, 一起来马上就提起佛号, 一句阿弥陀佛把那个念头转过来。 不管这个念头是什么念头, 善念也好, 恶念也好, 只要念头一起, 第二个念头就换成阿弥陀佛, 这叫做功夫, 这叫做念佛, 真正念佛人是这个念法, 要转得快, 不要叫妄念继续发展, 不可以叫妄念继续, 要让佛号继续, 这就对了。 明白这个意思, 就可以说这一部, 金刚经, 句句都是念佛法门。 诸位从这个理上仔细去观察, 你能够体会到古人所讲的, 班若跟净土有密切关系, 它密切到什么程度, 究竟是什么密切关系, 你就都明了了。 六, 念佛必应念至无念而念, 望尽晴空, 一心清静, 是位一心不乱。 心静即佛土静矣。 念佛必应念至无念而念, 这跟班若就相应, 完全相应, 要念到无念而念。 望尽晴空, 望是望念, 望念没有了, 情是情直, 也没有了。 一心清静, 一心清静就是静宗讲的, 一心不乱。 心清静, 佛土就清静。 诸位一定要晓得, 往生是这样往生的, 如果达不到这个境界, 虽念佛不能往生, 这个不可以不晓得, 特别是念佛求生净土。 几时你念到心清静, 往生就得到了, 有人念一辈子佛, 心不清静, 他不能往生。 有人在灵中的时候, 一念时念心清静, 他就往生了。 有些人听到这个说法, 心里很不平, 太不公平, 那个人念了几十年不能往生, 他才念几句怎么就往生。 很不服气。 他不晓得这个道理, 往生是要心清静, 一念相应一念生, 一念佛号心是真的清静, 那一念就生, 念念清静就念念生。 我们往生那个关键的时刻, 就是灵中最后那一口气, 那一口气, 那一句阿弥陀佛, 心果然清静, 没有牵挂, 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决定往生。 赤中精良, 里面说, 赤中精良, 文字比较深一点, 以后有人改写, 写得很浅, 叫, 赤中须知, 教给我们人在灵中的时候, 我们应该如何帮助他, 让他往生。 念了一辈子佛, 灵中要是遇到善知识帮助他, 往生不成问题。 最怕的遇不到善知识, 家清眷属在旁边, 这个也舍不得, 那个又舍不得, 这个又一把眼泪, 那个一把鼻涕, 完了, 他还能往生吗? 他心就不清静, 那就坏了。 自己修学的功夫不到家, 外面的缘就是主宰你的命运, 外缘一定要舒胜。 赤中须知, 里说, 最好家清眷属隔离, 这世间人看不尽人情, 家里人都不能送中, 是不尽人情, 他能往生。 因为家人他有感情, 他到那个时候忍不住, 一流眼泪一悲哀, 那就真的完了。 他本来心清静的, 一下就乱掉了, 这个叫冤家队友。 本来他可已往生, 又把他抓到六道里面来了, 这还叫孝顺, 这简直叫颠倒。 家清眷属一定要明了, 要通达这个道理, 那个时候一丝毫悲哀的念头不可以有, 一心一意帮助他往生, 这才是正确的。 实在讲, 多数念佛人不能往生, 都是被冤亲债主害了, 本来都是可以去的, 临终又哭又闹把他搞得一塌糊涂, 心搞乱掉了, 所谓不是冤家不拒头, 真的是你想修行想走, 硬就是把你拉回来, 这个太可怕了, 非常非常可怕。 我们明白这些事情, 平常要提高警觉, 要预先防止。 当然, 最好的办法是自己有功夫, 像我前面跟诸位报告的, 我们看到过去台南将军乡老太太往生, 站着走的, 他没有告诉家人。 我曾给你们讲的, 大概十年前的样子, 就金山有一个老太太坐着走的, 还把儿子、 孙子的校服都做好了, 还留了遗嘱, 没有跟家里人讲。 这个都是聪明, 怕一讲的时候他又哭又闹, 就不能走了, 就不能往生了, 这是有智慧, 聪明, 不告诉家人。 走了以后他们发现, 那不爱事了, 怎么哭怎么闹也不相干, 他已经到极乐世界去。 心境则佛土境。 底下这一段经文是上面这一段的一个小节, 结束。 五一, 显成发无助心。 是顾虚菩提, 诸菩萨摩赫萨。 这一句话里面包括的范围很广, 诸菩萨, 是从初性位起, 时性初性菩萨到等觉菩萨。 如果分开来看, 诸菩萨, 是指出性道时回向, 四十个位次。 摩赫萨, 是大菩萨, 是地上菩萨, 从初的到等觉, 这十一个位次叫, 摩赫萨, 所以称为诸菩萨摩赫萨。 显如是身轻尽心。 如是, 向前面所说的。 不显住色身心, 不显住身相味触法身心, 显摩所住而生其心。 末后两句是总结, 把修行总纲领, 总原则, 传授给我们。 六成是色身相味触法, 包括我们现代人所说的, 物质的享受与精神享受, 两种都包括在其中。 问题, 关键在那个住, 住, 就是分别, 执着。 诗在讲, 享受不爱是, 没有问题, 关键就在分别, 执着, 亦有分别, 执着, 前面讲了, 四相聚足, 四相聚足也就是说你烦恼聚足, 你还能出得了轮回吗? 麻烦就来了。 物质, 精神上的生活, 一定要遵守佛的教诫, 知足常乐。 我们这一生的福报, 前身修的。 福报如果很大, 很多, 自己受用足够, 分享别人, 这个好事情, 符合于菩萨精神。 钱是我们不失的少, 这一生生活过的比较苦, 知足常乐, 我们不需求物质的享受, 那你也很自在。 心清静, 在生活上一定要保持身心清静, 这种生活就是正常的。 追求物质的享受, 那是不正常的, 那是大错特错。 佛教给我们, 我们要求清静心, 我们要求智慧, 我们要求生净土。 这个世间如梦幻泡影, 生活得过且过就好, 随缘度日。 随缘好, 一切都随顺, 富贵, 随顺富贵, 贫贱, 随顺贫贱, 就对了, 你在菩萨道, 菩萨行里面, 就没有障碍。 怕的是攀缘, 不肯随缘, 那就叫造业。 不肯随缘的人, 造无量的罪业, 能不能改善他的生活? 不能。 因为一个人一生他有命运, 一饮一浊, 莫非前定, 命里头没有, 怎么求也求不到, 命里头有的, 不求他也来, 何必要求他? 这就是, 了凡四讯, 讲的透彻。 我们这一次从台湾带来, 了凡四讯, 的一套录音带, 简要详明, 现在进中学会的同仁, 他们发心把它做成CD片, 做成一万套, 大概我们奖金完了之后, 有一个佛妻, 有七天, 佛妻圆满, 这个CD可以做好, 每一个同修都送一套。 一定要多听, 你才知道, 真正搞明白, 搞清楚了, 那个希求的念头就没有了。 晓得, 一饮一浊, 莫非前定, 我们的心就定了, 佛法上修学, 真的, 障碍不能完全去掉, 一大半可以去掉。 好, 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 金刚班若研习报告 第26卷新加坡佛教居士 林荡明, 9年2月3年2月6。 请看, 金刚经讲义节要, 卷3, 经本第六十四页。 事顾须菩提, 诸菩萨摩赫萨, 应如是身清静心, 不应助色身心, 不应助身香味处法身心, 应摩锁住而生其心。 一, 此节经文是结束前文。 为自开口说至此处, 千言万语之点经节血处。 义去甚深。 一般同修们都知道, 禅宗六祖会能大师, 过去在五祖会下, 五祖跟他讲, 金刚经, 就是讲到这个地方, 他开悟了, 大彻大悟, 后面就不要讲了。 一悟是一切悟, 不但, 金刚经, 的意思他明白, 大班若的意思, 他也明白, 乃至于世尊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法, 不但出世间法, 世间法没有一样不通达, 没有一样不明了。 他向老师五祖忍和尚, 提出他的心得报告, 虽然言语不多, 忍大师听了之后, 点点头给他印证, 证明确实是明星见性。 我们知道六祖能大师没有读过书, 用现代的话来说, 他是一个做粗活之人, 没有出家之前, 砍柴, 卖柴度日, 那是一个很辛苦的工作。 在古时候那个时代, 我们一般家庭燃料都是柴火, 烧大灶, 都是要用柴火, 有些人, 穷苦之人在山上砍柴, 挑到城市里去卖, 是相当苦的工作, 他没有读过书。 到五祖的道场, 五祖的途中很多, 刚刚到那边去, 他去的时候, 发心想出家, 出家要具备出家的条件, 有出家的环境, 忍大师徒中学生那么多, 会能去了当然不能例外, 也得按着顺序排班, 他排在最后一名。 这个道场, 老法师徒弟几百人, 几千人, 他排在末后。 所以他并没剃度, 没有剃头, 先派到草房里面去做工, 草房就是厨房里面的工作。 我们知道那个时候, 人和尚的道场, 差不多有二、三千人, 二、三千人吃饭, 那个米要冲, 柴火要有人去, 去砍, 要有人匹柴。 所以他就分配在草房里面, 做冲米, 匹柴的工作, 做得苦行。 别人看到好像是到寺庙里做苦工, 我们现在说做义工, 做苦工, 其实他在那个地方修界定会, 修六波罗蜜, 他是真修。 他的缘分, 跟, 金刚经, 可以说是非常之深。 最初他因为卖柴, 听到一个客人念, 金刚经, 他在这个窗外听, 听得很欢喜, 就问这个客人, 你念的是什么? 客人就叫他, 客人对他很尊重, 虽然他是一个卖柴的人, 但是从他谈吐问答, 知道他有相当的智慧, 所以就告诉他, 五族人和尚在黄梅传法, 你要是对, 金刚经, 有兴趣, 听得有心得, 可以到那个地方去参访, 这才到黄梅。 工作八个月, 老法师年龄太大, 要传法了, 传法也有条件, 必须真正开悟, 法才可以传, 没有开悟纵然跟老法师时间在久, 也没有法子得法。 老法师传法是相当的民主, 公告给全寺这些信徒, 无论是出家, 在家都可以, 要大家做一首祭祀, 呈给老和尚看, 老和尚看看他的见解有没有开悟, 如果开悟组位就传给他, 任法师是第五代, 传到下面就第六代。 一波就传给他, 这个一波是释迦牟尼佛自己用的, 一代一代传下来, 一波就是证据, 得到这个一波的, 就是一代的祖师。 世尊灭度之后, 这个一波就交给家业尊者, 一代一代相传, 传到第二十八代就是达摩。 达摩到中国来, 把佛的一波也带到中国来, 达摩在印度是第二十八代, 在中国算是第一代, 中国的出祖。 代代相传, 传到第五代任和尚, 这个故事我们不必多说, 诸位都相当熟悉。 从这一首记, 就是这一段经文当中, 彻悟了, 五祖将一波传给他, 他是居士, 没有出家, 一波就传给他。 由此可知, 传一波不一定要出家, 问题是你有没有明星见性, 这个重要, 剔头不剔头不重要, 这是我们从这看, 很明显的这桩事情。 诸位现在有很多想发心出家, 你听听这个故事, 你就晓得那个形式不重要, 最重要是你是不是真的开悟了。 为什么会能会开悟, 神秀没开悟。 神秀跟忍大师十几年, 在那个道场里面, 他算是上手和尚, 常常代替老法师讲经说法, 有能力代替老法师讲经说法, 他还得不到一波, 原因在什么地方。 诸位听了这二十几天, 金刚经, 应该明了, 他还有分别, 还有执着, 金刚经, 就是教我们离分别执着的, 神秀还是有分别, 还是有执着。 你看他做的那首计, 身是菩提树, 心如明镜台, 时时情浮事, 物是惹尘埃, 你们想想, 他有没有分别, 有没有执着。 就是因为有分别, 有执着, 不能见性。 会能大师高明处, 就是他没有分别执着, 我们学佛, 要在这个地方留意。 这一段经文, 柱子里说了, 不仅是前面这一节, 这一小段, 可以说是自从, 金刚经, 开始, 一直讲到这个地方, 这一段算是一个总结, 千言万语, 点经节血处, 点经节血是比喻, 关键的所在。 世间人常说话, 龙点经, 取这个意思, 所以意思很深很深。 不少人以这两句, 作为日常生活当中, 观照的依据, 印模所著, 而生其心。 实在说, 金刚经, 上任何两句四句, 都可以作为观照的功夫, 不一定是这两句, 但是这两句的确是好。 用这两句观照的人非常多, 关键就是你能不能提得起这个功夫。 禅家常说, 不怕念起, 只怕觉词, 觉就是观照, 念是忘念。 往往我们忘念起来, 一个接一个, 忘念止不住。 经文虽然常常念, 到那个时候忘掉了, 把经文忘掉了, 忘念继续不断起, 这就叫功夫不得力。 观照要紧。 前面我们讲过, 要静念相继, 静念相继本来是大势智菩萨所说的, 菩萨所讲的, 都设六根, 静念相继, 根, 金刚经, 这两句话, 应摩锁住, 而生其心, 可以讲都是整个佛法修持的总纲领, 不能够局限这两句话一定是用在般若, 用在禅宗的, 其他的用不上, 你就错了, 大势智菩萨都设六根, 静念相继也不局限在念佛, 参禅, 学教, 念咒统统用得上, 关键是观照要相继, 不能断。 一断, 忘念就起来了, 忘念起来那就搞六道轮回。 由此可知, 用公式功夫决定不能间断, 要把自己分别, 妄想, 执着统统打掉。 金刚经, 一开端, 降伏其心, 这两句话很好。 境界线前想到佛教给我们应摩锁住, 摩锁住就是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无论什么境界, 顺境也好, 逆境也好, 所有一切境界线前, 都不要分别, 都不要执着, 这就是应摩锁住的意思, 也是前面我们所读到的的无所得, 行摩锁行, 的, 无论的什么, 出家修行人的禅定, 得智慧, 得正果, 前面说过了, 出果, 二果, 三果, 四果, 乃至于释迦牧尼佛在冉然登佛所, 得八的菩萨的果位, 人家不执着, 心里面干干净净, 得如不得, 这是讲修行, 无论在果位, 无论在法门上, 都是这个态度, 心地永远保持清净, 在世间法里面, 譬如你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你们的财富了, 得荣誉了, 世间上的地位了, 你学了, 金刚经, 得无所得, 你的心是平静的, 没有的就没有失, 得的时候欢喜, 欢喜是烦恼, 心要平静才好, 欢喜, 心动了, 丢掉的时候, 觉也睡不着, 苦得不得了, 又生烦恼, 得也是烦恼, 失也是烦恼, 那个多苦, 那个都叫搞轮回夜, 佛教给我们, 我们要过正常的生活, 过佛菩萨的生活, 佛菩萨在所有境界里头, 不动心, 没有的也没有失, 没有生也没有灭, 这是何等的自在, 这就叫做观照, 我们要把这个观念转过来, 念念不能失掉, 一失掉麻烦就来了, 烦恼就起来, 业障就现前了, 不可以失掉, 念念都用这个功夫, 那叫会用功, 释迦牟尼佛在本经一开端, 这一迟播, 入舍位大臣起时, 这一段经文, 就是穿衣吃饭, 每天上班工作, 就这个意思, 佛的工作就是出去脱拨, 他上班工作, 我们穿衣吃饭, 所有一切工作, 全用观照功夫, 穿衣, 不着穿衣的香, 吃饭, 不执着吃饭的香, 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一切都随缘, 那就自在了, 这就是应魔所著, 而生其心, 那是很庄严, 很慎重, 认真去做, 一点都不马虎, 穿衣, 衣是干干净净, 整整齐齐, 不会是很凌乱, 让人家看到起功尽心, 吃饭也有威仪, 也吃得很规矩, 我们现在常讲的, 你能够讲求卫生, 保持身心的健康, 要少吃, 我们通常讲吃饭最好是吃七分饱就够了, 狼吞虎咽, 那个香也不好看, 也不卫生, 吃了一身的病来了, 吃饭有吃饭的规矩, 现在不太讲究了, 从前我们中国人, 吃饭规矩很大, 朱未读, 礼记, 就知道, 连菜怎么摆都有规矩的, 都不能乱摆, 菜也按阴阳五行摆, 这个很麻烦的事情, 你摆错了, 人家会笑话你的, 你没有学问, 没念过书, 现在不讲求这些了, 所以从前一举一动都有规矩, 而生其心是说这个, 换句话说, 佛菩萨一举一动, 都给我们世间人做榜样, 做好的榜样, 我们既然发心学佛, 就要学佛菩萨的生活, 学佛菩萨怎样过日子, 也要给一切众生做好样子, 在家庭是一家人的好榜样, 在社会是给一切众生做好榜样, 这叫做佛法, 学佛就是把我们从前那个凡夫的生活, 六道轮回的思想, 把它抛弃掉, 我们过佛菩萨的生活, 我们以大菩萨的思想, 自行化它, 自度度它, 这样学佛才能得真实的受用, 才能得真正的好处, 学佛, 金刚经, 自始至终, 我们才讲到四分之一后面, 还有四分之三, 越往后面越精彩, 要紧的意思都在后面, 金刚经, 不太好讲, 难在这里, 精彩的在后面, 前面要是都讲出来, 到后头没的讲了, 所以前面含含糊糊的, 越到后面越清楚, 这就是讲的时候比较困难一点, 我们因为听众同修们, 不一定能够从头听到尾, 有时候今天来了, 明天它不能来, 前半部它来听了, 后半部它没有缘分, 因此后面重要的, 往往我们也提出来讲几句, 虽然不能讲的很多, 但是都透一点消息, 使我们真正能够得到好处, 知道怎么修行, 真正发心修行, 金刚经, 是教我们从根本修, 根本是什么? 心地, 心要真诚, 心要清净, 心要慈悲, 应魔所住就是清净, 行于不失就是大慈大悲, 不失涵盖一切法, 行于不失, 实在讲就是表现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 这就是经文上行于不失的意思, 大家不能把这个经文错毁了一丝, 以为行于不失, 到寺庙去捐一点钱, 这就搞错了, 大错特错, 释迦牟尼佛没有到哪里去捐钱, 他每天这一持拨, 入舍为大臣起时, 他没去捐钱, 这就是说明, 行于不失就是日常生活, 不失是舍, 是放下, 就是日常生活当中, 样样放得下, 样样看得破, 这就叫行于不失, 是这个意思, 行于不失, 实在讲就是说, 做一个好的榜样给世间人看, 让世间人看到之后, 深陷牟之心, 深仰牟之心, 他来学佛, 佛法是师道, 师道过去中国跟印度是相同的, 都是很尊重的, 尊师重道, 指纹来学, 未闻网教, 你看看大藏经, 整个佛法, 释迦牟尼佛有没有拉信徒? 没有, 不但是释迦牟尼佛没有拉信徒, 释迦牟尼佛的学生有没有一个人在外头拉信徒? 也没有, 宗教里面有拉信徒的教育里面没有拉信徒的学生怎么来? 自己来的, 自己来的, 来求学, 你自己要来求学, 哪有老师去找你的, 没有这个道理? 这些人怎么会知道释迦牟尼佛有这样好的教导, 我们应当去跟他学? 方法很多, 这些方法就是学生, 佛的弟子们, 做学生一定要把老师的道德学问向外头宣扬, 宣扬的目的不是要人对老师恭敬, 不是要人对老师恭养, 宣扬让大家知道, 真正发心想求学的, 晓得哪个地方某一个人教得好, 这样的。 所以学生有义务去宣扬, 但是不可以拉人。 用什么方法去宣扬? 方法也很巧妙, 就是自己修持。 你修得好, 人家一问, 你从哪里学来的? 我的老师什么人, 这样介绍的, 并不劝他, 他要真发心, 他自己就去了。 所以是自己认真修行, 老师怎么教, 我就怎么做, 这个方法。 由此可知, 我们学了佛, 皈依三宝, 或者是受了五戒, 菩萨戒, 你要是做得很像样, 让你的邻居, 亲戚朋友一看到你, 对你起恭敬心, 你怎么会这么好? 头一个让人家有一个观念, 你的日子怎么过得这么快乐? 你怎么会这么幸福? 我学佛, 学佛就会幸福, 学佛就会快乐, 学佛就会身体健康, 学佛就会相貌圆满, 这个很吸引人的, 用这种方法宣传佛教, 用这种方法替佛招生。 所以不劝人的, 用实际的行动, 用这个方法。 在言语里面, 就是赞叹。 像我们今天这一开经, 我们要唱炉香赞, 这些赞是赞佛的, 是不是要拿这个来供养佛? 错了, 这个赞就是招生的, 赞叹佛的智慧, 赞叹佛的德能, 赞叹佛的慈悲, 让别人听, 听到之后, 佛这么好, 我们应该去亲近他, 是这个意思。 所以赞要唱得庄严, 要唱得很稳重, 要唱得自震腔圆, 让人家听起来听得很清楚。 如果唱的时候, 不晓得这里面的用意, 跟着这个音调谱唱的时候, 字句都分不开, 效果就没有了, 听到你呀呀呜呜的搞半天, 不晓得在唱些什么, 一个字也没听清楚, 效果就完全失掉了。 赞的用意, 使那些没有学佛的人, 听到之后, 佛有这样大的智慧, 这么好的学问, 使他感动, 他来亲近。 所以佛门招生, 有他一套方法, 这就是不舍众生, 这就是大慈大悲的方便法门, 我们必须要晓得。 二, 事故, 乘上启下之词。 不但上陈身性一大段, 直视仅与开经处总是呼应相通, 证明一切无助, 最后更就菩萨修六度时, 于庄严佛土, 一模所住。 则非聚, 不住法乡, 是明聚, 不住非法乡。 事故, 这一段经文一开头, 事故须菩提。 事故, 成上启下之词, 这两个字是连接词, 连接前后经文的。 不但上陈身性一大段, 直视仅与开经处总是呼应相通, 证明一切无助, 最后更就菩萨修六度时, 于庄严佛土, 一模所住。 我们先看这一段, 这是交代得很清楚。 一模所住, 而身其心, 这八个字, 总结经文一开头到此的, 这是一个总结, 说明一切无助。 经一开端, 须菩提尊者问了三个问题, 这个我们必须要记住。 第一个问题是, 善男子, 善女人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这就是问的, 善男子, 善女人发菩提心,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应云合助, 发了菩提心之后, 那个心要安住在哪里? 第三个问题, 云合降伏其心, 我们的妄想心太多了, 妄念太多了, 妄念要怎样把他扶住? 问了这三个问题, 佛的回答, 都是在无助。 首先讲发心, 佛教给我们, 心量要大。 佛, 菩萨不一定是出家人, 只有比丘, 比丘尼, 沙弥, 沙弥尼, 一定是出家人。 在家菩萨, 在家佛, 佛经里面为摩居士就是在家佛, 在家的菩萨太多了。 你们念, 无量寿经, 贤护等十六正式是在家菩萨, 十六个人, 而且都是等觉菩萨, 他们的地位跟文书, 普贤, 跟得藏菩萨, 观音菩萨完全平等, 一定要搞清楚。 在家可以做菩萨, 实在讲你学了佛, 学了佛就应该做菩萨, 什么叫做菩萨? 过佛菩萨的日子, 过佛菩萨的生活, 就是菩萨。 佛菩萨的生活跟我们的生活有什么不一样? 从表面上看没有两样。 我们穿衣吃饭, 佛菩萨也穿衣吃饭, 我们每天工作, 他也每天工作, 我们迎宾接客, 他也不例外, 哪有两样? 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有分别, 有执着, 他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他磨锁住, 我们是有锁住, 他生的心好大好大, 我们生的心好小, 就这一点不相同。 我们所生心的利益是利益自己, 利益我家庭, 利益我这个团体, 我们这个心量很小。 佛菩萨生的心利益很大, 利益尽虚空, 变法界一切众生, 就差别在这里。 我们举个例子, 我们穿衣为自己, 吃饭也为自己, 佛菩萨穿衣, 为尽虚空, 便法界一切众生, 佛菩萨吃饭, 也为尽虚空, 便法界一切众生, 那怎么会一样? 这个话怎么讲?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间, 活在这个世间, 为自己活得, 自己寿命看得好重, 佛菩萨不是。 佛菩萨是, 我这个身体在世间是为一切众生做好榜样的, 为一切众生做个好样子, 他不为自己, 所以他穿衣也不为自己, 吃饭也不为自己, 这就是, 应摩所住, 而生其心。 我们要学, 在这里学。 佛法的好处, 不改变你的生活方式, 不改变你的工作行业, 就在你现前生活方式里, 你的生活很富裕, 你就做很富裕人的样子, 给天下富裕人做个好样子, 你的生活很辛苦, 你就给一切倾苦人做一个好样子, 全都是佛, 都是菩萨。 在你工作, 行业当中, 你给同行做一个好榜样, 人家做事业为自己, 为自己一个集团, 菩萨的心未尽虚空, 便法界, 他心量不一样, 心量广大, 心地清净。 心量广大, 心地清净, 心地慈悲, 他的身心健康, 他就自在, 快乐, 幸福, 道理在此的, 事实也在此地。 所以, 佛教给我们应身魔所助心。 无助, 是, 金刚经, 修学的宗旨, 贯穿整个经典, 贯穿这全部经典。 金刚经, 既然是大般若的纲要, 由此可知, 无助也是世尊二十二年所说班若经的中心。 这两个字, 释迦牟尼佛何必要说上二十二年? 实在讲, 不要嫌二十二年多, 我们感觉到二十二年太少了。 二百二十年都不多, 为什么? 佛这样苦口婆心地说, 我们还不肯做, 处处还是要这乡, 还是要住, 那能说佛说二十二年太多吗? 假如我们一听就照做, 佛就省事, 不必那样辛苦, 不必说那么久, 这就是说明, 佛说法应激而说, 苦口婆心。 一切无助, 要记住这个原则。 最后更就菩萨修六度时, 六度就是菩萨的生活, 六波罗蜜都在生活当中, 在生活里头, 点点滴滴都是六波罗蜜。 譬如, 我们讲吃饭, 吃饭怎么说是六波罗蜜? 吃饭是不湿, 不湿是什么意思? 不湿是舍, 放下。 吃饭的时候, 不要执着饭菜的好坏, 不要去挑剔, 这就是不湿。 好吃, 也很好, 不好吃, 也很好, 都好。 这就是你修不湿。 一定要讲求怎么样, 那不湿就没有了, 你再搞分别执着。 你想想看, 吃饭是不是不湿菩萨蜜。 再细说这个里头, 财, 法, 无谓不湿统统具足, 就在这一口饭, 夹着一柱菜, 圆圆满满。 你以为不湿菩萨蜜到哪里去修? 吃饭就是持戒菩萨蜜, 持戒就是守规矩。 吃的时候规规矩矩, 餐具干干净净, 整整齐齐, 吃饭的时候端坐, 这些都是属于守规矩, 守规矩就是持戒菩萨蜜。 吃饭要有耐心, 慢慢的吃, 细嚼慢咽, 这是忍辱菩萨蜜, 不可以狼吞虎咽, 那就没有忍辱。 少吃, 尤其现在少吃肉类, 多吃青菜, 少吃油炸的东西, 多吃一些清淡的, 你这个肠胃吸收养分没有障碍, 这属于精进菩萨蜜。 我们吃饭的时候, 规规矩矩吃饭, 不为外面境界所干扰, 保持着心地清静, 专心在用餐, 馋定菩萨蜜。 吃的色香味, 甜是甜的, 辣是辣的, 不是说一切都不分了, 不分那人就麻木了, 分得清清楚楚的, 搬若菩萨蜜。 你们想想看, 在日常生活当中, 点点滴滴筒筒 具足六波罗蜜。 六波罗蜜到哪里修? 穿衣, 吃饭, 工作, 处事待人接物, 哪一样里头 不具足圆满的六波罗蜜? 具足圆满六波罗蜜, 你就过的是菩萨的生活, 就不是凡夫。 凡夫一餐饭吃完之后, 他什么都不知道, 迷惑颠倒, 不一样就在这里。 学佛跟没有学佛之前, 不一样就在这里, 这叫真正学佛。 学佛的成绩, 我也讲的很多, 成绩在哪里? 成绩在你容貌上, 在你日常生活一举一动上, 知道你有没有功夫, 你有没有的利益, 这个不能瞒人。 刚才我说, 身心健康, 容貌圆满, 这是你修学的成绩。 你看哪一尊佛菩萨, 那个面孔是苦哈哈的? 没有。 阿罗汉虽然没有明星见性, 还有分别, 执着, 阿罗汉的相貌很奇怪, 底下那五百罗汉, 你们去看看, 但是你仔细观察, 他的容貌是健康的, 是长寿的, 是健康的, 容貌古怪, 他不是病态, 他没有病容。 菩萨明星见性, 一个个都很圆满。 佛经当中常常赞叹, 菩萨的容貌如满月, 满月的一丝, 一丝毫欠缺都没有, 圆满之香, 这是你修行真正有心得, 真正有受用。 我们自己要是得不到受用, 如果不是理论上有错误, 就是方法上有错误, 理论方法上如果没有错误, 修行一定得殊胜的果报, 一定得很好的受用。 这是讲菩萨修六度时, 就是菩萨的日常生活。 我们在一生当中, 能够得到这样的幸福, 这是真实的幸福, 不是假的, 真正的幸福, 真正的圆满, 佛菩萨告诉我们的。 如果没有佛菩萨的教会, 我们怎么知道, 我们怎么会得到。 佛菩萨的恩德太大了。 我们报恩, 唯一就是庄严佛净土。 用什么庄严? 香花庄严, 那是假的, 真正的庄严是心地清净。 清净心, 心净则佛土净。 佛菩萨教我们庄严佛净土, 不是别的, 清净心, 教我们修清净心, 我们的心清净, 真正庄严佛净土。 形式上的庄严, 表法的, 这种庄严接引众生。 道场布置的富丽堂皇, 让人家一看就生欢喜心, 很欢喜地走进来, 这是接引大众的, 真实的庄严是在清净心, 这个要知道。 如果只着重于表面, 心地不清净, 这个没有感应, 没有感应是得不到真正的受用。 得不到真正受用, 换句话说, 你还是有烦恼, 你还是有妄想, 还是有忧虑牵挂, 依旧过六道轮回的生活, 你就得不到受用。 得真实受用, 过佛菩萨的生活, 诸位想想, 过佛菩萨的生活, 起步就超越六道轮回了。 这是佛法, 这是真正的大乘佛法, 庄严佛净土。 虽然修六度, 虽然庄严佛净土, 一模锁住, 心里头还是若无其事。 世上要认真, 要规规矩矩的做, 一点也不马虎, 如法的去做, 心地干净, 决定不染, 保持着清净心, 这就是无助。 你心不清净, 那个庄严是假的, 六度也是假的。 一定要心清净, 你所做的不失, 持戒, 忍辱, 精净, 禅定是真的, 他后头那个般若, 般若就是清净心, 清净心身智慧, 那个是般若。 诸位想想看, 这多重要。 所以自始至终讲无助, 就是讲保持你的清净心。 佛心清净, 则非聚, 不住法相, 这个经上讲的, 则非, 不住法相。 是明聚, 不住非法相, 非法相是空, 不住空。 不住空, 我们样样如法去做, 这是不空。 虽作, 心地清净, 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这就不住法相。 这就是说明两边不住, 两边都舍, 空有两边都舍, 两边都不住。 三, 上来所说, 皆是为身心无助, 无助身心做章本。 一级未发菩提心者, 只是方针儿。 你发了菩提心, 菩提心是自度度他, 佛这才教给你怎样自度, 怎样度他。 应身魔所住心, 而行不失, 这样才是真正自度度他。 怎么去做? 就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的身没有工作, 坐在这里无事, 没工作, 那是不是也在修六波罗蜜? 是的。 怎么个修法? 一对法臣, 六根, 眼, 耳, 鼻, 舌, 身, 这外面的, 外头都不动了, 坐在这儿不动, 心在动。 心在起心动念, 起心动念, 思维想象是法臣, 心在法臣里面用观察, 身照的功夫, 也是在行六波罗蜜, 这才教静念相继, 没中断过。 发菩提心, 要这样修法。 四, 应, 者, 决定之词。 无论小臣, 大臣, 果位, 应地皆当无助。 可知发大心者, 决定亦当无助, 非此不可。 应如是身清静心, 应者, 决定之词。 无论小臣, 大臣, 果位, 因地皆当无助, 果位, 向前面所举的例子, 是加木尼佛在燃灯佛所, 那个时候他是八的菩萨, 八的之前看他, 是果位, 他正了八的, 可是九弟, 十的看他, 他是因为, 他还在修阴, 因为, 果位这样看法。 我们现在是凡夫, 连小臣虚驼还果也没正, 我们完全在因为上。 不管你是在果位还是在因为, 皆当无助。 换句话说, 佛成佛了, 佛有没有住在佛的果位上? 没有。 不但在后面经文上明说, 前面经文上, 实在讲也很清楚地显示给我们看, 是加木尼佛每天这一持波, 入舍位大臣起时, 不住佛果香, 他所表演的, 跟我们一般凡夫一样。 佛成佛了, 跟凡夫一样, 不住他的果位, 这是用事实表演出来给我们看, 不住果位。 因为与果位都不执着, 都不住, 决定一当无助, 这发大心的。 因为小臣, 大臣, 果位, 因为都不住, 我们今天要想学佛, 要是住香怎么行。 跟大小承圣者他们所修学的原则违背了, 这个不行, 一定要寻着他这个途径去走, 这是真正靠得住, 真实能得成就。 决定一当无助, 非词不可, 稍稍有助就错了。 五, 身心比发心一身。 清静心即是本具之性。 所谓自信清静心。 清者不着, 静者不染。 虽为无名烦恼成够所障, 但能依法修行, 清静本性, 依然现前。 身心比发心一身。 清静心即是本具之性。 所谓自信清静心。 清者不着, 静者不染。 我们常讲清静心, 没有把清静心的标准说出来, 这个地方说出它的标准, 清的标准是什么意思? 静的标准在哪里? 这个很难得。 清是不着, 着是浑浊, 像水一样。 我们供佛, 家里有佛堂, 供佛最重要的要供一杯水, 香花没有都没有关系。 水表清静心, 不是给佛菩萨喝的, 一定要搞清楚。 那一杯水是常常提醒我们自己, 供在佛菩萨面前, 佛心像水一样清静, 没有污染, 也不浑浊, 而且是平的, 水是平的, 我们的心要平等, 心要清静, 取这个意思。 无量寿经, 经提上, 清静, 平等, 绝, 水表这个意思, 给我们看的。 有很多人都搞错了, 以为是供养佛的, 那就错了, 意思全搞错了。 还有很多人不懂, 供茶, 那就错了。 茶, 不清静, 浊, 染同统都有, 浊又染, 不可以用茶, 要供清水, 开水也可以, 取清静的意思, 表清静心。 清静心就是真心, 必须要两边不住, 清静心才能现前。 为什么是尊对于无助这样重视, 就是因为你只要有助, 你的心就不清静, 换句话说, 你的真心就不能现前。 后头好, 后头佛教给我们, 把我们的观念, 思想转过来。 世间法是一场梦, 一切有畏法, 如梦幻泡影, 不要当真, 你就好自在, 好快乐。 事情去做, 大事也好, 小事也好, 做了不执着, 你多快乐。 如果你执着, 你的事情做得好辛苦, 做得好累, 佛菩萨在旁边看, 真可怜。 可怜悯者。 你如果做而无做, 无做而做, 那做得多快乐。 做, 认真的做, 努力地去做, 不休息地去做, 心里头干干净净, 做魔所作, 得无所得, 你就快成佛了, 佛虽然没有成, 快乐, 接近了, 这才叫真正的幸福, 才叫无量的福德。 他称性, 他跟自性相应, 跟清静心相应了, 这个福报就大了, 无有穷尽。 金刚经, 上较量福德有六次, 一次比一次殊胜, 那就是一次比一次放下的多, 你放下的越多, 心越清静, 那个功德就无量无边。 虽为无名烦恼成够所障, 但能依法修行, 清静本性, 依然现前, 成够是比喻, 比喻无名烦恼, 无名烦恼把我们的本性障碍了, 也就是我们的清静心不能现前。 我们有妄念, 妄念就是不平等, 妄念心像波浪一样, 起起伏伏的, 我们有贪甜吃慢, 贪甜吃慢是污染, 这两种障碍都非常严重。 金刚经, 专制这两种毛病, 使我们的心恢复清静, 恢复平静, 平等清静, 依照这个方法去修学, 就行了。 这个方法, 理上通达了, 我们晓得了, 世上有困难。 为什么? 世上去修, 的确心要很细, 粗心大意的人, 难。 因为不但要关照, 唯密关照, 才真得受用。 像我刚刚举的这个例子, 吃一口饭都具足圆满六波罗蜜, 几个人知道。 穿个衣, 也是圆满六波罗蜜, 一举一动筒筒具足圆满六波罗蜜, 唯密关照, 粗心大意的人没有法子。 没有法子, 懂得这个道理, 行, 我们换一个方法, 我们不用, 金刚经, 上观照的方法, 我们用念佛的方法。 不必去理会维系的六度行为, 我们只用一句阿弥陀佛代替, 这个方法简单, 人人都会做。 这一句阿弥陀佛, 说实在话, 也是圆满六波罗蜜, 不需要一样一样去分析, 你老实念佛就行了。 一起心动念, 马上就换成阿弥陀佛, 这就成功了。 这一句阿弥陀佛, 不但是六波罗蜜, 三学, 六度, 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统统具足, 这是佛法的总纲领。 换句话说, 所有一切佛法, 都在这一句佛号之中, 一个不漏。 他的功德, 功是功夫, 修行的功夫, 有功夫就有德, 的什么? 清净本性, 依然现前, 就恢复, 这就是德。 不能执着的的相, 执着的的相就错了。 六, 凡发无上正等决心之人, 应令清净本性现前。 顾曰, 应身清净心。 言下有回头是暗议, 其仅仅也深矣。 经文上说, 诸菩萨摩赫萨, 应如是身清净心, 如是是总指前面所说的, 要像佛所讲的, 你要身清净心, 清净心要现前, 这才是佛菩萨。 在日常生活形池上, 佛菩萨跟我们凡夫, 实在讲没有两样, 你很难分得出来, 用心不一样。 凡夫的心, 浑浊之心, 佛菩萨的心, 清净之心。 浑浊的心是望心, 清净心是真心, 不一样的地方在此地。 应身清净心, 佛这一句话含义很深, 叫我们回头是暗。 从哪里回头? 不是在生活上回头, 不是在事业, 工作上回头, 是在念头上回头, 把从前那个观念转过来就行了。 以前你的想法, 看法这个念头, 是凡夫的想法, 凡夫的念头, 也就是佛常在大乘经上讲的轮回心。 诸位要晓得, 我们见色纹身, 六根接触外面六成境界, 起心动念, 分别, 执着, 那叫轮回心, 所造的是六道轮回叶。 实在讲, 我们穿衣, 吃饭, 干的是六道轮回叶, 佛菩萨穿衣, 吃饭, 圆满六波罗蜜, 那怎么会一样, 差太远。 我们穿衣, 吃饭搞六道轮回, 他们穿衣, 吃饭圆满六波罗蜜。 所以诸位同修, 你要真的把佛法搞会了, 不要说别的, 金刚经, 搞会了, 你真是快乐无比。 你也可以说, 这个世界上的人, 我最快乐, 真的, 一点都不假。 你的生活, 表面上人家跟人一样, 实际上完全不相同, 真的过得是自在, 幸福, 美满的生活。 回头是从这里回头, 这也是很深的警惕。 七, 说一句, 身清净心, 无意说明发菩提心之所以然。 何谓发菩提心? 曰, 一心清净而已。 当知人心为为, 道心为为。 此事教人, 世间一切, 接应不着。 说一句身清净心, 无意说明发菩提心之所以然。 何谓发菩提心? 曰, 一心清净而已。 这是真正的菩提心。 菩提是觉悟, 不迷, 不染, 那个心就叫菩提心, 觉悟的心。 因为染, 迷, 我们的心就迷惑颠倒, 这是旺心。 当知人心为为, 道心为为。 此事教人, 世间一切, 接应不着。 人心为为, 道心为为, 是儒家所讲的, 世间圣人所讲的。 人心是旺心, 旺心的确很危险, 妄念一个接着一个。 儒家的圣人实在讲也很了不起, 她的话讲得非常含蓄。 为的是什么? 一不谨慎就剁六道。 六道的心是贪甜吃, 贪甜吃这个念头太重了, 来生就是六道, 人心为为, 没有讲错, 很正确。 道心为为, 非常之为系, 一转念就是道心。 实在讲人心跟道心是一个心, 不是两个心, 真心跟妄心是一体。 这个意思都是教人, 世间法不应该执着。 八, 觉照即是在其心动念处, 为密用功, 乃未切实。 发大悲心, 广修六度, 利益众生, 多读大臣。 解会增鸣, 增长戒定。 下连老敬语教人, 持戒, 念佛, 看经论, 查过去习无自欺。 正是此意。 觉照即是在其心动念处, 为密用功, 乃未切实, 这刚才说过了, 死的说得很清楚, 很明白, 但是用功非要心很定, 很细的人, 才能用得上。 这个心里头妄想多, 杂念多, 烦恼多, 用不上功, 教你也没用处。 即使禅堂里头做禅, 盘腿面壁道很像各样子, 心里头还是妄想一大堆, 那有什么用? 没有用。 禅定是叫你心定, 不是叫你身定, 身定没有用处, 心要定。 所以真正用功在哪里? 起心动念之处。 我们这个方法用不上, 刚才讲了, 念佛, 起心动念之处, 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 那就行了。 比这个方法方便, 收的效果比这个方法还要殊胜, 用这个方法完全靠自己功夫, 自己功夫达不到这个标准, 要成就就很难。 念佛有佛力加持, 那个不一样, 功夫达不到, 佛力还是加持, 不但阿弥陀佛加持我们, 十方一切诸佛如来统统加持, 所以念佛的功德不可思议。 念佛要得到感应, 要诚心念, 一心念, 不能有怀疑, 不能有夹杂, 那个功德就很舒胜。 如果念佛当中生了疑惑, 像平常我们生病了, 念阿弥陀佛念了几天没效果, 大概要念要施佛, 要施佛是管治病的, 观音菩萨管消灾的, 一个人分配一个植物, 这就是什么? 你的心有疑惑, 有怀疑, 所以念的没有感应, 夹杂, 没有感应。 一定要专心念, 一心念, 诚诚恳恳的念, 一定得感应, 而且感应很快, 很显著。 我们身体有病痛, 不健康, 毛病很多, 如何把它去掉? 修清静心, 只要清静心得到了, 什么病痛都没有了, 什么毛病也没有了, 这实在。 现在我们这个世间真的很可怜, 我们所吃的东西, 喝的东西都有毒, 蔬菜都有农药。 从前李老师讲, 现在人生活跟从前人不能比, 从前人吃的真的有色香味, 现在三餐服毒。 天天服毒, 大概肠胃有了抗体, 还能应付, 但是诸位要晓得, 日久天长, 毒素慢慢累积在那里就变成病毒, 病毒一发作, 这就没救。 什么方法解毒? 大慈悲心。 你真的有大慈悲心, 什么样的毒到这儿来都化解掉, 不要去找解毒药。 清静心, 大慈悲心是最好的解毒药。 我们看诸佛菩萨吃毒药他都不怕, 他也没有去找解毒药, 到他那里自然就化解, 就是慈悲, 清静, 慈悲, 我们要养这个心。 发大悲心, 广修六度, 利益众生, 这都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点点滴滴统统都是。 多读大臣, 解慧增鸣, 多读大臣经, 开智慧, 增长界定。 夏连老静语教人, 夏连居老居是他自己编了一个小册字叫, 静语, 实在上就是连老的法语, 这个小册字我们印出来了, 流通很广。 教人持戒, 念佛, 看经论, 查过去习无自欺, 正是此意。 教我们要持戒, 念佛, 看经, 要知道自己的过失, 知道自己的毛病习气, 知道之后一定把它改正过来, 这叫真正的修行。 九, 本性活泼泼的, 无相无不相。 晶云, 不住色等。 又云身心。 已是发菩提心者, 不应住于沉香, 非令心如死水也。 本性活泼泼的, 无相无不相, 无相是从体上说的, 本性肢体没有相, 本来无一物。 它能够现相, 现相是清净性体起作用, 起作用能现相, 所以无不相, 无不相就是有相。 晶云, 不住色等。 又云身心。 已是发菩提心者, 不应住于沉香, 非令心如死水也。 这一段的开示很重要。 有很多修订的人, 认为一念不深那就叫定, 那个错了。 佛法里面讲一念不深, 是讲妄念, 妄念不深, 它有正念。 一念不深时候, 一个妄念都不深, 它还有正念, 可见得它不是没有念, 它有正念, 正念不是妄念。 正念是什么? 正念是无念, 无念就是不执着的念, 一切都不执着, 那叫正念, 不是没有念, 没有念, 外面相就没有了。 相从哪来的? 相从念头深的。 佛在戴经里常讲, 一切法从心想身。 心没有想, 哪来的相? 使法界都是从心想身的, 西方极世界也是从心想身的, 想西方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就现前, 一切法从心想身。 不可以叫心如死水, 心如死水那叫无想定, 无想定实在讲也很难修, 修成了之后, 它的果报在四禅, 四禅有个无想天, 专收无想定的人, 无想定成功就到那里去报道, 那个天我们佛法叫做外道天。 学佛, 好心学佛了, 最后学成外道, 真冤枉。 真的好不容易。 如果拿那个定, 那个心, 来念佛, 给诸位说, 上上品往生, 马上就花开见佛。 一念之差, 就是前面所讲的, 道心微微, 你看那么一点点, 果报相差太远太远了。 所以这是无助又说身心, 道理在此地。 是教我们要活活泼泼的去做, 绝不是死呆板的, 虽然去做, 心里头干干净净, 一尘不染, 这个快乐。 心里染着就是六道轮回, 心地不染着, 超越六道轮回。 如果超越六道轮回, 什么都不做是小尘, 堕到空里面去了, 一切都做, 大乘菩萨, 广度众生。 所以说穿衣, 吃饭, 点点滴滴, 统统都是广度众生, 度尽虚空, 便法界一切众生, 这个范围多广多大。 十, 清净心是真心, 助成攀缘心, 即是旺心。 冷言, 云, 一切众生, 从无始来, 种种颠倒。 诸修行人, 不能地成无上菩提, 乃至别成生文, 原觉, 及外道等。 皆由不知二种根本, 错乱修习。 义者, 无始生死根本。 则入经者, 与诸众生, 用攀缘心畏自信者。 二者, 无始菩提涅盘缘清净体。 则入经者, 识经缘明, 能生诸缘, 缘所依者。 清净心是真心, 助成攀缘心, 即是旺心, 成就是六成, 色、 生、 香、 味、 处、 法, 你助就错了, 助就是攀缘, 那就是旺心。 冷言, 云, 一切众生, 从无始来, 种种颠倒。 诸修行人, 不能地成无上菩提。 乃至别成声闻, 原觉, 及外道等。 这就是修行修错了, 好心发的心, 想学菩萨, 想学佛, 结果学错了, 学错了如果学成声闻, 原觉还算不错, 路是走差了, 但是还可以回头。 如果搞成外道, 那可麻烦大, 回不了头。 那就错得太离谱, 像刚才讲修定, 你修成无想定, 这就太离谱, 完全错了。 皆由不知二种根本, 这是世尊在, 冷言经, 上讲的, 错乱修习, 不晓得二种根本。 义者, 无始生死根本。 则辱经者, 与诸众生, 用攀缘心为自信者。 误会了, 把妄心当作真心, 攀缘心就是生灭心, 妄念。 妄想杂念这个心当作自己的真心, 用这个心来修行错了, 用这个心修六度万行都不行。 用这种心修六度, 还是六道轮回业, 戒定会, 六度, 十大愿望, 好事情, 善事, 果报在三善道, 不能出轮回。 原因在哪里? 你是用的攀缘心, 你是用的妄想心, 用这个心修行, 出不了轮回。 可是诸位要知道, 不用这个心难。 真的比登天还难, 我们没办法, 这才知道, 非念佛不可。 用这种心念佛可以往生, 往生就超越轮回, 这叫第一方便。 用这种心修别的法门, 不行, 只能修三善道, 不能出轮回。 用这个心念佛教代业往生, 生凡圣同居土, 生方便有余土, 西方极乐世界似土, 底下这二层就是这样的人去往生的。 二者, 无始菩提涅槃圆清净体, 这是真心。 则辱经者, 识经元明, 能生诸元, 元所依者, 这几句话意思很深, 如果要讲的话, 这四句两个小时讲不完, 这, 冷言经, 上的, 我们不说了。 这是真心, 就是此的讲的清净心。 如果我们用清净心念佛往生, 给诸位说, 生时抱庄颜土, 常寄光净土, 那个不一样, 完全不相同。 可是, 要跟一般人比较起来, 念佛的功德是无比殊胜, 一般人除念佛法门以外, 用清净心来修六度万行, 可以超越六道轮回, 可以明心见性, 正道元教初住, 别教初的菩萨, 能正道这个果位, 不能跟往生的人比。 往生的人, 你们诸位想想看, 时抱庄颜土往生, 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就花开见佛, 换句话说, 他是真正的八的菩萨。 你自己要修行修道八的, 华言经, 上跟我们讲老实话, 正道元教初住, 明心见性, 要修道八的, 要修二个多阿僧止节。 二大阿僧止节修道第七的, 在往上进入道八的的时候, 已经入第三个阿僧止节, 你说这个时间多长? 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马上就得道, 不能比。 所以, 这些佛菩萨都教我们多读大成, 你多读你才知道, 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 才晓得这个道理。 我们对于这一切法门, 才知道如何去选择。 世尊在, 冷言经, 上交给我们, 跟此的所讲这个意思相同, 特别引用到此的来。 十一, 须知助成之心是时, 因其攀缘, 明知曰望。 而此望心, 原是真心之所变现。 云和变, 由其不达一真法界, 分别人我故也。 须知助成之心是时, 旧是八时, 八时是望心, 不是真心。 因其攀缘, 明知曰望。 而此望心, 原是真心之所变现。 云和变, 由其不达一真法界, 分别人我故也。 他不知道法界原本是一体, 在这里头起心动念, 分别, 执着, 具足四相, 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统统具足了, 这样变成凡夫。 十二, 摩索住, 含有不执着, 亦不断灭二亿。 而生其心, 而, 有而又, 而后二亿。 其自止菩提, 六度等。 如是, 则所发修行六度之心, 方位菩提心。 以其与自性清净心相应故。 摩索住, 含有不执着, 亦不断灭二亿。 而生其心, 而有而又, 而后二亿。 其自止菩提, 六度等。 也就是指一切佛法。 如是则所发修行六度之心, 方位菩提心。 以其与自性清净心相应故。 真的到这个地方, 把这个中心给我们说出来了。 中心就是, 无助, 无助就是清净心, 无助是空, 有两边都不住。 所以不执着, 不断灭, 不执着是不住有, 不断灭是不住空, 空有两边不住。 摩索住里头是两个意思。 而生其心这个儿, 也是两个意思。 虽然一切不住, 他又生心。 也许有人会问, 我既然一切都放下了, 我一切都无所得了, 我为什么还拼命工作, 做得那么辛苦。 这个人不糊涂吗? 不是自找苦吃吗? 这个念头就叫妄念, 就叫妄想, 他不晓得自己错了。 如果清净心线前, 一切都放下了, 你每天工作24个小时, 累不累? 一点也不累。 为什么不累? 没做, 心干净, 一点分别执着没有, 就这个道理, 只有快乐, 只有欢喜, 法喜充满。 一般人心地污染, 用妄心, 工作几个小时就累得不得了, 妄心会累。 真心不累, 真心里头空空洞洞, 真心不累, 越用越自在, 越用智慧越增长。 妄心越用, 烦恼越增长, 烦恼增长怎么不累? 累死人了。 佛菩萨工作, 他智慧增长, 他不是烦恼增长, 他不会累, 这是我们一般人不知道这里面真正的状况, 越做越欢喜, 能够利益一切众生, 而又不着想。 十三, 不应取法, 不应取非法。 两句贯彻全经, 此中之应生清静心, 应摩锁住而生其心。 又是不应取法两句支点精处, 应摩锁住, 不应取法也。 生其心, 不应取非法也。 我们可以看到经文前后的照应, 意思非常的精细, 为妙。 十四, 但清静, 不生心, 便是死水。 佛法所不许。 清静要在身心中显现。 但清静, 不生心, 便是死水。 佛法所不许。 心清静, 什么事情不干, 我们讲学佛消极, 不但是间人不欢迎, 佛也不要你, 佛要的是积极为大众去服务。 清静要在身心中显现, 清静心在什么地方显现。 在一切工作里面显现, 在日常生活当中显现, 越是繁忙, 越是繁杂当中, 越显示出清静, 平等, 这是真功夫。 像那个刀一样, 越磨越锋利, 离开磨刀时, 那个刀怎么能说锋利? 要在世上去磨练, 较力是练心, 绝对不离开众生, 绝对不离开社会, 这就是正确的, 这就没有错误了, 是佛法对我们要求的, 希求的。 十五, 生者, 任运而生, 无助, 无妨随缘而住, 虽住而时磨所住, 任运而生者, 法而显现, 生而时磨所生, 果能如是, 则法法都显无助身心, 物物莫非般若实相。 生者, 任运而生, 生是自然的, 任运是自然的, 不是勉强的, 不是我们有意取的, 有意死取的就错了, 那叫忘心。 只要老老实时依照佛的教训去做, 不会做。 老实念佛, 念到功夫成熟了, 什么是功夫成熟? 心清净了。 还是这一句话, 念到心清净, 就是功夫成熟。 清净心现前, 就叫做一心不乱。 只要这样老实去念, 就生心, 就生了。 无助, 无妨随缘而住, 生活随缘就快乐, 攀缘就不快乐。 攀缘是什么? 心里头有妄想, 我们讲有忧虑, 有牵挂, 有烦恼。 随缘, 没有忧虑, 没有牵挂, 没有烦恼, 没有得失心, 样样都自在。 顺境也好, 逆境也好, 没有一样不好, 一切都随缘。 随缘而住, 就是无助。 虽住而时摩索住, 随缘就是无助, 攀缘就是真的他有助。 任运而生者, 法尔显现, 法尔是自然的意思, 比自然来的还自然, 就叫法尔, 这是佛学名词, 自自然然的, 自然显现, 没有一丝毫勉强, 没有一丝毫的作作。 生而时摩索生, 连那个生的香也不分别, 也不执着, 这就是生而无生, 不是他真的无生, 他真的有生, 不执着, 心里头若无其事。 果能如是, 则法法都显无助身心, 物物莫非般若实相, 这个在前面跟诸位报告过, 像穿衣, 吃饭,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具足圆满六波罗蜜。 法法是一切法, 不仅是佛法, 包括世间法, 包括我们生活当中, 为不足道的点点滴滴, 都是无助身心, 都是实相般若。 大道在哪里? 眼底全是, 我们读了, 金刚经, 这一些真实的事相要是没有看清楚的话, 这个经叫白看了, 白读了。 果然看清楚, 果然看明白, 这个心念头一转就回头, 一回头, 恭喜你。 你转凡成圣, 你本来是六道凡夫, 现在一转变, 你就是佛菩萨。 如果一心念阿弥陀佛, 你笃定是菩萨, 绝对不是凡夫。 这一转变的时候, 求生净土毫无障碍, 什么障碍都没有了, 这都是真实话。 所以说, 十相般若就现前。 十六, 学佛必须依教奉行, 教义优身。 必应得其刚要所在。 不应住色身心, 不应住身相畏处法身心。 无论修合法, 行住坐卧, 不离这个, 才有入处。 而自信清静心, 才能透露出些消息。 所修之法, 亦渴望有成就之其也。 学佛必须依教奉行, 教义优身, 是加木尼佛四十九年所说的, 教义真的是身。 必应得其刚领所在, 身不怕, 抓到刚领就有办法了, 金刚精, 是刚领。 不应住色身心, 不应住身相畏处法身心, 这两句话是, 金刚精, 的总刚领。 应摩锁住, 而身其心, 就是这两句话的总结。 无论修何法, 参禅也好, 学教也好, 持咒也好, 念佛也好, 不管你修哪个法门, 这是说的佛法, 这个法里头还包括世间法。 世间法里面, 不管你学哪一种学科, 你在大学里面所选的学系不一样, 你在社会上工作行业不一样, 都是法, 也就是我在前面所说的, 无论你是哪一种生活方式, 无论你是从事于哪一种行业, 行住坐卧, 不离这个, 才有入处, 入什么? 入佛菩萨的行列, 入幸福, 快乐, 圆满生活的系列, 你入这个进去了, 真的的大自在。 而自信清静心, 才能透露出些消息, 无论是佛法, 是法, 总而言之一句话, 一定要把清静心露出来, 就在你生活当中, 就在你工作当中, 就在你事业当中, 透出你的清静心, 你就不是凡夫了。 换句话说, 你就离开苦恼, 离开烦恼, 清静心里头没有烦恼, 你就生智慧, 你就超越六道轮回, 所以我说,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上上品往生。 所修之法, 亦渴望有成就之奇, 你所修的佛法有成就, 你能得禅定, 你能开智慧, 你能修行正果, 在世间法里面, 你能够建功利业, 成就你辉煌的事业, 统统有帮助, 你这才晓得, 金刚经, 的价值, 才知道大臣佛法是无价之宝。 我们称它做法宝, 这个是名副其实。 今天我们到这里告一个段落。 金刚班若研习报告, 第二十七卷, 新加坡佛教居士林荡明, 九年二月三年二月七。 请看, 金刚经讲义节要, 卷三, 经本第六十七页。 上一次经文讲到, 应魔所著, 而生其心。 因为众生有执着, 所以才有六道轮回, 因为众生有妄想, 所以才有十法界。 由此可知, 六道十法界都是从众生妄想当中所生出来的现象。 而它的事实真相就是世尊在经中为我们说明的, 一坛只有九百叶因果报的相续现象, 这种现象是, 当体极空, 了不可得, 所以佛教给我们, 应魔所著。 又因为这个现象, 虽然它是刹那生灭, 实在上说它是刹那在转变, 因此佛教给我们要身心。 由此可知, 无助身心不仅是班若的中心, 实实在在说, 它与宇宙人生事实真相完全相应, 相应就叫做随顺法性。 这是佛在经上, 尤其是在, 金刚般若, 上, 自始至终不厌其烦, 多次地教导我们要无助, 要身心, 道理就在此地。 我们知道理论, 明了事实真相, 才能体会到世尊教导我们的苦心, 教导我们的真实, 使我们充分地理解到如今所说信心不逆, 我们在佛法修学才有成就, 我们的生活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幸福, 自在, 美满。 这几句是总结前面应我所住而生其心的大意。 五二, 正已抱身不住。 佛教我们无助身心, 他自己当然做出一个榜样来给我们看。 虚菩提, 譬如有人, 身如虚弥山王。 余异云合, 是身为大部。 须菩提言, 圣大, 世尊, 何以故? 佛说非身, 世明大身。 一, 有人, 只发大道心之人。 大心为因, 大身, 为果。 多结晴修六度万行, 福慧双严, 功行圆满, 方能正德。 所谓无边相好生也。 有人, 指发大道心之人, 正是开经, 尊者所说的, 善男子善女人, 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者, 有人就是指这些人, 也就是发无上菩提之人。 大身, 就是无上菩提所证的的报身。 我们在赞佛纪常常念道, 白豪婉转五须迷, 干木成青四大海, 就是形容佛的报身之大。 如果不读赞佛纪, 单单看到经文上的大身, 我们不晓得带到什么程度才较大。 从赞佛纪我们细心去体会, 佛的这个身相实在是太伟大, 带到我们无法想象, 也显示出我们众身太渺小了。 大身是果报, 正的无上菩提的果报。 我们都知道佛有三身, 法身是本体, 报身, 应化身时所现之相。 报身有两种, 一种是自受用身, 一种是他受用身。 此的所说的大身是指自受用身, 至于他受用身, 是教化地上菩萨所示现的。 从初的到等觉, 菩萨所证的程度不相同, 因此见到佛的报身也不一样。 初的跟二帝所见的就不一样, 二帝跟三帝见的又不一样, 应化身就更不必说了。 总而言之, 不初, 能言, 所说的, 随众身心, 应所知量。 菩萨还算是众身, 所谓是九法界有情众身, 九法界就包括菩萨。 世尊, 多结晴修六度万行, 福慧双严, 功行圆满, 方能正的, 所谓无边相好身也。 我们在一般经典上看到, 所谓三十二相, 八十众好, 障六精身, 这是说世尊在我们这个世间所示现的应身。 三千年前出现在北印度, 为我们讲经说法四十九年, 世现的世间寿命八十岁, 世尊八十岁原济的, 这是属于应化身。 而佛的自受用报身, 像, 华言, 所说的, 佛有无量相, 相有无量好, 不止三十二相, 八十众好, 相好无量无边。 这一种说法是称赞的话, 还是实在的。 这一点我们学佛的同修必须要理解, 佛门里面没有妄语, 世尊在本经里面告诉我们, 如来是, 真语者, 实语者, 如语者, 五语里面是以五如语为主。 如是完全与事实相应, 所谓是不增不减, 所说的跟事实决定是相当。 这就是说明, 无量的相好是事实, 这不是称赞, 也决定没有夸张。 哪来的那么多的相好? 我们凡夫听起来实在是不可思议, 甚至于初学的人根本就无法接受, 这是我们完全不了解究竟圆满大绝人的事实真相。 我们知道, 自受用抱身是信德圆满的显示, 自信的功德无量无边, 所显示的德乡自然也是无量无边。 于大乘了义的经论, 稍稍能够摄入, 能够体会, 对于这桩事情自然就不会怀疑。 佛在因地, 就是在菩萨地位上, 圆满的大绝在最初也向我们现前相仿佛, 虽然信德里面本来具足, 但是信德无量劫来, 被妄想, 分别, 执着, 烦恼所遮盖, 信德不能现前, 必须要靠修德来开发。 因此多结情修六度, 这一句就是讲修德, 再因为修德是非常重要, 修德就是前面所说的而生其心, 虽身心要无助, 与信德就相应。 如果身心有助, 与信德就不相应, 纵然泪皆勤修, 依旧不能见性。 为什么不能见性? 因为他不能断烦恼, 不能破妄想, 妄想就是无名。 他有烦恼障, 他有所知障, 这就不能见性, 不能超越十法界。 如果烦恼障尚且不能破, 换句话说, 他根本不能超越六道轮回, 这是我们必须要认识清楚。 我们在这一生当中, 纵然不能破无名, 也得要想方法了生死出三界, 这才算有成就。 若不能超越六道轮回, 我们就要想一想, 像世尊在, 金刚经, 上所说的, 无量寿经, 上所讲的, 大家都念得很熟, 佛所说的是说我们每一个人, 说我们自己。 我们的学佛修行不只是在这一生, 过去生中生生世世无量节来, 也是多节晴修六度万行, 为什么还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这是我们应当要反省的, 应当要觉悟的。 那就是我们虽然晴修六度, 没有想到了生死出三界的重要。 何以知道我们没有重视这个问题? 看看今生就明白了。 我们这一生闻到佛法, 对于乐生死出三界这个念头有没有? 肯不肯切? 是不是把这一桩事情当作我们这一生当中, 唯一的一桩大事来办?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 那就很显然的说明, 我们这个念头不肯切, 我们对于是原依旧看得很重, 所以无名烦恼习气不能断, 纵然这一生情修六度, 也不过是带来六道的福报而已, 佛法所谓是有漏的吃福, 修的是这个。 这事我们不能不警惕, 不能不觉悟, 一定要学菩萨。 福慧双眼, 眼是庄严, 我们回向祭天天念, 庄严佛净土, 我们拿什么去庄严? 要修福慧。 什么是福, 什么是慧。 这在, 金刚经, 上我们有更深入一层的认识。 菩萨所修的慧是无助, 印魔所助是修慧, 而身其心是修福。 身心要是有助, 那就有福没有慧, 无助不身心, 有慧没有福, 都不能解决问题。 解决什么问题? 六道十法界的问题, 都没有办法解决。 金刚经, 上所讲的福慧双眼, 一定要以本经所说的标准, 印魔所助, 而伸其心。 前面已经跟诸位详细说明过, 无助伸心就要在日常生活当中, 起心动念之处, 点点滴滴上来下手, 这叫真功夫。 功行圆满, 功是功夫, 行就是指我们日常生活行为, 在日常生活当中, 就像世尊在本经开端为我们所示现的穿衣吃饭。 世尊入舍为大臣托波, 这是出家人的工作, 我们要把它看作工作, 处世待人接物, 每一桩事情都是圆满的功行, 也就是说每一桩事情都具足无助身心, 这才叫修行, 这才叫学佛, 这才是发菩提心, 行菩萨道。 华言经, 上告诉我们, 亦即是多, 多即是疑, 亦多不二, 这些句子跟无助身心是一曲同工, 实在是妙极了。 无助就是一, 身心是多, 再多都离不开一。 疑是什么? 无助。 无助就是自信圆满显示, 身心是自信无量得能的随缘显现, 所以宗门常讲, 万法归一, 万法是身心, 归一是无助。 所以和大臣经论体会世尊这一句, 究竟圆满彻底的开始, 我们要在这个地方用功夫, 也就是说要掌握到这个原理原则, 我们来过日子, 你就是过诸佛菩萨的日子, 就不是凡夫了。 所谓是转凡成圣, 那个枢纽关键就在此的, 这样的生活才叫福慧双眼, 才叫功行圆满, 方能正德。 世尊是圆满正的, 我们开始学的时候是分正的正入, 天台所讲的六级佛, 我们从分正慢慢在正到圆满。 实在说, 分正恐怕我们功夫还不够, 我们现在开始学, 道理明白了, 方法懂得了, 怎样在生活当中去做, 真的去做, 我们能做到这个功夫, 这在六级当中叫观行吉佛。 观世观念, 我们的观念转过来了。 从前凡夫的观念, 身心有助, 身心有助是凡夫的观念, 现在我们晓得, 身心要无助, 无助要身心, 这是诸佛菩萨的观念。 把身心无助, 无助身心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 那就叫行, 观行。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 落实在生活当中, 落实在你工作之中, 落实在你处世待人接物之中, 那叫行, 观行。 如果说连这个做不到, 观念转不过来, 生活上做不到, 你再降低一层, 名字即佛, 有名无实。 有名无实是决定不得受用, 你的佛法在通达, 甚至与你讲得再好, 讲得天花乱坠, 你丝毫受用都得不到。 诸位要知道, 现前得不到受用, 将来我们生命暴忠的时候, 依旧要搞六道轮回, 这是一桩非常可怕之事。 观行的功夫得力, 拿这个功夫念佛求生净土, 就决定的身, 净宗所说的功夫成片, 就是这个境界。 相似位是净宗的事一心不乱, 分正位是净宗的礼一心不乱, 这些我们必须要知道。 二, 无论国为因地, 相与非相, 皆不可取。 若于此礼少有位名, 则修因时, 便于应魔所住, 而生其心, 不能生气。 此佛举问之为义也。 无论国为因地, 相与非相, 皆不可取, 世尊在这里为我们做证明, 他是以就近圆满的国为, 自受用的报身, 献的这个大身, 他不住。 不住, 虽得这个身, 心里面若无其事, 我们一般讲没在意。 没在意就是心里面没有这个事情, 没有这个分别, 没有这个执着, 甚至于念头都没有, 这叫真的无助。 果位层次很多, 小乘四果四相, 大乘菩萨从初性位一直到等觉五十一个位次, 每一个位次往后面看, 他是因, 往前面看, 他是果。 譬如说初的, 初的向前看, 三贤位他是果, 往后面看, 二帝, 三帝那他是因, 因地, 果的也要把他辨别清楚。 正道究竟圆满佛, 那是圆满的果位, 那个没有因了, 等觉菩萨往佛看, 他是因位, 往法云的菩萨看, 他是果位, 这个地方的果位, 因地, 要这样子看法。 相与非相, 相是现相, 是是相, 非相是讲的心性, 或者说空相。 相是有, 非相是空, 空有两边都不住, 所以无住是两边都不住, 这个诸位要知道。 不能认为这个无住大概叫我们不住一切有, 有可以不住, 能不能住空? 不能。 凡夫修行, 如果住空, 果报在无想天, 四禅的无想天, 他什么都不想了, 他住空, 在无想天, 这是功夫浅的。 功夫生得到四空天去了, 他因为住空才有四空天, 他要是不住空, 哪来的四空天? 凡夫空, 有不能住, 住有那是四禅以下的, 这都是住有, 住空就变成四空天。 总而言之, 住空, 住有都出不了三界。 修行人, 菩萨空有也不能住。 修行正果的人要一住空, 小臣阿罗汉住空, 辟知佛也住空, 世尊在大臣经上常常呵斥他, 称他们堕无畏坑, 无畏旧是空。 有什么不好处? 在修学正果上, 他终止了, 停住在那里, 不能往前进。 小臣阿罗汉正入偏真涅盘, 偏真涅盘是空, 两万劫才知道回小巷大。 诸位要知道, 他终止两万劫, 两万劫这么长的时间空过了, 这多可惜。 辟知佛比阿罗汉聪明, 一万劫, 要耽误一万劫的时间。 这是修行人, 真的是有善跟有福德的人, 住空, 有这个害处。 住有是决定不能出三界的, 那就不必说了, 所以空有两边都不能住。 这是我们把这些事实真相搞清楚之后, 这才明了是尊为什么叫我们空有两边都不住。 应魔所住, 不住有, 而身其心, 不住空, 空有两边不住。 身心, 身什么心? 身心一定要依佛的教会。 前面跟诸位说过, 因为刹那的相, 相在转变, 我们生的心善, 变出来的相就善, 生的心不善, 变得相就不善。 因此如何身心, 诸佛菩萨祖师大德, 可以说苦口婆心, 不厌其烦地教导我们, 我们要细心去体会, 认真去接受学习。 若于此理少有未明, 则修因时, 便于应魔所住, 而生其心, 不能生气, 这话说的有道理。 理论上没搞清楚, 事实真相不明白。 金刚经, 的文不多, 读, 金刚经, 的人很多, 金刚经, 讲的是什么, 懂的人可不多。 这就是宇宙人生的道理, 事实真相, 他没搞清楚。 过去禅宗六祖会能大师听到这两句, 就明心见性, 后面都不讲了。 五祖人和尚给他讲, 金刚经, 讲到这个地方就圆满, 就结束了。 我们这个经听上一百遍, 一千遍, 还是这个样子。 什么原因? 若于此理少有未明, 我们还不是少有, 我们是多有未明, 所以对于这两句经文, 我们听了不会开悟。 能大师一听他就误入, 他是真的明白。 他怎么明白的? 做到了, 心地清静, 一尘不染, 我们的心, 用心要这样才行。 换句话说, 不但是是法一切分别, 执着我们要放下, 佛法也不能分别执着, 也要放下。 这是佛在本经里头告诉我们, 法上映舍, 何况非法, 佛说的。 佛在此的举比喻给我们说, 佛说法如法御者。 法御是世尊早期讲经常常用的比喻, 在小成经, 阿含经, 里面, 我们常常看到这个句子。 金刚经, 上虽然出现同样的句子, 用意不相同。 小成人者相, 所以是遵取这个比喻, 佛说法就像法御一样, 我们没得度的时候, 要依靠佛法, 正果之后那佛法就不要了。 像过度, 没有过去我们要传, 过去之后登上那个彼岸, 传就不要。 这个意思好懂, 这小成经上说的, 金刚经, 上不是这个意思。 金刚经, 上佛教给我们, 正坐在船上就不能对那个船有丝毫的执着, 即相离相, 离即同时, 这就不是小成的境界。 小成离根即不同时, 大成法离即同时, 就是无助根身心事同时, 是亦不是二, 这个意思深。 宗门所谓, 实得一, 万事必, 那个必就圆满, 没事了。 这个仪是什么? 仪是同时。 我们在这里说的, 离相跟吉相同时, 无助根身心同时。 同时就见性了, 一时不见性, 同时就见性, 这一点要知道。 同时是一切都同时, 性相同时, 理事同时, 因果同时, 争妄同时, 邪正同时, 善恶同时, 利害也同时, 没有义法不同时。 同时就是一, 宗门讲的实得一, 意思在此地。 所有一切经, 你们打开经本, 如是我闻, 一时, 一时就是同时, 不是一时。 一时就是一真法界, 如果不同时, 那就变成十法界, 就变成六道, 变成无量无边的法界。 这个观念要是能转过来, 你修行的功夫就得利了。 今天我们修行为什么功夫不得利? 我们也很认真的干, 每天有不少同修告诉我, 一天, 无量受精, 有人念十遍, 念十二遍, 但是他境界转步过来, 他不晓得同时, 不知道是一时。 金刚经, 念得很熟, 从头到尾被一遍, 十三分钟, 很了不起。 我都做不到, 我不能不佩服他。 他这个境界还是转步过来, 为什么转步过来? 依旧是分别执着, 心不清净, 心不平等, 不清净就不平等, 所以他境界转步过来。 换句话说, 他依旧是名字为中人, 你说可惜不可惜。 没有办法从名字为提升到观行位。 诸位要知道, 我们念佛, 观行位才能往生, 名字为不能往生, 一天到晚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一天念十万身佛号还是不能往生, 古人所谓的喊破喉咙也枉然。 什么原因? 名字为中。 名字为是有口无心, 你没真修, 真修就是观行位。 真修刚才讲了, 两桩事情, 一个是把观念转变过来, 观, 一个是行为转变过来, 这观行。 行为是什么? 六度。 观念是什么? 无助, 这很要紧。 无助就是什么都不放在心上, 一定要心清静, 身心世界一切放下。 不放下行吗? 决定不行。 为什么不行? 因为那是妄想。 妄想障碍了心性, 你怎能不放下? 这样我们才认识, 应魔所助而升其心, 真的是无量法门修行的中枢, 修行的总纲领, 总原则。 我们念阿弥陀佛, 身心世界要放下, 不放下不能带着往生。 带业是带旧业不能带新业, 这是我们必须要晓得的。 此佛举问之为意, 举什么问? 举报身不住。 问须菩提, 譬如有人, 身如须弥山王, 佛举这句话问的意思你要懂。 让须菩提来答复, 这一问一答, 我们在这当中领会它的意思, 领会到无助身心的身意, 然后我们才得受用。 得受用就是你会过日子, 你会生活, 你能够把轮回心改成佛菩萨的心。 佛菩萨的心是无助, 轮回心是有助, 有助就是你心里头还有忧虑, 牵挂, 那是轮回心。 诸佛菩萨一切忧虑, 牵挂, 分别, 执着, 统统没有, 那叫决心。 虽然一丝毫的分别, 妄想, 忧虑, 牵挂统统都没有, 而行不失。 不失包括六度万行, 这个意思前面都细讲过, 不要再重负。 不是单单修一个不失, 不失包括我们整个的生活, 包括我们全部的活动。 这把意思懂得了, 他为什么要问这个, 然后你才懂得佛这个问真有味道, 这经文才真有味道。 三, 非身, 有二意。 一约正果, 所正乃清净法身之体, 非此报身之相, 则非身只报身严。 二约正果, 既是法身体, 法身周杀界, 其大无外, 便入围尘, 其小无内, 无形相, 无数量, 静明云, 佛身无味, 不堕诸数。 亦显约体言, 故说非身, 则非身指法身严, 非身, 有二意。 金刚经, 上级非, 世明, 这个句子用得很多, 它的意思一定要懂得, 一定要细心去体会。 一约正果, 所正乃清净法身之体, 非此报身之相, 则非身指报身严。 佛法的确是圆容, 玲珑剔透。 不会的, 那你是句句都说错了, 要是会的, 句句都圆容, 妙就妙在此地。 第一个意思正果, 正的是什么? 正的是清净法身, 这是讲圆满的果位。 如果从分正的果位上来说, 这是大家不能不知道的, 分正的果位就是正的无助, 不但是大臣菩萨五十一个果位, 小臣四果都不例外, 正的是什么? 无助。 换句话说, 无助功夫浅身不同, 才愤出菩萨这五十一个阶级。 五十一个阶级统统正的是无助, 有人正的浅, 有人正的深。 正的浅的, 果位就下一点, 正的深的, 果位就高一点, 如此而已。 由此可知, 如果我们心还有助, 你正什么果? 这是我刚才说了, 我们过去深中, 深深世事无量节的修行, 连各出果都没正到。 什么原因? 就是你心总是有助, 你有牵挂, 你有分别, 执着, 这害惨了。 虽然念佛也不能往生, 因为你有助。 由此可知, 凡是念佛往生的人, 我问你, 他为什么会往生? 他心无助, 所有一切忧虑, 牵挂统统放下了。 除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之外, 他心里头统统没有了, 这样人能往生。 还有挂念到你的亲情, 挂念到你的财产, 那就完了, 还搞六道轮回。 彻底放下, 放下之后, 身心放下之后是什么? 快快乐乐的过日子, 在生活当中一切随缘, 顺境享福, 逆境也享福。 也许同修们听到就不懂了, 顺境享福, 逆境享什么福。 饭都没得吃还享什么? 享清福, 心清静, 心平等。 他在顺境里面, 富贵里面, 没有乐寿, 这里很快乐, 那完了, 你就又堕落。 逆境, 困境里, 他没有苦受, 他始终保持清静心, 保持他的平等心, 那叫真的享受。 这才能懂得顺逆是一, 不二。 唯磨入不二法门, 顺境, 逆境都享受。 诸位想想他那个生活, 怎么不快乐, 怎么不幸福。 这样人念佛就决定的深净土, 与佛所修的福会双眼相应。 阿弥陀佛四十八愿, 尽虚空, 辩法界皆引度托一切众生, 他是修福。 虽然度托一切众生, 他心里头不着香, 无助。 阿弥陀佛也是无助而生其心, 都违背不了世尊这两句话的意义。 正是正清静法身, 这个清静法身怕大家听了又觉得是高深莫测, 我还讲简单就是无助, 清静法身就是无助, 就是一切都不执着, 相与非相都不执着。 空有两边不执着, 那就是清静法身, 就是正的这个东西, 而不是报身之相。 所以尊者说即非大身, 是指报身讲。 第二个意思, 二约正果, 即是法身体。 法身周杀界, 其大无外。 辨入为尘, 其小无内。 无形相, 无数量。 这是大小不二, 大小不二里面就包含一多不二, 性相不二, 事理不二, 统统在这一句里看出来了。 静明云, 佛身无畏, 不堕诸数, 诸位要晓得, 佛身无畏, 不堕诸数, 数是数量。 我们的身跟佛身是无二无别, 众身跟佛, 身佛不二, 身佛是一, 这些都是跟你讲真话, 都是给你说事实真相。 说事实真相反而不懂了, 给你说假的, 你一听就点头, 佛不是众身, 众身不是佛, 你听了点头。 我跟你讲众身跟佛是一, 你就摇头, 这怎么是一? 那是真相, 那是事实, 那个不一是因为你有妄想, 你有执着, 你见不到事实真相。 意显约体言, 故说非身, 则非身指法身言。 这一句话意思是双观的。 佛说大身, 大身里面就含有两个意思, 所以, 佛说非身, 是名大身。 非身两个意思, 大身也是两个意思。 大身两个意思, 一个是从相上说, 佛现的身的确是大, 如果从法身上讲, 法身尽虚空, 辩法界, 那怎么不大? 随众身心, 应所知量。 虽然现身, 虽然是硬量, 可是诸位要知道, 依旧是当处出身, 当处灭尽, 了不可得, 所以他无助。 这就是说明, 使法界那个像是幻香, 这个幻是什么? 变化多端, 刹那再变化。 一真法界是真相, 为什么说它是真? 佛法里面讲真妄的定义, 简单的说, 凡事会变得都是假的, 都叫假的, 都叫幻的, 金刚经, 上说, 一切有畏法, 如梦幻泡影, 它会变化。 凡事不变得, 就叫真的, 这是说变与不变。 箱究竟是一回什么事? 真相如何? 真相都是刹那九百生灭叶因果报的相续相。 换句话说, 一真法界里面, 它那个相续相是不变的, 永远是这个相续相。 使法界里头会变, 为什么会变? 妄想, 执着。 华言经, 出现品, 佛说的, 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得相, 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正的。 六道凡夫妄想执着都有, 四圣法界, 身文, 圆觉, 菩萨, 佛, 这个佛是讲藏教佛, 通教佛, 别教佛, 他们没有执着, 但是还有妄想, 妄想就是无明, 无明没有断境, 无明是妄想, 所以没有办法正的一真法界。 一真法界虽然也是相续相, 但是它不变, 这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启示, 对我们来讲非常有用。 四, 不避着有, 不避着无。 然后修因时, 便能不取我相。 不住六成, 而身清静心矣。 不避着有, 不避着无, 有无两边都不可以执着, 这就是住。 然后修因时, 便能不取我相。 不住六成, 而身清静心矣。 清静心是什么? 自信, 禅宗里面所说的明心见性。 性是什么? 性就是清静心。 在哪里见? 在一切静缘上见, 境界就是六成环境, 缘是讲人式环境, 静是讲物质环境, 环境把它归纳, 总不外乎这两种。 从人式环境, 物质环境里头去就见性了, 诸位懂吗? 怎么见性? 身清静心就见性。 我在物质环境里面, 显示我心很清静, 不然, 这见性了。 人式环境跟一切人往来, 善人也好, 恶人也好, 我清静心在这里现前, 清静心现前, 就叫明心见性。 为什么会明心见性? 就是, 应摩锁住, 而身其心, 从这里见性, 清静心现前。 世尊这个问的就有味道了, 你要是不解这个意思的话, 好像前面应摩锁住而身其心, 问的好像与这不相干。 你看那个关系多密切, 从这个关系我们真的明白, 体悟到了, 会作用了, 就能应用在我们生活上。 五三, 约经功效显显浮得圣影和鲨鱼。 小标题是注释经文的。 约经功效显, 就这一步经的功德来做个比较, 显示受持读诵, 为人眼说, 功德不可思议。 虚菩提, 如横河中所有杀树, 如是杀等横河, 于亦云合, 是诸横河杀宁未多不。 虚菩提言, 甚多, 世尊, 但诸横河上多无数, 何况其杀。 这一段开示, 世尊先用比喻来说, 比喻的好, 我们一般凡夫想不出, 这一个大的数字比较我们想不出。 佛当年在世讲经说法, 可以说大部分的时间在横河流域, 凡是讲到树木字多, 树木字很大, 他老人家就用横河杀做比喻, 大家都懂, 横河杀很细, 确实像面粉一样, 跟我们一般这个沙滩的杀要细很多, 佛常用这个比喻。 这一条横河有多少杀? 我们一般人讲不计其数, 太多太多了, 没法子去算。 佛在这个地方用的比喻巧妙, 把横河的沙, 每一粒沙变成一条横河, 横河沙数的横河, 那里面的沙有多少? 这个数字, 我们今天用天文数字都没有办法来形容, 简直是无法形容。 尊者这个想法, 代表我们凡夫, 要是一粒沙变成一条横河, 横河数量就无量无数, 何况那里面的沙? 先用比喻做一个大前提, 然后佛再说明他自己真正的意思。 五四, 明保师福。 须菩提, 我今时言告辱。 实在说, 老老实实说。 若有善男子, 善女人, 以七宝满耳所横河杀数三千大千世界, 以用不失, 得福多不。 须菩提言, 圣多, 世尊。 诸位要记住这个数字, 把横河里面的沙, 一粒沙变成一条横河, 横河沙数里面的横河沙, 再以一粒沙比喻一个三千大千世界, 这个三千大千世界真的是无量无边无数。 第一次世尊给我们效量功德, 是用一个大千世界七宝不失。 这一个大千世界的七宝不失, 有没有人能做到? 有, 大梵天王可以做得到。 大梵天王是娑婆世界福报最大的, 他有这么大的财富, 但是肯不肯不失, 另当别论, 就是说他有这么大的福报。 死的所说的, 大梵天王也望尘莫及, 不敢想象, 这么大的福报。 一, 实言告辱, 说在此, 而意在下文。 使之所说, 实说之福, 更多于此, 是真实语, 不可不信。 实言告辱, 说在此, 而意在下文, 这个并不重要, 这是前提, 真正的意思是在底下一节。 佛是真的说, 实在说, 决定不是虚假的。 使之所说, 实说之福, 更多于此, 是真实语, 不可不信, 用意在下面。 二, 横和无量, 和沙无边。 藉有为法之极大福德, 作义比例。 以显实说之无为法, 福德更大于此。 这一段经文里头有一个字, 我们一定要注意, 善男子, 善女人那个, 善, 字, 金刚经, 的经文, 后面比前面深, 事后后深于前前, 因此善的标准, 后面善的标准比前面的意思要深。 最前面那个善男子, 善女人, 是, 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的, 那就是善男子, 善女人。 经讲到此的, 这个善像那个不行了, 一定要加, 应摩锁住, 而身其心, 才是这个地方的善男子, 善女人。 虽然是一个字, 同样的一个字, 摆在哪个地方意思不相同, 这是我们读, 金刚经, 决定不能够疏忽。 五五, 显持精神。 佛告须菩提, 若善男子, 善女人, 于此经中, 乃至受持四句记等, 为他人说, 而此福得, 圣前福得。 前面的, 食言告辱, 用意就在此的, 怕你不相信。 前面这个不失, 那还得了, 不得了。 刚才说过, 大饭天王也望尘莫及, 也不能跟他比。 我们能不能修这个福报? 佛告诉我们是肯定的, 能修, 不但能修, 你修的福报还超过他, 比他还要大。 用什么方法修? 受持, 这里头最重要的是受持, 因为你要是不能受持, 你怎么能演说? 不能受持, 就是这个经意, 你没有真懂, 你没有真懂, 你怎么能说得出来, 说得叫别人听懂, 所以关键在受持两个字, 这个是要明了的。 前面虽然说, 屡次都在讲, 唯恐我们疏忽了, 显示出佛的苦口婆心。 我们常讲一而再, 再而三, 三而四, 佛不止三而四, 在, 金刚经, 上讲了七, 八遍。 这样屡次重负, 这是显示出佛的苦口婆心。 一, 四句记, 等, 即言迟说即少之经, 上福得圣钱, 则迟说全经, 其福更甚, 不带言以。 经上举的例子, 都说四句记, 四句记是经中任何四句。 古印度人的习惯, 四句叫一首记, 常行文也是如此, 四句就算一首记, 不论句字的长短, 所以经中讲的四句记是任何四句经文, 这是说少分。 由此可知, 要是能够受持全经, 那个福得就更不可思量。 二, 受持, 则能自度。 为他人说, 则能度他。 自度度他是菩萨行。 故福得极大也。 这不是世间任何财布施所能够相比的。 华言经, 普贤行愿品, 里面说得很好, 一切布施当中, 法布施畏罪, 任何的财宝布施比布上法布施。 向下还有详细的说明。 三, 不施之离乡, 是福会双修。 又能生性因果, 性心清净, 老实念佛, 求生净土。 则能了生死, 出三界, 永托轮回, 不退成佛, 殊胜果得不可思议。 不施之离乡, 是福会双修, 离乡是修会, 不施是修福, 不施一定要离乡, 才能够符合无助身心。 如果不懂得这个意思, 与无助身心就相反了。 我们现前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搞错了, 我们不晓得无助的重要, 其心动念心有牵挂, 这很糟糕。 有一丝毫的牵挂, 念佛都不能往生, 何况修其他的法门, 你怎么能正果? 又能生性因果, 生性因果非常重要, 善因一定有善果, 恶因一定有恶报。 因是起心动念, 果就是叶报的相续变化, 这个道理佛在《大乘经》上讲得很透彻。 《华言经》上所说的, 所有一切现相, 包括一真法界, 使法界, 为心所现, 使法界的一正庄严, 为时所变。 时是什么? 妄想,执着。 所以要知道, 其心动念就把那个相转变了, 这也正是世尊所谓, 一切法从心降生, 使法界一正庄严是从心降生。 只要你心里面有想, 就有使法界, 妄想没有了, 一真法界现前。 西方极乐世界是一真法界, 这个诸位要知道, 所以不能带着妄想去往生, 要用清净心去往生, 所谓心静则佛土静。 静宗法门比其他一切法门要来得殊胜, 殊胜的原因在哪里? 其他法门要真的清净心献前, 明心见性, 才算是成就。 静宗不必, 静宗只要把一切妄念暂时停下, 把这个念头集中到阿弥陀佛就行了, 所以他的清净不是真清净, 相似的清净。 其他法门相似的清净还是不能出三界, 唯独静宗, 相似的清净就能往生, 这是真正不可思议, 所以一切诸佛赞叹。 因为这个程度, 我们努力是可以做得到的, 达到真正清净, 我们做不到。 因此静宗称之为异行道, 也就在此的, 相对的, 其他的法门是难行道。 我们走这个路子, 的确是快速稳等。 要生性因果, 念佛是因, 往生不退成佛是果, 这个法子妙极了。 信心清净, 老实念佛, 求生净土, 则能了生死, 出三界, 永托轮回, 不退成佛, 殊胜果得不可思议, 这是一切诸佛所称扬的, 我们在, 无量寿经, 上看得很清楚, 很明白。 下面在为我们解释, 为什么恒河杀树大千世界七宝不施, 比不赏寿池演说, 金刚经, 的四句记, 这个话确实是教人难以相信, 这不得不说。 四, 财师不及法师, 具含多意。 实在这个多是无量, 里面真的是无量意。 无量意太多了, 此地是略举七条来说明。 一, 财师, 师寿未必有志。 法师, 非有志不能师, 亦非有志不能受。 财师, 师寿未必有志, 师是不师的人, 受是接受不师的人, 未必有智慧, 这个智慧, 大家懂得了吗? 未必是无主。 不师的人者相, 接受不师的人也者相, 者相就没有智慧, 心有助就没有智慧, 不见得不师跟接受的人他心是无主。 法师, 非有志不能师, 亦非有志不能受, 这话是真的, 如果没有智慧, 他决定不能修法师, 法不师需要智慧, 特别是, 金刚经, 上所说的授持, 读诵, 为人眼说。 授持是你真正做到, 佛教你无助, 你真的就无助了, 你做到那才算数, 没做到不算数, 没做到你没有智慧, 你也没有能力修法不师。 接受的人没有智慧, 这个法的意思不懂。 我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金刚经, 是无上妙法, 我现在还有一点钱, 有一点能力, 我印一千本去不师, 金刚经, 什么意思我也不懂, 我印经不师, 学不师的样子, 样子学得很像, 其实是不是真的法不师? 不是, 才不师, 我花钱印经, 才不师。 我懂得, 金刚经, 是法不师, 我不懂, 金刚经, 印, 金刚经, 去不师还是才不师, 这个要知道。 我为什么印, 金刚经, 不师? 听说印, 金刚经, 不师会的大福报, 他的心里有助, 有这么大的福报我才肯印, 如果没有福报不印, 一分钱也不出, 不师的人没有智慧。 接受不师的人, 天天在读诵, 金刚经, 他心还是有助, 听说念, 金刚经, 福报很大, 住在福报箱上, 住相。 希望同修们在这个地方去领略他的意思, 你才真正有所体会, 你把这个原理, 原则应用在你生活上, 我常讲的, 你的生活会过得快乐, 自在, 幸福, 美满, 你过的是佛菩萨的生活, 比神仙还要高。 二, 财师, 师的大福, 受指的眼前小异。 法师, 师受接的大福。 财师, 师的大福, 不师的人得福报, 跟大家结广大的法员, 他将来的财富, 这是佛在经论上常讲的。 我们看到世间发大财的人, 这些大企业家, 亿万的财富, 这财富从哪来的? 过去身中财不失所得的果报, 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 不要以为他很能干, 他的主意很多, 手段很高明, 他能够发财。 聪明智慧比他高的人很多, 那个守法灵活的人, 超过他的也很多, 为什么人家不发财, 他发财。 一定要知道果报, 财不失的果报。 法不失果报是聪明智慧, 无谓不失果报是健康长寿。 所以世间人都想, 我要财富, 我也要聪明智慧, 健康长寿, 你就修财不失, 法不失, 无谓不失, 全是住香。 全是住香, 所以不是无住身心, 你是住香身心, 搞的是这一套, 所以比不少无住身心。 无住身心, 高。 法师, 师寿皆得大福, 的清净心。 清净心是自信, 没有见性的人不晓得, 见了性的人, 向六祖给五祖提出的报告, 虽然话不多, 可是说得很清楚, 和其自信, 本来具足, 本来具足就是一丝毫的欠缺都没有, 圆圆满满的, 和其自信, 能生万法, 能生万法那就是有求必应。 佛法里常讲, 佛是门中, 有求必应, 到什么时候有求必应? 到见了性之后, 能生万法。 你没见性, 我求, 求都没有应, 佛菩萨讲的话不灵。 不是佛菩萨讲的话不灵, 你没有达到那个标准, 你达到那个标准就有求必应。 你求是用望心求, 人家求是清净心献前。 佛经没说错, 你把意思会错了。 三, 才施但义人生命。 法师则义人会命。 意识利益, 帮助。 才不施是让你物质生活能过得好一点, 帮助你健康长寿, 你生活过得自在。 法布施能够长养慧命, 跟前面不一样, 慧命里头一定有生命, 生命里头没有慧命, 这就是法布施的书胜。 四, 才施服贪。 法师断货。 这在功德上讲, 那个利益不相同。 才布施, 减少千贪的欲望, 千贪是最严重的烦恼, 使这个烦恼减轻, 不能断货。 货是什么? 鱼吃。 贪甜是粗重的烦恼, 鱼吃是维系的烦恼, 很难断。 般若度鱼吃, 没有般若智慧不能断鱼吃, 不能断鱼吃就是不能破无名, 你就不能成就就尽圆满的果位。 五, 才施, 双方不出轮回。 法师, 双方可乐生死。 这个功德利益怎么能比? 一个再大的福报, 像大犯天王, 他也是在六道轮回里面, 福报响尽了, 还是堕落。 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过去都当过大犯天王, 这都不假, 一定当过大犯天王, 也堕过阿比地狱, 统统都是事实。 六, 才施, 双方受用有尽。 法师, 双方受用无穷。 七, 才施, 施小则所亦小。 法师, 小施可得大义。 才不施的这个福报, 是施跟报成正比例, 多施果报就多, 大施果报就大, 施跟报比例是相等的。 法布施不一样了。 法施, 小施可得大义, 像佛在本经所说的, 受持, 读诵, 为人演说四句济世小施, 所得的福报超过 横沙大千世界七宝布施, 得的福大。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地。 金刚班若研习报告第28 卷新加坡佛教居士林荡明, 9年2月3年2月8。 请看, 金刚经讲义节要, 卷3, 经本第七十一页。 5, 菩萨摄受众生, 才施不可无。 但宗旨在行法师, 不以才施为就近而。 世尊在班若会上, 尤其是在金刚班若这一回, 特别为我们强调无助的重要, 无助, 必须要舍, 必须要一切放下。 在这样交界之下, 才施实在说, 是第一个项目。 诸佛菩萨要想帮助众生, 众生是凡夫, 众生的妄想, 分别, 执着每段, 也就是说贪, 甜, 吃的念头每段, 帮助他的方法, 一定要能恒顺众生。 华言经, 普贤行愿品, 所说的, 在恒顺里面完成随喜功德, 这也是佛家有个俗话说, 先以欲勾迁, 后另入佛制。 众生有欲望, 先要满足他的欲望, 然后又导他开智慧, 这是佛门的善巧方便。 诸位要记住, 只是善巧方便而已, 可以用这个方法, 但是不能执着。 因此财师就非常普遍, 不仅是不可无, 很普遍。 我们就佛法住持在世间来说, 佛在大成经上, 教给我们修学, 必须是以戒为师, 要延迟戒律, 又告诉我们, 一定要以苦为师, 为什么佛要说这一句? 我们冷静地观察就明白了。 学佛的同修都知道戒律重要, 都知道要延迟戒律, 为什么做不到? 怕吃苦, 不肯吃苦, 于是就不能持戒, 要想延迟戒律, 一定要明了以苦为师。 而这个苦, 世间人以为这是苦, 物质生活的条件很差, 以为这是很苦。 而初学也的确以此为苦, 可是真正依教奉行必得受用, 得什么受用? 得乐的受用。 诸位要晓得, 苦里头有真乐, 反过来说, 世间人以为乐, 乐里头有真苦, 这个很少人知道。 乐里头有真苦, 苦里头有真乐, 没有契入这个境界的人不知道。 怎么说苦里头有真乐? 他乐在哪里? 他乐在自在, 心里面没有妄想, 没有执着, 没有忧虑, 没有牵挂, 这多快乐。 心自在了, 生就自在, 虽然粗茶淡饭, 甚至于衣食不全, 但是人家健康长寿, 精神饱满, 体力充沛, 快乐。 这叫有真乐在里头。 反过来看看世间这些富贵人家, 有多少人来伺候他, 一不小心得了痴呆病, 老人病, 半生不岁, 要死不死, 要活又活不了, 乐里头有大苦。 我学佛这些年, 就看到不少大富贵人家, 豪门贵族, 没想几年福, 以后就躺在床上想, 一天三班护士伺候他, 躺在那里想福, 那是乐里头有大苦。 而这种苦, 佛在经上说得很明白, 这叫花报, 果报一定在三图。 学佛的人, 以苦为师, 苦里头有乐, 现前身心自在, 健康长寿, 花报。 果报要不是往生去做佛, 做菩萨, 来生也必定的人天福报, 决定不堕三图。 所以苦里头有乐, 真乐, 乐里面有苦, 是真苦。 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 佛教我们要修布施波罗密, 而布施特别教导我们要财师, 前面我也特别给诸位点醒, 世间的明文立养, 五欲六成, 五欲里面, 第一个就是财, 财, 色, 明, 识, 睡, 这是世间最不祥之物, 我们要认清楚, 它不是好东西。 纵然现前了, 要知道舍离, 要知道跟它远离, 它不是好事情, 怎样舍离它。 布施, 财来了之后就失掉, 不可以积, 经上说得很好, 积才伤道。 这是佛对我们的宝贵教训, 你要是基财, 钱多了, 倒就没有了。 倒没有了, 麻烦就来了, 现前给你带来的是烦恼, 忧虑, 牵挂, 来生果报在三途, 你被谁害了? 被钱财害了。 所以来了就失, 绝对不存, 这样就对了, 可是这里头有因果。 越失, 才来的就越多, 越多越要失, 要记住这个道理, 要明白这个事实, 万万不可以起千滩, 被五欲六成所迷惑, 那就错了。 佛法传道中国, 已经有两千年的历史, 佛的道场在过去确实是明时相复的富力堂皇, 这是属于才师。 为什么要建立庄严的道场? 佛教给我们以苦为师, 为什么自己建立庄严道场? 诸位要晓得, 那是为了接引众生, 众生看到这样金碧辉煌, 庄严灿烂, 他就进来了, 是接引众生的方法, 不是出家人贪图享受。 出家人如果贪图享受, 那就坏了。 在佛戒经讲得很清楚, 果报是阿比地狱。 虽然道场见的富力堂皇, 但是出家人生活, 还是过一种很辛苦的生活。 出家人的住处, 住广丹, 广丹就是现在讲的通铺, 不是一个人一间房间, 许多人睡在一起。 可见得他的生活还是简单, 还是很朴实, 吃得依旧是粗茶淡饭。 由此可知, 富力堂皇的建筑, 是供养佛, 是供养一切众生, 绝不是出家人贪图享受, 一切都是为了设受众生, 这些材都用在这上面。 这些建筑, 用现在的话来说是硬体的设施, 里面更重要的还得要用软体的设施。 软体的设施是什么? 在古时候, 寺院里面天天讲经说法, 洪传大臣, 这是如来家业, 菩萨的事业, 他做什么? 他在教学。 现代的软体比过去又要充实, 随着科技的发达, 我们应经, 做录影带, 做录音带, 做CD, 不仅仅是对我们这一个道场信众, 提供法布施, 还能够对其他的地区, 乃至于对世界其他的国家, 广泛的行法布施, 希望一切有缘人, 都得到佛法的利益, 这就是宗旨在行法布施。 我们自己的生活, 能多忍受一点倾苦, 把这个钱财留下来修法布施, 佛弟子要长存此心。 时时刻刻记住, 我们在生活上能少用一分钱, 涉受众生就多一分钱的力量。 不但出家人要记住, 在家人也不例外, 这才真正是如来弟子, 才是一个真正修菩萨道的人, 所以一切才施是为了法师铺路而已。 六, 金刚般若, 直指本性。 若能见性, 便可成佛。 岂但自己了生死, 令众生了生死而已。 只可度无量无边众生, 皆令成佛。 少龙佛种, 莫过此经。 金刚般若, 直指本性。 若能见性, 便可成佛。 这一小段说得不错。 金刚般若, 的宗旨, 就是在无助身心。 直指本性, 本性是什么? 我们学, 金刚经, 本性有没见到。 当然没见到。 见到你不就成佛。 你就不是众生了。 虽然没见到, 总得要晓得什么是本性, 假如这个经念了多少遍, 什么叫本性还不知道, 你这个, 金刚般若, 叫白念了。 正都没法子正道, 总得晓得。 我们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说, 无助跟身心是一, 就见性了, 无助就是身心, 身心就是无助, 这就是本性。 无助跟身心是两桩事情, 那不是本性。 我跟大家透消息只透这一点, 不再说了, 你们如果从这一点能够体会, 那就算不错了, 虽没见性知道本性是什么, 这已经很难得了。 知道本性是什么, 就有见性的可能, 本性是什么都不知道, 见性是没有可能性, 见性成佛。 佛跟凡夫的差别在哪里? 佛用真心, 凡夫用妄心。 由此可知, 性就是真心, 会用真心的人就是佛, 不会用真心的人是凡夫, 真心是一心, 妄心是二心, 你明白吗? 无助跟身心要是二, 是二心, 是凡夫, 哪里是真心, 无助跟身心是一, 那就是真心。 知道无助跟身心是一, 才样样都是一, 万法归一。 上一次我记得, 我也透露了一点, 众生跟佛是一, 身佛是一, 真妄是一, 性相是一, 是理是一, 乃至于邪正是一因果是一。 宗门所谓, 实得一, 万事必, 必就是成缘满就尽佛。 由此可知, 净土宗修行的目标就是一, 一心不乱, 只要你正的一心, 你就晓得一切万法无不适宜, 这就是所谓的万法归一。 那个归是, 就是, 万法就是一, 一就是万法。 用心在一切法里面, 离一切妄想执着, 这就归了一。 我们今天归不到一, 就是因为有妄想执着, 妄想执着是分别心, 不是一心, 多心。 佛法里面所谓的三心二意, 凡夫用的是三心二意, 三心是阿赖耶, 莫纳, 义是, 是三心。 二意是一根, 义是, 义根是莫纳。 凡夫人用的是三心二意。 若用一心, 地位最低的也是原教出住, 别教出地。 大臣经上常讲住的菩萨, 也是诸位看到有这么一个名词, 叫住的菩萨, 住的菩萨是原教出住, 别教出的, 破一品无名, 正义分法身, 这叫法身大事。 他用真心, 不再用妄心, 法相宗所谓转十臣至, 转八十臣四至, 刚刚转过来, 就是住的菩萨。 这在天台家讲是分正佛, 便可成佛, 成的是分正佛, 他不是假佛, 是真佛, 但是不是就近圆满佛。 就近圆满必须四十一品无名破镜, 他才破一品。 岂但自己了生死, 令众生了生死而已, 不只自己超越三界, 永托轮回, 也有能力帮助一切众生, 超越六道轮回。 只可度无量无边众生, 皆令成佛, 实在讲, 经的功德不止于此, 还要大, 带到能够度尽虚空, 便法界无量无边众生, 能令一切众生成佛。 绍龙佛种, 莫过此经, 绍世继续的意思, 就是我们常讲序佛会命, 蒙世光大, 把他发扬光大。 这一句, 真正为佛弟子不能没有此心, 不能不认真努力去做, 尽心尽力就是圆满功德。 无论在家, 出家, 四众弟子都有这个责任, 都有这个使命。 这是我们在这次讲习当中, 屡次的说明。 这一部经在整个佛法里面, 是属于修学指导的纲要, 指导的原则, 不仅仅是宗门重要的一部典籍, 实在上说所有大臣, 无论哪一宗, 哪一个法门, 都不能够离开, 金刚经所讲的原理原则, 即使念佛法门也在其中。 我们这个佛号念不好, 功夫不得力, 原因都在妄想, 分别, 执着没有彻底放下, 所以佛号念不好。 假如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真正做到无助身心, 往生决定有把握。 可见得, 金刚般若, 对于念佛人, 帮助是很大的。 五六, 显圣所以名随说福。 前面说道受持, 读诵, 为人演说四句记, 功德无量无边, 超过恒河沙鼠的恒沙大千世界七宝不失。 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果报? 底下这一段经文说明了, 显圣所以。 父次, 须菩提, 随说是经, 乃至四句记等, 当知此处, 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 皆应供养, 如佛塔庙。 这一段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个, 随, 字, 随说, 这是一个字眼, 是一个关键字。 由此可知, 说经的处所不是各道场, 随说的。 一, 随, 者, 随缘, 不限定之矣。 如随人, 随姬, 随时, 随处, 随重, 随文。 随者, 随缘, 不限定之矣, 我们现在讲没一定。 底下举几个例子, 如随人, 你遇到你的亲戚朋友, 你给他说, 金刚经, 一句两句, 你只给他讲一句两句, 时间也不长, 认识的人, 不认识的人, 只要他喜欢听, 都可以给他说。 不认识的人, 他也没有意思要听, 我们能不能跟他说? 行。 我们念, 金刚经, 念出声音, 他不就听进去了? 你们想一想, 当年六祖会能大师, 在卖柴的时候, 柴火卖掉之后收了钱, 想回家去的时候, 不就是听人家在念, 金刚经, 他在窗外, 大概念, 金刚经, 的人念得很欢喜, 声音念得很大, 他就在他窗外听听, 听听他就开悟了, 读, 金刚经, 的人, 并没有意思要度会能大师。 所以要知道, 读诵读出声音有好处。 不读声音, 自立, 读出声音, 自立立他。 别人是有意无意都落在八十田中, 落在八十田中是金刚种子, 所以这是随人。 随机, 就不一样, 这个机一定是学佛的人。 学佛的人, 根气也不相同, 有立根的, 有钝根的, 你也可以跟他讲, 金刚经, 讲个几句也行。 这两条都是对人来讲的, 人, 是普通人, 即, 是学佛之人。 随时, 是任何时候。 随处, 是无论什么地方。 在马路上碰到也可以跟他讲几句, 金刚经, 随时随处。 随重, 重在我们佛法里面要用现代的话来讲, 就是社团, 团体, 这不是个人, 很多人聚集在一起。 在佛法里面讲, 四个人以上聚集在一起, 这叫重。 这就是你给大众说, 前面你给一个人说。 重, 团体性质也不相同, 种类也很多, 我们这个社会里, 社团太多了。 随文, 文是经文, 随便哪一句, 四句叫一首记, 叫一记, 两句叫半记。 说, 金刚经, 大家都要说, 学了普遍就要去说。 我还没懂的, 没懂那个地方不说, 哪一句懂了就说哪一句, 那就不会说错。 不懂的就不要说, 没有搞清楚的就不要说。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的, 我听懂一句就说一句, 听懂两句就说两句。 要存着时时刻刻利益众生, 这是报佛恩。 佛没有别的愿望, 希望一切众生都有缘能闻到佛法, 都能够理解佛法, 都能够以佛法修持。 大家都能依照佛的教训, 社会祥和, 天下太平, 众生的大利益。 随说是经, 这一句话, 非常非常要紧。 乃至四句记, 这是讲的说的少。 我刚才说了, 四句不算少, 一句是少, 最少的, 一句两句都可以, 不一定是四句, 能说四句当然更好, 四句是完整的一记。 二, 此处, 只说经之处。 说处如此, 说经之仁可知已。 言处必间言人也。 由此可知, 世尊在此, 当知此处, 说在此, 而意在彼。 我们要懂得言语的一数, 说这个处, 实际上是说什么? 实际上是讲说经的那个人。 说经的那个人, 他的功德那真是更大了。 如果我们在街上碰到一个熟人, 在马路旁边碰到一个熟人, 这个熟人对于佛法也很有兴趣, 听说你现在这几天在听, 金刚经, 他要向你请教请教, 马路旁边就是说处, 那就是处所。 说的时间虽然不长, 一分钟,两分钟, 你要晓得那一分钟, 两分钟, 那个地方就等于塔庙, 没有两样。 此时此处, 一切天人, 阿修罗都供养这个地方, 都尊重这个地方。 连这个地方都尊重, 他为什么尊重? 因为有人说, 金刚般若惊, 人当然是主, 帝是兵, 兵主我们要分清楚。 就是客人, 主人, 我们要分清楚, 客人都尊重了, 主人可想而知。 说经之人, 一定得诸佛护念, 隆天拥护, 那还用得者说吗? 这些意思我们要细心去体会, 我们在一生当中, 能修无量无边的功德, 能消无始劫极重的罪业。 大家都求消业障, 业障怎么消? 这个方法是真能消。 即使我们命不好, 常常遇灾难恨逆, 这一些灾难统统都化解了。 处处平安, 处处吉祥, 这个我们能够得到的。 三, 说者不可折香, 远离名利, 恭敬恭养。 闻者不可不存恭敬, 尊重法顾, 不忘所自顾。 说者不可折香, 这个底下非常非常重要, 为什么? 要如法说, 如理说, 才能得利益。 不如理, 不如法, 经上讲的功德利益那是没分的, 要如理如法。 理是什么? 无助身心, 这是理。 说者不可折香, 远离名利, 恭敬恭养, 这就如理如法。 我们发心一身随时随处弘法立身, 我们只发这个心, 决定不求名闻利养, 如果有这一念就坏了, 这个念头是妄想, 这个念头是烦恼。 这样的念头叫迷惑颠倒, 会教我们堕落, 绝不存这个念头。 虽然不存这个念头, 明闻利养来不来。 来, 他一定会来。 越是没有这个念头, 来得还越多。 我们自己要有智慧, 要把这些事相看得清清楚楚, 这个东西来了, 五欲六成, 明闻利养来了, 来了是什么? 磨来干扰, 这一看, 磨来了。 磨来了不怕, 你认识他, 他起不了作用, 你要不认识他, 他就起作用。 譬如, 我们这个道场人很多, 大概每个人身上都带着有钱财, 进来个小偷, 进来小偷不要紧, 进来小偷我们认识他, 认识他, 他就不敢动手, 不敢下手。 不认识他, 我们的财务要受损失, 才会被他偷, 认识他, 他不敢下手。 他虽然来了, 他也规规矩矩来听经, 他也是个好人, 他不是个坏人。 所以磨来不怕, 要认识他, 认识他磨不起作用。 不但他不害我们, 反而会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弘法立身, 这就是要有慧眼认识清楚, 不为他所害。 名利来的时候, 就用名利设受众生, 我把他拿来做这个事情, 不可以贪图享受, 一贪图享受那就坏了, 那你就迷了, 就上当了。 所以自己绝不贪图享受, 把他拿来做弘法立身的工具, 这样子就好。 至于恭敬供养, 供养的范围包括非常的广大。 普贤行愿第一条, 礼敬诸佛, 是恭敬, 第三条是, 广修供养, 由此可知, 恭敬供养在菩萨修行是非常重要的课题。 我们求佛法, 用什么求? 用恭敬供养求。 应光大师所说的, 一分恭敬, 得一分利益, 二分恭敬, 得二分利益。 由此可知, 求学佛法, 你能够得到的, 与你的恭敬心一定是成正比例。 至于供养, 普贤行愿品, 说得好, 最重要的是, 如教修行供养, 这懂得了, 老师教给我们的, 我们完全把它做到, 这叫供养。 大家在这上年不能把一丝错会, 以为供养一定要拿些钱, 拿些礼物去送老师, 你就辜负老师一番苦心。 他不要这个, 他要你明白他所说的道理, 所教给你的方法, 你认真去做。 所以一切供养中, 法供养畏罪, 法供养当中第一个就是依教修行供养。 你要做到, 你做不到没用处。 说的人, 这样才是如理如法。 我们学佛是从恭敬当中求来的, 但是我们要把佛法送给别人, 可不能说我是恭敬当中求来的, 你要是不恭敬我不给你, 那就不如法。 因为这个地方句子说, 说者不可折乡, 远离名闻利养, 远离恭敬恭养, 不可执着恭敬恭养。 他这个句子是连下来的。 为什么? 众生迷惑颠倒, 他不知道恭敬恭养, 不知道我们不就那就没有慈悲心, 不知道也要帮助他。 换句话说, 我们学佛是磕头作依求来的, 别人学佛我们对他磕头作依送给他, 要这样才行。 我们会磕头作依求, 我知道佛法好处, 识货。 现在他没有恭敬心, 他不识货。 不识货不能说不给他, 也得要以善巧方便把佛法送给他, 介绍给他。 闻者不可不存恭敬, 尊重法顾, 不忘所自顾, 接受佛法的人, 要知恩, 要晓得报本, 要报恩。 报恩不是对个人, 对个人来讲, 那个报恩报得太小了。 如何报恩? 前面讲少龙佛法, 那是真报恩, 续佛会命, 将佛法发扬光大, 这是真正报老师之恩, 真正报佛祖之恩。 这是说明, 一个说的人, 一个听的人, 都得要如理如法。 四, 大班若经, 云, 帝是美于善法堂, 为天众说班若波罗密法。 有时不在, 天众若来, 亦向空座座礼供养而去。 此即诸天尊依佛说, 恭敬说经除之事实。 这的确是事实。 在中国古时候的教育重视, 在一个家庭里面, 父亲所做的座位, 儿子不能做, 现在不讲求这些。 在团体当中, 这个团体有主人, 像这个道场, 道场有助持, 这是一个道场领导的人, 他的座位, 乃至于他拜佛的拜殿, 他虽然不在, 别的人不能在那个拜殿上拜佛。 他没有在, 他的座位别人不能做, 为什么? 尊重处所。 对这个处都这样尊重, 对他的人更没有话说了, 这个道理在此地。 养什么? 养恭敬心。 敬, 这个恭敬是信德, 培养信德。 佛法就连这个般若, 前面讲的指指本性, 其目的是要我们明心见信。 信从哪里见? 从恭敬当中, 普贤行愿, 是法身大事所修的, 第一条是李静诸佛。 把李静摆在第一条, 你就晓得那个多重要。 人人都知道李静, 世界就太平, 怎么会有动乱。 佛法重视, 我们中国古时候的教育也重视, 也把这桩事情放在第一条。 我们在十三经的《礼记》里面看到, 诸位要试读《礼记》, 《礼记》, 翻开第一句话, 曲里曰, 无不敬。 无不敬就是佛法里面讲的一切恭敬, 儒家也把它定在第一条。 试出世间法的教育, 都是建立在, 敬, 这个字上。 孝敬, 孝是体, 敬就是相, 就是作用, 有体有用。 孝从哪里表现? 从敬。 敬父母, 敬尊长, 敬老师, 敬一切众生, 那个孝道才显示出来。 我们人间现在不讲了, 诸位要知道, 天上海讲求。 对于演说正法的处所, 天神要从那里经过, 他一定站在那个地方和掌里静, 他才走。 我们不知道, 这个地方曾经有人在这里讲过经, 现在人都不在了, 我们一点感触没有, 天人能感觉到。 实实在在说这里面很有道理的, 现在科学家所讲的叫磁场, 磁场不一样, 场的能量很强, 特别是正法。 我们是粗心大意, 麻木不仁, 场的强弱我们感觉不出来。 可是非常精密的科学仪器能够测验得出来, 所以具有科学尝试能够理解这个道理。 我们感觉不出来, 天人他能够感觉出来。 由此可知, 他们感觉比我们要灵敏。 对于磁场的感觉很敏锐的, 他能感觉到, 所以他对于这个地方特别恭敬。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你就晓得, 心正的人, 心清静的人, 他的磁场跟一般人不一样。 我们用现代的术语来说, 他跟诸佛菩萨, 跟一切善神, 心心相应, 相应就得到加持, 本身场的能力已经很强, 又得诸佛菩萨的加持。 所以一切这些妖魔鬼怪, 不但不能靠近他, 远远的都躲开了, 场的能力很强, 他不敢接近, 他不敢接触到, 这些用现代科学能够证明的。 这一段世事尊在, 大班若经, 里面举出道理天主, 帝氏就是道理天主, 我们中国人称作玉皇大帝。 这些都是善神, 聪明正直, 他用什么方法教化众生? 也常常为天人宣扬大乘佛法。 在大乘佛法里面建立共识, 六合径的基础建立在建合同解上, 大家对于宇宙人生的想法, 看法, 能够接近, 一致, 能够维持到一个水平, 这才叫真的和和, 真的团结了。 大乘是正法, 大乘是心性的流露, 也就是说诸佛菩萨真心的显露, 诸佛菩萨的真心跟一切众生的真心无二无别, 哪有不能接受的道理? 前清宫廷里面提倡读, 无量寿经, 使我们不能不佩服满清开国帝王, 那是真实智慧, 那是真实智慧, 他不用招书, 不用语录, 不用这套。 不是说你们大家都听我的, 他不用这一套, 他用, 无量寿经, 大家都听佛的。 做皇帝的我也听佛的, 我们大家都听佛的, 这真能叫人心服口服, 用这个方法来团结人心, 来建立共识。 非常可惜, 宫廷读, 无量寿经, 这个办法, 被慈禧太后废除了。 慈禧太后废除读经, 我们在历史上看, 清朝慢慢就衰了, 一直到灭亡。 虽然现在一般人, 所谓科学的头脑, 不承认这个事情。 我们学佛的人跟他们的看法不一样, 我们觉得国家的心亡与这个有密切关系。 心衰在人心, 人心善良, 人心正, 他一定就心旺, 人心邪, 人心恶, 一定衰眉。 佛法是帮助一切众生断恶修善, 帮助一切众生启发自信。 这些天神比人聪明, 他的选择, 选择大臣佛法为大众宣讲。 有时不在, 不在这儿, 不是讲经的时候, 讲经的人不在这个地方, 而这些天人从这边经过, 一定要向这个处所里进, 这是三宝弟子, 帝是天王也是三宝弟子。 此籍诸天尊依佛说, 受佛的教导。 恭敬说经处, 对于说经处所都这么恭敬, 何况其人。 我们如果能在这个地方体会这一点消息, 我相信每一位同修, 一定发心为人眼说, 功德利益无量无边, 消灾灭罪。 要靠自己去做, 不做不行。 要随时, 随处为人眼说, 这在前面我已经讲过很多遍了, 但是我们讲经的讲堂, 不是学校的课堂, 学校的课堂, 学生是一定的, 讲经的场所, 是流水席, 有不少心来厚道的, 前面没有听到的, 因此重要的部分就不能不重负多讲几句, 这个道理在此地。 演示表演, 做给人看, 说是说明, 是言语, 为人说明, 那叫说, 自己真的把它做到了。 金刚经, 上讲的原理原则, 讲的这些方法, 我们统统用在日常生活当中, 用在我们日常工作之中, 处世带人接物里面, 那叫演。 本经一开端, 释迦牟尼佛这一持播, 入舍为大臣启实, 那是演。 道须菩提尊者看明白了, 懂得了, 赞叹西友为我们发问, 释迦牟尼佛在说, 演说是两桩事情, 这个要懂得, 这是我常常在讲习当中, 我们做佛弟子, 一定要为社会大众做一个好榜样, 诸佛菩萨是九法界有情众生的模范, 好样子。 我们学佛, 学菩萨, 也就是要给一切众生做一个好样子, 这叫演。 他看到我们好, 比他好, 所以他才来请教, 来问, 这一问我们就说, 为人演说。 五, 法供养者, 如普贤大士所说, 如说修行, 利益众生, 设受众生, 待众生苦, 情修善根, 不舍菩萨业, 不离菩提心等事也。 这是, 普贤行愿品, 里面的, 普贤菩萨为善才童子先说才供养, 然后说法供养, 一切才供养都不如法供养, 根, 金刚经, 说法完全相同, 一切供养中法供养畏罪。 菩萨在法供养里面为我们举出七条, 法供养无量无边, 这举几个例子而已。 我们必须要从这几个例子当中, 所谓是举一反三, 文艺之实, 而后才能够在生活上圆圆满满的用上, 我们的生活才能得自在, 才能够得到美满。 这几个例子, 必须要很清楚, 很透彻, 就像数学的公式一样, 才能够带入在日常实际的生活工作之中。 第一个是, 如说修行, 佛怎样说我们就怎么样做。 行事行为, 包括我们思想见解, 言语造作, 生, 语, 一三页的行为, 我们三页行为跟佛讲的不一样, 那自己就要明了, 佛所讲的是正确的, 我们跟佛不一样一定是错误的, 要依佛所说把它修正过来, 这叫修行。 所以修行是修正错误的行为, 我们想错了要修正过来, 我们看错了要修正过来, 我们做错了要修正过来, 我们讲错了也得修正过来, 依照佛经上的标准, 如说, 用这个标准来修正我们身, 语, 一三页错误的行为, 这叫如说修行。 譬如佛在本经上所讲的, 印模锁住, 而行不失, 我们想想我们有没有做到。 不失范围很广, 包括我们整个生活的活动, 可以说身心活动统统包括在其中。 我们错了, 错在哪里? 错在有助。 我们的心有牵挂, 有忧虑, 有烦恼, 有妄想, 这叫有助, 而佛教给我们无助身心。 如果真正讲求修行, 那就要依照经上所讲的, 把我们一切妄想, 执着, 忧虑, 牵挂, 统统放下, 统统舍掉, 那真的做到无助, 这才叫如说修行。 如果心里还有助, 那你没修行, 你是不如说修行, 哪能成功? 学佛学了一辈子, 学的是假的, 不是真的。 嘴巴里说的是佛弟子, 实际上是佛的叛逆弟子, 不是佛的孝顺弟子, 这是我们要搞清楚, 搞明白的。 佛教你这样做, 我们这样做绝对正确, 决定有好处, 有大利益。 世间人愚痴不晓得, 学了佛为什么还不听话, 还不能把佛所说的都能做到, 都能兑现。 这里头有一个原因, 对于佛所讲的真实义并不了解, 不但他的义理不了解, 功德利益也不了解。 所以他没有做到, 如果真的搞明白了, 说老实话, 任何力量挡都挡不住, 他非要这样做不可, 那就是今后面所讲的, 信心不逆。 信心清净, 则生实乡, 这利益太大太大了。 做不到事理没有搞清楚, 事实真相也没有搞清楚, 所以他做不到。 由此可知, 这个经的讲解就非常重要, 要讲得透彻, 要讲得明了, 使人晓得如说修行的功德利益不可思议。 第二是, 利益众生。 怎样利益众生? 一定要如说修行。 这七句就像七层宝塔一样, 如说修行是第一层, 没有第一层哪来的第二层。 第二层建立在第一层的基础上, 第三层建立在第二层的基础上。 然后才晓得如说修行是根大根大本, 不能如说修行, 底下都是空的。 像盖七层宝塔, 第一层没有盖成功, 上年六层就别讲了。 修行从哪里修起? 就从这一句修起。 如说金刚经上说得太高了, 我们想做真的做不到, 可是佛在观无量寿佛经上, 就讲得我们很踏实了, 那个标准就低了, 让我们普通凡夫都可以做得到。 效养父母, 奉仕师长, 慈心不杀, 修食善业, 行不行。 如果说这四条我还做不到, 那好了, 你只好往三恶道去了, 人天没分。 这四条是人天法, 你要不想做三恶道, 换句话说, 要想做一个人, 在六道里头做人, 去做天人, 他的标准就在这四句, 这四句做不到, 必定是做三恶道。 我们自己的前途不要去问别人, 自己把经典多念一念, 反省一下就晓得。 我在六道是属于哪一道,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贪心重的人是恶鬼道, 一般习惯说, 人死了都做鬼, 人死了不一定做鬼。 六道, 怎么断定人死了都做鬼? 但是话说回来, 人死了都做鬼, 这句话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 哪个人没有贪心, 贪心重的堕鬼道去了, 所以想想人死了做鬼也蛮有道理的。 田会心重的人堕地狱, 鱼吃重的人便畜生, 三恶道的夜阴。 人天道是五戒十善。 孝养父母, 奉仕师长, 雌星不杀, 修食善业, 这是人天道的殊胜之音, 这四条你要做不到, 六道里头人天没分, 从这个基础上建立佛法。 佛经里面我们常常看到善男子, 善女人, 我告诉大家, 那个善是有标准的。 不是看看我很善, 我就是善男子, 善女人。 你自以为善, 未必真善。 善男子, 善女人最低的标准, 就是这四句做到, 孝养父母, 奉仕师长, 雌星不杀, 修食善业, 这是善男子, 善女人最低的标准, 不是金刚经的标准。 金刚经上的善男子, 善女人, 前半部我跟大家讲过, 虚菩提尊者说的, 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者, 真正发无上菩提心, 这个人才是, 金刚经, 上半部的善男子, 善女人, 那个善的标准。 下半部更高了, 下半部一定要做到, 应摩锁住, 而升其心。 后半部那个善男子, 那个善比前面善标准也提高了。 同样是一个字, 在所有一切经里头标准不一样, 不能不认识清楚。 小陈经里面讲的善, 善的标准是, 受持三规, 具足重戒, 不犯威夷, 小陈的善。 大陈善, 金刚经, 上大陈善, 大陈善第一个是发菩提心, 没错。 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者, 华严, 也重行, 怎么知道重行? 你看三圣排列就晓得了。 普贤菩萨代表行, 文书菩萨代表姐, 华严经, 上普贤为长子, 是重行, 文书为树男, 是老二。 姐摆在第二, 行摆在第一, 这不是跟你讲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吗? 西方三圣, 观世因菩萨表行, 大势至菩萨表解。 势至表智慧, 观因表慈悲。 所以佛法重在实践, 不是重在说说而已, 那个没有用处的。 通常我们讲开悟, 悟有解悟跟正悟, 着重在正悟。 正悟你才得受用, 解悟没有用处。 解悟是会说不能行, 那不能解决问题, 所以一定是如说修行, 然后才能够利益众生。 尤其是佛与大菩萨们 视现在人间, 纯粹是利益众生, 像释迦牟尼佛生活当中 表演出来的样子, 利益众生。 我们今天如说修行是自利利他, 佛与大菩萨自利圆满了, 所表现的纯粹是利他。 设受众生, 为一切众生做一个好榜样, 让众生看到这个样子 生欢喜心, 生羡慕心, 生尊敬心, 然后生学习的心, 设受众生。 这是我在讲习当中 屡次提到的, 在在处处我都提醒同修们, 要认真修学。 认真修学你的样子就不一样了, 你的心跟一般众生的心不一样, 你的心真诚, 清静, 慈悲。 这个现在人讲, 你的磁场跟别人磁场不一样, 众生只要靠近你的磁场, 他生欢喜心。 何况一切法, 为心所现, 为时所变, 这个时就是分别, 就是想象。 经上讲的, 一切法从心想生, 这个心想事时, 是会变, 会变相。 这个人心清静, 真诚慈悲, 相貌会变, 体质会变。 本来你身体不健康, 现在你的身体一年比一年好, 相貌一年比一年圆满, 一年比一年年轻, 人家看到就不一样了, 这叫设受众生。 你怎么这么好? 学佛好的。 你做生意很赚钱, 为什么赚钱? 念阿弥陀佛赚钱的。 这是设受众生, 这是真的。 可见的都是在修行利益众生上, 才能真正达到设受。 你要是没有利益众生的心, 没有真正修持的心, 设受众生想什么方法, 也没有办法把众生拉拢过来。 带众生苦, 个人有个人的业报, 怎么能带得了? 佛也没有办法带我们受苦。 虽不能带, 有等流的, 等流是相似的。 以在家同修例子最为显著, 你们在家同修, 前身修得不错, 福会双修, 所以这一生既聪明又有福报, 前世修得。 真正明白佛的道理, 佛所讲的道理, 我们把自己物质生活稍微降低一点, 把这些钱能够节省一点, 帮助一切苦难的众生, 这就是带众生苦。 我可以住两百万的房子, 我现在只要住一百万的房子就好了, 那个一百万就可以帮助一切苦难众生, 减少我的享受, 这就是带众生苦。 我可以享受的, 我降低, 这是属于等于带众生苦。 出家人当中, 接受信众的供养, 信众好心供养师父, 就是给师父改善生活品质的, 师父还过这个苦日子没有改善, 拿你的供养去修不失, 这也是属于带众生苦, 换句话说, 能省的应当尽量节省, 把这些财物用作弘法利生, 弘法利生离不开才不失。 我们今天应经需要钱财, 我们讲堂这些设备为众生的, 这个录像机最新的, 最好的, 价钱也是最高的, 为什么? 希望画面品质达到最好, 让没有机会参加我们现场的人, 将来能够听到录音带, 看到录像带深欢喜心, 这都是利益众生。 我们省吃节用, 这是带众生苦。 我们自己能够真正这样做, 诚诚恳恳地这样做, 这是, 勤修善根。 善根是什么? 不贪, 不甜, 不吃。 纵然不能把贪, 甜, 吃三毒烦恼完全拔除干净, 三毒烦恼的确减轻了。 虽然捡轻了, 要知道还要捡, 一定要把它捡到干干净净完全没有了, 那就恭喜你, 你就成佛了。 菩萨善根里面, 除了不贪, 不甜, 不吃之外, 还要加一个精进。 不舍菩萨业, 菩萨事业是什么? 度化众生。 菩萨没有其他的事情。 在, 四十华言, 里面, 我们看到善才童子五十三参, 这五十三位法身大事, 是现在人间, 他的身份, 男女老少, 各行各业, 无论是现什么身份, 目标一致的, 教化众生。 给众生, 给某一个行业的众生, 给某一类生活方式的众生, 做一个最好的榜样。 这个最好的榜样也有标准, 觉而不迷, 正而不邪, 静而不染, 做这个榜样, 做觉正静的榜样。 众生正好相悖, 众生是迷邪染。 这叫菩萨事业, 这叫如来家业。 大家要明了, 绝对不是如来家业是出家人的事情, 你要这样想法, 你就错了。 出家人当然要担起, 在家人也不例外。 诸位要晓得, 佛门四众是一家。 四众要和和, 佛法才能够久住在世间, 才能利益一切众生, 四众分了家, 佛教就完了, 就灭亡。 如果以为如来家业, 弘法立身是出家人事情, 我们在家人不负这个责任, 你就不是佛弟子, 你不解如来所说矣。 如果说在家人没有这个责任, 那你看五十三餐, 五十三餐这些法身大事所示现的, 五十三个人里只有五个是出家人, 其他的全是在家的, 这些人不舍菩萨业, 都是在少龙佛法。 所以要晓得, 肩负如来家业, 在家跟出家没有两样, 不分彼此。 如果这里面说有彼此, 这是你错误的观念, 你错了, 你看错了, 你想错了, 你要把这个错误观念修正过来。 四众密切合作, 佛法才能够常住在世间, 才能够利益广大的众生, 那是无量无边的功德。 最后一条, 不离菩提心。 菩提是梵语, 意思是觉悟。 不离菩提心, 如果要说一句, 落实在实际生活上的话, 就是不离三规。 三规是觉正境, 佛者觉也, 法者正也, 僧者静也。 不离菩提心就是不离觉正境。 所以我们学佛移入佛门, 先接受三规一, 三规是我们修学最高的指导原则, 离开三规就不是佛法, 不是佛弟子。 普贤菩萨举这个例子, 最后一条非要这个不可, 他不能用别的。 如果他要用上别的, 那后头还要用这个不离菩提心, 不离菩提心是个总结。 自始至终, 开始是受三规, 最后不离菩提心, 彻始彻终没变样子, 始终一如, 告诉你始终是一, 这个意思非常非常的深。 唯摩所说的不二法门, 始终不二, 这是真的入不二法门。 靖宗讲的一心, 始终是一心。 六, 说荆棘是道场, 便与塔庙一般无二, 故接应供养也。 说荆棘是道场, 可见得道场不重形式, 无论什么地方, 只要是说荆棘的那个地方, 就是道场。 诸位同修记住我刚才所说的, 说荆那个地方磁场特别强, 我们感觉非常迟钝, 觉察不出来, 天人, 鬼神感觉的能力比我们强, 他们感觉很敏锐, 所以强能的磁场他感觉到, 即使在短, 一分钟, 两分钟, 形成强大的磁场也永远不会消失, 天人, 鬼神能感觉得到, 他对那个的方能生恭敬心。 便与塔庙一般无二, 故接应供养, 他是礼静来供养。 塔庙是弘法力深的场所, 塔是供养设立的, 此的讲的庙就是寺院。 因为罗石大师, 这个经是纠魔罗石大师翻的, 在一经史上是属于早期, 以后就不再用庙, 以后用寺。 早期有的时候还用, 用中国古时候这个庙来称, 其实庙跟寺性质不相同。 庙是祭寺鬼神的场所, 寺院是佛的教学的场所, 这个不一样的, 早期一经我们要了解它。 那个时候名词术语还没有这么样的专门, 分得还不是太清楚, 所以这个地方讲的庙, 就是寺院。 寺院是供养三宝的, 三宝活动的场所, 那个磁场, 那个圣, 当然跟一般场所不一样。 可是诸位要记住, 佛在一切经上常说, 诸法因原生, 佛法也不例外。 佛法也是原生的, 原能生, 原也能灭。 这个道场有人在这里真正修行, 旧的诸佛互念, 隆天拥护。 如果这个道场再大, 没有人真正修行, 像黄念祖居士常说的, 只有形式, 只有样子, 没有一个人是真修的, 虽然形象上是一个佛教道场, 他的磁场并不殊胜, 并不很强, 天人, 鬼神经过依旧不理会的。 如果这个道场里面还有一些人为非作歹, 不但佛菩萨不来, 妖魔鬼怪趁虚而入, 变成什么道场? 魔的道场, 就变成妖魔鬼怪的道场。 这就是说明原生原灭, 一定要懂这个道理, 否则的话, 我们看到这个现象, 往往会深怀疑, 为什么古时候那么盛的道场, 现在衰了。 从前住几百人, 几千人的丛林, 现在一个出家人都没有了, 原的关系。 这个原, 真修。 一切讲真的, 做不得假。 七, 法华, 云, 能为一人说, 法华经, 乃至一句。 世人则未如来所浅, 行如来世。 法华, 然, 一切经皆然。 这事举, 法华经, 为例子, 说明, 金刚经, 上场讲四句记, 一句也行, 这不是四句, 一句都可以, 那, 法华经, 上有。 为一个人, 说的最少, 说一句。 这是说明, 说法的人他的尊重。 诸天尊重处所, 实在讲就是尊重这个人, 能为一个人说大乘法一句, 这个人就等于是如来的使者, 如来派遣他来的, 代表如来说法的, 那要说四句记, 要说全经, 那就可想而知了。 行如来世, 如来世就是前面讲菩萨事业。 佛菩萨的事业就是教化众生, 就是为一切众生说法, 就是做出最好的榜样, 给一切众生学习。 法华经, 如是, 一切经皆然, 这个理事贯通到一切经。 所以, 金刚经, 上一句也行, 为一个人说也行, 这大乘经合起来看, 意思你就更清楚, 更明白了。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 金刚班若研习报告第29卷新加坡佛教居士林荡明, 9年2月3年2月9, 请看, 金刚经讲义节要, 卷3, 经本第72页, 9, 说经之人, 代佛宣扬, 便痛真佛在此。 说此大法, 少龙佛种, 便是住持三宝。 故曰, 如佛塔庙, 接应供养。 诸佛如来, 菩萨, 身闻, 无不是弘法度身, 这是菩萨唯一的一桩大事。 弘法力身的范围是无限的深广, 在大乘经里面, 特别是, 华言, 为我们具体的呈现出来。 而在各种不同方式当中, 以言词演说, 可以说是最为方便。 但是诸位要知道, 除了言词演说之外, 其他的方法也非常之多, 我们看善才童子五十三餐就能够明白。 因此无论是出家弟子, 或者是在家弟子, 发心为大众讲经说法, 都是属于代佛宣扬。 有一些同修们常常误会, 认为讲经说法是出家法师的事情, 不是在家居士的事情, 这个观念是错误, 在家居士一样的讲经说法。 既上了讲台, 既是代佛宣扬, 就应当接受大众的礼敬, 这时正知正见。 世尊当年在世, 为魔居士也常常讲经说法。 佛的出家弟子, 像摄利福, 穆尖连这些人也经常听为魔掌者说法, 这事是尊许可的, 同意的。 出家人听在家人讲经说法, 也要按一般规矩, 像尊敬佛陀一样, 顶礼三拜, 又绕三扎, 我们在经上看到的, 毫无清漫之心。 没有说我出家了, 你是居士, 没有这个心, 没有这样的分别执着。 而视线的平等, 在家跟出家讲法完全平等, 这也正是世尊在本经上为我们所说的, 是法平等, 无有高下, 如来弟子做出榜样给我们看。 古代, 诸位都晓得唐朝的玄奘大师, 这是我们中国出家人到印度去留学, 最有成就的一位大德。 他在印度当时, 两位老师, 他亲近两位老师, 戒贤论师是出家人, 圣君居士是在家人, 两个老师, 一僧一俗。 玄奘都是直弟子里, 从来没有分别我是出家人, 你是在家人。 出家人不败在家人, 这就分别执着了, 是法就有了高下, 这就不平等。 这一桩事情, 尤其到晚近, 这个分别执着误会很大。 在民国初年, 欧阳靖吴居士在南京办了一个佛学院, 时间虽然不长, 可是影响力很大, 他的佛学院叫支那内学院。 他写了一个小册子, 支那内学院院训, 里面就把这些事情说得很清楚, 很明白, 说明佛法是师道。 师道一定要遵守尊师重道, 尊师是为了重道, 因为重道才尊师。 师有在家, 有出家, 师弟一大。 我们虽然是出家, 这个在家居士是我们的老师, 直接传我们道的, 他是我们的和尚, 这一点诸位也要明了。 和尚这个称呼, 是直接传法给我的人, 直接教导我的人, 这个人就是我的和尚。 和尚不一定在家出家, 这个诸位要晓得。 佛门里面, 法师这个称呼也不一定在家出家, 只要是弘法力生的, 都称为法师。 但是现在世俗习惯都称出家人为法师, 很少称在家人。 法师、和尚, 在家出家都可以称的。 你是个在家居士, 你教了几个学生, 那几个学生就称你做和尚, 你是他们的和尚。 如果你是在家居士, 你还教几个出家人, 那几个出家的弟子也称你为和尚。 然而现在习惯上没有了, 在家的我们都称老师, 不称和尚, 其实他的身份确确实实是和尚。 只有比丘, 比丘尼, 沙弥, 沙弥尼, 在家人不能称, 这个决定是出家身份。 所以说和尚, 说法师, 未必是出家的身份。 这个教师道, 是受道人天恭敬的, 这个地方说的是刀利天人。 说经的人, 得到诸佛的护念, 龙天善神的拥护, 诸天鬼神的恭敬, 便痛真佛在此, 他是代佛说法的, 他是佛的代表人。 说辞大法, 少龙佛种。 佛法浩如烟海, 在这许许多多佛法当中, 金刚般若, 是大臣佛法的总刚, 所以称他做大法。 这是比其他一切经典格外的殊胜, 格外的受到尊重, 他的效果是少龙佛种, 续佛会命, 由此可知, 这一部经法的重要性。 因此这个人, 这个处所, 便是住持三宝, 跟出家人住的道场没有两样。 诸位要记住, 前面所说的, 是讲说经的人跟说经的处所。 说多少? 一句, 二句, 三句, 四句, 这是四句计。 时间纵然再短, 都受到天龙鬼神的恭敬供养, 如佛塔妙, 如, 当然不是。 向前面跟诸位报告的, 我们在马路上碰到一个人, 跟他讲几句佛法, 那个地方就如佛塔妙, 天龙鬼神就恭敬供养, 我们凡夫不知道。 凡夫没有恭敬心, 因此得法亦少。 印光大师常讲, 一分恭敬的一分利益, 十分恭敬的十分利益。 天龙鬼神他们的感触比我们灵敏, 他们烦恼比我们轻, 智慧比我们长, 所以他知道礼敬, 他知道供养。 十, 虽说说经处, 亦实在人。 然而尊重说经人若此。 倘说经人, 非法说法, 法说非法, 妄谈般若, 误法误人。 其罪业之大, 亦不可言语。 此又说经者所当之, 应经经自审, 不可少呼者也。 虽说说经处, 这一段经文, 文字上是讲的说经的处所, 可是它亦在言外。 亦实在人, 这是我们要能够体会得到的, 是世尊说法的善巧, 意思是在说法这个人。 为什么不说人, 说处所? 处所都这么恭敬, 何况其人。 用处所来显示诸天鬼神对于说法人的恭敬, 不用这个方法显不出来, 这是说法的善巧。 然而尊重说经人若此, 尊重说经的人到这种程度。 由此可知, 说经人之尊贵, 世间任何事都不能够跟他相比。 底下反过来说, 躺说经人, 非法说法, 法说非法, 妄谈般若, 误法误人。 其罪业之大, 亦不可言语。 这是将为农居士在讲义里面, 给我们提出的警告。 这是真的, 古得所谓, 错下一个字传语, 堕五百事也胡生。 这个经不能说错, 说错了要负责任的, 要被因果的, 这是我们每一位同修都要注意到的。 你虽然没有发心出来讲经说法, 平常谈话当中, 亲戚朋友谈到佛法, 要注意这个问题, 你要是说错了, 也要被因果。 不是说我没有上台讲过经, 不一定要上台, 任何地方只要谈到佛法, 可不能把佛法讲错了, 这个很重要。 要用什么样的态度? 要用真诚的态度, 恭敬的态度, 知道多少说多少, 不知道的可以不必说。 儒家也说得好, 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 是知也。 人家问我们佛法, 我们知道的就答复他, 我们不知道的, 或者知道不太清楚的, 我们要老老实实说, 你问的这个, 我自己也不清楚。 绝不可充面子, 要好看, 强不知以为之, 那个可以痛快一时, 后果不堪设想, 那个果报太可怕了, 这个必须要晓得。 在一切法里面有两句是纯真无望, 决定不错, 能够常常挂在口边, 那是无量功德。 拿两句。 一句是, 阿弥陀佛, 这个决定不会错, 十方诸佛都这样称的, 你决定不会说错的。 碰到人, 阿弥陀佛, 那是无量功德。 第二句是, 看破, 放下, 这个决定不错, 不会说错, 不会误人。 这两句常常挂在嘴上, 无量功德, 功德不可思议。 常常能挂在口上, 就说明心上真有, 虽然现在做不到, 但是心里头有, 常挂在嘴上, 不知不觉慢慢他就做到了, 甚至做到自己还不晓得, 这个功德叫稀有的功德。 看破放下, 身心自在, 一心念佛, 是决定往生, 生到西方世界就不退成佛, 所以功德利益无量无边。 法不能说错。 譬如我们发心出来讲经, 发心出来讲经是第一功德, 可是要如法。 不要认为这个事情好, 功德太大了, 我也发心去讲, 结果把经讲错了, 不但没有功德反而堕落, 一定要如法。 诸位同修看到谈虚老法师的, 念佛论, 念佛论, 最后, 老法师给我们举了几个念佛往生的例子, 其中出家的是哈尔滨吉乐寺的修吴师, 举了一位南居士, 正西兵居士, 青岛战山寺的信徒。 正居士, 没有多久学会讲, 弥陀经, 就学会讲这一种, 他很热心, 到处讲, 弥陀经, 劝人念佛。 在那个时代, 我们能够想象而知, 都在乡村偏僻的地方, 到处去讲经劝人念佛。 听众在我们想象当中, 也不过是十个八个, 这个村庄讲完了, 再到那个村庄, 他挺热心。 一年到头到处去讲, 没讲几年, 我们在传记里面看到的, 他从归一到往生就六年, 这时间不长。 欲知实质, 做着往生的, 没有生病。 他, 弥陀经, 讲完了, 听众里有几个老朋友, 他就要求老朋友, 他说, 我要走了, 你们替我租个房子。 这些朋友听了就很奇怪, 你要走了, 何必租房子? 他说, 我不是到别的地方去, 我到极乐世界去, 怕死在人家里不方便。 这些朋友们听说, 你有这个把握, 那不在乎, 到我家去, 另外一个人也说, 到我家去, 个个欢迎。 人家有这个本事, 从归一到往生六年, 奖金是消业障, 消罪业, 那个力量是第一。 所以大家发新奖金, 好事情。 我过去在台中, 在李老师的会下, 李老师看到我们这些学生, 有一些命很苦, 很薄, 短命的, 那个短命人相貌一看就看出来了, 李老师经验丰富, 年岁很大了, 看的人是很多, 看到这些人, 他就劝他, 孩子, 你要发新出来奖金。 奖金消业障, 真的是延年益寿, 消灾灭罪, 这是最有效果的。 他老人家这么一劝, 就不少人跟他学奖金, 学各一部, 两部, 也是到处去讲。 在台湾从南到北, 也是到乡下去讲, 听众多的有三, 四十个, 少的也是七个, 八个的样子, 但是统统都热心的去劝人念佛。 我们要这样子学法, 老老实实的学, 老老实实的讲, 守住一个原则, 但求无过, 不求有功, 不要想我要讲的怎么好, 不想这个。 凡是求好心切都出毛病了, 不求好, 只求没有过失, 只求没讲错, 讲的是不好, 不要紧, 没讲错那就是好, 我们用这种态度来学, 来讲, 就不会有过错了。 否则的话, 特别是班若, 班若不好讲, 如果讲的不好, 人家听到之后, 怕他跺到空的那一边, 因为什么都没有了, 变成, 恶取空, 麻烦就更大, 所以班若是很难讲的一部经。 末后, 将老居士教诫我们, 应经经自审, 不可少呼者也, 应当战战经经, 小心谨慎, 不可以疏忽, 一定要认真, 要努力, 初学讲的时候, 必须要有充分的准备, 要认真的修持。 前面所说的少分, 四句记, 为人说四句记就有这么大的功德。 五七, 明尽持福正明尽持。 何况有人竟能受持读诵。 受持读诵, 为人说四句记, 那个功德就不可思议了。 如果能够受持全经, 读诵全经, 所得的功德利益, 必定超过前面太多太多了, 多到我们无法想象, 不要说说了, 说不出, 想象都想象不到。 一, 言, 受持, 赋言, 读诵, 者, 明其必能领纳修持, 方位真能读诵。 以经义无尽, 时时读诵, 时时有误处, 熏习不断, 增长定会, 受持之力, 日益进步。 言受持赋言读诵者, 受持一定包括读诵, 读诵未必有受持, 这是一定的。 受持是做到, 佛在经上教导我们的, 我们统统在日常生活当中做到, 那叫受持。 佛教给我们, 应摩锁住, 我们确实把身心世界一切放下, 放下就摩锁住, 真放下了, 恢复到心地清净光明, 这是受持一具应摩锁住。 而生其心,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工作, 处世待人接物里面, 都能够遵守六度, 决定不违背六度, 这是生心, 而生其心, 我真的这样做了。 做的人一定是有读诵, 读诵而做不到的, 那就没有受持。 受持又能读诵, 明其必能领那修持, 方位真能读诵, 这个读诵跟能读不能行的人, 完全不一样, 这个人能行又天天在读诵, 他一定是能够领会经中无尽意趣的教训。 本经字字句句含无量意, 他能够体会。 那是接受, 接受是依教奉行, 领是明了, 领会是明了, 依教奉行。 这样的读, 是真读, 读了就做到。 以经义无尽, 时时读诵, 时时有误处, 学佛必须知道, 一部经就不可思议, 不仅说, 金刚经, 任何一部经都不可思议, 都是无量意。 为什么? 都是世尊从真如本性里面流露出来的, 自性无量无边, 自性里面流露出来的言语文字也是无量无边意。 因此, 我们从初发心, 从初学一直到将来正道等觉菩萨, 金刚经, 意思有没有尽? 还没尽。 这是跟我们世间学校的教科书不一样, 世间学校教科书, 一年级的二年级就不适用, 二年级的三年级也不适用了。 佛门的教科书很奇怪, 从幼稚园, 一年级念到博士班, 还是这一本书, 这很奇怪。 像, 金刚经, 就如此, 我们从初发心来学它, 一直到将来成佛, 还是这一本, 无量意。 读得也年年升级, 那个意境不相同, 意境是愈来愈深, 愈来愈广, 深广无有止境。 所以认真去做, 又能常常不断去读诵。 熏习不断, 熏习是两桩事情, 熏就是读诵, 习就是认真去做, 实习, 把佛这个道理, 方法, 教训, 在生活里统统做到, 认真去学习, 不能间断, 这样, 增长定会, 受持之力, 日益进步, 我们常讲功夫得力, 它真有进步。 功夫得力, 表现在哪里? 表现在妄想少, 烦恼少, 心清静, 心自在, 智慧开, 这都很明显的你能够感觉出来的。 在工作上, 事事都很顺利, 纵然遇到很复杂的事情, 你处理起来是很轻松, 就把事情办好了。 你会感觉的, 你会感觉的, 从前遇到这个事情不知道怎么办好, 现在遇到这些事情, 很简单的就处理了。 所以带来的生活, 真的是幸福, 美满, 快乐, 这是功夫得力的样子, 得力的现象。 从表面看, 也能看得出功夫得力, 从哪里看? 看你越来越年轻, 看你的身体体力越来越好, 这都是用功功夫得力的现象。 如其不然, 你虽然学佛, 功夫不得力。 所以佛法的修学有真实的效果, 绝对不欺骗人, 短命薄浮的都能够转得过来, 何况在生活上这一点点烦恼, 不如意, 哪有转不过来的道理? 二, 若非尽受尽迟, 岂能头头是道, 为众随缘而说也。 这是进一步, 你为人说精, 说得很流利, 说得头头是道, 左右逢缘, 持个一记二记, 不能说没有效果, 很困难。 持送一记半记, 也能够头头是道, 随缘而说, 那是功力深了, 行, 是可以做得到。 但是我们初学没这个功夫, 我们给人家说个一句二句, 都讲得很浅, 不够深度, 没有功力。 没有功力怎么办? 有补救, 多读, 多持, 尽持。 那就是告诉你, 全部的金刚般若, 你都要受持。 对于初学的人来讲, 你理解的越多, 在日常生活当中, 你能够用得上的也多, 许许多多的教训句子, 在日常生活当中统统用得上, 你才能得真实的受用。 自己得真正的受用, 给别人介绍, 那就方便了。 这不是人云亦云, 不是道听途说, 是我亲自做到的, 我亲身体验的, 那就当然不一样, 说出来也能够感动人心。 三, 如来之意, 时遇人人既能受持, 又能为人眼说。 世尊说此经法, 时望人人成就, 而成就必须自度度他, 二力圆满方可。 如来之意, 时遇人人既能受持, 又能为人眼说, 这句话大家要记住, 读诵受持, 为人眼说, 世尊这样的句子, 不仅仅在, 金刚经, 上, 可以讲一切大成经上, 我们都曾经见过, 不是一部经。 从这句话里面, 我们能够体会到佛的心意, 佛的心事实在在要教我们, 不但要依教奉行, 一定要为人眼说。 为人眼说这四个字要看清楚, 掩饰表演给人看, 用现在的话说, 我们在这个社会当中, 要给众生做一个好榜样, 那是眼。 眼根说是两桩事情, 掩饰身教, 说是眼教, 掩饰自己真正做到。 用大家都知道的两句经文, 应摩锁住, 而身其心, 不学佛的人也知道, 金刚经, 上有这两句, 这是因为过去六祖能大师, 在这两句开悟的, 所以这两句经文就出了名。 我们怎样做到? 身心清静, 就是应摩锁住, 心里面没有忧虑, 没有牵挂, 干干净净, 一尘不染, 这是应摩锁住, 要做到。 心里真的到摩锁住, 你就年轻, 就长寿, 就不老, 都表现出来了, 这个样子就可以给别人看。 体力充沛, 什么原因? 人的老, 病, 死, 都是心太脏了, 心有病, 那个身怎么会好? 佛给我们讲, 贪甜吃叫三毒。 心里有贪甜吃, 那个心好毒, 心已经有毒了, 身怎么会好? 所以外面环境稍稍一点污染, 刺激, 就得病了。 如果心清静, 不会得病的, 不会长病。 病是从污染来的, 心地污染, 所以心清静要紧。 又能, 行于不失, 行于不失要用现代的话说, 为社会, 为国家, 为一切众生服务, 这个服务是尽义务, 不求报酬, 不求代价, 尽心尽力为社会, 为国家, 为人群来服务, 这就是而行不失。 我们只有付出, 不求回报。 一般人觉得, 这个人不是傻瓜吗? 他才不傻, 他才聪明。 不求报酬, 福德不可思量, 金刚经, 讲得很清楚, 福德不可思量。 他修的是无量无边的大福德, 心清静是修会, 行于不失是修福, 福会双修, 无量无边, 他哪里傻? 他有大福报, 这个大福报一切众生羡慕, 这叫眼, 你要是真正做到, 这是眼。 你做到了, 人家看到他身羡慕心, 他就想向你请教, 你的日子怎么会过得这么幸福, 怎么会过得这么快乐? 他来请教, 你就给他说法, 这是眼说。 我们要认真去修学, 现在在这个时代, 无论中国外国, 大家的日子都过得很辛苦, 即使是豪门贵族, 表面上看, 他在社会上有崇高的地位, 做了总统, 亿万财富了, 他的生活很苦, 很可怜。 你们都不知道, 哪有我们这么自在? 出门还要请保镖, 怕人杀他, 提心吊胆, 这多苦。 吃东西怕人下毒药, 那个生活真是紧张, 晚上睡觉都睡不好, 日夜提心吊胆。 穷人有穷人的苦处, 富人有富人的苦处, 总而言之, 统统苦, 这是事实。 我们学佛的人自在, 非常快乐, 这些人看到的确是羡慕。 我在美国许多地方, 住在那个地方住了几天, 那些邻居外国人就打听, 这些人为什么这么快乐? 一天到晚都笑嘻嘻的, 从来没有看到我们愁眉苦脸, 绝对看不到, 看到我们都很快乐, 就去打听, 这些人是干什么的。 我就告诉他, 我们这些人是学佛的, 学佛就快乐。 你要想快乐, 那你就跟我们一起学佛。 所以有眼才有说, 不但自立, 自立一定立他, 这是世尊对于我们四众弟子的愿心, 他的愿望。 我们能这样做, 满佛的愿望, 这就是孝顺佛陀, 孝顺师尊, 孝顺父母, 这几句话很重要。 而成就必须自度度他, 二立圆满方可, 过去我们总以为, 这个成就一定是大臣菩萨, 要自立立他, 二立圆满。 在, 金刚经, 上看到, 这的确是叫我们大开眼界, 原来小臣连出果虚陀环, 也要自立立他, 也是二立圆满。 以往我们总以为, 大臣菩萨不着香, 在, 金刚经, 说得很清楚, 虚陀环不执着虚陀环的香, 他才正的虚陀环。 所以, 无助身心, 这四个字, 在佛法里面, 从小臣出发心, 一直到大臣原教等觉菩萨, 都不能离开这个原则, 都要遵守这个原则去修行, 不管你修哪一个法门, 这是最高的指导原则。 这就说明, 我们一定要自立立他, 要自立就要受持毒诵, 要立他就要为人演说。 自己修持跟弘法立身是一样的重要, 没有说哪个重要, 哪个不重要, 没有, 同样的重要, 一定要这样做, 我们才会有成就。 也许有同修听到了, 我没有办法, 我不会讲经说法。 这上年说, 说一句, 说一记, 没有一定要求你讲全经, 一句半计要很热心的到处跟人讲。 跟大家在一起谈话, 俗话说三句不离本行, 到第三句我们就要念阿弥陀佛了。 五八, 证明所以曰成就正显。 证明所以, 正是给我们说明所以然的道理。 虚菩提, 当知是人, 成就罪上第一稀有之法。 这个时实在在不可思议, 若不是世尊为我们说明, 我们怎么也想不出其中所以然的道理, 这样殊胜功德利益, 原来就在受持, 读诵, 为人演说当中成就的。 一, 最上第一稀有之法, 即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法也。 弥陀经, 云, 释迦牟尼, 能为圣南稀有之事, 能于五卓二世中, 的阿诺菩提。 圣南稀有, 即第一稀有也。 最上第一稀有之法, 即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法也。 这是将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法, 完全用中文写出来。 弥陀经, 云, 释迦牟尼, 能为圣南稀有之事, 能于五卓二世中, 的阿诺菩提。 圣南稀有, 即第一稀有也。 欧益大师的, 弥陀经要解, 是一部不可思议的著作, 我们敬踪印光大师对他赞叹辈志, 说, 即使是古佛再来, 给, 弥陀经, 做个著解, 也不能超过其上, 这是把, 弥陀要解, 赞叹到巅峰, 赞叹到最高处。 我们晓得, 印光大师是大士智菩萨再来的, 大士智菩萨这样赞叹, 欧益大师到底是什么人。 古书上没有记载, 我们看到大士智菩萨这样赞叹, 他要不是阿弥陀佛再来, 准定是观世音菩萨再来。 住的是好, 是真好。 欧益大师有不少地方发前人之所谓发, 实在是非常的难得。 其中最重要的, 就是告诉我们, 释迦牟尼佛成佛是念佛成佛的, 这是从前我们没有听说过的, 古书里没人说过, 欧益大师在, 要解, 里为我们说的。 有没有证明? 有, 就在, 弥陀经, 上, 我们, 弥陀经, 读了不少遍, 没有发现, 他替我们指出来, 这非常稀有。 在五卓二世, 是现正的无上菩提, 这不但在世间是第一稀有, 出世间也是第一稀有。 这话里面的含义, 我们要能够体会。 什么意思? 我们能够一心一意念佛求生净土, 就是第一稀有。 何以见得是第一稀有? 这个人在一生当中,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就不退成佛, 这能说不稀有吗? 这能说不是第一稀有吗? 法门无量无边, 不能保证你在这一生当中圆满成佛, 唯独念佛法门, 却确实实是一生圆满成佛, 所以他真的是第一稀有。 也许诸位同修说, 此的讲的是金刚经, 不是弥陀经。 你不会看的, 金刚经, 不是弥陀经, 弥陀经, 不是金刚经。 你如果会看, 没有两样, 一桩事情。 江卫农居士就是教宗般若, 行在弥陀, 他写, 金刚经讲义, 他研究, 金刚经, 四十年, 真的是, 金刚经, 的权威, 他是一门深入。 他怎么修持? 他念阿弥陀佛, 求生净土。 念佛求生净土与班若有什么关系? 关系可大了, 因为念佛法门是最高的智慧, 若不是最高的智慧, 最大的福德, 他不相信。 他能够相信这个法门, 能够发愿求生, 能够深信不疑, 高度的智慧, 真智慧。 能够发愿求生是大福德, 福慧双修。 信是智慧, 愿是福德, 没有圆满的智慧福德, 这个法门叫男性之法。 有人性, 金刚经, 不信阿弥陀佛, 什么道理? 智慧还不到家, 还差一截。 如果他智慧再提升, 他就相信, 这个意思很深很深。 二, 当知是人, 福慧双修, 自他两度, 便得直驱饱锁, 大有成就。 便知其福德, 远甚于已充满无量无边大千世界之七宝不施者。 这是说明一定要自行化他, 自行总纲领, 总原则就是无助, 化他的总纲领, 总原则就是身心。 无助是智慧, 身心是福德, 福慧双修。 所以在静宗里面, 静宗的三姿良性, 愿、行、 性是福, 是智慧, 愿行是福, 性愿念佛就是福慧双修, 自他两度, 自度度他。 便得直驱饱锁, 这个饱锁, 在静宗以外, 其他的宗派里面, 就是明星见性, 心性是宝锁。 在静土宗, 除了明星见性之外, 还有一个真实的宝锁是西方极乐世界。 已经见性, 去西方极乐世界当然不成问题, 往生西方是时报装颜土往生的。 没有明星见性, 甚至于一品烦恼都没断, 能不能直驱饱锁。 能。 深到西方极乐世界凡胜同居土, 一品烦恼都没断。 诸位要记住, 这在其他法门里是决定不能成就, 唯独念佛法门能成就。 所以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 没有一个不赞叹西方净土, 没有一个不赞叹阿弥陀佛。 无量寿经, 上所说的, 诸佛称赞阿弥陀佛, 光中极尊, 佛中之王, 这也把阿弥陀佛捧到顶点。 你要是做阿弥陀佛的弟子, 给诸位说, 一切诸佛看到你, 都对你很尊敬。 为什么? 你是最尊敬阿弥陀佛的学生, 敬阿弥陀佛, 当然也敬他的学生。 沾光可大了。 这个道理事实, 我们都要搞清楚, 搞明白。 并知其福德, 远胜于已充满无量无边大千世界之七宝不施者, 那个不施修的福, 算不了什么, 福报在大依旧不能超越轮回, 只是在三界六道里面想吃福而已。 从哪里看比不少? 最显著的地方是活动的空间, 修在大的福报, 不出三界, 它活动的空间, 就在六道这个范围, 它不能够超越。 在佛法里面讲, 就是一个大千世界, 一个大千世界就是一个六道, 这经上讲得很清楚。 一个单位世界的天顶是初禅天, 一个小千世界的天顶是二禅天, 中千世界的天顶是三禅天, 大千世界的天顶是四禅天。 一个大千世界只有一个四禅天, 有一千个三禅天, 一百万个二禅天, 十亿个初禅天。 所以讲六道轮回, 就是这一个三千大千世界, 福报再大, 你的活动空间不能超越这一个三千大千世界。 但是往生净土的人, 他的活动空间就不可思议, 尽须空, 变法界, 无量无边诸佛差土, 想去就去, 想来就来, 丝毫障碍都没有。 就好比我们人世间, 不出六道, 六道就好像一个城市, 你这一生都不能超越过这个城市, 另外一个人, 那个往生的人, 他的活动空间, 全世界可以到处跑。 从这一点你就晓得, 那两个人福报相差悬殊太大太大了。 何况往生的人, 弥陀经, 无量寿经, 上都说得很清楚, 与十方诸佛天天见面, 每天去参访, 去供养, 去文法, 十方诸佛差土, 无量无边众生, 天天跟那些人结法缘, 为那些众生说法。 这两种生活方式, 怎么能相比? 大家要把这个事情搞清楚, 我相信你一定下定决心, 极乐世界飞去不可。 这个地方我们决定可以去得成, 不是没有把握, 不是去不成, 决定去得成, 你的决心就坚定。 这个福德远胜于大千世界七宝不施。 五九, 约寻习结成。 若是经典所在之处, 则未有佛, 若尊重弟子。 这是指佛的经典所在之处。 前面说的是一个说法的人, 为人说四句记那个处所, 处所就如佛塔庙, 塔庙是三宝所在之处。 这个地方是蒋经, 经本所在之处, 也是三宝所在之处。 你家里面有几本佛经, 那就是三宝所在之处, 就有龙天善神保佑, 所以你对于经典要尊重供养, 你才得善神的保佑。 一,经, 本有路径之意。 点, 鬼则之意。 本经所说, 皆是发菩提心者不义之正轨, 共尊之绝路。 故此经所在之处, 便是宝所。 佛及一切贤盛, 莫不在此。 经, 本有路径之意, 这一条路就是凡夫成佛之路, 破迷开悟之路, 离苦得乐之路, 转凡成圣之路, 经典有道路的意思。 点, 鬼则之意, 鬼则之意, 点像轨道一样, 火车走的是有铁轨, 有轨道, 不会走错。 本经所说, 皆是发菩提心者不义之正轨, 共尊之绝路, 为什么, 金刚经, 在佛法当中, 如此的被人尊重, 他的道理就是一切修学大臣者, 必须要遵守的原理原则, 原理原则就是轨道的意思, 就是绝路的意思, 一定要遵守, 无论修学哪个法门。 你修净土的不遵守, 你心里有牵挂, 有助, 你不能往生, 一定要遵守。 你学密的, 持咒的, 如果你心有助, 你决定得不到相应, 三密相应你决定得不到。 你是各参禅的, 你心要有助的话, 你决定不会开悟, 决定不会见性。 可见得, 无论修学哪个法门, 八万四千法门, 都不能违背这个原理原则, 你修行就会有成就。 参禅的会开悟, 持咒的会得三密相应, 念佛的会得一心不乱, 学教的也能够大开原解, 都是这个原理原则, 离开这个原理原则, 都不能成功, 所以这个经就被大众所尊敬。 故此经所在之处, 便是宝所, 真实的法宝。 佛即一切贤圣, 莫不在此, 这个诸位要晓得, 不是一切佛, 一切菩萨都在你这个地方, 不是的。 一切贤圣修行正果的原理, 原则, 方法在此的, 是说这个, 他们怎么成佛的, 怎么成菩萨的, 怎么成罗汉的, 那些理论跟方法都在此地。 所以这个经尊贵, 我们对这个经典要尊重, 我们尊敬, 这些护法善神就尊敬你, 你要不尊重经典, 护法善神远离你, 也瞧不起你。 你家里有这个经典, 旧的这么两个好处, 一个是护法善神尊敬你, 一个是护法善神不理你, 完全看你自己的态度, 你自己怎么各做法, 你得到两种不同的结果。 二, 若尊重弟子, 是同为一切贤圣, 菩萨, 罗汉, 敬设在内, 不必分别专职也。 总名此经殊胜, 在处处贵, 在人人尊而已。 若尊重弟子, 这一句话, 是同为一切贤圣, 菩萨, 罗汉, 敬设在内, 不必分别专职, 不必专职这个大概是讲文书, 普贤, 设利福, 目间连, 不必, 那个与, 金刚经, 的宗旨不相应, 金刚经, 是离乡, 这样专职哪个人, 就变成这项。 所以这个尊重弟子, 是统治所有的佛弟子, 包括没有断或正真的, 那就是连我们都包括在其中。 我说的这个话是实在话, 只要能够听到, 金刚经, 生欢喜心, 不要讲受持, 听到心里很欢喜, 你旧的一切诸佛护念, 一切善神拥护。 如果你真的能够依照这个修行, 那就是前面所说的, 那当然是更殊胜。 听到这个经典生一念欢喜心, 旧的一切善神的拥护, 因为你这一念善心, 一片光明, 要以现代科学家的说法, 这是强烈的磁场, 很大的能量, 这一念欢喜心, 与一切贤盛感应道交。 总名词经书胜, 在处处贵, 在人人尊而已, 这两句是把世尊说这段经文的意思讲出来。 佛确实是这个意思, 赞经。 经所在的处所, 这个处所尊贵, 读诵寿持经的人, 这个人尊贵。 世间人凡夫肉眼不识获, 不知道这个人尊贵, 就是我们常讲, 现在人认假不认真, 听骗不听劝。 现在发大财的人, 做大官, 地位很高的人, 走到哪里人家很尊敬他, 肉眼凡夫。 真正的高人, 凡夫不认识, 反而对他轻慢。 但是诸天鬼神的眼睛很明亮, 他看得到, 他们尊敬。 三, 又未劝人供养此经, 读诵此经, 受持此经, 广为人人说此经也。 择持说者, 便是清静诸佛, 菩萨等大善知识。 又未劝人供养此经, 读诵此经, 受持此经, 广为人人说此经也。 这段经文有这个意思, 这个意思非常的强烈, 这是世尊对我们真实的愿望, 劝我们供养。 怎么供养? 一叫修行供养, 这叫真供养。 如果我们有能力, 在现前环境当中, 我们应送这一部经典, 供养一切大众, 这是供养的方法。 现在除了印经之外, 还可以制作录音带来供养。 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工作很繁忙的人, 却确实实没有时间, 你叫他坐下来去读一部经, 他没有时间, 但是叫他听他有时间。 他上下班的时候要坐车, 自己开车可以放录音带, 他可以听。 我们搭公车, 公共巴士上班, 可以带随身听。 因此制作读诵经典的录音带, 也是最佳的供养。 我们佛弟子, 现在无论是在家出家都有应酬, 都有礼尚往来, 人家送一点礼物给我们, 我们也要回送一点, 我们也要回送的礼物, 里面一定有经书, 一定有录音带, 法供养。 经书, 录音带做的是越精美越好, 做得越精美, 不学佛的, 他看到这个本子, 他生欢喜心, 所以一定要印得好, 才能够达到利益众生的效果。 这是讲, 供养此经。 读诵此经, 读试对着经本, 诵试背诵。 读诵不出声是自立, 出声读诵是自立立他。 念得要清楚, 要清晰, 让别人听, 听得很清楚, 一立耳根, 勇为道种, 你就度了他。 所以出声读诵, 功德利益很大。 从这个地方让我们想起, 当年六祖慧能大师, 还没有闻到佛法, 他的生活很苦, 每天到山上砍柴, 到城市里面来卖柴, 卖几文钱, 买一点米菜回家去度日。 他的因缘就是在卖柴的时候, 听到人家念, 金刚经, 有人在那里读经, 他在旁边站道听了一会儿, 念得人没开悟, 他听得人开悟了, 这就把慧能大师度了, 那个人功德不小, 把慧能大师给度了。 这就说明出声读, 利益众生。 我这出声读没有人听, 还有我们肉眼看不见的人, 他听了也得利益, 有天人鬼神, 我们肉眼看不见。 但是有一些同修有一个经验, 我常常听说, 我自己也常有这个经验, 我们在读经的时候, 是你在看经, 没有读的时候, 也没有出声音的时候, 闻到有异香, 这个香不是檀香, 也不是一般烧的香, 有的时候时间很久, 有十几分钟这个香都不散。 这是什么原因? 古德告诉我们, 我们在看经读诵的时候, 这是有天神从这里经过, 看到我们在读诵或者在念佛, 他在那里和长公敬, 散花,香花供养, 花我们看不见, 香我们闻到了。 他对你尊敬, 所以读经的场地他尊敬, 人他更尊敬。 我相信有这种经验的人很多, 这都可以证明这是事实。 受持此经, 这一步进一步, 受持是依教奉行, 真正去做。 广为人说, 遇到人都给他讲, 当然讲的方式, 技巧是要有变化的。 学佛的人讲当然很方便, 不学佛的人, 甚至于排斥佛法的人, 对佛法有反感的人, 我们也有善巧方便来给他讲。 还有学外交的人, 有一些外交很执着, 认为佛是魔鬼, 沾都不可以沾的, 我们也要以善巧方便来帮助他, 把他这个错误的观念转过来。 所以注意这个广, 遇到人都说, 喜欢听的人跟他说, 不喜欢听的人也跟他说, 一粒耳根, 永味道种。 择持说者, 便是亲近诸佛, 菩萨等大善之士, 亲近诸佛菩萨, 亲近善之士, 很难得。 这正是世间所谓可遇不可求, 但是用这种方法就容易, 就不难, 这也是我们常常劝勉同修们的。 佛法, 是法要想有真实的成就, 都必须要有师尘。 可是在这个时代当中, 老师没有了, 到哪儿去找? 没有师尘, 师尘断绝。 我们想成就怎么办? 惊人找不到, 还可以找古人, 这是个办法。 找古人, 这个例子历史很久了, 在中国历史上记载的, 第一个是孟子, 孟子以谁为老师? 以孔老夫子为老师, 但是在那个时候孔老夫子过世, 不再了。 不再怎么以他为老师? 孔老夫子的著作在, 他读孔老夫子的书, 照孔老夫子书里面话去做, 这就是孔子的学生, 所以称为司书弟子, 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 他真的学成了, 学得很像孔夫子, 所以后人尊称孔子为至圣, 孟子是亚圣, 跟他差不多。 以古人为老师, 那还有错吗? 经人哪个是真有道德学问, 哪个是假装的, 我们分不清楚, 古人没问题, 那是大家公认的。 这个路子就能走得通, 而且非常安稳, 也不怕老师不要我们, 这世间有好老师, 你去找他, 他不收你, 那很苦恼, 找古人, 他不会不收, 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做他的学生, 不会考虑他收不收你。 学孟子这个情形, 在中国历史是大有人在, 很出名的, 像汉朝, 写, 实际, 的司马迁, 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大文豪。 他的老师左秋明, 诸位想想, 左秋明是跟孔子同时代, 司马迁是汉朝的, 相差几百年, 怎么拜他做老师? 左秋明有一部著作, 左传, 他就专念, 左传, 专学, 左传。 左秋明的文章手笔被他学去了, 他学得很成功, 唐宋八大家第一。 以古人为老师。 在我们佛门也有明显的例子, 偶艺大师, 这是我们净土宗的, 偶艺大师的老师是谁? 莲池大师。 那个时候莲池大师也往生了, 往生了怎么以他为师? 莲池大师的著作在, 莲池大师的全集现在还在, 还是完整的。 偶艺大师专门学莲池, 学一家, 依他为老师。 不是老师的东西不读不看, 看一个人的, 他学成功了, 莲池是静宗一代祖师, 他也是一代祖师。 学古人, 经人不可靠。 我过去清静李秉楠老居士, 我们拜他做老师, 他不错是接受我们拜师, 拜完之后他给我们说, 我不敢做你老师, 我没有条件做你老师, 我只可以做你学长, 在旁中帮助帮助你。 他劝我以印光法师为老师, 他介绍我的, 印光法师是他的老师。 谦虚 不像一般人很自大自负, 我不比人差, 你拜我做老师就可以。 那种供高我慢的气焰, 那就不是真善之士, 真善之士一定是非常谦虚, 非常恭敬, 所以他叫我以印光法师为老师。 印光法师也不在了, 大师的文超, 在读文超, 依照文超里面的教训来修行, 这就是印光法师的学生了。 这的确是真正善之士, 为我们指出一条明路。 我们学弥陀经, 我们以莲池大师为老师, 专学书超, 要以偶艺大师为师傅, 就专学, 要解。 这不会错, 决定有成就。 今天我们讲清静善知识, 一定要用这个方法。 我们学华言, 以清凉为老师, 决定遵守清凉的, 书超。 懂得这个原则, 善知识太多了, 随便我们挑选, 哪一个跟我们有缘, 我们都可以清净, 都能成就。 四, 虚知此经专明识相, 直指本心。 受持之者, 果能直下承当, 依经其官, 则身服灭罪, 尽证菩提, 功德何可称量? 虚知此经专明识相, 识相就是诸法识相, 我们常讲的宇宙人生的真相。 真相是什么? 佛在本经上说,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一切有畏法, 如梦幻泡影, 如漏易如电, 这是诸法识相。 一切法的真相你要是明白, 你才晓得佛为什么教你无助身心。 佛说法的确是有事实做依据的, 不是随便说。 因为一切法的真相是, 当体极空, 了不可得, 所以教你无助, 你住是错误的, 因为相不可得, 你怎么能住? 像是怎么回事情? 佛在经上讲, 这个讲法还是比喻, 与事实必定还有差距。 佛给我们举例子, 一弹指, 大乘经上讲的, 历世是非常健康, 有力气的人弹指, 一弹指有六十刹那, 一刹那就是一弹指的六十分之一, 一弹指的六十分之一叫一刹那, 一弹指有六十刹那, 一刹那有九百生灭。 我们弹得快的时候, 应该一秒钟至少可以弹四次。 四, 就以这个数来算, 我们可以办得到, 一秒钟可以弹四次, 四剩六十再乘九百, 两个十万八千。 所有现象是各生灭的香, 一秒钟里面有两个十万八千次的生灭。 人言, 上讲的好, 当处出生, 当处灭尽。 所以象是假的, 不是真的。 我们看的香, 是这种生灭香的香续香而已, 它不是真的。 没有一样是真正的存在, 不但这一切物质, 色法不存在, 心法也不存在。 百法, 里面讲的有味法, 心法, 心所法, 不相应形法, 色法, 这统统叫有味法, 九十四大类。 有味就是有生有灭, 就是刹那九百生灭, 这是相续相。 所以真的是了不可得, 当体极空, 你要住就错了。 告诉你应摩所住, 那是真话, 与事实真相就相应。 为什么教你身心? 因为这个像是生灭香, 它生灭, 它不会断的, 它会变化, 它要继续不断的生灭, 生灭当中它起变化, 为心所现, 为时所变。 因为为时所变, 所以教你身心, 你善心, 它就变成善果, 恶心, 它就变成恶果, 所以教你身心。 虽然身心, 又要无助, 才跟真相相应, 这跟实相相应。 身心有助不是真相, 无助不身心也不是真相, 一定是身心无助, 无助身心, 那是实相。 如果你要是契入无助身心, 恶而不恶, 实相就现前, 实相现前就是自信现前。 宗门所讲的明心见性, 你就见性, 念佛人讲理一心不乱, 你就正的理一心。 无助跟身心是意不适而。 如果说两边不能成为一桩事情, 你没有见性, 没有的一心。 能够把这个事情看出来, 原来是意不适而, 这就见性。 这个今世, 专名实相, 直指本心, 本心就是自信, 真如自信。 受持之者, 果能直下承当, 依经其官, 则身服灭罪, 静政菩提, 功德和可称量, 话说得很容易, 我刚才把诸法石箱给大家一分析, 诸位总会有个概念。 但是你还是放不下, 还是要有助, 你心里还是有牵挂, 还是有忧虑, 你还是放不下。 为什么你还放不下? 你虽然听说, 没搞清楚, 果然真的搞清楚, 你的忧虑牵挂决定没有了。 那个没有了, 就得大自在, 生活真的是快乐幸福。 心里有忧虑有牵挂, 你怎么快乐得起来? 你怎么不忧虑? 没法子的。 了解事实真相是看破, 实在没有看破, 金刚经, 多念念, 没有时间念全经, 就念,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多念念, 念久了真的是虚妄, 你就会放下。 或者念末后这个四句记, 一切有谓法, 如梦幻泡影, 如露意如电, 硬做如是观, 也好。 常常念的时候, 能帮助你看破, 能帮助你了解事实真相, 真了解, 你自然就放下。 受持者, 果然能够, 直下承当, 真的看破, 真的放下, 就是直下承当。 依经乞观, 依照这部经上讲的道理, 事实真相, 把错误的观念换过来, 乞观就是把从前错误的旧观念换过来。 则身符灭罪, 当然什么罪都灭掉。 罪从心起将心颤, 什么心有罪? 妄想心就有罪。 换句话说, 你心里有念头就有罪, 有念就有罪。 无念也有罪, 这事情就麻烦, 为什么? 有念, 你住在有, 无念, 你住在空, 住在空, 住在有都有罪, 都不能解决问题。 空有两边都不住, 就没罪, 这是金刚经上说的。 无住, 不但有不能住, 空也不能住, 不住法乡, 不住非法乡。 法乡是现象, 是有边, 非法乡是空边, 空有两边都不能住。 住在有边, 你决定搞六道轮回, 太苦了, 住在空边, 你就到四禅天, 无想天理去投胎, 无想天是外道天, 住空的人跑到那儿去。 住空的功夫在更高一层, 跑到四空天去, 出不了三界。 四空天里头, 迷迷糊糊, 混混顿顿的, 定宫失掉了, 还是要轮回, 还是要堕落。 所以空有两边都住不得。 修行断了见思烦恼, 还是空有两边不能住。 见思烦恼断了要住空, 变成小城阿罗汉, 辟之佛, 住偏真涅槃, 偏真涅槃是住空, 佛在大臣经上说这些人 堕无畏坑, 焦牙拜种, 大臣经上常常呵斥这些人。 断了见思烦恼, 空也不能住。 空有两边不住, 这叫行菩萨道, 金刚经, 上师教我们这个方法。 两边不住, 灭罪, 他又能够广行不失, 那就身符。 佛在经上说, 应身摩锁住心而行不失, 而行不失是身符, 摩锁住心就灭罪, 灭罪身符是最彻底的, 彻底的灭罪, 圆满的身符。 彻底灭罪, 圆满身符, 再往上提升, 那就正大菩提, 功德不可称量。 不但我们没有办法说, 称是说, 说不出来, 无法思量, 一切诸佛如来也说不出。 为什么说不出? 因为他称性, 性德无量无边, 真如本性里没有罪, 无量无边的功德, 所以称性的灭罪身符。 可见得这个经之书胜, 这不经能够在这个地方我们细讲一遍, 这个因缘书胜很不容易。 一般讲, 金刚经, 顶多三十天, 三十天是草草绿绿的讲, 没有法子细讲, 这一次我们不限时间能够细讲, 因缘非常书胜, 这大家都有福, 那个福报正如经中所说。 好, 我们念佛回向。 金刚班若研习报告第三十卷新加坡佛教居士林荡明, 九年二月三年三月零。 请看, 金刚经讲义节要, 卷三, 经本第七十五页。 六十, 请示明池请。 这一段经文是, 请示明池。 明, 是经明, 持, 就是受持。 经明是全经的总纲领, 是佛门里所谓的大总持法门。 经提示以不经的总持法门, 明了之后, 受持就不难。 二十须菩提白佛言, 世尊, 当和明慈经, 我等云和奉持。 一, 二十, 亦显领会的纲要时, 便当行持, 不容烧谢。 所谓解识即是行时事也。 由此可知, 请示精明放在这地方, 用意的确非常之深。 一般经典, 当机者请教精明, 多半在一部经将要讲完时候, 而, 金刚经, 请示精明, 他在这一部经的当中, 跟其他经不一样。 这里面除以下我们还要说明这理由之外, 实在讲最重要的, 实在无过于, 解识即是行时, 这一句话说得非常之好。 明了赶紧要去做, 不做有什么用处。 行就是要去做, 不能够有丝毫的懈怠, 要认真, 要努力。 世间人悠悠度日, 不知道时光就是命光, 古人所谓, 一寸光阴一寸金, 寸金难买寸光阴, 此的我们看到须菩提尊者, 真正是所谓现在人讲的分秒必真, 他争取时间是办大事, 不像我们现在这社会工商界也是分秒必真, 真什么? 赚大钱。 这跟我们不一样, 都是在真时间, 真时效, 可是目的不相同, 果得自然也不一样。 佛法争取时间却识了生死, 出三界, 果报式的大自在。 世间人钱要是多了, 麻烦就多, 这些我们细心去观察都不难理解。 二, 他今请问金明, 多说在全部之末。 今在中间, 何故? 须知此今后半部之意, 是从前半部开出。 其意前半部中已有, 不过说之未祥而。 若非长老再问, 则说前半部, 便可终止。 他今请问金明, 多说在全部之末。 今在中间, 何故? 为什么, 金刚经, 的经题, 说在这一部经的当中? 须知此今后半部之意, 是从前半部开出。 其意前半部中已有, 不过说之未祥而。 若非长老再问, 则说前半部, 便可终止。 这把理由说出来。 这理由也真的是事实, 但是没有前面讲的, 解释即是行时, 这句话来得恳切, 听了, 听明白之后, 真的马上就要去做, 我们才能真正的利益。 本经分位上下两部分, 或者我们讲前后两部分也可以。 尊者所问的两个问题, 这是我们在本经一开端就看到, 他问的是, 善男子, 善女人, 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者, 云和映住。 云和降伏其心。 问这两个问题, 而在前半部是尊的确把这两个问题都答复, 所以后半部如果尊者要是不问, 金刚经, 在前半部就结束。 如果在前半部结束, 这地方提出来请示明持, 与一般大臣经没有两样。 前半部说完, 尊者又向世尊提出问题, 于是世尊在不辞辛劳详细为大家开示, 这是后半部的经文, 可以说后半部是前半部的补充, 是前半部的详细说明。 这道前后两半部时, 有详细的报告。 三, 故此经明, 虽似说在中间, 人与他经无别。 请示持法, 以便大众尊一。 金刚经, 的大主义明了了, 怎么各修法? 也就是说, 如何把金刚般若用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 使我们的生活变成金刚般若。 金刚般若要用现代的话来说, 般若是智慧, 金刚是最尊, 最贵的, 也就是说高度的智慧, 至高无上的智慧, 那是我们的生活。 反过来看, 我们这云云众生, 生活在无量无边苦恼之中, 这是我们现前的生活。 怎样把现前苦恼的生活, 变成高度智慧的生活, 这是受持, 金刚经。 可见得这的确是非常重要, 无怪忽须菩提尊者这样的渴望, 想知道这荆蹄受持的方法。 底下解释, 持, 这个字。 四, 古人是, 持, 自义, 约认红。 认是担任, 只自行。 红是红阳, 只劝他。 古人是持自义, 约认红, 这是古得解释持这个字的意思。 认是担任, 只自行, 直下承担, 我就要这样做, 这是持的一半的意思, 另一半意思, 红是红阳, 我一定要这样做, 我还要帮助别人这样做, 这才行。 自己这样做, 要不能帮助别人, 你只持一半, 并不圆满, 圆满一定要弘扬, 这只劝他。 所以佛在经上一再地教导我们, 受持, 读诵, 为人眼说。 由此可知, 持的意思, 包括受持, 读诵, 为人眼说, 这样持经才算是圆满。 五, 请问经明, 即是请求开示总持之法。 这是要知道的, 这意思通一切经, 任何一部经讲道末后, 当机者一定向佛请示经明。 请示经明的用意, 就是请求开示怎样修行, 在行门里面抓到刚领, 这刚领在佛门里面叫做总持。 六, 性, 解, 行三, 不能定说有次第, 不能定说无次第。 人必具有信心, 而后言求佛法。 必明的佛法真实之意, 而后方之真实修行。 此有次第也。 性, 解, 行三, 不能定说有次第, 不能定说无次第, 不可以定说, 有时候讲次第, 有时候没有次第。 华言经, 上就交代得很明白, 行步不爱圆融, 圆融不爱行步。 行步就是次第, 有次第, 圆融就是没次第, 就是不能说次第。 这个说法才圆满, 才真正的受用。 所谓有一种聪明伶俐之人, 他的性解形正是一桩事情。 我们在佛经理, 看到世尊讲经说法, 听众之中有些人听一半, 还没有听完就开悟。 伦言经, 上, 世尊讲道第三卷讲圆满, 伦言, 十卷, 三卷讲圆满, 才讲三分之一阿南开悟, 成继白佛, 佛给他印证。 有些人听经没听一半正果, 正三果, 正四果的, 我们在经上常常看到, 这是怎么回事情? 就是词的讲的, 不能定说有次第, 他没有次第, 他性解形正融会成一体。 这桩事情也得要跟同修们说明, 不说明总有怀疑。 从哪里说起? 得从三学, 三会说起。 小根器的人, 所谓是小成人, 小根器是小星量, 心量小分别执着很重, 这叫小根器的人, 他次第修学, 应戒得定, 应定开会, 他有次第的。 大根器的人, 大臣菩萨, 说不上次第, 菩萨学的叫三会。 三会是文会, 私会, 修会, 文思修三会。 三个都叫会, 诸位要知道, 会是哪个会。 戒定会之会。 因此, 没有戒定, 哪来的会。 没有戒定会, 哪来的三学。 这个诸位要知道。 现在有一些人没搞清楚, 听说菩萨修戒定会三学, 他也就要学菩萨, 三会真正的意思没搞清楚。 我在早年, 说这话总是二、三十年前, 我在台北大专佛学讲座, 那个时候我担任总主讲。 有一位辅仁大学的同学, 在上课之前走到我面前来, 他说, 法师, 我下次不来听经, 我就奇怪, 我说, 为什么? 你在大专讲座表现得很不错, 从来不缺客, 听了好像也蛮欢喜, 很有受用, 为什么明天不来? 他说, 我听经已经听两年, 这就文会, 文法已经文两年, 他一说这个我就明白, 我说, 大概你不来听, 回家去修私会, 去想是吗? 他点点头, 我说, 私以后, 你再去修, 对不对? 他说, 是的, 没错, 我说, 今天这一堂听不听? 他说, 这一堂我要听, 我说, 好, 我就急这机会, 把大家这错误的观念给他修正, 他认为听经就是文会, 错了, 问你开了会没有? 你开了智会, 听经才是文会, 你没有开智会, 你听经谈不上, 界定会都谈不上, 哪里是文会? 这是很大的误会, 所以菩萨比阿罗汉高, 菩萨是大臣, 大臣佛法建立在小臣的基础上, 没有小臣哪来大臣? 好像盖房子一样, 没有底下一层, 怎么会有上门一层? 上门一层一定盖在底下这一层的, 底下那一层修什么? 修界定会 你界定会三学完全都没有, 你想搞空中楼阁, 那怎么可能? 所以会是界定会的会, 你要得到会, 应界的定, 应定开会, 这会开了。 菩萨修, 界定不谈, 就修会。 诸位要知道, 这上面的包含底下的, 界是第一层楼, 定是第二层楼, 会是第三层楼, 讲第三层, 一定包括底下两层, 讲第一层不一定有第二层, 讲第二层, 一定有第一层, 讲第三层, 一定有底下两层。 菩萨虽然修会, 界定具足, 他要是不具足, 会从哪来? 这是大学生听两年佛法, 居然把意思听错, 难, 实在是难。 在我想听错的人不少, 不止他一个, 他说出来, 别的人还没说出来, 屈解佛的意思, 开经济上, 愿解如来真实意, 他是误解如来真实意, 错解如来真实意, 这是麻烦事。 还好他提出来, 所以我就说, 听两年不听, 文会, 回家再去想, 去想两年, 想两年之后再去做, 再去修行, 再去修两年, 大概总是这意思。 我说, 你这个文经教道听途说, 你没有听到, 你回家去思, 叫胡思乱想, 胡思乱想两年之后, 你要修, 叫盲修瞎恋, 怎么能成功? 菩萨哪是这个做法? 菩萨他胡思乱想, 盲修瞎恋, 怎么能成功? 所以他误会。 文思修三会, 文, 是指接触, 用这一个字来代表, 眼见色也叫文, 耳听声, 鼻嗅香, 身体的接触, 只要六根接触六成境界, 用这文字, 文表接触。 思, 表明了, 一接触就明了, 不要等到去思, 一思就落到第六意识, 哪里算是菩萨? 小成人尚不至于, 所以佛用这个字做代表, 凡夫对一个事情, 比较上深一点。 总是想想才明白, 所以思代表明了。 修, 代表没有过失, 代表破迷。 由此可知, 文思修是一桩事情, 一个是接触, 一接触就明了, 明了就不迷。 从接触叫文会, 从明了叫思会, 从不迷叫修会。 可见得文思修是一桩事情, 所以都教会, 哪里可以把它分成三段, 分成三段就错了。 所以这是不能说有次第, 不能说无次第。 戒定会就不能说无次第, 文思修不能说有次第, 这才是菩萨修的, 菩萨行事高级的佛法。 下课我再问这学生, 我说, 你下次还要不要来听, 他说, 要来听。 好。 不可以错解, 错解就很可惜。 性解形症这四个字, 也不能说有次第, 也不能说无次第。 初学的人有次第, 功夫得力的人没有次第, 功夫得力的人性解形症和而为一。 如果你能够将性解形症融合成 以你旧的真实的受用。 可以说表现在日常生活当中, 你欢喜快乐, 真的是快乐无比, 法喜充满, 就是我在前面讲的, 你已经有能力把凡夫无限的烦恼, 转变成高度的智慧, 你日常生活是生活在高度智慧之中, 那个人怎么不快乐? 为什么能够生活在高度智慧里面, 性解形症合一, 这就是菩萨的三会。 如果把性解形症分作四个段落, 你没入门, 你是门外汉, 你得不到受用, 你学佛学的再多, 你讲经讲的天花乱坠, 你的生活还是苦恼无边, 你得不到法系, 你得不到受用。 所以说初阶段一定是有次第, 功夫得力, 次第就消融, 就融成一片, 这是我们要知道, 要努力的方向。 人必具有信心, 而后研求佛法, 对于佛法如果没有信心, 你就不能很认真, 很努力的去研求, 一定要对于佛法升起信心, 信心很难升起, 这是实实在在的, 信心很难。 当然, 信心的升起也必须有条件。 现在人讲条件, 佛法里讲因缘。 因缘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条件, 条件很多很复杂, 最重要的是自己的善根, 自己没有善根, 遇到殊胜的外缘, 也没有用处。 自己一定有善根, 在遇到善缘, 于是信心才能升得起来, 明了佛法的殊胜, 明了佛法的功德利益, 这信心才能升得起来。 升起信心, 一定是很认真, 很努力的去修学, 修学一定能够的受用。 得到受用, 信心就更坚固, 味道尝到, 利益得到, 可见得这不假, 这是真实的, 你的信心, 愿心愈来愈坚固。 信愿帮助行政, 行政又帮助信愿, 相辅相成, 互相的增长, 那个境界好, 这个境界是愈来愈好。 必明的佛法真实之意, 而后方之真实修行, 此有次第也。 我们一般入门都是这样子的, 一定是经过这个次第, 功夫意得利, 这次第就融成一个, 就能够到圆融。 七, 克时而论, 若无功行, 则账身会浅, 绝不能生解。 若无解行, 信义不真。 由事言之, 信、解, 行定要同时并尽, 其有前后次第之可言。 克时而论, 这讲实在的。 若无功行, 功是功夫, 行念去身, 是个破音字, 念, 当动词讲, 不当名词讲。 是什么? 生活行为, 功夫在日常生活行为之中。 什么功夫? 就通途而论, 就是借定会。 借有功夫, 得定了, 得定我们在讲堂里面常常换个名词来讲, 大家好懂, 得身心清净, 定就是身心清净, 清净心。 定有功, 智慧就现前。 智慧一现前, 你在日常生活之中, 处事待人皆悟, 乃至于大小工作, 生活里面点点滴滴的, 全是三会。 六根接触六成境界是智慧, 一接触就明了, 一接触就不迷, 你知道如何去处理, 如何去运用, 所以你生活在高度智慧当中, 这不假, 要在功夫得利。 功行两个字要很清楚, 功是功夫, 行是生活, 日常生活里面显示出你修学的功夫。 假如没有功夫, 也就是说你所学的, 与你日常生活完全不相干, 统统用不上。 责账身会浅, 绝不能生解, 须菩提在本经告诉佛陀, 他生解一去, 这句话难得。 为什么他能生解? 他做到, 他在日常生活当中把无助身心完全体会到, 所以他能够生解。 不能生解, 当然你也就很难生性。 若无解形, 性亦不争。 由事言之, 性、 解、 行定要同时并进, 岂有前后次第之可言。 我们今天想成就, 想早一天成就, 有没有方法? 有, 你能够把性解形合在一起, 那就是正。 换句话说, 要尽可能地把次第拉近, 性解形的次第拉近, 把它拉成一体, 你就成功。 听, 一听就明了, 一明了, 境界马上就转过来。 境界一转, 生活当中就表现出来, 就做到, 这样才能真正地受用, 这受用的表现, 就是刚才讲的法系充满, 真是在生活里得到无比的快乐幸福。 底下为我们说明几个例子, 这些例子也是我们常常会遇到的。 八, 或欲有人, 无端而能信佛。 一文辨得明了。 亦有于佛法意毫不明, 而能发心精进勇猛修行者。 此阶速是本有功行, 精欲因缘, 遂而发现, 非偶然也。 或欲有人, 无端而能信佛。 一文辨得明了。 确实有这样的人, 当然是少数人, 不是多数人。 或者是偶尔之间, 或者是别人对他讲佛法, 他一听就欢喜, 一听他就能相信。 我们也曾见过, 一生都没有听过佛法, 没有接触过佛法, 临终之前有个善友告诉他佛法, 劝他念佛往生, 他一听就相信, 马上就念, 结果真的就往生, 我们确实曾经见到过。 亦有于佛法意毫不明, 佛法的道理他是完全不知道。 而能发心精进勇猛修行者, 他闻到佛法, 他真干, 真勇猛, 真精进。 勇猛是说他不休息, 不懈怠, 不疲倦, 精进是说他一门深入, 唇而不杂。 我们一般同修所生的毛病, 不能说你不用功, 不能说你不努力, 你也很进步, 但你不是精进, 你那种进叫杂进, 乱进, 所以你得不到利益, 你搞砸, 搞乱了。 这个进步要注意, 要精进。 佛法最忌讳的是夹杂, 不但是法不能夹在里头, 不能夹杂, 佛法也不能夹在其中。 佛说的法门太多, 好如烟海, 只能够学一个法门, 你就决定成功。 你要学两个法门, 三个法门, 就很可惜, 非常难成就。 我们也遇到一些同修, 大概认为一门不太保险, 两门总好一点。 我们劝他念佛, 他还要去参禅, 禅静双修, 好像那时候比较保险一点。 还有一些人认为两门还不保险, 还得搞三门, 比较更可靠一点, 禅静密三修。 还有一些更杂的, 掺杂得太多。 古德是有提倡, 没错, 永明严寿大师就提倡禅静双修, 你听到你就想学, 你就错了。 永明大师提倡禅静双修是对谁说的? 他为什么要这样说法? 你要把他的意思搞清楚, 他老人家是对参禅的人说的。 为什么对参禅人说? 看到这些参禅人不会成就, 不但不能开悟, 得禅定也得不到, 但是叫他放下禅去念佛, 他供高我慢, 他不甘心不情愿, 认为净土是很低的法门, 禅很高, 他供高我慢, 所以祖师大慈大悲, 善巧方便, 教他禅静双修, 有禅有净土, 犹如带脚乎。 这用意在哪里? 知道你那里不能成功, 将来你在净土这一半上你还能够成功, 是这么一个苦心。 你要是念佛人, 他再不会劝你禅静双修, 那不是破坏你, 那不是给你找麻烦。 所以诸位一定要懂得祖师说话是对谁说的, 为什么要这样说, 一定要搞清楚, 搞明白, 我们才恍然大悟, 原来我们走的是正路。 他们是路走偏差, 给他修正, 是这个意思。 这些不明佛法的人, 偶尔接触的人, 他能信能愿能行, 此皆素是本有功行, 经欲因缘, 遂而发现, 非偶然也, 我们看到好像偶然, 其实不偶然, 这是他过去身中多身多节的善根, 所以一接触他的善根就发现。 不但佛法当中没有偶然的事情, 诸位要晓得, 是法里也没有偶然的事情。 诸位要是念, 了凡四讯, 就知道, 了凡四讯, 过去我讲过很多遍, 现在已经从录音带写出来编成书本, 这个书本最近在印, 台湾打电话告诉我, 第一版印三万五千册, 印出来之后会送到此的来。 这里面告诉我们, 六道众生, 一饮一浊, 莫非前定, 哪来的偶然? 你一天吃多少粒米的饭, 你自己不知道, 可是那是命理注定的, 你不可能多吃一粒饭, 你也不可能少吃一粒, 你一天喝多少滴水, 都是命理注定的。 凡夫没有办法逃过命运, 哪有偶然的? 世间人不相信, 钱我赚得来的, 我有本事。 比你本事大的人多得很, 他为什么赚不到? 他命理没有, 想赚也赚不到, 命理有的, 不赚他也来。 正所谓是, 万般皆是命, 半点不由人。 命运从哪里来的? 过去生中因果里面来的, 你造的因, 这一生要享受这个果报, 我们现在这一生所造作的, 造因变成来生的果报, 因因果果永远不断。 佛在, 金刚经, 交给我们, 要身心, 要无助。 身心无助, 无助身心, 这才与事实真相完全相应, 相应就叫做随顺法性, 顺性起修, 这是佛菩萨所行的。 凡夫不知道事实真相, 错了因果, 违背自信去做, 这样所得的果报苦不堪言。 六道三图从哪里来的? 违背自信变现出来的逆境界, 随顺法性变的境界, 就是一真法界, 四胜法界, 不一样。 所以佛教给我们要身心。 我们晓得, 佛法, 是法绝非偶然, 没有偶然的。 但是明白理的人, 了解事实真相的人, 命运可以转, 所以命运它不是定命, 佛法理不讲宿命, 命运决定是有, 但是不是宿命论, 不是定命之论, 命可以改造。 正因为命可以改造, 所以佛才有办法, 佛菩萨才有办法度众生, 教你怎么改。 教给你如何从无量无边烦恼的生活, 把它改变成高度智慧的生活, 那改了, 这就改造命运。 佛知道这道理, 晓得事实真相, 教给众生改造命运的方法。 释迦牧尼佛说法四十九年, 这一部大藏经就是帮助众生改造命运的理论与方法, 帮助众生破迷开悟, 帮助众生转烦恼成菩提, 帮助众生转身死成涅槃, 这是佛法了不起的地方, 是佛法最伟大的地方。 这些道理, 事实真相都必须要明了。 九, 必须真实如法做到, 使明曰行。 真实见到佛理, 使明为解。 真实知得归一三宝之意, 使明曰信。 凡亲眼见得, 亲身做到之事, 则未知证。 必须真实如法做到, 使明曰行, 这一句的关键在如法, 就如同佛在经上讲的理论与方法, 我们在生活当中把它做到。 最明显的例子, 佛教给我们无助, 我们要把它做到。 无助是什么? 是放下, 把我们心里面许许多多的妄想, 烦恼, 习气, 忧虑, 牵挂统统放下, 无助, 恢复到心地清净, 心里这些拉拉杂杂的东西统统放下, 清净心就现前。 清净心是真心, 夹杂妄想杂念那个心就叫做妄心, 所以妄心还是真心, 真心夹杂一些妄念。 华言, 上讲的妄想执着, 所有一切的夹杂把它归类, 可以说总不外这两大类, 这两大类就是佛法里讲的二账, 妄想是所知账, 执着是烦恼账。 统统放下, 真心现前, 本性现前, 本性就是真心, 真心就是本性。 为什么说两个名词? 一个讲体, 一个讲用, 讲性多半是讲体, 讲心多半是讲作用, 实在讲, 是一桩事情, 不是两桩事情。 这是为什么要无助, 一定要做到无助。 有一些同修告诉我, 师父, 放不下, 放不下, 放不下也得要放下, 为什么? 放不下就是搞六道轮回。 六道轮回从哪来的? 我在经上讲的很多, 六道轮回从执着来的, 你有执着就有六道。 十法界是从妄想来的, 你有妄想就有十法界。 妄想执着都没有, 不但六道没有, 十法界也没有。 十法界没有, 展现在面前是一真法界。 诸位要知道, 十法界不是真的, 也是妄的。 十法界之上才叫一真法界, 诸佛与大菩萨们他们注意, 一真法界, 不在十法界里。 十法界里面那个佛没什么了不起, 一真法界那就了不起, 这必须要知道。 了解这个情形, 你就晓得真要放下, 不放下这个亏吃太大。 无量劫来搞生死轮回搞得这么苦, 什么原因? 就是妄想执着放不下。 谁叫你受苦? 没人叫你, 自作自受。 自作就是妄想执着, 是你在做, 所以才有六道, 十法界, 那够你受的。 就这么回事情。 佛在, 金刚般若, 给我们提出忠告, 讲得这么清楚, 这么明白, 需菩提尊者听懂, 马上就想做, 所以请示惊提。 一定要真实如法做到无助生心。 生什么心? 无条件的为一切众生服务, 要生这个心, 不能有条件, 有条件不行, 无条件的。 有条件就有助了, 无条件就是无助。 尽心尽力帮助一切众生, 服务社会, 服务群众, 毫无条件, 尽心尽力在做。 无论你从事于哪一个行业, 你这行业都是帮助社会, 都是帮助广大群众。 华严经, 上善才童子五十三餐, 五十三位法生大事, 他们所示现的各行各业, 男女老少, 他们修的什么? 都是修的, 应模锁住, 而生其心, 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 任何一种生活方式, 任何一种行业, 都是菩萨道, 都是菩萨行, 都能超凡入圣, 只要你懂得这原则, 无助身心, 就行了。 必须真实如法做到, 使民曰行, 行就是真干。 真实见到佛里, 使民为解, 佛所讲的这些道理, 真的见到, 透彻明了, 这才叫解。 真实知的 归一三宝之意, 使民曰行。 归一三宝的利益 无量无边, 三宝是我们一生前途幸福的前导, 它在引导我们, 绝而不迷, 正而不邪, 静而不染, 绝正尽是三宝。 我们一生念念当中都要依靠它, 这是一般讲佛法僧, 佛法僧就是绝正尽。 佛是绝的意思, 法是正知正见, 僧是清净不染, 这是我们真正的归一处。 知道绝正尽的利益, 才叫信。 我们一生当中, 其心动念, 言语造作, 都不违背绝正尽, 这才叫真正的信佛。 凡清眼见得, 亲身做到之事, 择位之正, 正是我做到了。 绝正尽我做到, 那你就正得。 戒定会你做到, 那你也正得。 在什么地方做到? 在日常生活当中, 像是尊在本经前面所示现的, 入舍位大臣启实, 这一迟播, 每一桩事情都显示出圆满的绝正境, 圆满的六度万行, 圆满的十大愿望, 每一桩事情都显示的圆满, 那叫做正。 不是离开生活别有所正, 那就错了, 没那回事情。 生活当中, 点点滴滴无不是正, 所谓, 一及一切, 一切即宜。 十, 解行做到究竟, 明曰究竟正得。 经云, 信心清静, 则生实相。 由是可知, 信, 解, 行, 正, 实际为一事, 此之为平等。 即此四字, 便可物由平等见差别, 由差别见平等之理。 解行做到究竟, 明曰究竟正得, 究竟正得是成圆满的佛果, 叫究竟正得。 菩萨所正的叫分正, 他所正的的是部分不是全体。